第126章就是让你白口莫辩呀 张恋瞳孔缩了缩 然后快速看向傅军顺 傅军顺 你算计我 傅军顺忍不住笑起来 我算计你 张恋 你在说什么胡话 我为什么要算计你 拉宝也疑惑 对啊 张叔说 二哥哥为什么要算计你啊 周十二和何毅只管战队跟风 就是就是 傅总为什么要算你张绍 拉宝睁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非常迷茫无辜地问张恋 张叔说 你比二哥哥有钱吗 周十二摇头 不可能 傅总的洪飞集团已经上市 张绍那边只是一个小公司 拉宝更好奇了 那张叔叔的爸爸 比拉宝和二哥哥的爸爸厉害吗 周十二依然摇头 不可能 傅总的爸爸 可是傅氏集团继承人 傅氏算是我们帝都顶级豪门 张家和傅家不在一个档次 拉宝眼睛瞪得更大 眼底的迷茫更多 那张叔叔 为什么怀疑二哥哥算计他 何毅终于找到接话的机会 这个得警察叔叔来问 两名警察同志 嘴角同时抽搐 难为你们还记得我们呢 拉宝冲两名警察同志歪头 咧起嘴角露出萌哒哒的笑容 必须记得 没有警察叔叔 就没有我们的幸福生活 两名警察同志 被小家伙的话 都得都快板不住脸 张练心里 则是恨极了傅拉宝 就因为这小仔子几句话 警察同志 看他的眼神都变了 两名警察同志有备而来 直接先给张练看 周十二交给他的鬼屋里 监控存储卡上 拷贝下来的视频 视频中齐宇飞刚转头 就被张练一砖头砸中脑袋 当场倒了下去 傅军顺脸色大变 扑过去查看情况 张练手中砖头再次扬起来 从监控中看砖头 对准了傅军顺后脑勺 傅军顺看了一眼有些惊讶 他压低声音 问趴在他怀里的拉宝 张练敢动手 监控一定被做过手脚 现在怎么还能看 拉宝乐呵呵地跟傅军顺说悄悄话 二哥哥监控是有问题 可是拉宝有垃圾啊 监控干不过拉宝受的垃圾 傅军顺盯着拉宝看了看 小家伙傲娇地抬着小下巴 因为高兴 头顶翘起来的呆毛 都跟着晃啊晃 傅军顺想到那四个鬼东西 表情忽然变得一言难尽 真是差点被吓死 但是吧 现在又多亏了他们 这世上居然真的有鬼东西 而且那些鬼东西 似乎干不过他妹妹拉宝 就离谱 傅军顺开始默默重组三观 而张练在被盘问后 将矛头对准傅军顺 警察同志 当时我们看到了鬼怪 傅军顺也在当场 你们可以问他 没等警察同志出生 张练又快速补充 当时还有两个女孩 警察同志也可以将他们叫过来问问 张练刚说完 电梯门开了 刚离开没多久的露露和徐霄月 又回来了 两名警察同志 分开询问傅军顺露露和徐霄月三人 傅先生 您当时看到了鬼怪吗 傅军顺睁着眼睛说瞎话 警察同志 我当时只看到 张练拿着砖头砸起雨飞 估计他后面还要砸我 张练脸都要气绿了 傅军顺 你说谎 警察同志皱眉 张练先生 我们再问傅先生 请您安静些 张练气得呼吸都粗了 两眼死死盯着傅军顺 傅军顺正在问警察同志 警察同志 我现在合理怀疑 张练是想要趁着鬼屋之行谋害我 张练瞳孔地震 傅 军 顺 警察没看张练 而是皱着眉问傅军顺 原因呢 傅军顺对怒火冲天的张练视而不见 警察同志 张练的未婚妻乔婉 是董家老太太娘家侄女 张家的生意 也是靠着董家帮衬 才一步步走到今天 而在今天之前 董老爷子 因为随安精神病院出事 锒铛入狱 董家小少爷董家宝 也因为确定染毒被抓判刑 这些或多或少 都和我们傅家有关 张家拿了董家太多 现在董家出事 张家自然要帮衬董家 我和张练初中时就认识 之后一起出国留学 回国后一起创业 他要算计我很容易 比如这次鬼屋之行 警察同志点头 眼神锐利地看向张练 张练先生 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张练马上开口 当然 我说了我当时不是要砸棋与飞 我们三人都是朋友 我怎么可能对朋友下手 杀人犯法 我又不是法盲 警察同志扬了扬手机 那视频里 你用砖头砸棋与飞 之后再瞄准傅先生 又怎么解释 张练咬牙切齿 警察同志 我是真的看到了鬼东西 所以才会做出那样的事 那不是我本意 警察同志点头 所以 你是要将故意杀人 推到封建迷信上 张练努力保持理智 警察同志 我说的是事实 周十二出声 警察同志 这是诽谤 我们那虽然是鬼屋 但是谁不是学着 富强民主文明科学长大的 怎么可能会有鬼东西 何以点头 就是就是 警察同志 他就是想逃避责任 明明是他用砖头砸人 却把所有责任过错 推到我们鬼屋上 我们不服 另一名警察同志 问完露露和徐潇月过来 他们两个说法 和张练一致 张练先是松口气 跟着脸色更难看了 露露和徐潇月 绝对不能全和他说法一致 哪怕他们确实 被鬼东西吓得不轻 可现在仔细一想 警察绝对不会相信 事上有鬼 可他们三个口供一致 果然下一秒盘问 他的那名警察同志开口 仔细查查他们三个 露露和徐潇月 听到这话时 也愣了 警察同志 我们说的都是事实 为什么还要查我们 拉宝乃生乃气开口 因为你们帮坏叔叔呀 露露和徐潇月 脸色都变了 警察同志一看 心里有了数 等受害人脱离危险后 我们会找受害人 了解相关情况 现在你们三个都有嫌疑 所以我们回警局 接受调查 张练手指一点点握紧 眼底因着一闪而过 他确定了 傅军顺确实猜到了他的计划 然后将计就计 再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鬼东西 让他百口莫辩 傅军顺 他看向傅军顺时 傅军顺冲他挑眉一笑 拉宝也眉眼弯弯 水灵灵的大眼睛 眨巴得非常欢快 张练差点被气死 第127章 好赌的爸病重的妈 和无奈的他 晚上9点 周十二和何毅 已经各回各家 到了10点时 傅军顺带拉宝在医院附近酒店 洗完澡 又去吃了晚饭 回到医院时 护工正好从病房出来 傅总 齐先生醒了 拉宝有些困了 粘头大脑地窝在傅军顺怀里 听着护工的话 小家伙难得精神了些 齐叔叔醒了呀 护工笑着点头 是 警察同志已经在里面了 医生也在给做了检查 轻微脑震荡 傅军顺点点头 示意护工去忙 进门前 他低头问怀里的拉宝 拉宝 那么严重的伤 拉宝奶生奶气解释 齐叔叔是二哥哥的朋友 拉宝不想二哥哥难过 所以 齐叔叔受伤后拉宝 用力量护住了齐叔叔伤口 齐叔叔就不会有事了 傅军顺这会儿已经知道 拉宝是顶级人形天灾 齐宇飞昏迷这几个小时 他脑子一直恍恍惚惚惚的 可也知道 拉宝说的是实话 不然 一切根本解释不通 这会儿 齐宇飞也是因为拉宝出手 保住了性命 傅军顺特别感激 拉宝 谢谢你 拉宝抱住傅军顺脖子 轻易地蹭了蹭 不屑不屑 二哥哥 我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就该互帮互助 傅军顺再次为自己 第一次见到拉宝时 用黑莽恐吓他羞愧内疚 想到黑莽 傅军顺忽然问拉宝 拉宝 那条黑莽呢 自从那次在郊外董文 即将拆迁的老家那见过 之后就再也没看到了 那黑莽有了零食 据说蛇的报复心极强 可别藏起来伺机报复 他在瞎折腾呢 二哥哥不用担心 等折腾够了 就会回来的 傅军顺愣住 瞎折腾 拉宝罗的眼眶有些发红 是啊 他想跑 不过他才刚有零食没多久 等在外面挨揍受不了了 就会回来的 傅军顺震惊 谁揍他 拉宝答得非常自然 很多鬼鬼东西啊 又或者别的精怪啊 傅军顺 傅军顺迟疑了下 还是问了出来 拉宝 蛇的报复心很重 万一 拉宝恍然大悟 原来二哥哥是担心这个啊 没事没事 有拉宝在呢 蛇蛇绝对不敢的 傅军顺不知说什么好了 算了 到时候再说吧 先进去看看齐雨菲 病房里警察同志刚做完笔录 看到抱着拉宝进来的傅军顺笑了笑 傅先生来了 傅军顺也笑 警察同志 辛苦你们了 两名警察同志摇头 为人民服务 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傅军顺笑着问他们 警察同志张恋那边 两名警察同志 懂傅军顺的意思 傅先生 傅先生只是轻微脑震荡 而且张恋一口咬定 是看到了鬼东西 所以很难定罪 这在傅军顺意料之中 齐雨菲已经看过 鬼屋内的视频监控 而且当时他回头时 清楚看到张恋言底很利 虽然震惊茫然 但确定张恋是想杀了他 军顺 没事 多行不易必自弊 拉宝不懂 多行不易必自弊的意思 不过警察叔叔的话 他听得清清楚楚 小家伙等两名警察同志 离开后奶 呼呼出声 二哥哥齐叔叔不担心 张叔叔很快会倒大霉的 傅军顺追问 多大的霉 拉宝歪头想了想 要命的那种吧 齐雨菲震惊 啊 拉宝你怎么知道 傅军顺抢在拉宝之前开口 我家拉宝就是知道 你等着看就是 齐雨菲二次震惊 军顺 你 傅军顺不是对回来的妹妹 傅拉宝没什么好感 甚至还送了一条黑蟒 当见面里吗 这会儿我家拉宝又是什么鬼 傅军顺看到他 一脸震惊 满眼嫌弃 你这什么表情 齐雨菲 大概吃屎的表情吧 傅军顺呵呵 那你还真挺重口味的 齐雨菲无语翻白眼 这要不是有个奶包在这里 他真想让傅军顺撒泡尿 照照自己什么德行 因为只是轻微脑震荡 齐雨菲叫了助理过来办理出院 自己则是和傅军顺拉宝 一起去附近觅食 傅军顺是什么都吃不下了 困倦的拉宝 一边往嘴里塞好吃的 一边艰难撩着眼皮 等傅军顺在看他时 小家伙脑袋都快埋进 比他脑袋都要大的盘子里 齐雨菲乐得不行 拉宝太困了 咱们打包回去吃吧 傅军顺问他 去你那儿 齐雨菲乐了 你真不打算带拉宝回去住 傅军顺点头 我什么时候开过玩笑 齐雨菲嘴角狂抽 傅总 你该问的是 你什么时候没开过玩笑 话虽然这么说 齐雨菲还是快速站起来 让餐厅又做了一些饭菜 打包带走 回他住处 拉宝洗过澡 到了齐雨菲住处后 傅军顺又给他打水洗脸 擦手洗脚 齐雨菲端着饭盒 站在卫生间门口 边吃边扎舌 我的天 三日不见 傅总您真让我刮目相看 没等傅军顺说话 齐雨菲忍不住又问 君顺 你老实告诉我 拉宝其实不是你妹妹 而是你女儿吧 傅军顺抄起手边的拖鞋 冲齐雨菲砸过去 拉宝是老子亲妹妹 齐雨菲闪身避开唏嘘 行吧 你说是什么 就是什么吧 傅军顺懒得搭理他 毕竟让拉宝舒舒服服睡觉更重要 等拉宝躺下后 傅军顺从房间出来 掌心多了四个小黑球 吃过饭的齐雨菲正在打电话 露露 我知道 我信你 傅军顺 齐雨菲看到傅军顺出来 很快挂了电话 然后好奇地盯着他 掌心四个小黑球看 君顺 这是什么 傅军顺嘴角一勾 能让你看清白莲花的好东西 齐雨菲疑惑 白莲花 傅军顺讥讽嘲笑 刚才和你打电话的那位露露 齐雨菲皱眉 君顺 露露刚才跟我解释了 她确实是故意接近我 但她也是没办法 是张恋威胁她的 傅军顺自从见女人后 格外理智 张恋怎么威胁她 她是有个厚赌的霸重病的妈 还是有个学费都交不起的地点 齐雨菲不敢置信 君顺 你怎么知道 你查过她 傅军顺额头都快冒出黑线来 她忍了忍冲齐雨菲招手 雨菲 你过来 我们先看好东西 齐雨菲皱着眉眉眉唧唧靠过去 第128章 小副大师 救命啊 鬼东西甲乙丙丁 已经被拉宝送给了傅军顺 四个鬼东西得了傅军顺吩咐 在齐雨菲靠过来 瞬间在她跟前站成一排 齐雨菲熬的一嗓子 直接扒住傅军顺 四肢像八爪章鱼一样 紧紧扒住她 啊 军顺 鬼鬼鬼鬼啊 鬼东西甲乙丙丁一口同声自我介绍 齐先生 准确地说我们被称为可回收垃圾 齐雨菲 啊呀 傅军顺嫌弃地去扒拉她双手 结果齐雨菲双手像涂了502胶纹丝不动 军顺 鬼鬼鬼鬼 追过来了 傅军顺嫌弃又无奈 不过在看到齐雨菲吓得尖叫不断 五官扭曲时又忍不住乐呵起来 他终于懂了大哥和老六的快乐 既然是兄弟 必须一起掉坑里啊 傅军顺嫌弃嗷嗷叫唤的齐雨菲 但因为扒拉不开 索性也不管了 扒着扒 总有体力不支的时候 鬼东西夹以丙丁 看齐雨菲嗷嗷叫唤 四个鬼东西 自着大牙也乐呵 效果不错 把控很好 非常完美 惊悚效果达到了 但也没把人吓晕过去 鬼东西夹 小心翼翼问傅军顺 军顺少爷 我们表现怎么样 傅军顺满一点头 还可以 嗷嗷叫唤的齐雨菲 鬼东西已自着大牙流着黑血 力度还要在家吗 傅军顺看着脸色惨白的兄弟 乐呵呵的 就这样吧 你们去玩吧 搓麻将也行 鬼东西夹以丙丁欢呼起来 走喽 搓麻将喽 齐雨菲 四个鬼东西 直接在客厅里 搓起麻将来 二饼 三桶 一条 齐雨菲 啊 他要疯了 他要没了 他居然看到 在鬼屋快吓死他们的鬼东西 在自家客厅搓麻将 还时不时扭头瞪着 快要掉出眼眶的眼珠子 冲他笑 齐雨菲再也坚持不住 又熬了一嗓子 啪唧一下摔地上 晕了 傅军顺蹲下来看看 雨菲 没反应 鬼东西假抽空看了眼 军顺少爷 齐先生只是晕过去了 没有生命危险 鬼东西以殷勤询问 军顺少爷 需要我们帮忙叫醒吗 鬼东西柄 我擅长入梦 睡着了 也能让他身临其境 鬼东西钉 我能举高高 我力气超级大 四个鬼东西说完 发现傅军顺 已经掐着齐雨菲人中 硬生生 把晕过去的齐雨菲掐醒了 齐雨菲 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眼看齐雨菲又要晕过去 傅军顺出声提醒他 雨菲 那个鬼东西说了 他擅长入梦 你一确定要做噩梦吗 意识快要模糊的齐雨菲 很掐一把自己大腿 啊啊呀 鬼东西假以丙钉在洗牌 稀里哗啦各种响 齐雨菲终于稳住心神 被迫顽强清醒着 不知过了多久 他将傅军顺 拉进拉宝睡觉的房间里 啪哒一下把房门关上 然后双手压在傅军顺肩膀上 愤愤出声 傅军顺 你最好给老子一个合理的解释 傅军顺懒懒散散往床头一靠 合理的解释就是 在鬼屋 我们能捡回两条命 多亏了拉宝和外面 搓麻将那四个 齐雨菲猛逼 齐雨菲费解 齐雨菲一脑门问号 那你 傅军顺看他逐渐冷静下来 隐藏了拉宝顶级人形天灾的事实 将鬼屋具体情况快速说了遍 齐雨菲听得整个人都骂了 所以 他视线落到 举着两个小肉拳头 呼呼大睡的拉宝身上 拉宝是 能抓鬼控鬼的大师 傅军顺笑着点头 可以这么理解 齐雨菲下意识摇头 不是说世上无神鬼吗 傅军顺指指门外 传来的搓麻将声音 那外面 那四个怎么解释 齐雨菲 直到第二天早上 甘瞪眼了一晚上的齐雨菲 终于接受 这世上有鬼这个事实 露露的电话再次打过来 齐总 您是出院了吗 熬了一夜 三观稀碎又重组的齐雨菲 声音沙哑 嗯 昨天晚上就出院了 你在哪里 露露声音甜美温柔 齐总 我昨天从警局出来时 已经凌晨了 本来想去医院看您的 又怕打扰您休息 知道您脱离危险 就想着今天一早炖着热粥 给您送过来看看您 齐雨菲眨了眨眼 傅君顺在卫生间 帮拉宝洗脸梳头发 水字头鬼东西 被抢了工作 怕被衬托得毫无用处 狗腿地帮傅君顺拿梳子拿毛巾 卫生间的门敞开着 坐在沙发上的齐雨菲 能看得一清二楚 毛巾飞起来 落到傅君顺手上 梳子飞起来 落到傅君顺手上 连带着鞋子 也从卧室床边 飞到傅君顺身边 齐雨菲脑中闪过天快亮时 傅君顺神色严肃 跟她说的话 雨菲 露露和徐霄月 绝对都是张恋的人 你别被他们骗了 齐雨菲垂谋声音 一如既往的关切 露露 我现在在家 你在医院等着 我马上让助理去接你 没给露露说话的机会 齐雨菲快速挂了电话 她马上给助理打了个电话 吩咐完后 收了手机三步 并坐两步 冲到卫生间门口 君顺 我让助理去接露露了 我们直接逼问她 傅君顺愣了下 跟着笑起来 逼问 齐雨菲 你是想去吃牢饭吗 齐雨菲无语 我怎么就想吃牢饭了 是花花世界不香吗 傅君顺有些头痛的叹口气 难怪齐叔不敢让你接大项目 你这智商 齐叔果然是了解自己儿子的 齐雨菲黑脸 傅君顺 不带你这么人身攻击的 拉宝好奇地看着齐雨菲 齐叔说 二哥哥没有打你啊 齐雨菲一侧头 还没说话呢 就看到拉宝的头发 自动变成了两个 蓬松懒散的小啾啾 齐雨菲瞬间怂了 拉宝 你旁边 拉宝隔空点了下 肿着鱼泡眼 浑身浮肿 脸色惨白 透着血丝的水字头鬼东西 缓缓转身 冲她咧嘴一笑 齐先生 早上好呀 齐雨菲 啊 她又没了 大门口响起门铃声 齐雨菲吓得一个机灵 下意识往傅君顺身上窜 傅君顺迅速闪身 齐雨菲一头撞到卫生间墙壁上 痛得想骂娘 傅君顺 你 拉宝握住齐雨菲的手 齐叔叔 拉宝呼呼 痛痛飞走了 齐雨菲一句这种哄孩子的话 也就三岁半的拉宝性到了嘴边 又生猛地吞了回去 因为一股凉气吹到她额头上 她瞬间不痛了 齐雨菲 扎着两个小啾啾的拉宝 歪头创她笑 齐雨菲嗷呜一声抱住拉宝 拉宝 从今以后 你就是齐叔叔的神 拉宝乐的哥哥直笑 傅君顺打开门 周十二白着脸喊起来 小富大师救命啊 第129章 是金冠 拉宝扭头看过去 周十二已经冲到她跟前 小富大师 一哥 一哥出事了 拉宝疑惑 何叔叔怎么会出事 昨天晚上何一回去的时候 拉宝并没从他身上 看出灾祸降临 周十二深吸口气 跑得满头是汗 确切地说 是一哥家里出事了 昨天小富大师 你不是说一哥做噩梦 是因为上错了坟吗 然后他昨天回去后 连夜去老家上坟了 别说拉宝惊讶了 就是齐宇飞 和随手带上门过来的傅君顺 表情看起来也一言难尽 谁家好人大半夜去上坟 周十二忙点头 是啊 可是一哥回去 后跟重邪似的 非要大半夜回老家去上坟 然后今天我一直联系不上他 也给何叔叔打了电话 何叔叔说 一哥一直没回家 大半夜非要去上坟 一夜未归 不管哪一种确实邪门 拉宝问周十二 十二叔叔你知道和叔叔住哪里吗 拉宝要去他家看看 才知道具体情况 周十二忙点头 知道知道 我们现在就去 齐宇飞眼珠一转 拉宝 齐叔叔和你们一起去 三观重组了一晚上 齐宇飞现在满心满眼都是 这世上居然有鬼东西 他想亲眼看看别的鬼东西 傅君顺泽一声 你不怕被吓出好歹来 齐宇飞抱紧拉宝 拉宝在手 天下我有 还怕什么鬼东西哦 拉宝乐得哥哥直笑 三大一小刚到楼下 就遇上了助理开车接过来的露露 露露满脸惊喜 宇飞 你特意下来接我了 齐宇飞愣了下 这才想起 他让助理去接露露了 露露 我临时有事得出去一趟 你先去我家歇着 露露诧异 满脸关切地 看向齐宇飞包扎着的额头 宇飞 你额头还有伤呢 齐宇飞摆摆手 没事 我会多注意 他看向旁边助理 送露露上去 助理点头 做了个请的手势 露露还想说什么 齐宇飞已经上了另一辆车 车子很快离开 露露疑惑问助理 李助理 是公司出了什么事吗 李助理抱歉一笑 对不起露露小姐 我只是齐总的生活助理 工作上的事 得问别的助理 露露呜了声 没再多说什么 跟着李助理进楼道上电梯 而车上 傅君顺问齐宇飞 你让李助理把他带上去 不怕他往你家里 放点什么要命的东西 齐宇飞眼神复杂 他吸口气 有些忧郁的开口 老头子怕我在家里乱来 让人在家里 装了好几个微型监控 傅君顺嘴角一抽 转念一想 没事 鬼东西一出现 第一时间会影响监控 所以 昨天鬼东西们出来后 监控估计 直接变成了雪花点 齐宇飞自顾自往下说 我其实 是真的对露露有点意思 想和他深入发展的 但出了鬼屋这档子时 他也不能自欺欺人 露露到底有没有问题 监控或许会给他答案 傅君顺懂了 齐宇飞的意思 忍不住拍拍他肩膀 那希望他是无辜的 这自然是安慰齐宇飞的话 事实上傅君顺觉得 露露如果没问题 他名字倒过来写 齐宇飞忍不住瞪他 你心里一定不是这么想的 傅君顺也直白 难得你有些心动 我总要安慰你一句 齐宇飞无语 他就知道是这个调样 周十二将车子开得飞快 很快到了何一家 何一是小康之家 住在一个高端小区五楼 和爸爸经营两个大超市 何妈妈也在超市帮忙 何一是独生子 这会儿还没回来 何妈妈急坏了 看到周十二带着拉宝等人过来 忙将人请进家里 他视线在傅君顺齐宇飞 和拉宝身上转了圈 最后视线落到傅君顺身上 小傅大师 被齐宇飞抱在怀里 正往嘴里舔小面包的拉宝奶 呼呼恩了声 何阿姨 我在这里呢 何妈妈猛了 下意识看向周十二 周十二坚定点头 何阿姨 拉宝就是小傅大师 您信我 何妈妈担心儿子安危 也让家里司机去老家坟头找了圈 就是没看到人 虽然觉得有些离谱 但还是没多说什么 那小傅大师 我家小叶 拉宝仔细看了一圈 乌黑的大眼睛 猛的瞪的溜圆 妖气 别说何妈妈愣住 就是周十二傅君顺和齐宇飞也猛了 妖气 拉宝点头 仔细秀了秀 是妖气 说完拉宝奶声奶气问何妈妈 何阿姨 你家里这几天 是不是养了一只黑猫 何妈妈震惊脸 小傅大师怎么知道 没等拉宝说话 何妈妈意识到 不该反问大师 而是主动说黑猫的事 小傅大师对不起 我们家里确实一周前养了一只黑猫 是我父亲 也就是何一外公送过来的 已经十多岁了 拉宝摇头 可是送过来的黑猫 应该在六十岁以上 十多岁的咪咪 哪怕有大机缘 也很难开掷 何妈妈张了张嘴 一句话说不出来 拉宝在客厅里转了圈 何阿姨 猫精怪应该从昨天 就没回来 何叔叔又正好失踪了 很可能是猫精怪 带走了何叔叔 何妈妈吓得脸色发白 那怎么办 说完 何妈妈一把抓住拉宝小手 小傅大师 求求您帮忙找我家小易 不管多少钱 我们都给 拉宝点头 好 周十二问了个关键问题 小傅大师 易哥有生命危险吗 何妈妈脸色更白了 直接摊在地上 拉宝忙 将他往沙发上拉 奶生奶气安慰他 和阿姨放心 何叔叔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他并没从何妈妈身上 看到亲人亡固的祸事 所以和叔叔暂时安全 但必须用最短的时间找到 毕竟和精怪有关系 而且 那只猫妖的气息中 力气很重 还是一只黑猫 何妈妈并没有松口气 而是更担心 猫怎么还会 成了妖怪呢 周十二一句那不稀奇 毕竟这世上 还有鬼呢 到了嘴边快速吞回去 小傅大师 我们去哪里找 老家坟地吗 拉宝摇头 何阿姨 我需要您的一滴血 何妈妈二话不说 拿起旁边水 裹刀 划破自己手指 拉宝小手一抬 空中飘着一张幽蓝色符咒 一滴血珠落到幽蓝色符咒上 符咒迅速被染红 然后从敞开的窗户中飞了出去 拉宝跟着转身往外跑 父君顺其欲飞 周十二见状 连忙跟上 第130章 仪式部请两大师 何妈妈也想跟上去 只是等他出去时 电梯门已经合上 里面传来周十二的声音 何阿姨 您放心 我保证 把一个完完整整带回来 何妈妈绷不住哭了起来 何爸爸匆匆赶回来 老婆 怎么哭了 何妈妈扑进何爸爸怀里 呜呜哭着 好一会儿才快速解释 何爸爸听完皱眉 惊怪 还是岳父送过来的那只黑猫 这怎么可能呢 那黑猫是岳父岳母 养了十多年的一只老猫了 脾气很好 几乎没有对家人伸过爪子 这次也是岳父岳母 要出门旅游 担心把黑猫留在家里 黑猫孤独 所以才会将黑猫送到他们这边 来让他们帮忙照看着 何妈妈擦了擦眼睛 可是十二坚信 小夫大师说的都是真的 而且 小夫大师好像真的是个大师 他一抬手 就有一张蓝色的 像是符咒一样的东西 飘在半空中了 何爸爸越听越觉得离谱 低头看到 地上还有血珠 这才发现 老婆手指在流血 怎么还出泄了 他一边问 一边快速扶着老婆回屋 找了零食药箱 过来给老婆处理手指上的伤口 何妈妈已经把伤口 怎么来的说了 何爸爸觉得 周十二八成是被忽悠了 偏偏失踪 还不到24小时 警局不受理 何爸爸给何妈妈处理完伤口 双手插腰皱着眉头 在客厅走来走去 之后一拍大腿 对了 老婆 咱把前段时间 不是说认识了一个帮人算命的大师吗 说是非常准 我现在打电话问问 何妈妈想起来 确实有这一茬 自然也认同 小夫大师看起来太小了 可能还没上幼儿园 而父亲总不会骗他 上次黑猫走丢那次说事 找了那位大师 才将黑猫找回来 想到这里 何妈妈忽然愣住 黑猫前段时间走丢过 小夫大师说 家里的黑猫 不是父亲送过来的那只黑猫 何妈妈一把抢过 准备打电话的何爸爸手机 老公 先别给爸打电话 我们先等十二那边的消息 何爸爸不敢置信 老婆 你真信了十二的话 十二那孩子 有时候真的不靠谱 一个因为不肯在自家公司上班 到处晃悠的富二代 他真不敢轻信 何妈妈却坚持 万一小夫大师真的有本事呢 这种事情 除非没有结果 最好不要同时请两位大师 免得得罪人 何爸爸黑脸 儿子都丢了 你还担心得罪人 何妈妈摇头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就是觉得不好 何爸爸将手机 从妻子手里拿过来 我们就小一 一个孩子 家里虽然不算很有钱 但也不能后继无人 你怕得罪人我不怕 今天这个电话我必须要打 何妈妈拗不过 最后只能放弃 你打吧 但是我相信小夫大师 何爸爸看了看他 拨通了岳父电话 很快从岳父那边 得到大师电话 然后又给大师打电话 说了具体情况 好 那我现在去接您 何爸爸挂了电话 给何妈妈倒了杯水 叹口气 然后出门接人去了 何妈妈生怕到时候 得罪了小夫大师 等何爸爸出去后 忙给周十二打电话 十二 周十二在开车 直接开了扬声器 何阿姨 怎么了 十二 你和叔叔回来了 因为太担心小姨 所以又去找了别的大师帮忙 我拦不住 周十二下意识 从后视镜中 看向后排座上 被傅君顺抱着的拉宝 拉宝并不在意 没事 人多力量大 幽兰色符咒染了血 拉宝已经估算出大体位置 他有信心 能在另一位大师之前 找到何叔叔 周十二松口气 安慰了何妈妈几句 然后按照拉宝说的继续开车 车子最后在距离小区 十公里的一家蔬菜市场外 停下来 拉宝看向幽蓝色符咒飘去的地方笑起来 找到了 周十二一愣 傅君顺抱着拉宝下车 其宇飞生怕速度慢了 错过什么 也飞快下车 拉宝 在哪里 拉宝从傅君顺怀里溜下去 迈着一双小短腿 在人群中哒哒哒狂奔 傅君顺三人连忙跟上去 生怕跟丢了 十分钟后 三大一小在一家冷库外停下来 拉宝直直冷库里面 十二叔叔和叔叔在里面 周十二看向冷库上面几个大字 整个人都不好了 王老三冷鲜肉 冷库大门紧闭 这边是仓库 根本没人 周十二准备打冷库上的电话 联系老板过来开门时 咔哒一声 冷库门开了 一股寒气从里面散出来 冻得他们一个机灵 点着脚的拉宝 收回举得有些发散的小胳膊 等冷库门开出一个缝隙后 就开始往里挤 仗着人小低一个挤进去 傅君顺看得心脏狂跳 拉宝 这是冷库 拉宝奶乎乎的声音从里面传来 何叔叔 何叔叔醒醒 傅君顺闭嘴 快速钻进去 冷气扑面来 他打了个哆嗦 跟着进来的齐雨飞和周十二 也没好哪里去 但他们真的看到了 距离冷库门口 不到两米远的何一 何一脸色苍白 睫毛上都出现了小雪花 周十二冲过去 一把将他抱起来 一搁 何一动的话都说不利索 快 快出去 动 动死我 我我我了 傅君顺脱了外套 披在何一身上 齐雨飞和周十二架 启动的步行的何一 快速离开冷库 拉宝在冷库里转了圈 然后在冷库深处 找到已经变成了 冰雕的大黑猫 傅君顺看到大黑猫时 也满眼诧异 拉宝 这只黑猫 拉宝将冰块大黑猫 从洞鱼上面扣下来抱着 二哥哥 这才是那只十多岁的黑猫 不是那只猫精怪 但冷库里有猫精怪的气息 非常淡 傅君顺脑中各种问题闪过 但这里显然不是说话的地方 他抱起拉宝从冷库出来 准备单手关门时 拉宝已经抬手 冷库厚重的大门迅速合上 傅君顺看得目瞪口呆 拉宝 这又是什么技能 拉宝眨眼 就是随手关门呀 傅君顺 行吧 要接受自家妹妹的强大 承认自己是个战武渣 拉宝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围着冷库和附近仓库 转了一个大圈 最后确定了猫精怪的去向 骇人的猫精怪自然要抓住 拉宝回头看向跟在身后的傅君顺 二哥哥 拉宝要去抓猫精怪 你 傅君顺毫不犹豫 我和你一起去 齐宇飞急吼吼追过来 还有我 还有我 我要去看看 精怪到底什么样的 傅君顺忽然一把捂住齐宇飞的嘴 拉宝好奇顺着傅君顺 看的方向看过去 然后眼睛亮起来 二哥哥 那是徐潇月徐阿姨 第131章 猫精怪坦白 傅君顺也看清楚了 确实是徐潇月 徐潇月旁边还有一只黑猫 黑猫也非常警惕 在他们看过去时 正好侧头看向他们 阴冷的瞳孔和他们对上 齐宇飞打了个冷战 之后眼前一阵发晕 感觉整个脑子里 都是凄厉圣人的猫叫声 喵 傅君顺脸色也变了 用力甩了一下头 拉宝迅速往齐宇飞和傅君顺身边一站 眼神冰冷看过去 走在徐潇月脚边的黑猫 忽然浑身毛发炸起来 一副如灵大敌的样子 在拉宝还没出手前 忽然尖锐地叫了声 扭头往旁边巷子里跑了 想跑 拉宝确定 齐宇飞和傅君顺没事后 迈开小短腿就追 一边追一边叮嘱他们两人 二哥哥 齐叔叔 你们在这里等着拉宝 拉宝很快回来 傅君顺和齐宇飞 从凄厉不断的猫叫声中清醒时 拉宝已经跑得没影了 傅君顺脸色大变 拉宝 齐宇飞脸色也非常难看 但李智还在一把拉住傅君顺 君顺 还齐宇飞又看向诧异看向他们的徐霄月 君顺 我们应该抓住徐霄月 傅君顺冷静下来 去追拉宝可能会拖后腿 但如果抓住 徐霄月只不定能问出意想不到的消息 徐霄月转身就跑 齐宇飞和傅君顺对视一眼 快速追人 跟着黑猫窜进小巷子的拉宝 两条小短腿跑出了残影 等拉宝停下来时 前面跑得飞快的黑猫 已经被他一脚踩住猫尾巴 喵 黑猫尾巴剧痛 回头冲拉宝呲牙咧嘴 满眼凶狠 拉宝直接弯腰拎着尾巴 将他拎起来 喵 黑猫忽然扭头 咬向拉宝胳膊 拉宝能避开 但小家伙不仅不避开 还故意把另一只胳膊也伸过来 黑猫獠牙 刚碰到拉宝白嫩滑溜的胳膊 忽然淒厉惨叫起来 喵 啊 黑猫口吐人言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 我会被反噬 拉宝看看 被黑猫碰了一下的胳膊 嫌弃地拍了拍 将黑猫丢在地上 围着他转了个圈圈 直接竖起了一道屏障 保证黑猫想跑 也再没机会 做完这一切 拉宝站在黑猫跟前 居高临下盯着他 拉宝就是拉宝 不是东西 黑猫 所以 这个两脚兽崽子 压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但力量强悍 对付这种存在 黑猫眼珠一转有了主意 他忍着被反噬的剧痛再次开口 但先喷出一口鲜血 Pull 他腰力几乎费了大半 声音虚弱了很多 小朋友 你为什么追我 我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吗 拉宝点头 当然 你故意带走何叔叔 要不是十二叔叔 发现何叔叔不见了 这会儿何叔叔 应该已经冻死在冷库里了 黑猫阴冷的树桶 瞪大了很多 小朋友 我绝对没有害他的意思 是他非要追我 我不想和人类打交道 所以一路逃窜 不能说 是我故意带走他的 而是他追着我 来到这边的 拉宝对着黑猫毛茸茸的屁股 就是一脚 坏咪咪 当拉宝两岁半呢 居然还骗拉宝 他都三岁半了 黑猫心中惊讶 没想到这个两脚兽幼崽 还不好忽悠 于是 黑猫再次改变策略 他忍着被踹了屁股的羞耻愤怒 非常人性化地抬起前肢 合拢作意道歉 小朋友 我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 拉宝拽着他尾巴 直接开始轮圈圈 黑猫 啊啊呀 拉宝听着他 尖叫轮得更欢更快 再叫 声音再大些 拉宝觉得叫得很好听 但是还不够惨 黑猫 啊呀 啊啊 果然人心险恶 哪怕是这么小的两脚兽 幼崽心肝都是黑的 黑猫嗷嗷惨叫 肺腑反噬剧痛还没消停呢 胃部开始反胃 头晕脑胀 浑身血液倒流 天旋地转 黑猫惨叫不断 最后一边惨叫 一边开始呕吐 哦 呦 拉宝满眼嫌弃 但依然没撒开手 继续轮圈圈 咪咪 你好恶心啊 不过没关系 拉宝有结界 你吐的都在你自己身上 脸上毛发上 到不了拉宝身上 黑猫 啊 这还是两脚兽幼崽吗 特么的威胁他的那个人类大师 都没这个幼崽能折腾猫啊 黑猫再也扛不住了 扯着嗓子求饶 小大师 我错了 我错了 我道歉 求把我放下来 或者把我轮飞出去也行啊 哦 呦 拉宝充耳不闻 只管继续轮着转圈圈 而且越转越快 一秒从五圈轮到了十圈二十圈 黑猫吐得更快 更惨 三分钟后 黑猫气若犹斯 拉宝嫌弃地将他丢在地上 好像多看他一眼 都对不起自己明亮清透的大眼睛 于是 拉宝侧着胖嘟嘟的身体问他 说吧 谁让你害何叔叔的 你要是再不说实话 黑猫脸上的毛发 沾满了呕吐物 又脏又臭又埋态 两只眼睛都被泪水浸泡着 看起来可怜的不要不要的 大师 我错了 我说 我说 拉宝退远一些 不想自己眼睛遭罪 快说 二哥哥和齐叔叔 还等着拉宝回去呢 黑猫艰难出生 是一个叫曹志奎的大师让我做的 小大师 您看 我就整点道行 遇上普通人还好 遇上大师 只有被拿捏的份 我 这不是我本心 我不想害人的 这个拉宝倒是信 因为黑猫将何叔叔 带走时间挺长了 如果真要何叔叔的命 何叔叔早被冻死了 曹志奎在哪里 他为什么要害何叔叔 黑猫摇头 满眼委屈无辜 小大师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我已经尽力保住 那个人类的命了 我没害死他 拉宝皱着小眉头问他 那你为什么会和徐潇月在一起 黑猫眼底多了点希望 好像终于能告诉小大师 有用的消息 能让他放过他 徐潇月是曹志奎的情人 第132章 老子先生吞了你 拉宝诧异 他记得在鬼屋外面 徐潇月一直和张恋在一起 看起来很亲密 好像是大人口中的男女朋友 不过 后来他和二哥哥在一边 不知道那两人有没有亲亲 拉宝还是问了出来 徐潇月不是和张恋一起的吗 黑猫都忍不住嫌弃 嗨 他们那一帮子烂人 乱得很 拉宝眼睛瞪大了些 好奇地问黑猫 那一帮子烂人 是哪一帮子 有宋家的和董家的吗 黑猫瞳孔也瞪大了很多 小大师都知道 拉宝 好吧好吧 他知道了 所以这次鬼屋之行 其实就是冲着二哥哥来的 只是最后 倒霉的是齐叔叔和何叔叔 拉宝疑惑了 二哥哥和齐叔叔是 昨天才认识的 徐潇月他们 为什么要害何叔叔 说到这个黑猫一个机灵 不 小大师 曹志奎要对付的人 并不是何一 而是周十二 好像是因为周十二 把鬼屋里面的视频 给了警察同志们 导致张恋进了局子 张恋的家人 找到曹志奎 让他弄死周十二 拉宝和黑猫同时出生 所以现在十二叔叔 周十二很危险 拉宝转身就走 黑猫埋态的 跟下水道里钻出来的老鼠似的 被困在结界中 急得直叫唤 喵喵喵 小大师 您放了小的出来 小的跟您一起去啊 拉宝没理会 小短腿倒腾得更快 黑猫急了 他曾经才短短几十年 腰力非常弱 而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猫 尤其是流浪猫 他现在又这个鬼样子 这要是被哪个普通人遇到 到时候直接当成老鼠捶死 都有可能 想想就冤啊 小大人 我带你去找曹志奎 我知道他住在哪里 已经快跑没影的拉宝 打了个响指 离拉宝远一些 你太臭了 解解解除 黑猫在逃走和跟上去之间 犹豫了两秒 最后选择后者 小的知道了 小的保证和小大师 您保持距离 拉宝不记录 但是记得傅君顺身上的气息 而且距离不算很远 所以回来很快 二哥哥 看到拉宝回来 傅君顺连忙将他抱起来 拉宝 没事吧 拉宝笑眯眯摇头 没事没事 二哥哥 拉宝好得很 其叔叔呢 没等傅君顺说话 拉宝又快速补充 二哥哥 我们要马上去找十二叔叔他们 十二叔叔有危险 黑猫冲得太快 眼睛鼻子上呼了不少呕吐物 视线都有些模糊 直接一脑门撞到傅君顺腿上 那味道和那浑身粘腻恶心的样子 看得傅君顺下意识飞踹 擦 什么东西 被一脚踹飞的黑猫 喵喵喵 它是猫啊 不是什么东西 拉宝歪头瞅瞅 然后不在意的晃晃脑袋 哦 是那种猫精怪 他说能带拉宝 去找让他害何叔叔的坏大师 不过现在这些都不着急 二哥哥 我们要马上去找十二叔叔 晚了十二叔叔和何叔叔 可能都有危险 摔在五米开外的黑猫麻溜爬起来 不敢呲牙咧嘴 还得当做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快速跑过来 不过这次学乖了 也用钱找把眼睛擦出来了 在距离傅君顺兄妹两米远的地方停下来 喵 他委屈巴巴地叫了声 傅君顺已经抱着拉宝往外走 一边走一边拿手机给助理发定位 让助理送车过来 眼角余光 看到脏不拉 饥饿心巴拉的黑猫 还跟在他们后面 傅君顺挂了电话 忍不住择了声 拉宝 这玩意儿 拉宝爬在傅君顺肩头 看后面跟着的黑猫 你先去和叔叔家里待着 那边有你的妖气 而且 你当时没安好心 很容易招鬼东西 黑猫 好 好的小大人 拉宝又奶呼呼补充 和叔叔的爸爸妈妈 要是出了什么问题 黑猫一个哆嗦 吓出喵叫 喵 小大师放心 有我老黑在 保证他们不会有事 说完 黑猫觉得自己话说大了 于是又快速补充 不过要是曹志奎 再安排人过去 我未必能打过 拉宝想了想从裤兜里 掏出一个小黑球丢过去 他跟你一起回去 到了菜市场大门口 两人一猫一鬼东西 分开行动 而此时此刻 周十二已经把何毅 送到了普宁私人医院 医生再给何毅做全身检查 周十二在检查室外面等着 估计检查还要一会儿 惦记着何毅失踪了 一晚上没吃东西 他下楼去医院食堂买吃的 上午十点多 医院食堂没什么人 一是因为住院的病人不差钱 一般不会来食堂买饭吃 二是过了早餐时间 也没到午餐时间 周十二直奔周铺 买了一碗三鲜粥 又去旁边买包子 师傅 五个肉包 谢谢 正背对着他的师傅 慢吞吞转身 戴着口罩和发套 手上也戴着手套 慢吞吞地往窗口走 周十二耐心等着 但这位师傅的速度实在太慢了 而这边就着一个师傅在 周十二不得不再次开口 师傅 麻烦快一些 我赶时间 师傅低垂着头 声音很冷 赶着头太对吗 周十二黑脸 你这人怎么说话的 让你拿个包子 又不是不给钱 你怎么还咒我 师傅的腿 似乎不太利索 拖拉着一只脚 走得一瘸一瘸的 他慢慢抬头 一双眼睛阴冷地盯着周十二咧嘴一笑 我没咒你 我是在说实话呢 周十二下意识后退 师傅已经打开旁边的小门 然后慢吞吞从里面出来 周十二忽然觉得 整个食堂的气温 好像忽然下降很多 甚至开始发冷 他好歹也是长过见识的 意识到不妙 果断迅速后退 不敢转身跑 因为将后背 对着明显不对劲的师傅更危险 他没注意到以他为中心 五米以内都被浓郁的阴气笼罩 他落入了鬼东西的结界内 师傅嘴角里得越来越大 眼神也越来越阴冷 阴冷里还透着丝丝贪婪兴奋 周十二 他等一口新鲜的神魂 可等了半小时呢 终于等到了 师傅忽然加快速度 周十二头皮发麻 下意识将拉宝摆出来 你给我站住 我告诉你 我背后可是有超级大师的 你要是弄死了我 小副大师一定让你魂飞魄散 鬼东西操控着师傅的身体 往周十二扑过去 半点没把周十二的话放心上 将死之人的无能狂怒 他更兴奋了 叠叠叠 让我魂飞魄散 那老子先生吞了你 第133章 鬼东西什么的 反正没敢死他 啊 干嘛呢 卖包子的人呢 鬼东西操控着卖包子的师傅 刚要抓到周十二胳膊 结果手腕忽然被谁一把拽住了 到了嘴边的肥肉被拦截了 鬼东西暴怒 哪个王八蛋赶着去投胎 老子这就送你一程 哦 生魂他会一口闷掉 没有投胎的可能性 鬼东西扭头张开血盆大口就咬 然后膝盖剧痛 脸上还挨了一圈 周十二一把拉过冲过来的老太太 老太太 这边危险 你 等看清对方的脸后 周十二有一瞬间迟疑 再果断松手 将老太太往鬼东西那边一推 你年纪也大了 鬼东西估计嫌弃 你肉柴还有老人味不爱吃 所以你先顶着 察觉到食堂有阴气急匆匆赶来的冤死鬼 宋雅静 他特么的难得好心帮忙 结果 死小子要送他去死 鬼东西师傅愤怒咆哮 肉柴老子也吃 你们谁也别想跑 一个老东西 一个主子 要让抹杀的年轻人 买一送衣 写传 软朵的小奶鹰从下面传来 力气暴涨的鬼东西师傅 疑惑低头 坏垃圾 谁让你来害十二叔叔的 是曹志奎吗 鬼东西师傅梦了 这才发现 脚边不知什么时候 多了个奶娃娃 草 哪里来的小崽子 拉宝直指 他被他踹得神魂剧痛的膝盖 坏垃圾 拉宝 是刚才来的 已经跟你打过招呼了 鬼东西师傅 草 一脚踹到他神魂剧痛 这叫打招呼 他神魂膝盖都快废了 鬼东西师傅瞬间警惕起来 因为他发现一个问题 这小崽子 踹得他神魂剧痛 腿快断了 结果这个卖包子的师傅 身体居然没有半点损伤 这不科学 哪怕是他主子曹大师动手 一个被立字投 鬼东西上身的普通人 不可能在鬼东西挨揍了 身体不受伤的 偏偏这个卖包子师傅的身体 没有任何疼痛 这就离谱 鬼东西也不去管老太太和周十二了 而是死死盯着 还不如他膝盖高的小豆丁 你到底是谁 拉宝奶乎乎的自我介绍 我叫傅拉宝 你们一巴喊我小副老板 鬼东西阴侧侧出声 我怎么没听说过 拉宝咧着小嘴巴 笑得露出两颗尖尖的小虎牙 小奶鹰非常欢快 因为你不是孤魂野鬼 而是被坏大师圈养的 没见过什么世面 不知道拉宝正常 鬼东西 他被一个人类幼崽看不起了 社能人 可鬼东西 忌惮这个人类幼崽 潜意识觉得对方不好惹 鬼东西视线 从面色煞白的周十二身上扫过 眼底有不舍 又有无可奈何 罢了 要弄死一个普通人还不容易 这次不行就下次 没必要把自己搭进去 鬼东西 忽然抬头 看向周十二后面 小崽子 你看那是谁 拉宝已经开始准备团骂鬼东西 力量已经寄出去 听着鬼东西的话 顺势扭头看 周十二和冤死鬼 也一起回头 两人一鬼东西 发现后面什么都没有 鬼东西 看小崽子上当拔腿就跑 刚跑了两步 一头撞到一道不知名的结界上 结界力量之恐怖 他神魂都在颤抖 小小小 早有准备的拉宝 回过头来 看着瑟瑟发抖的鬼东西 果然是坏鬼东西 还想骗拉宝 说着 拉宝蹦跌起来 一脚踹在他另一只膝盖上 这一下鬼东西 直接被拉宝 从包子师父体内踹了出去 啊 鬼东西痛得凄厉惨叫 拉宝嫌弃的不行 坏垃圾 你吵着拉宝了 说完 拉宝迈着小短腿 哒哒哒哒过去 一拳头 砸在摔在地上的 鬼东西嘴巴上 那凶悍的小表情 看得冤死鬼 都觉得自己嘴巴痛 坏鬼东西下巴脱臼 脸也歪了 都这样了 拉宝还是觉得他欠揍 对着他脸 又砰砰砰 好几拳 明明是肉嘟嘟的小拳头 看着粉粉嫩嫩的 但是砸下来的时候 好像钢铁混凝土的结合体一样 刮得他神魂脸颊剧痛 啊 小副老板饶命 和拉宝一起过来 聚停车的傅君顺过来 正好看到这一幕 周十二看到 他心中一喜 副总 您来了 傅君顺点头 将他上下打量了一遍 怎么样 周十二还没说话 边上冤死鬼 宋雅进炸毛了 他能有什么事 老子好心好意赶来帮忙 结果被他差点 送到那鬼东西嘴里 当零嘴吃了 周十二这会儿有些猛 你们 冤死鬼愤怒咆哮 我们什么我们 我们是一家人 周十二皱眉 老太太 你不是和你家老灯联合起来 把拉宝丢了 拉宝回来的时候 你们还想将他赶出去吗 这样子的 算什么一家人 你和你那黑心烂肺的老灯 才是一家人啊 冤死鬼 宋雅进 操 他是鬼东西 不是宋雅进 冤死鬼 宋雅进 那叫一个郁闷 所以我就拟你恩将仇报 要把我喂鬼东西 是因为认出了我是谁 想给拉宝出气 周十二点头 是 冤死鬼宋雅进 爆幕 万一我真的被那玩意儿 干掉了呢 周十二智商在线 灵异事件 我也是受害者 到时候 就算警察同志们来了 估计也查不出什么 冤死鬼宋雅进 所以他特么的真实 冤死鬼 傅君顺是私下 第一次单独见到 冤死鬼宋雅进 因为赶来路上 被拉宝为了一滴血 所以能清楚看到 宋雅进体内的粗壮大汉 所以最近的宋雅进 都是您 冤死鬼宋雅进 看向傅君顺 是啊 不然就这自私自利 又狠又毒的老太太 怎么可能赶到食堂来救人 周十二听的云里雾里 在看拉宝 正在垂空气 猛不丁想到什么 迅速看向冤死鬼宋雅进 他瞳孔猛缩 心脏砰砰狂跳 身体比大脑反应更快 对着冤死鬼宋雅进 弯腰鞠躬道歉 对不起 冤死鬼宋雅进 啊这 好烦啊 他都还没爆发呢 那边拉宝已经揍完 问完坏鬼东西 将他团霸 成小黑球 塞进裤兜里 小家伙扭头 看向傅君顺等人 二哥哥 十二叔叔 拉宝 已经问清楚了 这坏垃圾是曹志奎养的 曹志奎收了张恋的钱 周十二接受能力超级棒 鬼东西什么的 反正没敢死他 想到家里公司 好像和张家有往来 周十二马上开口 傅先生 拉宝 我给家里打个电话 看看能不能从张恋那里 拿到他故人行凶的证据 第134章 五百万五条命 张恋这会儿 正在自家别墅里 满脸力气 未婚妻乔婉坐在他身边 皱着眉头 有些不高兴 张恋 我爸说了 董家出事了 最近在风口上 让我们最近都安分些 免得撞到枪口上 张恋侧头冷冷盯着他 我被傅君顺算计到橘子里去了 我动不了他 还动不了一个 在鬼屋打工的牛马 乔婉心里也不顺 提到鬼屋就来气 张恋 你还好意思说鬼屋 那个叫徐霄月的 和你到底什么关系 他是不知道 你有未婚妻 还是你自己不记得 你有未婚妻 张恋眼神更冷了 乔婉 你什么意思 想管我 乔婉秉纯 张恋 我们既然订了婚 就该对彼此负责 张恋忽然冷笑一声 乔婉 你是第一天认识我吗 当初是谁哭着 求我和我订婚 当初你哭着 求我和我订婚的时候 你答应过 什么你都忘吗 乔婉漂亮的小脸 瞬间发白 张恋 那会儿是那会儿 现在是现在 张恋吃笑 所以呢 当初你答应 不管我的话 都是骗我的 没等乔婉说话 张恋面无表情开口 既然这样 那就退婚吧 乔婉不敢置信看向他 张恋 你要为了一个 酒吧里出来的烂货 跟我退婚 张恋满眼讽刺 是啊 我就是要为了一个 酒吧里出来的烂货 跟你退婚 因为你乔婉 哪怕是乔家大小间 在我这里 张恋玩味地勾起乔婉下巴 满眼嫌恶 你连人家半根手指头比不上 乔婉气得浑身发抖 眼眶发红 甚至带了泪水 张恋 你 张恋拿出一支烟点燃抽了口 毫不在意出声 乔婉 如果你还想当我的未婚妻 就和以前一样 别管我的私生活 他讽刺地笑起来 当然 如果你受不了 那就马上滚 乔婉攥紧手指 然后拿起旁边的包包 起身头 也不回地走了 弟弟张彻 趴在二楼护栏上 看完全程 哥 你过分了 张恋眼中半点不担心 过分 更过分的我都做过 他还不是一样 巴巴到贴上来 张彻皱眉 哥 你要是很不喜欢他 不如趁着这次直接退婚吧 不然你也不想 你在外面花天酒地的时候 还被念叨 张恋稍稍抬头看向他 退了婚 乔家会帮我们吗 张彻从楼上下来 哥 我们公司的危机已经过去 乔婉对你 也是真心实意的 如果真和平分手 我们也是赚的 张恋却摇头 显然不想跟弟弟声谈 你只管上学 其余的事和你没关系 张彻想说什么 张恋已经起身往外走 哥 你还出去 张恋走得很快 对 张彻追问 去找那个酒吧出来的徐萧月 张恋却摇头 不 今晚去找莉莉 徐萧月 玩一阵子也该腻了 张彻追上去 哥 你不能这样 张恋已经上车 沉下脸冷冷盯着张彻 张彻 别管我的事 否则 我直接送你 出国去上学 张彻止步 满眼担忧 两分钟后 张彻也开车离开 很快追上前面张恋的车子 怕被认出车牌 等到了车流多的地方 他找了个位置 将车停下再打车 师傅 跟上前面那辆车 距离有些远 出租车司机不知道是哪一辆 张彻报了车牌号 又正好到了红灯 出租车司机正好跟上 车子在一家酒吧门口停下来 看到张恋进酒吧后 张彻才下车 他并没进去 而是在外面等着 不知过了多久 等到无聊的张彻 正在玩游戏 就看到大哥张恋身上 靠着一个穿着暴露的女人出来 张彻瞬间黑脸 他就知道 张彻收了手机就要过去 结果一辆黑色商务车 从不远处窜过来 速度飞快 挡住了他视线 等张彻再看到对面时 衣着暴露的女人还在 他大哥张恋不见了 张彻快速跑过去 问那个女人 我大哥呢 女人明显被吓得不轻 被车上的人拉走了 张彻心急如焚 拿着手机准备播120时 背后传来小朋友 稚嫩的声音 叔叔不用报警 张恋叔叔 很快会被送回来 女人吓得不轻 见状已经跑了 张彻快速回头 拉宝 正抬着小脑袋望着他 张彻发现 小姑娘不远处 还有个身材高大挺拔的 年轻男人 穿着打扮看着 就不差钱 你们是 张恋并没带他见过傅君顺 所以张彻并不认识眼前的人 傅君顺落后拉宝几步过来 一眼认出 面前的年轻男人 是张恋亲弟弟 张彻 我姓傅 叫傅君顺 这是我妹妹拉宝 张彻疑惑地看着他们 我大哥 傅君顺将拉宝抱起来 笑着点头 对 你大哥是被我们一个朋友带走的 放心 不会出人命 张彻呼吸一紧 傅先生 不知道我大哥做了什么事 会让您朋友 用刚才哪种方式带走他 拉宝哪声哪气解释 张叔说 你大哥找大师放鬼东西 要杀十二叔叔 要不我们赶来及时 十二叔叔就没了 张彻满脸迷茫 大师 鬼东西 这世上怎么可能有鬼 傅君顺知道他不会信 他要不是亲眼所见亲身体验 他也不信 你大哥很快会被送回来 你若不信 等他回来仔细问问他 傅君顺悠悠一笑 张彻 你哥想要利用乔家扒住董家 可董家如今自身难保 董老爷子手上人命无数 死刑只是迟早 你大哥为什么还要一头栽进去 张彻大脑一片空白 满脑门问号 等他缓过神来时 傅君顺已经抱着拉宝离开 而之前带走他大哥的商务车 真的将他大哥带了回来 张彦被打得鼻青脸肿 没缺胳膊 但断了两条腿 哥 张彦满眼阴狠 五官扭曲到几乎看不清 他摸出手机打了电话 曹大师 两百万 我要周十二和他老子的两条狗命 张彻猛然惊醒 目瞪口呆 张恋似乎觉得还不够解气 又快速补充 还有他那个姓何的同事 和他家人 一起死 等了会儿 张恋满眼阴毒点头 好 五百万成交 张彻瞳孔地震 傅先生他们说的 好像是真的 第135章 他要保住唯一的亲人 哥 张彻大叫一声 张恋正好挂断电话 他恢复了一些理智 看到张彻时 眼中狠辣还没完全散开 看起来阴森恐怖 张彻神色恍惚 好像记忆中的大哥 根本不是这样子的 他三岁时 母亲被父亲活生生气地 上吊自杀 父亲并没有因为 母亲的死醒悟 反倒不再遮掩 直接把外面的女人 带回家过夜 有时候 甚至当着他们的面 和女人亲热 最后是大哥看不过去了 和父亲大吵一架 甚至动了手 然后带着他离开了那个家 父亲滥情 爷爷临死时 将张家交到了大哥手里 而他父亲大闹灵堂 最后脑袋 磕到爷爷的棺材上 随着爷爷一起走了 他和大哥自然不会伤心 大哥比他大一轮 时隔多年 再看到现在的大哥 他有种看到记忆中 几乎模糊的父亲身影 张彻艰难出声 哥 你还记得 咱妈怎么死的吗 鼻青脸肿断了两条腿的张恋 眼神有瞬间恍惚 但也只是瞬间又迅速延去 他侧头看向张彻 声音非常冷沉 你是想说我和那个混账一样吗 张彻紧绷着神经 有什么区别吗 张彻问完没多说什么 而是叫了车子过来 送张恋去医院 上车前张恋冷笑一声 自然有区别 他是已婚人士 而我 当初我跟乔婉订婚 就说得清清楚楚 我说我不会是个好未婚夫 而他自己愿意往坑里跳 还能怪我 张彻大脑放空 呼吸格外沉重 下午三点半 傅君顺带着拉宝 到第一医院 看被动得不轻的合议 合议情况好了很多 毕竟被关进冷库时间不长 否则真的就是一具冰雕 傅总 拉宝 你们怎么来了 傅君顺平时很随和 很少白总裁的架子 来看看你怎么样了 合议笑起来 多亏了傅总和拉宝 你们及时赶到 否则 明年的今天 我爸妈回老家 上坟得多一个分头 和爸爸和和妈妈缴费玩回来 就听到儿子这话 和妈妈气得不行 合议 你就这么想着我 和你爸白发人送黑发人 良心呢 丢在冷库里了 合议闭嘴 双手合适作一 妈 我错了 我说着玩的 儿子安然无恙 和妈妈感激不尽 瞪了儿子一眼 和爸爸和妈妈 一起向傅君顺 和拉宝兄妹道谢 当然还有 靠着墙 乐呵呵看着这一幕的周十二 傅先生 拉宝 十二 真的太谢谢你们了 没有你们 我家小姨可能已经 和妈妈说着说着 声音哽咽 周十二笑明里白首 和阿姨 我就是一个跑腿的 主要是小傅大师 要不是小傅大师 我们也找不到一个 傅君顺没说话 只是笑着点头 拉宝却没笑 她视线在病床上 脸色苍白的合议身上转了圈 又看看 站在病床边和和妈妈 一起道谢的和爸爸 周十二安抚着和妈妈 傅君顺察觉到 怀里拉宝情绪不对 她低头压低声音问她 拉宝 怎么了 拉宝同样压低小乃英 和傅君顺说悄悄话 二哥哥和叔叔的灾祸 并没有完全消散 只是 拉宝仔细看了看补充 只是往后延迟了 傅君顺眉头皱起 又迅速松开 怎么回事 张恋那边 又找那个曹大师了 因为急着赶来就周十二 所以她和拉宝 没有第一时间 让黑猫金怪带着他们 去找曹志奎 曹志奎再有动作 也有可能 拉宝摇头 小乃英压得更低 带着些唏嘘 二哥哥 不是曹志奎 是和爸爸 傅君顺眼底疑惑 一闪而过 和治国 拉宝点头 大眼睛 瞅瞅瞒蓝 感激跟周十二说话的和爸爸 和叔叔的灾祸 在和爸爸身上 是和爸爸带给他的 傅君顺愣住 所以 是和治国想杀何役 原因呢 原因拉宝自然也不知道 毕竟他们也刚认识 何役和周十二没几天 傅君顺摸摸拉宝 小脑袋笑起来 没事 二哥哥 马上安排人去查 拉宝 抱住傅君顺脖子 谢谢二哥哥 二哥哥是世上 最好最好的好人 被妹妹夸了 傅君顺满眼都是笑意 张彻就是这时候进来的 傅先生 傅君顺看到他并不意外 你来了 张彻惊讶地看着傅君顺 你知道我会过来 傅君顺笑着 虽然你哥哥张恋 从不跟我们提家里人 不过我和他同学多年 对他家里人多少有了解 所以我知道你会来 张彻正住 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倒是拉宝奶乎乎出声 张彻叔叔 你是来找二哥哥的 还是来找十二叔叔和何叔叔的 张彻深吸口气 似乎用尽了他所有勇气 然后从裤兜里拿出手机 送到傅君顺跟前 这是昨天晚上 我大哥被送回来后 他和一个人打电话的录音 没等傅君顺说话 张彻眼眶发红 声音艰色羞愧 傅先生 我哥确实有错 但是 现在还没闹出人命 大师是真的 所以 这世上真的有鬼东西 而大哥确实雇人行凶 花钱买命 作为生在红旗下 长在春风 每天学习社会主义的三好大学生 张彻实在没脸多说别的 家里是大哥当家做主 他一个大学生 什么都是依靠大哥 没有大哥就没有他 他现在这样做对不起大哥 可如果他放任不管 大哥可能会错得离谱 将来会酿成大祸 他要保住他 唯一的亲人 傅君顺脸色笑一旦去 看张彻的眼神认真起来 他并没有将手机接过去 而是诞生问对方 你确定 要将这能让你大哥进橘子 待上几年的证据给我 张彻嘴角肌肉狠狠抽了下 似乎生怕自己反悔 迅速将手机 塞到傅君顺怀里的拉宝手里 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拉宝看看手机 再看看离开的张彻 快速喊起来 张彻叔叔 这几天 你别去水边哦 看张彻叔叔应该没听到 拉宝从傅君顺怀里溜下去 迈着小短腿 哒哒哒到门口 一眼就看到等 在门外的黑猫金怪 咪咪 你去保护张彻叔叔吧 黑猫金怪 喵 行吧 既然决定跟着小傅老板 那就老老实实干活 毕竟还指望小傅老板 对付曹志奎 让他彻底自由呢 拉宝刚回头 就看到出来的何治国 拉宝 你还能和猫咪沟通 拉宝还没说话 傅君顺和何妈妈也出来了 何妈妈邓老公 你不是不信鬼神吗 拉宝和豆豆说话 你还真信了 傅君顺和拉宝 同时看向何治国 何治国笑着解释 这不是你说 小傅大师是有真本事的大师 而且 他们也确实帮忙 找到了小易 刚才听到他跟豆豆说话 我哪里还敢不信 拉宝这一刻 从何治国身上 感受到了他对他的恶意 所以 和叔叔的爸爸想干嘛 第136章 那是我亲爸 灾祸还没降临 拉宝也猜不到何治国的心思 不过不重要 敢对他生出恶意 下一刻 准备和傅君顺握手的 何治国痛得叫出声 啊 我的手 何妈妈一脸惊讶 盲关切地看向他 老公 你怎么了 何治国的手软答答地垂着 好像手腕完全脱臼了一样 何妈妈吓一跳 老公 你手怎么脱臼了 何治国也不知道 他忽然想到什么 迅速看向傅拉宝 拉宝正抬着头 冲他露出一个奶萌萌的笑容 何叔叔 你怎么了 何治国痛得额头冷汗 都冒出来了 却还是咬牙 挤出一抹难看的笑 拉宝 这次真的谢谢你了 叔叔手痛得厉害 现在要去看医生 叔叔先走了 下次一定好好感谢你 拉宝笑眯眯地冲他挥手 那叔叔再见 想了想拉宝补充一句 叔叔 何一哥哥出了这样的事 你们家里要多做善事哦 不然会没运不断 拉宝只是枉轻了说 目的地为了提醒何治国 何一哥哥人很好 可拉宝不明白 何爸爸是这个样子 何妈妈扶着何爸爸忙点头 好好好 拉宝放心 以后我们保证多做善事 多为流浪猫猫狗狗 拉宝笑着点头 目送他们进电梯 小家伙回头时 傅君顺正在给保镖那边打电话 盯着何治国 他去哪里随时报备 何一追出来 正好听到这句 一时呆住 傅总 我爸怎么了 傅君顺皱眉 没有马上说话 拉宝想了想开口 何一哥哥 你身上的灾祸 并没有完全消失 拉宝能确定 接下来的灾祸 和你爸爸有关系 何一诧异 周十二似乎想到什么 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一哥 上次在商场 我看到的那个孩子 你还记得吗 何一本就苍白的脸色 变得更白了 拉宝好奇追问 十二哥哥 什么孩子 周十二忍不住看了看何一 何一迟疑了下 最后还是慢慢出声 两个多月前 十二在商场 看到我爸带着一个 八九岁的小男孩 听到小男孩 喊我爸爸爸 拉宝一拍小手 懊恼出声 哎呀 早知道拉宝 刚才应该给何一哥哥 你爸爸看个面相 何治国有几个孩子 他只要仔细看了面相 一定能看出来 何一捶着头声音 低不可闻 我后来查过了 那是他儿子 拉宝愣住 傻乎乎地啊了声 傅君顺年长几岁 这种事情见怪不怪 所以 拉宝你刚才说的 何一之后的灾祸 来自他爸 难道是因为他爸之后 会因为那个孩子 对何一出手 拉宝也不知道 也许吧 但是何一哥哥的灾祸 看起来很重 会出人命的那种 何一几乎瞬间抬头否定 不 那是我亲爸 就算他爸出轨了 给他弄出了一个 同父异母的弟弟 可他也是他爸的儿子 傅君顺淡淡出声 看看我们傅家 我和拉宝的爸爸 也是家里老爷子的亲生儿子 结果呢 傅家的事情 已经人尽皆知 但凡家里有点资产的 都将事情了解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哪怕只是小康家庭的何家 何一也在新闻上 看过各种消息 所以 他爸也像傅老爷子那样 因为外面那个小三 和他生的孩子 要害死他 何一忽然问拉宝 拉宝 那我妈呢 她有危险吗 拉宝回想了想 暂时没有 何一新开始下沉 所以之后 也不好说对不对 傅君顺在旁边接话 自然 毕竟我家那位老爷子 为了让我奶奶 给宋雅进藤位置 让我奶奶在董家 那精神病院里 躺了几十年 何一呼吸一致 周十二拍拍他肩膀安慰他 一个 你现在最重要的是 养好身体 其余的 等身体好了再说 何一苦笑 我也想养好身体再说 可是我总觉得 何治国不会给我太多时间 这个拉宝有发言权 小家伙奶呼呼点头 对 何一哥哥 你下次灾祸降临时间 会在半月内 说着 拉宝 又奶呼呼补充 不过如果何治国 听进了拉宝的话 可能你灾祸直接消散了 何一眼底犯过寒意 他听不进去的 周十二疑惑 怎么说 何一低头敏唇 好一会儿才艰难出生 我知道何治国出轨后 找过他 就在一个多月前 在那之前 他从没遇到过任何邪碎 也没出过任何意外 傅君顺眯眼 你怀疑这次 你被猫金怪带走 后面也有何治国的手柄 何一迟疑了下 缓缓点头 对 因为 我爸很不喜欢小动物 尤其是猫 可这次我外公外婆 要出门旅游 是我爸主动在电话里提出 让他们将咪咪送到家里来的 拉宝巴拉着手指开始回忆 一开始何一哥哥你说 经常做噩梦 那是因为上错坟了 何一哥哥 你还记得 梦里老爷爷跟你说什么吗 何一摇头 他被吓得不轻 哪里记得梦里爷爷在说什么 拉宝问傅君顺 二哥哥 要不我们现在 去找曹志奎 傅君顺自然同意 好 我们现在就去找 周十二想一起跟上 傅君顺笑着开口 你留在这里照顾何一 冤死鬼 你也多盯着先 冤死鬼宋雅静 在和爸爸和妈妈来了后 就主动避开了 这会儿就在门口等着 好 黑猫精怪 我呢 周十二和何一 是第一次看到会说话的猫 惊讶地看着从门外进来的黑猫 拉宝奶声奶气 安排着 咪咪 你继续保护何一哥哥的妈妈 黑猫并不意外 非常乖巧地喵了声走了 傅君顺从徐肖岳那边 得到了曹志奎的具体地址 出了医院 带着拉宝开车 就往那边走 与此同时 何志国红走了妻子后 开车从另一个出口 驶入医院外面马路 速度飞快地往同一个方向驶去 他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 电话通了后 急切出声 曹大师 黑猫失败了 电话那头 曹志奎的声音了 我知道 你儿子身边 是不是来了很厉害的大师 第137章 我们要早回去 弃走他 曹志奎现在很不好 黑猫精怪那边出事 他可以通过特殊方式找到他 也可以让对方马上回来 可他怕黑猫精怪 带回来比他更强大的大师 到时候 被人一麻袋装了的那个人 就是他 所以 他直接斩断了和黑猫精怪的联系 让黑猫精怪也找不到他 电话这头的何志国 马上想到了三岁半的富拉宝 曹大师 我儿子何一身边 确实多了个大师 不过才三岁半 就算再天赋一饼 曹大师觉得 他能有多大本事 曹志奎愣住 三岁半 你确定 该不会 什么大妖变的吧 何志国点头 确定确定 姓傅 是富士集团继承人 唯一的女儿 叫富拉宝 曹大师随便在网上查一下就知道 曹志奎和张恋有交易往来 对帝都富家 所有人信息 大致了解 富拉宝 他也知道 富拉宝懂玄学 何志国车子开得起飞 应该是 不然我家何一不可能 这么早被找到 还及时送到医院救治 曹志奎敏唇 眼底神色阴寒 这就难怪他一再失手 富拉宝应该属于那种 悬门天纵奇才 不然才三岁半 不可能一再坏了他的好事 而且 对方就在富家人身边 他要对富家人下手 却不知道 对方身边 有个精通悬门术法的小崽子 在 自然一败再败 曹志奎捂着被反噬的心口 压住翻涌上猴头的血腥 何先生 我最近有事 要去外省一趟 你暂时别过来 至于处理何一的事 等我回来再安排 没等何志国说话 曹志奎又阴冷一笑 其实也不是非要 本大师在出手 怎样败错坟头 招冤魂厉鬼上门 何先生难道忘了 电话那头 何志国眉头皱了起来 那种事情 还能一而再吗 曹志奎笑得更凝沉了 只要何先生有心 别说一而再了 就是再而三三四 都是可以的 说完 曹志奎就挂了电话 拿了一张假身份证 迅速下楼打车 直奔高铁站 富拉宝既然懂玄学 自然很快能查到他 他对富拉宝几乎没什么了解 完全不知道 对方实力如何 可他知道 富家还有富氏集团 对上那样的庞然大物 他没半点胜算 先跑为妙 曹志奎离开不到十分钟 富军顺带着拉宝到了 进了小区准备上楼时 拉宝忽然出声 二哥哥快看 那是不是何一哥哥的爸爸 抱着拉宝的富军顺 顺着他说的方向看过去 穿着黑西装 挺着三四个月皮九度 一只手 还打着石膏的中年男人 不是何志国 又是谁 富军顺冷笑一声 所以这牲口 是真的要杀了亲生儿子 还是长子 婚生子 拉宝趴在他怀里 奶声奶气哼哼 坏爸爸二号 富军顺开始没懂 愣了下 嗯 拉宝解释 坏爷爷是坏爸爸一号啊 富军顺恍然大悟 然后点头 对 黄宁号是烂人扎爹一号 还是超级凤凰男软饭男 富军顺吐槽完压低声音 拉宝 我们跟着他上去 拉宝举双手赞成 好呀 结果何志国并没上去 似乎打电话也打不通 气得踹了一脚车门 然后黑着脸上车走了 富军顺皱眉 曹志奎不在家 拉宝眨眼 二哥哥 我们上去看看吧 富军顺点头 抱着拉宝 快走几步进楼道 然后乘坐电梯上15楼 曹志奎住在1504 兄妹俩敲门两分钟 无人应答 拉宝仔细感受了下摇头 二哥哥 曹志奎应该是跑了 富军顺皱眉 跑了 徐潇月告密了 应该不大可能 徐潇月被他利用 故意引导何一区冷库的事 带去了警局 这会儿人应该还在警局待着 不可能告密 没等拉宝说话 富军顺马上想到了 刚才看到的何志国 是何志国 拉宝点头 应该是他 富军顺嘴角扯出一抹冷笑 没事 只要他不是已经坐上出国的飞机 哪怕他已经离开帝都了 二哥哥也能将他找出来 拉宝满眼崇拜 二哥哥好厉害 富军顺被夸得嘴角翘起来 一般一般 世界第三 拉宝等着 二哥哥打个电话 安排人堵人 拉宝乖巧点头 好 富军顺先给另一位助理打了电话 半小时内 我要知道 住在永兴花园七号楼 一单元1504的曹志奎去向 再安排一个人过来 帮我送个东西 去朝阳分局 准备下班吃午饭的助理 是 富总 富军顺迟了下 又打了另一个电话 这次是打给富清涵 张了张嘴 喊了已经多年没喊的一声 拉宝听着 盲瞪大眼睛看他 富军顺被看得耳尖微红 不过正是不能耽误 爸 曹志奎跑了 我已经让人查他去向 在公司的富清涵 听到那一声 爸 冷漠的脸上神色动容 好 我给徐警官打电话 富军顺想到 裤兜里张车留给他的手机笑了笑 行 正好我这边有个证据 一会儿让人送去朝阳分局 徐警官看到 应该能直接抓捕 富清涵声音不像从前淡漠 听起来非常温和 今天是回家住 还是带着拉宝 继续在外面住 提到这个 富军顺表情略微扭曲 爸 你和大哥 是不是早就知道拉宝的特殊性 富清涵难得笑起来 是 富军顺 所以 他亲爹和亲大哥 由着他被鬼东西 吓唬了一碗又一碗 你们可真是我亲爹亲大哥 富清涵笑着把老六卖了 老六也知道 没道理 军顺惦记上他和军瑶 不惦记老六啊 富军顺不敢置信 老六也知道 富清涵心情极好 嗓音含笑 对 他比你大哥知道得更早 富军顺 他可真是个老六 零花钱全取消 富清涵又问他 拉宝呢 笑咪咪听爸爸和二哥哥打电话的拉宝 这才奶糊糊出声 爸爸 拉宝在呢 听爸爸和二哥哥聊天呢 富清涵笑着问他 拉宝今天晚上回家吗 拉宝看看富军顺 富军顺抽着嘴角的点头 拉宝乐呵呵回话 回回回 二哥哥点头了 富军顺 好像他不点头 小家伙今天能忍住不回去似的 富清涵言语宠密 好 那爸爸让阿姨多做很多好吃的 等你们回家 对了 今天晚上 你们黄宁昊也过来 如果你们不想看到他 可以稍微晚一会儿回家 富军顺不干了 那是我们家 我们为什么要晚回去 拉宝鼓着腮帮子 奶糊糊出声 对 我们要早回去 弃走他 第138章 富军顺 他可以没有道德 下午四点半 富军顺带着拉宝 回到秦宁院半山别墅 富清涵还没回来 黄宁昊却已经坐在别墅客厅沙发上 他两只腿依然打着石膏 旁边放着一辆轮椅 身后跟着两个身材高大结实的保镖 富军顺则一声 老爷子这是带人来拆家的 拉宝下意识接话 二哥哥 一般不是大狗狗 才爱拆家吗 富军顺直接乐了 对 尤其是二哈 但有些人只是披着人皮 里面是猪是狗 全看干什么事 拉宝视线落到黄宁昊身上 小家伙表情非常认真严肃 坏爷爷丢了拉宝 还想害死爸爸 就是在拆家 富军顺乐得不行 对 所以是狗 黄宁昊 黄宁昊手指指尖微微发抖 但今时不同往日 他今天登门 也不是来跟富清涵这一家子来吵架的 黄宁昊压住想撕碎富拉宝嘴巴的怒火 布满了皱纹的老脸上 居然带着慈爱的表情 君顺 拉宝 你们回来了 拉宝下意识往后退 坏爷爷 你别这样 拉宝害怕 富军顺乐得哈哈大笑 拉宝不怕 哪怕老爷子再坏 二哥哥在呢 他要是再敢动你 二哥哥保证关门打狗 黄宁昊气的头发三都在颤抖 君顺 你越来越没礼貌了 富军顺一向魂不令 怎么气人怎么来 和差家的渣狗 要什么礼貌 拉宝你说是吧 拉宝点头 对 二哥哥 人和人之间才需要礼貌 人和狗之间不需要 黄宁昊 他当初就不该心软 只是将富拉宝丢了 而是该 不行 黄宁昊马上打住心中翻腾的戾气 富拉宝并不是普通孩子 他懂玄学 会竖法 似乎还能看透人心 知道旁人是否会害他 你们这两个孩子 哎 黄宁昊垂头 一手俯额叹气 好像非常无奈 富军顺眯眼 都被直接骂成狗了 黄宁昊居然还能忍 看来锁图飞小 拉宝也很惊讶 因为坏爷爷之前的态度非常坚决 看他们的眼神 也像看仇人 现在变化特别大 红爷爷告诉过他 越能忍的人 心思越重 也越阴暗 尤其是黄宁昊这种 明明非常厌恶他们 恨不能将他们都宰了 现在却和颜悦色跟他们说话 真的很吓人 他仔细盯着黄宁昊的脸看了看 又看了看他头顶 有灾祸 但不仅不会丢命 甚至都不会进橘子里 所以 亲奶奶一直在隋安精神病院一事 真的和坏爷爷没关系 黄宁昊又叹口气 满眼无奈地 看向傅君顺和傅拉宝 君顺 拉宝 不管你们信不信 爷爷知道自己以前错得离谱 傅君顺和拉宝同时开口 不信 黄宁昊噎了下 并不放弃 不信也正常 毕竟当初爷爷一时猪油蒙了心 确实做了错事 将拉宝丢了 现在拉宝怨恨爷爷 爷爷理解 也接受 是爷爷的错 爷爷不怪拉宝 拉宝不吃这一套 做坏事的人是你 拉宝怪你是应该的 你怎么还有脸怪拉宝呢 傅君顺意识到 黄宁昊想用道德绑架拉宝 忍不住冷笑一声 对啊 老爷子 别想用道德绑架拉宝 我们不吃这一套 在他面前阴阳拉宝 道德什么的 他可以没有 黄宁昊黯然垂眸 看起来颓然羞愧 是爷爷的错 爷爷没有怪拉宝的意思 爷爷只是 只是知道 大错已经造成 是真心实意想 傅君顺耐心耗尽 可去你的真心实意吧 你有那玩意儿吗 拉宝更不惯着他 坏爷爷 你良心早就被狗吃了 黄宁昊一口气憋在胸口 上不去下不来 差点被气过去 他努力平复心情 终于说出这次来的目的 好好好 爷爷从前确实良心被狗吃了 可爷爷知道 错了 犯人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爷爷现在想清楚了 看明白了 君顺 拉宝 你们也给爷爷一个 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没等傅君顺和拉宝说话 黄宁昊快速补充 我知道你们找到你们亲奶奶了 爷爷这么多年 其实也一直在找他 只是一直没找到 既然你们找到了 让爷爷见见他吧 你做梦 父亲寒冰冷的声音 从门口传来 黄宁昊迅速抬头看过去 西装革履的父亲寒面 若寒霜走进来 宽肩窄腰大长腿 眼神好像寒冰利剑 带着风锐冷光射向对方 那压迫感来的压迫感 让黄宁昊背脊发凉 跟着又稳住心神 秦寒 我是你爹 父亲寒声音格外冷酷 不过是生理学上的父亲而已 没等黄宁昊再开口 父亲寒扭头看向门外 将他送出去 黄宁昊瞪眼 父亲寒 你赶 门外后着的四个体格强壮的保镖 快步进来 黄宁昊身后的两个保镖 连忙上前 四对二 黄宁昊带来的两个保镖完败 黄宁昊直接被两个保镖架 在轮椅上 然后抬起轮椅 送去了别墅大门外 父亲寒站在门口 看向帮佣阿姨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再放无关人员进来 直接辞退 帮佣阿姨吓一跳 连忙点头 是 先生 被嫁出去 放在别墅区林英道上的黄宁昊急 太阳穴突突狂跳 父亲寒 我是你父亲 你居然连你亲生父亲都赶出家门 你还有没有良心 你就不怕天打雷劈 父亲寒缓步走到大门口 居高临下盯着坐在轮椅上 气急败坏的黄宁昊 你这样的凤凰男 都不怕被天打雷劈 我怕什么 傅君顺牵着拉宝也出来了 就是 就算真的要天打雷劈 那第一个先劈你啊 黄宁昊想怒骂回去 可理智告诉他 不可以 不能闹太僵 而且 他这会儿是在外面林英道上 虽然都是独栋别墅 每栋别墅间隔挺远 也架不住大家喜欢看热闹 他不想再被骂上新闻热搜 于是 黄宁昊改变策略开始卖惨 清寒 爸知道爸以前不对 可你总不能连一个改错的机会 都不给爸啊 傅清寒瞬间被恶心道 改错的机会 若不是拉宝回来 黄宁昊和宋雅静 应该已经在他灵堂上 吊着鳄鱼泪吧 第139章 这么炸裂的吗 见已经有不少邻居 隐晦地从窗户里往外看 傅清寒忽然轻笑了一声 老爷子 你我之间早就不死不休 黄宁昊压低盛意 傅清寒 这是在外面 言下之意 就算他们父子闹得再难看 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那也是家丑 家丑不可外扬 傅清寒从前在意那些 尤其是还有宋雅静纵着他 自然格外看重脸面 也正是因为那些所谓的脸面 险些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这会儿 傅清寒毫不在意开口 在外面更好 我傅清寒 除了对不起自己的七个孩子 对不起意外顽固的妻子 对得起任何人 傅君顺皱眉 迅速出声 爸 你没有对不起我们 你也是被宋雅静 连和他宋家人被催眠后 才会不管我们 拉宝也乃生乃气开口 不是爸爸丢了拉宝 是坏爷爷和宋老太太丢了拉宝 爸爸没有对不起拉宝 爸爸是爱拉宝的 那些在附近围观的吃瓜群众 忍不住唏嘘 原来新闻是真的 所以傅老爷子 真的是凤凰男 是的吧 傅家并不是帝都名门 可他们祖籍是在海城 听说海城傅家已经来人 也找到了据说早逝的傅老太太 哎 所以说啊 这家人真的要擦亮眼睛 对啊 友情饮水宝 可过了热乎劲呢 其实结婚还得讲究门当户对 不然三观不同 又心存歹意 可能死了 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 围观众人 原本只是在自家偷偷看 看有人忍不住议论 自然也跟着议论 而傅清涵这个富士集团继承人 都直接不掩饰家丑了 他们确定 这瓜可以光明正大的吃 于是一个个走出家门 光明正大的围观 黄明好奇的胸口剧烈起伏 傅清涵 你 傅清涵冷酷打断他 别说你是我父亲 如果可以选择 我傅清涵的父亲 绝对不可能是你黄明昊 围观众人熬屋吃瓜 傅老爷子真的姓黄 我天 所以 真的是凤凰男找到白富美 最后却一脚 登开白富美 转头迎娶白月光的狗血戏码 我是土狗 我爱看 啊 大家还记得吗 傅家大先生傅清药 比傅清涵还要大一岁呢 则 所以 黄明昊那时候 脚踩两条船 一边哄着白富美 一边早就和宋雅竞搞出人命了 黄明昊脸都要绿了 但他当年能够哄得傅海月 放弃傅家 本家跟他私奔 自然能忍常人不能忍 黄明昊稍稍垂头 满头白发 因为之前被保镖粗暴架出来 变得乱糟糟的 在低头露出酸涩后悔的模样 硬是让不少看热闹的群众 觉得他可怜 虽然七老八十了 黄明昊不仅保养得不错 因为常年健身身材并没有发福 穿着打扮一向讲究 他又喜欢文学 今年累月的刻意装扮 只要他想眼 乍一看 就是一个带着浓郁文艺气息的老年人 他似乎也不在意 家丑不可外扬了 重重叹息一声 大家说得对 我也知道 我当年年轻气盛 错了错事 他痛苦地抓一把满头白发 声音几乎哽咽 可我如今想改过自新 想弥补 只想要一个机会 也不行吗 傅君顺被他炸裂的演技惊艳道 老爷子 你年轻的时候 就是靠着这样精湛的演技 红骗了我们白富美奶奶吧 黄明昊惊恶抬头看向傅君顺 眼中带着怒意 却又因为更多的羞愧压了下去 那演技 看得围观的 有些老爷子老太太都心生不忍 哎呀 人无完人 谁能无过 是这么个理 而且傅老爷子这么大年纪了 现在看着也是真心悔过 秦寒 你看 拉宝也找回来了 你也是集团继承人 一切都好起来了 不如 过去的事情 就让他过去吧 是啊 老爷子都黄土埋到下巴了 能低头跟晚辈认错 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确实够真诚了 对啊 再怎么说 也是亲父子 还能真的将人赶出去 老死不相往来吗 不少老爷子老太太 帮着黄明昊说话 一边唏嘘 一边劝和 而这些人或多或少 曾经从黄明昊手中 得过好处 这会儿不管于情与理 觉得该站出来说一两句 再就是 大家是同龄人 谁还没有老去的一天 谁家里还没有个不孝子 看似是在说父亲寒 何尝又不是在说 自己的那些不孝子 他们家大业大 自然不止一个儿子 不止一个儿子 自然做不到 真正意义上的 一碗水端平 不被偏爱的那个 自然心存怨念 这自然是他们不想看到的 到了他们这个年纪 自然希望一家人 和和美美 父亲寒冷冰冰出生 我父亲寒哪怕死了 他黄明昊 曾经做过的那些事 在我这里也过不去 看众人唏嘘的神色 父亲寒声音更冷 大家若是觉得 黄明昊可怜 那就劳烦你们大 将他带回你们家养着去 帮着黄明昊说话的 几位老人 直接妈了 有位老太太开口 亲寒 不是你这么办的 你有气 我们都能理解 但老爷子怎么说 也是你清点 让我们接走是什么脸 父亲寒冰冷的眼神 落到帮腔的老太太身上 自然是因为 李老太太 喜欢助人为乐 我在成全您 没等李老太太说话 父亲寒又森冷开口 对了 既然李老太太心胸这么宽广 为何还要 揪着李老爷子外面 那三个私生子不放 拉宝觉得自己能接话了 对呀对呀 李奶奶 过去的事都过去了 那些伯伯叔叔都长大了 也不需要李奶奶你照顾 一起住着更热闹呀 父君顺忍不住笑出声 拉宝说得对 听说李奶奶 一直不让李家三个哥哥进门 那怎么行呢 那毕竟是李爷爷的亲生儿子 只要李奶奶 你让他们进门 他们肯定愿意喊您一声吗 李老太太气得面容扭曲 扭头问旁边的老头子 你不是说 只有两个私生子吗 父亲喊笃定开口 三个 还有一个一直养在你们家里 就是你家姓黄的保姆 所谓早死的老公 留下的那个姨父子 围观众人惊呆了 这么炸裂的吗 第140章 真会玩 真会演 李老太太气得浑身发抖 李国伟 你告诉我 父亲喊说的是不是真的 去接父君武放学回来的 父君尧淡漠开口 自然是真的 我这边还有李爷爷 和他家保姆母子 两人一家三口 甜蜜三日游照片 李奶奶要看看吗 围观众人先开口 看 必须看 这瓜好大 必须吃 李国伟震惊脸 父君尧 你胡说八道什么 父君尧看了父君顺一眼 父君顺会议 摸摸拉把小脑袋 让他靠着父亲寒 然后转身快步往客厅走去 不一会儿 在众人疑惑又期盼的眼神中 拿了投影仪出来 直接对着别墅大门墙壁 别墅里地灯灭了 投影仪亮起来 父君尧打开手机 蓝牙连接 然后墙壁上出现了李老爷子 和家里保姆母子三人 坐在一个包间 温馨甜蜜的视频 李国伟瞳孔地震 父君尧 你给我关了 父君尧淡漠抬头 眼神冰冷地看向 木凳口袋的李老太太 李奶奶 事实就是这样的 但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要不您大度些 毕竟您说的过去了 就是过去了 人要往前看 李老太太哪里听得近 父君尧的话 七十多岁的她 尖叫一声 直冲边上 往父君尧这边 跑过来的李老爷子冲去 李国伟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李国伟 我哪里对不起你 你在外面搞三搞四 我装傻冲愣 我身子 连你搞出两个私生子都忍了 你居然还和温芳 那个贱人搞到一起 边上之前 没劝父亲寒大度的众人 看热闹 不嫌事儿大 李老夫人 你家保姆温芳的儿子 好像比你家长子 就小半岁吧 好像是的 我记得 当初司机老李说 是因为车祸 就李老爷子没了 之后 李老爷子就把老李的儿子 当成亲儿子一样样 对对对 说是老李的儿子 啊 其实也是老李的儿子 啊 这 李老爷子 真有你的 死去的司机老李 原来是李老爷子自己 真会玩 好会演 李老爷子不如李老太太强壮 李老太太气急 对着他老脸一顿抓 李老爷子很快花了脸 嗷嗷惨叫 之后忍无可忍 直接和李老太太互抓起来 现场那叫一个混乱刺激 直到李家长子接到电话 急匆匆赶回来 然后二话不说 将两人拉走 这场闹剧才算结束 而黄宁浩 早在看到傅君尧 放出李老爷子和保姆一家 三口视频时 就知道卖惨失败 傅清涵是铁了心 要和他对着干 让他走投无路 他想用道德和孝道压制他们 他们直接用事实告诉他 别想 道德孝道 他们一个没有 黄宁浩压着滔天怒火 杀鱼而归 傅清涵知道后 第一时间回到清水湖别墅 爸 你去找清涵了 虽然是问局 但神色冷沉 明显知道这是事实 黄宁浩 因为近期各种不顺 销售不少的脸上 浮现着丝丝利器 你在质问我 傅清涵没有迟疑摇头 不是 爸 我只是觉得 我们现在该以退为境 而不是和清涵彻底撕破脸 黄宁浩忍不住冷笑 眼角皱纹堆积 整个人给人一种 分外阴森的感觉 是啊 我们该以退为境 可是清涵 傅清涵给我们这个机会吗 傅清涵已经知道 秦宁院半山别墅那边具体情况 心中 对傅清涵一家子的怒意 也达到顶点 可傅氏集团握在傅清涵手中 而他手中握着的东西 暂时还不足以和傅清涵对抗 他不会给 所以他和傅清涵注定不死不休 他现在最后悔的事 就是 为什么谋害傅清涵的计划 没有早两年提上日程 为什么只是选择将他催眠 否则 哪有现在这么多事 黄宁浩忽然问他 若让你现在放弃傅氏集团 你甘心吗 傅清涵心中惊骇 儒雅的脸上却丝毫不鲜 若这是爸的意思 我没意见 黄宁浩用浑浊的双眼盯着他 这是真心话 傅清涵点头 是 他说完忍不住满脸酸涩开口 毕竟我没有自己的孩子 而清涵亲生的儿子就有三个 傅氏集团弱到了他手里 后继无人 这绝对不是父亲愿意看到的 既然父亲问了这个问题 父亲的心已经开始动摇 也是 父亲都能拉下脸皮 去秦明院半山别墅 找父亲涵认错 不顾长辈身份放低姿态 已经表明一切 所以到头来 被抛弃被放弃的那个人 是他 父亲要想起年幼时和母亲被人指指点点的日子 心中怨气横生 居心不良的人是父亲 对不起他们的也是父亲 害得他和妹妹清明成为见不得光的私生子的也是父亲 口口声声说 要补偿他们的父亲 到头来 依然选择抛弃他们 父亲要垂头 双手也自然垂落 手指握了一下 又好像无力一般松开 他声音低沉苦涩 爸 我知道是我的问题 否则您不会在这个时候 忽然选择清寒 黄宁昊浑浊的眼神略微闪烁 或许是还有点羞耻心 所以转开了视线看向窗外 清药 爸会给你找全球最好的医生 他急急盈盈 大半辈子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扬眉吐气 为的是从山沟沟里走出来 为的是成为人上人 为的是光宗耀祖 他耗费大半生得来的一切 哪里甘心后继无人 可也不能这时候 真的告诉老大 他没希望了 他打心眼里 希望能够接手富士集团的 是他和宋雅静的儿子 可如果后继无人 他哪怕觉得恶心 也还是会选择父亲要 黄宁昊和父亲要说话时 秦宁院半山别墅里 父亲含一家子也在聊天 傅君顺已经抱奏了老六弟弟一顿 这会儿神清气爽 所以黄宁昊这是觉得 父亲要生不出儿子 不想多年心血后继无人 然后向咱爸低头 保住他优渥的晚年生活 傅君摇面无表情 他不配 拉宝乃生乃气出生 大哥哥二哥哥放心 坏爷爷没少干坏事 注定晚年晚节不保 妻离子散 不得善终 被二哥抱揍一顿 屁股还在火辣辣痛的傅君舞 抚摸心口 那我就放心了 父亲喊手机响起来 徐队 傅先生 曹志奎抓住了 第141章 兄弟争宠 两败俱伤 曹志奎关系到张恋 是否牢底坐穿 父亲喊想到 若不是拉宝 跟着一起去了鬼屋 只怕君顺也没了 好 我马上过去 拉宝乃生乃气问他 爸爸 你不吃饭饭吗 父亲喊宠溺的摸摸女儿小脑袋 拉宝和哥哥们吃吧 爸爸公司临时有事 得马上过去一趟 他隐晦地看了三个儿子一眼 两个已经成年 一个虽然还是三年级小学生 但三个儿子 现在都很宝贝拉宝 让他们看着拉宝他安心 傅君尧和傅君顺点头 傅君武有些郁闷 爸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傅清涵快速答复 办完就回来 就看徐队那边 什么时候撬开曹志奎的嘴 傅君武不满哼哼 爸 你要记得 这里才是你的家 公司 是你上班的地方啊 傅清涵失笑 心中又酸涩羞愧 好 爸爸记住了 爸爸忙完这一阵 保证每天回家和你们一起吃饭 傅君武又哼了一声 傅君顺是吃笑 傅君尧直接当没听到 上市公司掌权人 每天按时回家吃晚饭 想什么好事呢 拉宝信了 好呀好呀 到时候三哥哥 四哥哥五哥哥 他们都回来了 我们就团团圆圆了 一家人能每天都在一起了 傅清涵点头 对 又叮嘱了三个儿子 几句傅清涵转身出门 傅清涵离开没多久 帮佣阿姨做好了晚饭 因为拉宝的特殊性 傅君尧让帮佣阿姨 做完晚饭 准备好饭后裹盘就先回去了 主动别墅 就只有兄妹四人 成了被投喂的对象 傅君武最是活泼霸道 坚定地坐在拉宝一旁 各种好吃的往拉宝嘴里投喂 傅君顺还不了解拉宝饭量 估摸着一个三岁半的奶娃 大概吃多少后就开始阻拦 君武拉宝吃不少了 又是大晚上 吃太多 就算等会儿再出去消食 估计也会撑得慌 就算小朋友再爱吃 那也要有度 傅君武瞬间忘了屁股痛 嘿嘿一笑 二哥 你对拉宝的饭量 就像对拉宝的力量一样 一无所知啊 傅君顺迷眼 屁股又痒了 傅君武往拉宝身边贴贴 拉宝 你看二哥凶我 拉宝顺势把手里的香酥虾球 塞到傅君武嘴里 自己嘴里还在熬屋熬屋吃着呢 但没忘记奶生奶气哄他 小哥哥吃饭好刺 傅君武瞬间觉得人生圆满 拉宝只给他吃的呢 这是毒一份 大哥二哥都没有 傅君武压不住欢喜 冲威胁他的傅君顺得意挑眉 傅君顺嘴角一抽 这有什么好得意的 傅君武眉飞色舞 敖屋敖屋吃着香酥虾球 那清澈又透着愚蠢的大眼睛 似乎在说这必须得意啊 这是老子毒一份 边上傅君顺看的辣眼睛 决定给傻弟弟一个心神暴击 他忽然喊了 低头巴辣碗里裹满了汤汁米饭的拉宝一声 拉宝 拉宝从比他脸还要大的饭碗里抬起头来 两个腮帮子腮得鼓鼓的 亮晶晶的大眼睛 滴溜溜的转转 似乎想到什么 敖屋两口将嘴里的饭菜吃下去 顺势用大勺子 抄起面前的香酥虾球 歪头送到傅君尧嘴边 二哥哥 啊 傅君尧准备说什么 可傅君顺速度太快地 咬了香酥虾球一口 然后宠溺地摸摸他小脑袋 谢谢拉宝 拉宝多吃鞋 拉宝顺势将被咬了一小口的香酥虾球 塞到傅君顺嘴里 小乃因含含糊糊的 二哥哥也多吃鞋 长得高高的帅帅的 傅君顺乐了 拉宝 二哥哥现在不高不帅吗 拉宝噎了下 哄人的话 他张嘴就来 所以一时忘了 二哥哥已经成年 而且是个超级大帅哥 拉宝又给傅君顺嘴里 塞一个香酥虾球 为了堵住他的嘴 二哥哥已经很高很帅了 但还能更高更帅 天下第一帅 得意的傅君武瞬间觉得 嘴里的香酥虾球不香了 他委屈巴巴地问拉宝 那小哥哥呢 拉宝排端水大师上线 小哥哥现在还小 多吃饭饭 将来和大哥哥二哥哥一样 都是超级大帅比 傅君武不满意啊 不能比他们更帅吗 拉宝眨眨眼 瞅了眼小哥哥从没动过的 散发着浓郁味道的青菜 加了一大筷子 投喂到傅君武嘴里 小哥哥 多吃蔬菜长得帅 快吃快吃 以后肯定比大哥哥二哥哥 更高更帅 全球第一帅 傅君武再次圆满了 等下意识咀嚼嘴里的青菜时 还带着些许奶彪的脸 瞬间扭曲 我 拉宝又加了一筷子别的青菜 往他嘴里投喂 小哥哥 吃 拉宝喂你 傅君武 擦 他这一嘴香菜怎么办 他最讨厌香菜了 哦 还有生姜 结果 拉宝加了一筷子泡姜柚 味道他嘴边 小哥哥 吃这个 这个吃着结束的 傅君武扭曲的五官 逐渐争鸣 拉宝看他额头都有细汗了 坚持要他吃 小哥哥 真的 你新拉宝 这个脆甜脆甜的 特别好吃 真的结束呀 傅君武哪里舍得拒绝拉宝好意 只是 最后 他眼一闭心一横 直接一口闷了 连带着之前的香菜的 都被他生无可恋 胡伦吞澡般 吞进了肚子里 那味道真是 上头的不行 傅君武脸都绿了 斜对面傅君顺乐的不行 傅君尧只管给拉宝加菜 至于弟弟妹妹们的互动他 只看不掺和 主打一个拉宝没吃饱 他就不停下 至于这会儿乐得不行的老二 和脸都绿了的老六 傅君尧看得默默叹气 给拉宝又办了一大碗香喷喷的饭 确定够小家伙吃一会儿后 他默默拉宝小脑袋叮嘱他 拉宝吃着饭 大哥哥去找个东西 拉宝疑惑问他 大哥哥找什么东西 傅君尧看一眼脸颊开始起红疙瘩 却丝毫不自知的老二 你二哥哥吃太多 消化不好 得吃药 拉宝震惊 啊 傅君顺听到傅君尧的话 忽然反应过来 草 他身上开始痒痒 尤其是脸颊 伸手一摸 再低头一看 拉宝面前那一大盘 没剩多少的香酥大虾 整个人不好了 救命 他海鲜过敏 傅君尧瞥他一眼 满眼无语 傅君顺 草 他居然和老六那傻弟弟 一起掉沟里了 第142章 霸总小说照进现实 因为香菜和泡浆问题 第二天一早 傅君尧都不敢等拉宝起来 一起吃早餐 拿了三明治 就飞快上车奔学校去了 傅君顺好笑地问他 老六跑那么快做什么 傅君武气羞羞瞪他 二哥 你还好意思说 要不是因为被二哥刺激了 他能嗷呜嗷呜 一口有一口地 被拉宝投喂香菜泡 亏得昨天晚上饭桌上 没有鱼心草 不然 他可能见不到今天的太阳 没等傅君顺说话 傅君武看着脸颊 还有些微红的傅君顺 又乐起来 哎呀二哥 今天拉宝可能会再多 给你加几个香酥虾球呀 你的脸帅不了了 傅君顺嘴角笑容消失 小崽子 你 傅君武声怕二哥冲过来 给他一下子 连忙催促司机 快走快走快走 不然本少爷上学要迟到了 看着及时离开的车子 和小人得知的老六 傅君顺磨了磨牙 最后择了声 小崽子 傅君尧从外面跑不回来 好些了吗 傅君顺多少有些尴尬 他已经很多年 没有吃海鲜过敏了 昨天晚上还好吃的不多 不然估计 今天已经躺在普宁医院 VIP病房去了 大哥 拉宝不知道吧 傅君尧点头 大长腿一迈上台阶进屋 不知道 只当你贪吃不消化 估计从今天开始 会拉着你晚上和他一起 溜弯散步 傅君顺松口气 那就好 傅君尧忽然回头看 依然不知道 和拉宝一起真正溜弯散步 真实性的老二一眼 意味深长的嗡了声 傅君顺挑眉 嗯 傅君尧已经进了客厅 这会儿正大不留心上楼 傅君顺 行 不就是溜弯散步 他虽然曾经最多的锻炼 就是和女人滚在一起 但现在他借女人了 确实该走走溜溜 不然按照昨天晚上拉宝那饭量 他只要每顿晚饭都在家吃 肚子像吹皮球一样 鼓起来不过迟早 昨天晚上他过敏了 帕拉宝发现 担心自责 所以找了理由避开来了 所以 原本想阻止拉宝吃太多 结果也不了了之 等今天早上 拉宝一觉睡到早上九点起床下来 吃早餐时 傅君顺终于找到机会 拉宝 你饭量 拉宝埋头干饭 抽空回答 二哥哥 拉宝在长身体 所以吃得很多 饭量很大 傅君顺看着至少十个人的早餐量 但这些 会不会太 离谱了 拉宝摇头 熬屋两口吃完一碗香喷喷滑溜溜的鸡蛋肉迷羹 不离谱呀 二哥哥 你都能接受这世上有鬼东西 还不能接受拉宝吃得多吗 傅君顺直接业主 是啊 这世上都能有鬼东西 他唯一的妹妹只是饭量大一些 这又怎么了 难道一个傅氏集团 一个红飞集团 还养不起饭量大一些的拉宝了 开什么国际玩笑 看到拉宝流出一小部分饭菜 然后其余的都飞快进了他那张小嘴后 傅君顺开始认真思考 也许 这更加卖力上班 不然可能真的养不起 毕竟鱼子匠澳洲龙虾什么的都挺贵 他傅君顺的妹妹必须吃最好的穿 最舒适的 所以他要赚钱 已经连着一周没去公司的傅君顺 决定去公司 拉宝 吃过早餐后和我一起去公司吗 拉宝眨眼 期待又好奇 二哥哥 拉宝可以一起去吗 拉宝会不会打扰二哥哥上班 爸爸太忙了 他偶尔也想跟着爸爸一起去公司 可又怕打扰爸爸上班 影响工作效率 傅君顺乐了 一边用纸巾给吃饱喝足的拉宝 擦沾了油脂的嘴角 一边笑着摇头 怎么会 二哥哥可是公司老板 二哥哥都不觉得 拉宝会打扰二哥哥上班 谁还敢说半个字 拉宝眨眼 那要是有人说了呢 傅君顺眼瞼一盖 那就滚 他的妹妹他现在宝贝都来不及 谁敢说 只是让对方滚 已经算非常客气了 于是不等傅君摇下楼 傅君顺抱着拉宝 给他发了条微信 已经上车 走 拉宝 给你看二哥哥给你打下的江山 拉宝都还没看到 已经心心眼开始夸 哇 二哥哥好厉害 二哥哥天下第一棒 傅君顺乐得不行 他那么多年 应该不是脑子进水了 就是被驴踢了 居然觉得 女人比孩子有意思 真想给二十出头的自己一巴掌 山省满脑子 黄色废料 浪费大好青春年华的自己 车子很快在洪飞集团大门口停下 傅君顺下车 绕到后排拉开车门 将拉宝抱下来 因为出门匆忙 所以什么都没带 董文已经进了局子 他另一位特助周静 早早等在大门口 傅总 您来 勒兹在看到傅君顺 从后排座上抱下来一个 奶乎乎肉嘟嘟的小门娃时 卡壳了 他是傅君顺的工作特助 偶尔会在董文忙过来时 接送一下傅君顺 大部分时间都在公司 很少去了解傅总的私生活 毕竟傅总有生活助理 所以 导致周静一时大脑荡机 又想到自家老板 是个大高端会所酒吧常客 下意识以为 这是老板很早倒过出来的闺女 傅总 是要准备举办婚礼吗 傅君顺眉 一脸费解地看向周静 办什么婚礼 谁办婚礼 周静更猛 既然不准备办婚礼 为什么会把闺女这么光明正大 带到公司来 不就是为了给即将到来的婚礼 提前打预防针吗 看周静带住 傅君顺也没理会他 拉宝 这是周静 你喊他周叔叔就好 拉宝 趴在傅君顺肩头 乃声乃气喊人 周叔叔好 周静更确定 自己没猜错 毕竟自家老板从前讨厌孩子了 现在却像被夺赦似的 抱着奶包萌娃来公司上班 这是爸总小说赵静现实 就生了这么一个 不带着被偷了怎么办 傅君顺抱着拉宝 一路招摇过世 生怕公司员工 不知道他带了自家 唯一的宝贝妹妹来公司一样 连总裁专属电梯都不做了 直接乘坐员工电梯 去顶层办公室 傅君顺琢磨着他 亲自抱着拉宝上楼 要是有不长眼的员工 还敢多嘴说拉宝半个字 那完全可以直接插出去 红飞集团公司员工们 传闻不假 总裁真的和江颖后 早就隐婚生娃啊 第143章 开会摸鱼 一线吃瓜 一周没来公司 傅君顺刚到办公室周静 就带了一大楼文件 随后进来 傅总 这是需要今天签字的文件 傅君顺 周静将文件放在办公桌上 快速离开 不到三分钟再次进来 先生 这是最晚需要明天下午三点前 需要签字的文件 傅君顺 拉宝一看 快堆成小山的文件 大眼睛又瞪大几分 二哥哥 你还有这么多工作没做呀 傅君顺不想给宝贝妹妹 留下她工作不积极 态度有问题的印象 嗯 不多 二哥哥办公速度快 这些都是小意思 周静还没离开呢 见状连忙走到茶几那边开口 那傅总 这些文件 您今天下班前也看看吧 都是下面等 着急用的 傅君顺 当他是牛马呢 他是老板 他还没说话 拉宝扎舌 那边还有啊 二哥哥 你 傅君顺深吸口气 拉宝别担心 都是小意思 只要拉宝在这里陪着二哥哥 这些都不是问题 周静 啊 果然真的是霸总小说 照进现实 周静一个 没忍住多问了句 傅总 那十分钟后的会议 您是不是也要带着小姐 拉宝好奇 什么会议 二哥哥能带拉宝 傅君顺想都不想就点头 当然 他是老板 开会带着奶包而已 怎么就不能了 周静努力压住 快要不受控制的身体 好的 我知道了 傅君顺觉得周静的表情 有些奇怪 不等他过问 周静已经走了 走路的姿势更加怪异 拉宝也注意到了 小家伙这会儿 还被傅君顺 搁在自己大腿上 搂在怀里呢 二哥哥 周叔叔还会同手同脚走路呢 傅君顺恍然大悟 我就说他刚才走路 为什么看起来怪怪的 拉宝乐呵呵地笑起来 从他怀里溜出去 二哥哥 你看 是不是这样子 拉宝跑到办公桌对面 同手同脚走路 一边走 一边歪着头问傅君顺 傅君顺被同手同脚走路的奶包 逗得哈哈大笑 对 拉宝真棒 学得太像了 已经出去的周静 完全不知道 自己因为太过震惊 导致同手同脚的画面 被拉宝学得唯妙唯笑 而傅君顺和拉宝兄妹呢 也不知道 公司员工内部群 因为他们的关系炸开锅 So So什么So 所以就所以 所以真的确定了 小奶包是咱们总裁闺女 真的是和江影后的 八九不离时 小奶包估计三四岁 而四年前 江影后拿了白玉兰奖后 就出国学习了 一学习就是一年 但还是被素人在咖啡厅偶遇 说是穿着肥大 好像怀孕了一样 对对对 我记得那个新闻 同志们同志们 网络是有记忆的 快查 来自霸总的发言 一分钟内 我要影后将离在国外的所有资料 所以是霸总频道指引后带球跑 霸总扶贫子贵 不不不 我觉得是 三四年前霸总父母棒打鸳鸯 霸总哪怕为了娇妻与之割裂 依然没笼住娇妻的心 就不能是通俗狗血的 One Night开篇 到如今的霸总发现 女人不仅怀了她的宰 还将宰带走三年 如今好不容易宰宰意外回家 霸总高调示爱 用奶包蒙娃 逼破奶包 亲妈回家 楼上这是什么戏码 One Night开篇家强制爱吗 既然强制爱了 那必须是她逃她追她插翅难飞呀 傅君顺真的抱着拉宝去开会了 红飞集团是傅君顺一手创立 公司高管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中的佼佼者 对于老板带娃上班 高管们脑洞大开 他们有人已经潜入公司员工内部群 偷摸摸拍照 发完就不吭声 然后公司群里那些小员工们 再次炸锅了 啊 好忙好可爱 好肉好想念 眼睛真大 难道没人觉得 小奶包和咱们老板气氛相似吗 对对对 啊 来 你们看看江影后的眼睛 也是这种圆圆的新人眼 特别大 那奶包更胜一筹 更大更圆溜 而且眼神更干净清透 特别萌萌大 楼上的奶包最多三岁半 萌娃的眼神自然是世上最干净透彻的 江影后都快三十了 能一样吗 对对对 啊 霸总闻的另一个经典梗 年下奶狗吧 总和她的影后姐姐啊 啊 我想起来了 咱们老板今年才二十四吧 江影后今年二十七 真正是女大三 抱金砖啊 员工群里滴滴个不停 公司好几个高管们时不时丑一眼 傅军顺正在听一个高管汇报工作 所以没注意到其他高管的异常 可拉宝注意到了呀 拉宝第四次看到五个叔叔阿姨低头看手机 不过只是看并不做什么 但是微表情看得拉宝特别想知道 他们到底在看什么 手机里到底有谁啊 他们的表情为什么那么震惊 当傅军顺让下一位高管说话时 拉宝忽然举起小胖手 一众高管齐齐看过去 站在傅军顺后面没多远 随时待命的周静连忙拿了一包零食 和一个拼图过来塞到他怀里 小姐 给 边吃边玩 拉宝歪头迷茫地望着他 周叔叔 拉宝不能发言吗 傅军顺迅速开口 当然能 拉宝怎么了 会议室内众人看向拉宝的眼神更好奇 有的甚至差点忍不住开口问一句小朋友 是不是影后妈妈有什么指示 拉宝窝在傅军顺怀里 养着小脑袋奶生奶气问他 二哥哥 那几个叔叔阿姨看了六次手机 而且几乎是同时 他们在开另一个小会吗 在员工群里脱摸潜水吃瓜的五个高管 妈 你说吗 不对 小奶包 你叫老板什么 二哥哥 不该是叫爸爸吗 傅军顺视线灵力扫过去 五名开会摸鱼一线吃瓜的高管表情管理 那叫一个完美 稳住 只要他们看起来非常严肃认真 老板也不知道他们在摸鱼 傅军顺悠悠问拉宝 拉宝 拿五位叔叔阿姨 拉宝记得可清楚了 不过还是非常礼貌地问傅军顺 二哥哥 拉宝是要指出来吗 五名开会摸鱼一线吃瓜的高管们 指吧 未必记得我 五个人哪 五分之一的概略 而这个时候 洪飞集团总裁 与以后将离隐婚有娃的消息 以迅猛之势冲上新闻热搜头条 第144章 大美人上门 公司员工内部群内 已经有员工截图 不过这会儿 五位一线吃瓜高管 都在等老板说话 谁也没敢在这时候低头看手机 傅军顺笑着点头 当然 拉宝歪着头开始点人 从拉宝左手边数过去 第四个 第七个 第九个 第十个合地 拉宝伸着右手 看着左边 然后仗红着小肉脸 压低声音问傅军顺 二哥哥 十后面的后面后面 后面后面是多少来着 傅军顺 好家伙 他家宝贝妹妹只能数到十 而且还左右不分 但老六那天晚上 不是说拉宝坑了宋旭光八百万吗 他数得轻吗 高管们努力憋笑 但表情管理还是失败了 所以一个个低头看自己大腿 笑归笑 但总不能让奶包尴尬吧 多不好啊 人家还是奶包呢 估计还没上幼儿园 拉宝卡二哥哥盯着他不说话 表情有些一言难尽 小家伙仗红着小脸从他怀里溜下去 然后哒哒哒往右边跑过去 到了第十三个高管身边停下来 二哥哥 第五个是这个叔叔 一线吃瓜的高管王阳 玩犊子了 五分之一的概率居然没躲过 但他更惊讶奶包的观察力和记忆力 居然真的都记得 对拉宝一言难尽的傅君顺冲开口 二哥哥知道了 拉宝先过来 拉宝点完人 又迈着小短腿 哒哒哒跑过去 小家伙胖嘟嘟的 可能因为年纪还小 走路不算特别稳 结果还是哒哒哒跑 所以跑得一摇三晃的 看得众人嘴角压不住的上扬 真的好萌啊 好像捏胖嘟嘟的小塞袋 傅君顺重新将拉宝抱进怀里 视线落到被拉宝点出来的五人身上 你们在看什么 五位高管 这能说吗 如果拉宝真的是老板闺女 说就说吧 结果闹乌龙了 小奶包是这段时间网上传的 沸沸扬扬的富士集团继承人 父亲含亲闺女 老板亲妹妹 难怪气氛相似 特么的人家亲兄妹 相似怎么了 傅君顺声线压低 眸中光影划过 要让你们把手机集体交上来 让我挨个看吗 五人同时摇头 老板 那倒不至于 傅君顺觉得 不用气势压他们 可能问不出来 于是侧头看向周静 你带拉宝先回办公室 亲自照看好他 拉宝疑惑 二哥哥 那你呢 傅君顺宠溺地捏捏 他鼓鼓囊囊的小肉脸 二哥哥要和这几位叔叔阿姨 好好聊聊 拉宝先回办公室 玩着好不好 拉宝自然点头 他可不能耽误二哥哥上班 好 拉宝一走 傅君顺原本周深 还算温和的气势骤变 强势的威压瞬间向整个会议室蔓延 已经被周静爆出会议室的拉宝 丝毫不知情 周叔说 拉宝可以自己走的 他可有力气了 周静看老板 从带着拉宝小姐到公司 一直单手抱着拉宝小姐 他哪里敢让小家伙走路 而且 这可不只是红飞集团小公主 背后还有一个富士集团呢 他之前还误会了 周静那叫一个尴尬 好在他因为拉宝 远离了没有硝烟的战场 叔叔抱吧 叔叔力气大 拉宝奶乎乎展示自己 周叔叔 拉宝力气更大 小家伙甚至举起双手 让周静看他脸偶般 白嫩胖乎的小胳膊 周静乐得不行 好好好 拉宝力气大 拉宝感觉自己被敷衍了 周叔说 拉宝是认真的 周静笑明你点头 对对对 拉宝是认真的 拉宝 算了 他不和普通人计较 周叔叔也是好意 敷衍他就敷衍他吧 回到办公室 拉宝真的乖乖地待着 周静拿了平板 给他播放动画片看 再放了一大堆 零食水果在旁边 方便他边吃边看 拉宝小姐 我去去就回 拉宝随意抬头看他 好的 周叔叔 说完后 拉宝忽然叫住他 周叔叔 等一等 周静疑惑回头 拉宝小姐 还有事吗 拉宝点头 小表情非常严肃 周叔叔 你家两天内 会有灾祸降临 你打电话 跟你家里人说一声吧 最好搬来和你一起住 周静头上 忽然阴云密布 这种情况 并非自己有灾祸 而是身边至亲 周静 啊 这 拉宝小姐 还玩神棍这一套的吗 不过 为了哄小朋友开心 周静还是笑着点头应下 好 我知道了 一会儿就给他们打电话 嘴上这么说着 周静自然没往心里去 一个三岁半奶娃的话 还让他固执的爹妈过来 和他住 别说他什么想法 他爹妈第一个不同意 人家坚决信奉 金窝银窝 不如自己的狗窝 周静自然没打电话 而拉宝得到肯定回应 已经安心收回视线 专注看动画片 时不时从手边塞一口 零食到小嘴巴里 特别悠哉惬意 不知过了多久 开会的傅君顺回来了 拉宝 何一的妈妈给赚了五十万 说是当初答应的找人费用 钱钱来了 拉宝自然高兴 和阿姨给的 比他想象的要多 二哥哥 曹志奎那边怎么样了 傅君顺笑起来 咱爸出手 曹志奎自然什么都说了 他之前因为老五 还有没有父爱的童年 对亲爹有偏见 可即便有偏见 也不得不承认 亲爹要能力 有能力 要手腕有手腕 就冲亲爹 被深度催眠三次 依然能够稳坐 富士集团继承人的位置来说 就足以说明一切 那张恋 是不是被警察叔叔 关进去了 傅君顺脸上笑容更深 当然 他不仅装神弄鬼 宣扬封建迷信 还利用封建迷信害人 没有三年五载出不来 死刑吗 不可能 毕竟齐宇飞还活着 可若齐宇飞真的死了 他哪怕搭上自己这条命 也要弄死张恋 和他背后的乔架 扣扣扣 进来 说完后 傅君顺和拉宝 同时抬头看过去 穿着白色鱼尾裙的女人 优雅地从门外进来 身后跟着的是 表情微妙的齐宇飞 君顺 他 拉宝转着圆溜溜的大眼睛 瞅瞅这个看看那个 然后抱着平板 往嘴里塞灵嘴 顺带着对表情微妙的齐宇飞 拍了拍他旁边的位置 第145章 有阴气 齐宇飞错愕 然后瞄懂 三步并坐两步 窜到拉宝身边坐下 和小家伙一起看戏吃瓜 拉宝压低小奶音问他 宇飞哥哥 这是谁啊 齐宇飞声音压得更低 和拉宝说悄悄话 江丽 你二哥的初恋白月光 白月光 拉宝下意识抬头看向窗外 这会儿还是白天 天空明朗 白云朵朵 有光但不是月光 而是太阳光 宇飞哥哥 没有白月光 现在是太阳光 至于初恋 拉宝不懂 直接掠过 选择他听得懂的说 齐宇飞愣住 然后努力憋笑 嗨嗨 这个 齐宇飞还没解释呢 江丽已经关上办公室门 缓步走到傅君顺跟前 君顺 好久不见 傅君顺只看了江丽一眼 视线就转到沙发那边 很好 齐宇飞和拉宝两个脑袋凑在一起 用平板挡着脸 露出两双大眼睛 直勾勾盯着他这边 傅君顺嘴角肌肉抽搐 齐宇飞 你怎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都往我这里带 优雅温柔的江丽脸上笑容 瞬间僵住 他垂眸神色肉眼可见的落寞 君顺 在你眼中成了乱七八糟的东西 傅君顺根本不理会 而是两眼死死盯着齐宇飞 似乎在说马上给老子弄走 不然老子连你都揍 齐宇飞 想和拉宝一起吃瓜看戏的 齐宇飞麻溜站起来 快速跑到神色恍惚的江丽身边 江丽 走吧 江丽却没同意 他抬起头 看向侧对着他的傅君顺 声音微微颤抖 双眼已经湿润 君顺 当年的事 你在怪我 齐宇飞连忙出声 算了算了 当年的事情都过去了 咱们都往前看 你们一个大坝总 一个当代影后 各有成就 再提那些陈芝麻乱骨子的事做什么 齐宇飞说完去拉江丽胳膊 却被江丽避开了 不 过不去 傅君顺阴沉着脸 低头看万表 三 齐宇飞魂都要飞了 也不管江丽是否愿意 强制拉着他胳膊 将他快速往外走 走走走 不然咱们都没好果子吃 江丽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落下来 哽咽着出声 君顺 我以为宋雅精的真面孔被拆穿 你会明白 当年的事情真的不能怪我 可你 齐宇飞将人拉出门外 迅速关上房门 行了行了 别说了 齐宇飞下的后背衣服都湿透了 刚才傅君顺又开始倒数三秒了 他要是不及时撤出来 估计等会儿还得再进一次普宁医院 当初这两人分开时 傅君顺一人单挑傅老爷子 安排的八个强壮保镖的画面 历历在目 那不要命的打法 他这胳膊腿可受不住 江丽无助地看着他 宇飞 为什么会这样 当年的事情真的不能怪我啊 我难道要丢下我唯一的亲人不管吗 齐宇飞重重叹口气 将他往电梯那边带 我答应你的事已经做了 至于其他的 那是你们的过去 我不好说什么 没等江丽说话 齐宇飞快速补充 不过既然君顺今天已经表态 那以后你们就当陌生人吧 除非你还想自取其辱 今天这是在傅君顺办公室里 只有他们四个人 若有下次傅君顺那脾气上来 可能会不管不顾 而江丽是当红颖后 到时候可就热闹了 江丽满眼痛心 可是宇飞 我爱他 我一直都爱他 齐宇飞 爱他跟他说做什么 又不是爱他齐宇飞 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 齐宇飞耐着性子劝 两人在一起得两情相悦 你们曾经是两情相悦 现在 你今天也看到了 说完 齐宇飞想到什么 飞快开口 对了 快把你工作室发的那什么 你和君顺隐婚生娃的消息删了吧 人家拉宝是君顺亲妹妹 你们有没有孩子 你不清楚 怎么还同意 发那样的消息 江丽这才想起 今天要求齐宇飞帮忙的目的 他让开齐宇飞 就要继续去找傅君顺 被齐宇飞拉住隔壁 别 你再这样 以后咱们朋友都没得做了 江丽着急 可是我还没跟君顺说 热搜不是我发的 我要跟他亲自解释 齐宇飞皱眉 你的意思是 那消息是你经纪人发的 和你没关系 江丽点头 对 和我没关系 不然我也不会急着来找你 让你带我来见他 齐宇飞点头 好 我知道了 我帮你解释 你快走吧 江丽还想说什么 齐宇飞提醒他 你若是今天非要继续闹腾 以君顺的脾气 你觉得你们还有什么将来 江丽将住 齐宇飞松口气 趁机将他送进电梯里 再见 送走江丽 齐宇飞刚转身 就看到从办公室出来的拉宝 拉宝走得飞快 晃晃悠悠地 自带喜感 与飞哥哥 齐宇飞笑着过去 将他抱起来 拉宝 你怎么出来了 拉宝眨眨眼 二哥哥心情很不好 拉宝觉得 他应该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所以就出来完了 齐宇飞疑惑 心情很不好 拉宝点头 对啊 虽然二哥哥跟拉宝说话的时候 依然温柔 但周身气息乱七八糟的 一看就不好 所以拉宝说 想出来找周叔叔玩 二哥哥就同意了 齐宇飞摸摸拉宝小脸蛋 小鬼精灵 拉宝乃声乃气 问齐宇飞 宇飞叔叔 二哥哥以前很喜欢 刚才那个阿姨吗 齐宇飞乐了 嗯 很喜欢 傅君顺一开始 也不是情场浪子 江丽是他的初恋 而江丽的初恋 另有其人 即便这样 傅君顺还是一头栽进去 情到深处 都直接带着江丽见家长了 之后就是狗血剧情 单亲家庭长大的江丽 自然不被傅老爷子老太太认可 四年前拿了傅老爷子 给他一千万出国了 拉宝回想 二哥哥当时周身乱七八糟的气息 还没理出 所以然来 就听到有人喊起来 不好了 有人要跳楼了 拉宝疑惑 齐宇飞眼皮一跳 有种不好的预感 要命 可别是他 齐宇飞将拉宝往地上一放 来不及嘱咐他 就把腿往顶楼跑 而拉宝看着楼梯口那边 小眉头跟着皱起来 有阴气 第146他以为是挡灾 结果会是全面 拉宝眨眨眼 甩着小胖腿 哒哒哒往楼梯口那边冲 等看到冲在前面的齐宇飞 头顶逐渐成型的致命阴云时 拉宝忽然扯着嗓子大喊 宇飞哥哥 站住 齐宇飞心中惦记着天台上 要跳楼的人 直觉告诉他 对方就是刚才被他送进电梯的姜黎 如果姜黎跳楼 他过不去心里这道看 而军顺那边 估计也会被姜黎千万粉丝怒骂 谁都别想安生 所以 听到拉宝的话 齐宇飞并没停下来 而是跑得更快 拉宝眼睛瞪得溜圆 宇飞哥哥 再跑你就死掉了 齐宇飞脚步一顿 人直接一个原地急刹车 拉宝的本事他是知道的 拉宝都这么喊了 他一定离死不远了 齐宇飞后背冷汗直冒 声音带着颤音 拉宝 拉宝看到出现在齐宇飞背后的 小鬼东西时 把腿狂奔 同时急声力喝 敢碰拉宝的哥哥你试试 小鬼东西尖笑一声 嘴角扯出争鸣大口 星红的舌头 直冲齐宇飞后 背心钻过去 那带着浓郁阴煞之气的舌头 好像利刃 似乎下一刻能将齐宇飞捅个对穿 拉宝圆溜的眼睛里 犯过一丝寒意 也不跑了 而是小手往地上重重一拍 属于顶级天灾的力量 已比小鬼东西舌头更快的速度 向他扑过去 小鬼东西神色大变 那种灭顶之灾 让他有片刻呆滞 等缓过神来时 属于顶级天灾的恐怖力量 已经贯穿他整个神魂 小鬼东西 甚至连一声七力惨叫都没发出 在寝客间灰飞烟灭 后背心透心凉 感觉一脚踏进阎王殿的齐宇飞 哪怕没看到小鬼东西 也知道他差点挂了 拉宝 拉拍在地上的小手一抓 将小鬼东西消散的吸碎神魂 收拢掌心 再用最快的速度吸收转化 齐宇飞虽然什么都看不到 但确定 拉宝好像弄死了什么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已经猜到 与此同时 天台上传来女人痛苦的闷哼声 啊 齐宇飞下意识抬头看过去 双腿却被他牢牢定在地上 下意识望着拉宝问拉宝的意思 拉宝 那应该是江离 我们还过去吗 怕拉宝不明白江离出事的后果 齐宇飞快速解释 拉宝 江离是粉丝千万的大明星 如果他在你二哥哥公司天台坠楼身亡 你二哥哥公司一定会受影响 拉宝点点头 宇飞哥哥 我们现在过去 齐宇飞松口气 这次他学聪明了 直接一把抱起拉宝快速上楼 一口气冲到天台上 十多米外的天台边缘 半趴着一个女人 那女人确实就是江离 江离面色惨白 嘴角和长裙上都是血腥 拉宝盯着他看了又看 小乃因很冷 他被反噬了 齐宇飞满眼惊恶 拉宝的意思是 刚才他想害死我 拉宝摇头 不是他 他只是一个没见 这话题明显超纲 齐宇飞有些不能理解 没见 拉宝点头 看江离两眼一番晕了过去 他忙摸了摸他手腕 然后确定自己判断无误 宇飞哥哥 你看这个 拉宝说话时 打开江离放在一旁的手提包 从包里扒拉出一个 已经变成灰黑色的符咒 那小鬼东西 应该一直藏在这个符咒里 他应该不知道 否则小鬼东西 直接被拉宝碎裂了神魂 魂飞魄散 他也活不了 这话齐宇飞懂了 脸上血色一点点褪去 很快一片苍白 所以 是我爸 拉宝一听盲摇头 不不不 宇飞哥哥 这次肯定不是你爸爸 因为曹志奎已经被抓了 你爸应该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找到比曹志奎更厉害的大师动手 齐宇飞又糊涂了 那刚才不是我快死了吗 确定江离不会死 拉宝收回小手拍了拍 宇飞哥哥 你是顺带的 刚才对方的目标 应该是二哥哥 不过二哥哥没过来 宇飞哥哥 你冲得太快了 齐宇飞 合着他刚才 是帮傅君顺挡灾 不 也算不得挡灾 挡灾是说他死了 傅君顺能平安 可如果没有拉宝 他现在已经死了 鬼东西 肯定已经奔向 原本的目标傅君顺 他们都是普通人 傅君顺也活不了 所以 挡灾什么的 根本不成立 一大一小说话时 傅君顺匆匆赶来 先将拉宝抱进怀里 快速检查一遍 看拉宝身上 没伤他松口气 视线又落到旁边 齐宇飞身上 宇飞 你怎么样 齐宇飞摇头苦笑 亏得拉宝及时出手 不然明年的今天 兄弟你得去给我上坟了 傅君顺弯他一眼 你要是喜欢 不用等到明年 我以后每天都可以 给你上坟 齐宇飞嘴角一抽 傅君顺视线 这才落到 倒在地上的江黎身上 同时手机响了起来 傅总 公司楼下来了很多记者 还有江颖后的经纪人罗莉 傅君顺看了眼 昏迷不醒的江黎 并没有过去将他扶起来 他眼神甚至很冷 新闻那边呢 是不是江颖后 在洪飞集团大厦跳楼的消息 已经挂在头条上了 电话那头 周静正好在查看新闻 结果和老板说的丝毫不差 是 傅君顺眼神更冷 正要告诉周静 接下来的安排时 发现拉宝不知什么时候 从他怀里溜了出去 这会儿 整个人已经爬上了 天台边缘的护栏 正撅着小屁股 探着小脑袋往下看 傅君顺看得心脏狂跳 下意识要喊人 又猛地捂住自己嘴巴 迅速往拉宝那边追过去 心思也放在傅君顺这边的齐雨飞 也发现了不对 回头一看 也被撅着小屁股 站在天台边缘的拉宝 吓得魂不附体 拉 他意识到 什么和傅君顺一样 迅速捂住自己嘴巴 和对方一样 冲拉宝那边冲过去 两人几乎同时 冲到拉宝身边 伸手去抓拉宝时 拉宝恰好扭身回头 二哥哥 雨飞哥哥 拉宝发现了 拉宝还没说完 肩膀和小肚子 就被冲过来的傅君顺 和齐雨飞两人伸出的手撞到 小家伙一愣 下意识往后避开 免得两人被反噬 拉宝 傅君顺和齐雨飞魂 都要飞了 同时不要命地冲拉宝 扑过去 第147章 小崽子有两把刷子 四五名警察同志冲上来时 正好看到这一幕 几乎同时心脏一紧 心跌落谷底 完了 下面的救生床 这会儿刚扑开 但还没完全充满气 三个人三条命 一个也救不了 拉宝看到二哥哥和雨飞哥哥 因为拉他要飞出去了 连忙张开小胳膊 无形力量瞬间凝聚成一道 无形大王 挡在傅君顺和齐雨飞跟前 满眼绝望的齐雨飞 直接闭上眼睛 心中格外自责 他为什么不在君顺 跟助理打电话时 看好拉宝 拉宝哪怕再厉害 那也只是一个三岁半的孩子 碰的两声响 绝望自责的齐雨飞 在天台外 划过诡异的弧度 然后诡异地摔在天台那平地上 拉宝收了力量 快速看向两人 二哥哥 雨飞哥哥 你们怎么样 有没有摔到哪里 齐雨飞满脸猛逼 傅君顺到底见过好几个鬼东西 这会儿李治回龙 知道是拉宝救了他们 拉宝 我没事 猛逼的齐雨飞下意识附和 拉宝 我也没事 拉宝松口气 用小胖手巴拉巴拉 被风吹得乱七八糟 有些遮挡他视线的碎法 那就好 四五名警察同志 迅速冲过来 你们怎么样 傅君顺抱起拉宝 背靠着护栏 才站稳身体 哪怕努力冷静 眼底还带着几分后怕 警察同志 我们没事 查看昏迷不醒 江黎情况的女警官出生 队长 这位女士并无外伤 但是吐血不少 必须马上送医院 为首的警察同志点头 女警官和其余两名同事 迅速将江黎抱起来下楼 傅君顺提醒他们 那位女士叫江黎 是当红影后 楼下她的经纪人 带着不少记者在等着 如果不想耽误救治 建议你们从紧急通道离开 女警官一愣 好 我们知道了 谢谢 几人带着江黎离开后 为首警察同志 问傅君顺和其余非 两人具体情况 因为险些涉及四条人命 对方问得非常仔细 傅君顺则是有问必答 绝对真诚 半小时后 为首警察同志站起来 和傅君顺其余非握手 谢谢傅先生其先生的配合 傅君顺和其余非同时开口 配合警察叔叔办案 是我们每个公民的 基本义务 应该的 为首警察同志点点头 又叮嘱了几句 和同事们走了 其余非直接摊在地上 擦 我要知道 带江离上来一趟 闹出这么大动静 就是打死 我也不带 傅君顺讥讽出声 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你这次不带他过来 还会有下一次机会 除非你刀枪不入 半点不顾念同学勤奋 说到同学勤奋其余非 就郁闷 江离就是吃准了 我会看在同学勤奋上 帮他这个忙 可他来这么一处 没说完其余非 忽然歪头问拉宝 拉宝 跳楼这一出将 离世主动还是被动的 拉宝乃声乃气开口 他主动上来的 不过没打算真跳 说到这里 拉宝对大美人江离的感官 变得极差 二哥哥 他这是不是就是那个什么 以死相逼 傅君顺抱着他 轻轻摁了声 算 不过拉宝放心 你二哥哥 我从不吃回头草 何况 还是这么一颗心肌草 其余非震惊脸 心肌草 君顺 你以前不是觉得 江离特别单纯 特别耿直吗 傅君顺呵呵一声 抱着拉宝往回走 以前眼下心忙 我家拉宝回来后 帮忙治好了 其余非 拉宝急吼吼出声 二哥哥与非哥哥 快下楼快下楼 拉宝看到楼下人群中 有个人身上阴气很重 其余非和傅君顺对视一眼 拔腿狂奔 乘坐总裁专梯 很快到达一楼大厅 傅君顺看着被公司保安们 拦在大门外的记者们 压低声音跟拉宝说话 拉宝 外面人多眼杂 你告诉二哥哥是哪一个 二哥哥让公司保安过去 叫人带过来 拉宝盯着人群中 一个胖胖的中年男人 二哥哥 那个胖胖的戴着假发的伯伯 穿着灰色短袖 浅色休闲裤 其余非就在旁边 听到拉宝的话迅速找出人 君顺 是江离的经纪人罗莉 华丰娱乐的金牌经纪人 捧出过不少大红明星 但黑料不少 怕傅君顺不了解娱乐圈 其余非又快速补充 你家老四君汤 最初签约的那个华丰娱乐 背后就是帝都乔家 傅君顺恩了声 所以 这条线还是串起来了 这么几年 江离都没来找他 宋家董家接连出事 张恋还要被判刑 作为张恋未婚妻的乔婉 坐不住了 将江离推了出来 他没多说什么 只是点了点头 抱着拉宝 往地下停车场走 然后给周静打电话 找两个保镖 去将大门口 将离经纪人罗莉带上车 我在蓝亭会所 888号包间等他 是 傅君顺抱着拉宝和其宇 飞到蓝亭会所 888号包间不到十分钟 周静就带着 大幅翩翩的罗莉到了 傅总 人带来了 罗莉看到傅君顺的时候 脸上露出讨好的笑容 傅儿少爷 好久不见 拉宝眨巴着大眼睛 非常热情地招呼他 伯伯 进来坐呀 罗莉愣了下 下意识看向傅君顺 傅君顺笑着开口 罗先生 我们家现在是拉宝做主 你听他的就行 罗莉心中诧异 脸上笑容堆得更多了 好 我听拉宝小姐的 傅家的家务事 网上传得沸沸扬扬 罗莉自然知道 拉宝叫什么 在傅家什么地位 加上傅君顺都主动开口 他自然卖傅君顺一个人情 罗莉刚进门 拉宝忽然从傅君顺怀里溜下去 一把将门口的周静拉进来 然后啪击一声关上房门 同时动用力量布下结界 前一秒 还软软诺诺奶蒙奶 蒙的小奶包瞬间冷下脸 小眼神看起来奶凶奶凶的 滚出来 傅君顺和齐雨飞 下意识往拉宝身边靠 周静一脸猛逼 完全不知道 拉宝小姐 为什么像被夺射了似的 背对着房门 距离桌子 不到三米远的罗莉脸上 笑容一点点淡去 眼神变得非常银寒冷力 声音也变得阴瑟瑟的 小崽子有两把刷子 能发现我的存在 猛逼的周静格外纳闷 拉宝小姐又不瞎 罗莉这么大个人 怎么就看不到了 第148章 一身绒两魂 一身绒两魂 现在的罗莉和被冤死鬼 占据身体的宋亚镜差不多 不同的地方 是冤死鬼敲晕了宋亚镜神魂 宋亚镜神魂一直在沉睡 所以冤死鬼占据身体主动权 而罗莉和他体内的鬼东西不一样 罗莉神魂清醒 鬼东西更清醒 他们共用一个身体 甚至神魂有些相似 拉宝将二哥哥三人挡在身后 小脸看起来非常严肃 你们是亲兄弟 罗莉和鬼东西同时大笑 小崽子 厉害啊 拉宝傲娇抬头 既然知道拉宝厉害 那就自己团巴团巴滚过来 别让拉宝动手 罗莉和鬼东西乐不可知 眼底却满是轻蔑 小崽子还没上幼儿园吧 所以听不懂人话 傅君顺脸色一沉 冷吃一声 人哪里听得懂鬼话 鬼东西阴冷的双眸 凶狠地锁定傅君顺 拉宝瞧着 自然拉住傅君顺一只胳膊 然后冲鬼东西哼哼 拉宝二哥哥说了实话 你一个不可回收拉姐 还生气了 生气了 那你有本事打二哥哥啊 鬼东西 是可忍熟不可忍 真以为他是吃素的 这些年来他吃过的生魂 没有十个也有八个 还有无数的阴魂 和那些阴魂的器语 小崽子 老子让你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鬼东西奸笑一声 直冲傅君顺扑过去 他想得很好 先把打得弄得半死不活 毕竟傅君顺身上气韵不错 留着还有用处 至于小的 周身乌漆麻黑一团 一看就是被阴煞之气 缠绕的短命鬼 今天不给他吃 估计过不了多久 也会成为别的鬼东西盘中餐 那还不如先祭了他的五脏庙 鬼东西触碰到傅君顺肩膀瞬间 一股极度阴寒恐怖的力量 通过他指尖穿透他浑身血管经脉 直刺神魂深处 啊 罗莉发出七粒惨叫 捂着胸口连连倒退 然后一歪头扑的一声 吐出一大口鲜血 他不敢置信抬头 你 他体内鬼东西惊恐催促 跑 罗莉本人不敢迟疑 转身就去拉办公室房门 结果房门纹丝不动 鬼东西急了 寄出力量往房门处击去 顶级天灾被攻击 反是凶猛翻倍 鬼东西惨叫一声 漆黑的身影 从罗莉身体里分离开 就这么出现在傅君顺视线中 鬼东西 哪怕浑身阴气直冒 嘴角鲜血横流 无关痛的扭曲猙獰 傅君顺还是认了出来 你是罗霄 从拉宝说你们是兄弟开始 傅君顺心中已有猜测 只是不敢肯定 直到这会儿 看到鬼东西本来面目 傅君顺笃定说出对方姓名 鬼东西罗霄争獰冷笑 带着血丝的阴冷双瞳 看向傅君顺 没想到有人还记得我 傅君顺声音更冷 当初我家老四 就是被你忽悠过去 与华丰娱乐签了天价合约 我怎么会不记得你 拉宝疑惑问傅君顺 二哥哥 四哥哥和这个不可回收垃圾 有什么过往吗 傅君顺直接解释 有 拉宝 这个鬼东西 当初害死了你四哥哥亲爷爷 之后还利用天价合约 逼迫你四哥哥 做他不懈做的事 你四哥哥最后割腕自杀 若不是被咱爸发现 你四哥哥坟头的草 都三丈高了 鬼东西罗霄又喷出一口鲜血 清白圣人的脸上 那双灰青色的眼睛 看起来格外阴森恐怖 哼 我帮他出人头地 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 他想要赚钱 我成全他 结果他却违逆我的意思 我难道不该给他一点教训 鬼东西罗霄从不觉得自己做错了 他甚至还愤怒起来了 一个七老八十的糟老头子 本就离死不远了 我只是提前送那个老东西 去地府报到 还算是发善心做好事 让他提前比同辈人赶下辈子 怎么能说是害死了他 傅君顺额头青筋狂跳 因为罗霄的话太不要脸 明明是害死了人 结果从他嘴里说出来 反倒变成了做好事 颠倒黑白 刷新了他的认知 傅君顺阴沉开口 按你这么说 那我要感谢意外车祸 送你去地府报到的那位当事人 他算是 做了件天大的善事 只是傅君顺不明白 为什么罗霄车祸死亡后 没有去地府 反倒是和弟弟罗莉 共用一个身体 难道地府不管了吗 鬼东西罗霄尖酸出生 他做善事 哈哈 他成了他们全家人的罪人 我如今还留着他神魂呢 似乎想到什么 罗霄喋喋怪笑 他老婆女儿 被我卖到东南那边 过得猪肉不如 我每天都让人发他妻女 被灵灭欺辱的照片 过来让他看 哈哈 他的表情可真精彩啊 傅君顺脸色难看到极点 当初父亲帮老四 掏天价违约款后 将老四养在自己名下 后来不久 华丰娱乐就传出金牌经纪人 车祸身亡的消息 他得知另一个司机死亡时 还唏嘘了几声 但因为罗霄霍霍了无数 想要大红大紫的年轻男女 罗霄死后 他高兴地叫了一大帮朋友 胡吃海喝庆祝 没想到罗霄死后 不仅没去地府 反倒成了凶悍恶鬼 还去折磨当初车祸 当场死亡的另一方 及其家人 畜生不如的东西 你 拉宝拉住他衣袖 二哥哥 拉宝来 这种脏的眉眼看得不可回收垃圾 使劲糟就行了 当初还霍霍他还没见过的四哥哥 更该死 鬼东西罗霄 听到拉宝的话 浑身阴气翻涌得更加厉害 你 你别过来 拉宝直接伸手 用力量一手护住他神魂神石 另一只手狠狠一拉 将罗霄神魂躯体 撕成了两半 罗霄神魂剧痛 翻涌的阴气 瞬间淡了很多 傅君顺看到罗莉想去开门 抬脚踹在他膝弯上 在罗莉摔在地上同时一脚踩在他胸口 脚尖抵住他脆弱的喉结 说 你们和将离什么关系 是谁指使你们通过将离来害我 是张恋还是乔家 又或者是我那个好大伯父亲要 拉宝听到二哥哥的问题啪啪鼓掌 二哥哥问得好 问出来了 我们找他们后面的坏蛋去 小家伙虽然小 但也知道 不能一直被动等坏家伙们找上门 他们得主动出击 拉宝想得很好 带着证据上门 在报案之前先抱走对方一顿再说 第149章 乔董宋家三家联手 罗莉痛得一个猎且半跪在地上 看到哥哥神魂被撕裂成两半 吓得脸色煞白 呵 和我们没关系 傅君顺都被他的话气得笑了 和你们没关系 利用鬼东西 害人的不是你们 江离是脑子进水了 上来找我假装去跳楼 罗莉吓得不行 哆嗦着开口 傅总 我虽然是江离经纪人 可他可不是以前寂寂无名的十八线新人 而是当红影后 我就算想利用他做什么 也得他同意啊 拉宝直接一脚踩 在他脚踝上 罗莉痛得又是一声惨叫 啊 拉宝乃兄乃兄开口 你骗人 拉宝看过江离那边了 他对你们往他包里放垃圾 根本不知情 罗莉马上回话 可是 可是他做出要跳楼的姿态什么的 都是他的意思啊 我们 我们不过是顺势而为 毕竟他既然都来了 我们为何不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傅君顺沉默 直到有鬼东西 但是什么都看不到的 几乎像透明人的齐雨飞 终于缓过神来 他走到傅君顺身边 拍了拍他肩膀 那个 君顺 都是过去的事了 傅君顺还没说话呢 拉宝 先开口了 就是就是 二哥哥 女人多的是 没有白月光 还有太阳光 都是光 太阳光比白月光 还亮堂温暖呢 齐雨飞 拉宝是懂安慰的 傅君顺摸了摸他头笑了笑开口 拉宝 二哥哥并不是在意江离怎么样 拉宝疑惑望着他 那二哥哥刚才不说话 是因为什么 傅君顺唏嘘一声 叹了口气 拉宝 二哥哥刚才只是诧异 人心一变 但和男女感情无关 从他当初和江离分手开始 他们就断了 这么多年来 不再有任何联系 江离签约华风娱乐 成为炙手可热的大明星 这和当初他认识的那些江离 完全背道而驰 脸还是那张脸 人却不是当时的那个人 他当时确实因为分手难受 放纵自己 可不代表他没脑子 拉宝想了想软软安慰他 没事没事 二哥哥 拉宝的心不会变 傅君顺瞬间被拉宝安慰到 他将小家伙抱起来 轻轻他白嫩的小脸蛋 二哥哥对拉宝的心也不会变 拉宝笑咪咪点头 拉宝心二哥哥 说完 拉宝扭头看向 被他撕成了两半的罗霄神魂 拉宝再给你一次说实话的机会 否则拉宝直接搜魂 罗霄神魂痛得无以复加 撕裂成两半的身体 通过无数阴气缓慢挪动 想要把自己拼凑好 拉宝却一手抓住他半边神魂 不等罗霄神魂表态动手搜魂 既然不配合 那就不浪费时间 搜魂的时候 拉宝非常小心 因为他力量霸道恐怖 很多弱小的神魂 根本扛不住他十分之一的力量 有很多前车之剑 所以拉宝几乎大气都不敢出 明明是罗霄生死的掌控者 这会儿看起来小心的 好像他才是被对方拿捏的那一方 傅君顺虽然不知道拉宝在做什么 但也知道这会儿不能打扰他 偏偏罗莉忽然大声喊起来 拉宝小姐 我哥神魂背下了禁止 你 高抬贵手还没说完 刚触碰到拉宝神魂力量的 罗霄神魂争鸣惨叫 然后砰的一声 神魂炸成了无数黑雾 拉宝恼火的 直接用天灾力量 将魂飞魄散的罗霄神魂 搅得更碎 变成阴风一刮 他或气鼓鼓的 怎么就不能用厉害一些的垃圾来办事 这么脆弱 还想害拉宝家人 瞧不起谁呢 罗莉崩溃 绝望大喊 哥 气头上的拉宝财 不管他是普通人还是垃圾 抬腿重重一脚踩 在他另一条腿膝盖上 咔嚓一声 半跪在地上的崩溃绝望的罗莉 直接摔在地上 痛得浑身抽搐 五官皱成一团 你们 你们杀了我大哥 我大哥的主人不会放过你们 拉宝听了 难得高兴起来 好啊好啊 你快让你大哥师傅来找拉宝 拉宝就在这里等他来找拉宝算账 罗莉又痛又怒 面容扭曲 傅君顺半蹲下来 手落到罗莉膝盖骨碎裂的地方 罗莉 最后一次机会了 不然 你看我们家拉宝这么厉害 翘无声息弄死一个人 只是动动小手指的事 拉宝眨眨眼 然后蒙点头 对对对 你不说实话 拉宝也撕了你 痛得浑身发抖的罗莉 不停地咽口水 下意识往门口挪动 可也不知道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哪怕她的手碰到了门边 怎么用力扣 房门依然打不开 拉宝开始搓手手 乌黑的大眼睛里 闪着兴奋期待的光 罗莉吓得快六神无主 再也绷不住 磕磕巴巴开口 是 是乔总让我们做的 傅君顺手指稍稍用力 罗莉扭曲的五官变得更加扭曲 乔总 乔总是想帮女儿乔安出气 因为乔安的未婚夫张恋 被副总宁送进橘子里了 这并不是傅君顺想听到的答案 他手上力气开始加重 这些稍微一想就能知道 罗莉 我想知道一些 我暂时还猜不到的 说着傅君顺轻轻一笑 眼底却没丝毫笑意 当然 你也可以不知道 那样子 我做掉你更心安理得 拉宝兴奋地搓着小手手附和 就是就是 毕竟你一问三不知 留着也没用 不如我们当个好人 送你去地府投胎赶下被子 罗莉将住 碎裂的膝盖骨 剧痛加倍 罗莉满脸冷汗直冒 还有宋家 在普宁医院当医生的那个宋续杰 和董家的董家的大公子董家琪 如果没有董家琪帮忙 我哥 我哥死后 根本变不成 鬼东西 和我共用一个身体 拉宝奶呼呼问他 那能带拉宝去找你大哥的主人吗 罗莉还没拒绝 傅君顺松开捏他碎骨的手指握成拳 重重一拳头砸下去 啊 能 能能能 拉宝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 当时和你大哥车祸一起死亡的 另一名司机的家人 拉宝给你三天时间 把他家人安全送回来 第150章 他超强 罗莉痛得都快昏厥 傅君顺显然也发现了这点 他倾笑着提醒他 罗莉 你要是晕过去了 我保证你断得不止这一条腿 意识模糊 求生欲极强的罗莉 狠狠掐了一把自己大腿肉 将自己从昏厥边缘拉回来 我 我答应 我什么都答应 求求你们 饶了我这条小命 求求你们 傅君顺收回手站起来 那就马上联系那边 先将人安全送回来 说完傅君顺补充 记住 如果他们母女没了 你会跟他们一起去黄泉路 拉宝转了转大眼睛吓唬他 他们被折磨得厉害 如果在外面没了 魂归我华国地府时 一定怨气极重 力量一定会在你大哥之上 傅君顺补充 和这样的母女一起上路 你觉得 你还有下辈子吗 罗莉惨白着脸 嘴唇都在哆嗦 我知道怎么做 我这就打电话联系那边 罗莉生怕 被拉宝神不知鬼不觉地做掉 摸出手机 两手哆嗦着打电话 齐宇飞忙提醒他 冷静些 如果被电话那头的人 查出不对劲 你依然活不了 罗莉 电话接通的时候 罗莉冷汗顺着脸颊落下来 在下巴上凝结成 一滴一滴汗水 滴答在地上 电话那头的人 听起来非常不耐烦 罗莉 又怎么了 罗莉深吸口气 努力让自己声音提起来自然 英哥 是这样的 我这边弄到两个绝版好货 我准备给您送过去 但是您也知道 因为张恋的事情 乔总那边都被怀疑了 我怕我和我哥 送到你那边的那对母女 也被查出来 要不这样 您将那对母女送回来 让我们以防万一 电话那头 传来男人不满的声音 你哥 已经是粒子投鬼东西 还怕你们当地的警察查 罗莉卑微感慨 嗨 英哥 你这些年不在国内 不知道国内情况 尤其是警察同志们 我哥确实很厉害 可也不敢去警局做手脚 不等英哥说话 罗莉又快速出声 英哥 这样吧 我先给您看货怎么样 英哥沉默了会儿点头 行 发过来我看看 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么绝版 我把那两个侏罗 给你丢回去 也不是不行 罗莉听到侏罗两个字吓一跳 英哥 记得要活的 死了 我真怕惹祸上身 知道了 发照片 拉宝机灵地 站到罗莉跟前 冲他比出一个剪刀手 傅君顺刚要凑过去 一脸麻木的周静野身体 比大脑反应更快 靠到拉宝身边 咔嚓一声 罗莉拍下拉宝和周静的合照 再迅速传过去 傅君顺眼含杀气射过去 罗莉做了个无奈的表情 继续和电话 那边的英哥说话 英哥 你看怎么样 这小姑娘长得确实不错 可年纪太小了 罗莉小心翼翼看了拉宝一眼 然后声音压低了几分 英哥 这孩子虽然小 但来头大 什么来头 罗莉就等着这话呢 华国帝都傅家傅宁号亲孙女 傅氏集团继承人 唯一的女儿傅拉宝 她亲奶奶是海城傅家大小姐傅海月 电话那头沉没了足足一分钟 之后拉宝都从对方声音中 听出阴沉很厉害 好 我马上安排那母女俩回国 而这个傅拉宝 罗莉快速开口 现在人就在我这边 我马上安排人 开车送到华国南省边境去 和从前一样 到了应该您 安排人接应就好 好 在南省边境老地方 按照老规矩交换货物 英哥迅速挂了电话 至于拉宝旁边的周静 她是半个字没提 罗莉看着被挂断的通话 重重输出一口气 眼底是压抑的得意和畅快 不是要见她大哥的主子吗 那就先见 见她主子下面的第一封狗黎鹰 砰的一拳落到她脸颊上 罗莉吃痛 脸都歪了 副总 刚才的情况 傅君顺一把将罗莉 从地上提起来 罗莉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罗莉满脸惊慌无助 副总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心里她痛快极了 这对兄妹不是想当好人吗 她成全他们 拉宝一把抱住怒不可止的傅君顺 二哥哥不生气不生气 拉宝都不生气呢 他还故意站过去 让罗莉拍 小家伙想得很清楚 这件事情他去最好 因为他超强 对着拉宝清透明亮的大眼睛 傅君顺努力往下 压住心中怒火 拉宝 你知道南省边境有多危险吗 拉宝点头 知道啊 拉宝就是从那边过来的呀 傅君顺愣住 什么 拉宝虽然对意识清醒前的记忆模糊 可他意识恢复后 就从南省边境一个小乡村出发来 帝都找爸爸了 二哥哥 拉宝说拉宝之前是住在南省边境的 所以拉宝对那边很熟悉 算是回家 傅君顺看着拉宝真诚的大眼睛 心脏好像被无形的大手 狠狠拽了一下 他本该是天之娇女 无忧无虑小公主的亲妹妹 居然因为黄宁昊和宋亚静的私心 到了南省边境 黄宁昊 宋亚静 他们该死无葬身之地 缓过神来的 周静麻着一张脸开口 傅总 我跟拉宝小姐一起去 刚才 我们一起拍了照片 傅君顺直接拒绝 不行 我去 周静只是他的助理 还是局外人 没必要掺和到这件事里 可是傅总 临时换人 对方一定会起疑 周静虽然对今天办公室里发生的一切无法理解 感觉匪夷所思 好像天方夜谭 可这会儿智商忽然上线 傅总 英哥应该痛恨海城富家 否则罗莉刚才不会故意提到海城富家 拉宝小姐年幼 被送过去后 他们会因为他年纪小不设防 可您不同 您已经成年 还手握红飞集团 按照他们的手段 十有八九会先废了您 再和您父亲大哥他们谈条件 而我不同 我只是一个小助理 但又因为我是您的助理 只要我表现得贪婪一些 他们的最优选择 绝对不是对我动粗 而是策反我 第151章 三千小事件 傅君顺知道周静说的全在里 可他接受不了 齐宇飞准备说话时 拉宝抢先开口 二哥哥 拉宝会保护好周叔叔的 周静附和他的话 傅总 我相信拉宝小姐 傅君顺有火没处撒 一低头看到地上的萝莉 直接在萝莉身上施展十八般武艺 狗东西 给我等着 拉宝用力量将萝莉神魂困在他体内 护住他全身致命处 然后看向傅君顺 二哥哥打 随便打 拉宝保证打不死 罗莉惊悚又不敢置信 好一会儿才找到自己声音 不 傅君顺想起罗霄罗莉兄弟 干得缺德事 毫不犹豫动手 既然打不死 那就往死里打 碰 哦 碰 饶命 等傅君顺打累了挺手时 罗莉已经晕过去三次 他最后狠狠踹了罗莉一脚 再甩甩胳膊 看罗莉第四次没了动静 不由挑了挑眉 拉宝 人死了没 拉宝傲挺胸 二哥哥 瞧不起谁呢 傅君顺乐了 边上一直当观众的 齐宇飞和周静 一个没忍住 同时笑出来 气氛瞬间变得非常和谐欢快 和之前的冷宁沉闷 截然不同 齐宇飞咳嗽一声 引起拉宝注意 拉宝 能让我也看到鬼东西吗 周静麻流补充 拉宝 还有我 拉宝好奇地问他们 宇飞哥哥周静叔叔 你们确定 要看到鬼东西吗 这次的鬼东西 没有那么难看 但有的鬼东西 很吓人的 齐宇飞和周静迟疑了下 两人交换一个眼神后 同时坚定点头 齐宇飞开口 拉宝 既然世上有鬼东西的存在 我们不知道就算了 既然我们知道了 身边又有拉宝 你这么厉害的妹妹在 我们迫切地 想能看到鬼东西 也很正常吧 拉宝呆了呆 头顶的小呆毛都竖起来 好像和他一样呆住了似的 拉宝再次询问 你们真的不会怕吗 有时候看到鬼东西 会很恐怖的 真的 尤其是怨气极重 生前惨死的那种存在 齐宇飞和周静 同时再次点头 拉宝 我们真的不怕 没等拉宝说话 两人又同时一左一右 抱住拉宝两只小胳膊 将他挤在中间 满眼期待 拉宝 求求你了 拉宝 傅君顺瞪两人 干嘛呢干嘛呢 当着我的面 胁迫我妹妹 拉宝连忙摇头 没没没 二哥哥 宇飞哥哥和周静叔叔 是和拉宝闹着玩呢 他们只是太想看到鬼东西了 齐宇飞和周静齐点头 对对对 傅君顺无语 看齐宇飞和周静一再坚持 拉宝直接咬破手指 两滴鲜血 被天灾力量点缀到他们眉心 齐宇飞和周静只觉得眉心处一凉 两人下意识摸了摸 然后什么都没摸到 可他们在看跟前时 发现刚才在他们眼中 窗明激进的办公室里 居然阴气沉沉的 好像被笼罩在一层浓雾里 拉宝 这黑色的是 拉宝奶生奶气解释 是拉鸡们必备的阴气 周静疑惑 拉鸡 拉宝点头解释 鬼东西就是垃圾 对拉宝来说 分为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种类型 齐宇飞稀奇又好奇 可回收怎么处理 不可回收怎么处理 拉宝黑黑笑起来 不可回收 就像刚才的罗霄那样 拉宝收了他所有力量 让他魂飞魄散 永世不能超生 可回收就收起来留着 攒一波差不多了 就卖给地府工作人员 地府工作工作人员 给拉宝钱钱 拉宝给他们鬼东西 齐宇飞和周静 直接压麻住 就是傅君顺 也听得一愣一愣的 他忽然想到了 老六收的拉宝 还有个五颜六色的麻布袋 最初来帝都的时候 是个破破烂烂的麻布袋 拉宝 那你那个麻布袋里装的垃圾 拉宝笑得露出两颗尖尖的小虎牙 非常傲娇满意 都是拉宝一路过来收的垃圾啊 傅君顺想到了大哥之前 跟提过一嘴拉宝 给旧老爷他们的回礼 好像就是从麻布袋里翻出来的 拉宝 那你给旧老爷他们回礼 也是鬼东西 拉宝摇头 那些不是的 那些是拉宝从不可回收垃圾手里 拿来的战利品 虽然不好看 但是很好用 傅君顺 齐雨菲和周静同时追问 不是鬼东西 怎么个好用法 拉宝抬着小下巴 特别傲娇解释 那些战利品本来因煞气很重 能够震慑一般的鬼东西 傅君顺追问 那如果遇到的是非常厉害的鬼东西呢 拉宝笑得非常灿烂 要是遇到很厉害的鬼东西 就更好了 那样子 那些厉害的鬼东西 一定想夺取上面的阴煞气 但阴煞气里面 有拉宝的力量 他们赶下死守 拉宝能半秒 到达战场干到他们 说到最后一句时 拉宝的眼睛 亮得好像2000万的大灯泡 傅君顺 齐雨菲和周静 傅君顺多少知道一些顶级天灾 是什么样的存在 但齐雨菲和周静不知道 所以 两人看着拉宝亮得可怕的兴奋 大眼睛是唏嘘 拉宝 你不怕的吗 可能从没被人问过这个问题 拉宝都愣住了 齐雨菲肯定了 所以拉宝 你开始的时候 也是很怕的是吧 缓过神来的拉宝麻溜摇头 下意识来一句 怎么可能 拉宝 可是3000天道都跪着 求手下留情的存在呢 齐雨菲和周静妈了 行吧 这世界既然有鬼东西的存在 拉宝说有天道 那就有天道吧 可3000天道 拉宝 就算有天道 不该是一个吗 一山不容二虎 何况掌控整个世界的存在 一国之君宋太祖都说过 卧榻之侧 岂容他人酣睡呢 拉宝透彻的大眼睛 格外真诚又无辜地解释 因为有3000小世界呀 解释完后 拉宝都愣了愣 为什么他这么自然地说出来 有3000小世界这样的话 红爷爷好像没有教过他这个吧 所以是他悟性高 拉宝潜意识里觉得 自己说的都是对的 所以哪怕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知道 但这些都不重要 反正在这方面 他肯定比雨菲哥哥 和周静叔叔知道的多 齐雨菲和周静 再次压麻住了 就是知道 拉宝是顶级人形天灾的 傅君顺动梦了 3000小世界 第152章 反差萌 拉宝挠挠小脑袋 将本就蓬松柔软的头发 挠得乱糟糟的 好像榨开的棉花糖 虽然乱 但是喜感又可爱 3000小世界就是 拉宝还没说完 地上第四次晕过去的 萝莉缓缓醒来 被打得痛的 都没力气大叫了 啊 他声音很小 可拉宝听力特别好 于是 小家伙蹲下来 凑到萝莉跟前 二哥哥 他醒了 傅君顺三人 从拉宝带起的话题中 缓过神来 现在不是聊天的时候 萝莉既然醒了 他们也要马上安排行程 去南省边境 傅君顺拽着萝莉衣领 将人从地上拉起来 丢到旁边沙发上 被打得肿得像猪头的萝莉 吓得一哆嗦 双手下意识抱住自己脑袋 生怕在挨揍 给你下面的人打电话 马上安排好行程 拉宝和周静 虽然是你这次和英哥 交换的所谓的货物 但是在你们交易前 我不允许行程中 有让他们任何不愉快 不舒服的地方 萝莉哪敢反驳半个字 娜娜点头 可 可以的 萝莉显然被打怕了 所以从安排到出发 整个过程不到半小时 拉宝和周静 坐上舒适的商务车时 要不是齐宇飞 死死拉着傅君顺 傅君顺 都想钻进后备箱一起走 齐宇飞抱住他 腰劝他 君顺 相信拉宝 他那么厉害 肯定没问题的 倒是我们 要是跟着一起去 真要遇到不好的情况 拉宝 还要分心保护我们 傅君顺狠狠磨牙 眼神又冷又凶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我都知道 那可是我们唯一的妹妹 从小就被黄宁号 那个人扎魂球丢了 还是在南省边境那边长大 说是还被收养的家庭抛弃过 说到这里 傅君顺声音哽咽 眼眶发红 我只想做个称职的哥哥 我都已经成年了 只想照顾 才三岁半的唯一的妹妹而已 说到最后 傅君顺声音里透着哭腔 齐宇飞听着 也非常不适滋味 君顺 拉宝前几年确实遭了罪 可我们要往前看 至少他现在回来了 以后我们加倍宠他 只要我们有的都给他 哪怕我们没有的 那我们也想尽办法去找 傅君顺敏唇 仰头看向在高楼灵力中 透出的小块灰白色天空 嗯 你说的对 我所有的是我的 更是拉宝的 父母给了他第一次生命 可没有拉宝 他已经被装进骨灰盒里 埋在母亲身边 所以 他现在的命是拉宝的 他所有拥有的一切 自然也是拉宝的 坐在商务车上的拉宝猛不丁 打了两个大大的喷嚏 阿帖 阿帖 周静盲问他 拉宝 是不是车内空调太凉了 拉宝摇头 周叔说 不是的 应该是二哥哥太想拉宝了 周静一愣 跟着笑起来 红飞集团还没上市时 我就在副总身边了 这么多年 第一次看到副总这么在意一个人 拉宝笑眯眯地窝在舒适的儿童座位上 二哥哥人很好的 在意每一个真诚喜欢他的人 也很在意周叔叔 周静想到 副总阻止他和拉宝 一起去南省边境的那一幕 心中动容 嗯 我知道 副总虽然之前百花从中过 可都是你情我愿 而且分手时 也给足了对方想要的 拉宝打个哈欠 揉了揉眼睛 三岁半的孩子较多 又是坐车 拉宝很快昏昏欲睡 周静看他困得厉害 轻轻摸了摸他脑袋 拉宝睡吧 等到了机场叔叔叫你 拉宝含含糊呼呼应了声 很快进入梦乡 周静看着看着 忽然想到 拉宝之前跟他说的话 周叔说 你家两天内会有灾祸降临 你打电话 跟你家里人说一声吧 最好搬来和你一起住 周静和七宇飞 已经将拉宝定位为 悬门小大师 这会儿 猛不丁想到小大师的话 浑身一个机灵 他之前根本没把 拉宝的话听进去 周静掏出手机 连忙给父亲打电话 爸 你和妈在家吗 这都快中午了 我们自然在家 怎么了 你回来了 周静盲否认 不是 爸 你们快来帝都吧 我 我 他一时找不到合适的 让父母离开熟悉的地方 来帝都的借口 关键是他今天就要离开帝都 爸 妈 我摔了一跤 骨折了 电话那头 周爸声音明显急促起来 骨折了 什么时候的事 现在在哪个医院 我现在就和你妈买票去帝都 你记得把具体地址发我微信上 没等周静说话 电话就挂断了 周静 周静思来想去 最后觉得 只能麻烦副总了 毕竟他也不知道 爸妈身边到底会出什么灾祸 而他又不能带着爸妈一起去南省 副总身边是最安全的 周静看看拉宝 拨通傅军顺的手机号 周静 怎么了 周静语速飞快地将事情说了遍 傅军顺如同拉宝说的那样 本就是个非常好的人 好 我会安排人去接机 等将他们安顿好了后跟他们解释 周静感叹自己命好 遇上这样好的老板 谢谢副总 应该的 拉宝醒来时 飞机已经落地南省 正好抵达要入住的酒店大门口 白天变成了黑夜 灯光璀璨 酒店外马路上车流如枝 抱着他的周静 看到他醒了笑起来 拉宝 是不是外面声音太大将你吵醒了 拉宝摇摇头 轻力地抱抱周静 然后从他怀里溜下去 小手勾着他的大手 站在他身边 周叔说 我们这是到了吗 周静点头 对 到了 叔叔带你先回房间洗漱 然后再到酒店餐厅吃晚饭好不好 拉宝诺诺点头 好 这么乖的小奶包 周静心都被萌化了 想到拉宝的本事 周静又觉得小奶包气场五米八 这反差萌 他都快被萌没了 入住酒店 洗漱后再吃饭 等再回到酒店房间时 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 周静有些担心小家伙闷得慌 拉宝 罗莉担心这边有阴哥的人 所以让我们最好不要到处乱走 免得引起阴哥怀疑 拉宝点头 周叔说 这个拉宝懂得 拉宝也不贪玩 救人最重要 周静愣住 拉宝的三观和认知 真的太戳他心窝子了 一大一小刚说完 罗莉电话打了过来 最新消息 阴哥的人带了别的货物 和你们入住同一家酒店 和你们还是同一层 你们尽量 罗莉话没说完 话锋急转 你们马上装晕 阴哥的人 有人在一楼大厅 看到了拉宝的脸 我会让人先阴哥的人 一步到房间将你们绑起来 你们一定要配合 不然 我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周静冷静硬下 好 我知道了 第153章 大块头 哭爹喊娘吧 拉宝 听到了吗 拉宝乖巧点头 大眼睛忽散忽散的 周叔叔 拉宝听到了 听得很清楚 绑人拉宝特别会 周静诧异 啊 拉宝笑得滋着大牙 周叔叔 看拉宝的 保证比罗莉的人速度更快 而且更不让阴哥的人怀疑 周静自然不怀疑 只是当看到拉宝 不知道从哪里掏出的粗麻绳石 他满脑子问号 拉宝 你这麻绳石 拉宝拍拍胸口 这是红爷爷 留给拉宝的秘密武器之一 只要拉宝想的 什么都能装拉宝身体里 周静三观 遭受第二次猛烈撞击 碎成了渣渣 等他反应过来时 已经被拉宝困成了粽子 打横放在靠窗位置的地板上 周静 就挺离谱的 拉宝 那你呢 拉宝如法炮制 将麻绳往自己身上捆 很快将自己 也包成了胖乎乎的小粽子 再趴击一声 躺在大粽子身边 周静 与此同时 房门被人暴力推开 身上的西装几乎快被胸前的肌肉称暴 拉宝压低小乃英 周叔叔快看 传说中的西装暴图演 被拉宝贴着墙壁 挡在后面的周静 小祖宗爱 那些个大汉 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眼神非常凶悍 脖子上的纹身 看着更吓人 绝对都是狠角色 而且 长相好像也不是华国人 这些根本不是罗莉的人 所以 罗莉骗了他们 周静心意沉 副总知道 罗莉这时候 坑了他们吗 四五个标型大汉 视线并没有第一时间 落到他们身上 毕竟摊在墙角的麻绳大粽子 几乎快和棕色的地板 混为一色 后面两人匆匆赶来 是周静认识的 送他们过来的司机 和另一位大哥强子 大哥手上还拎着一个黑色袋子 等看到房间里的 四五个标型大汉时 瞳孔一缩 脸色发白 你们是 最前面的标型大汉 忽然转身 狠辣的眼神 落到强子身上 他的话国文说得很好 几乎听不出怪异的腔调 我是老彪 英哥让我来验货 强子心脏一梗 差点下过去 好在还算机智 因为发现房间里 周静和拉宝不见了 这是 跑了 强子心脏 砰砰狂跳 努力保持镇定 彪哥 不是说到了边境在交换吗 怎么临时 改了地点 老彪小麦色的皮肤上 看不出任何情绪 一双眼睛 也没什么感情 看强子 像是在看死人 英哥说 罗霄神魂病排碎了 怀疑他那边出了问题 而这次 你们带过来的货物很重要 从现在开始 你们的货物 我必须亲自盯着 到了边境老地方 再按照从前规矩交换 强子还不知道 罗霄神魂没了 整个人都在猛逼状态 老彪盯住他手里的袋子 带了什么东西过来 还有 货物呢 强子一个机灵回神 下意识想将袋子藏起来 可明显来不及 至于货物 拉宝发现 这些西装暴徒 眼神一点不好使 不得不哼哼一声 我 质嫩的小奶鹰 从窗户那边传来 所有人同时往那边看过去 在统一瞳孔更大 满眼震惊 尤其是强子 他接到罗里电话 急匆匆赶来 还没来得及捆人呢 怎么货拉宝变成了小粽子 而小粽子后面 还有个麻绳捆起来的大粽子 估计那就是周静 老彪带了一人 很快走到拉宝跟前 把他们脸上麻绳往下拽拽 我要看脸 吩咐完老彪 又看向将在原地的强子 他脸上终于有了点诧异的表情 你们这捆人的手法 都快赶上三千年前 金字塔里捆绑的木乃伊了 被夸奖的强子 笑容僵硬 啊 是吗 呵呵 两人说话时 拉宝和周静脸上 只露出眼睛和嘴巴的麻绳 被往下拽了又拽 硬是没拽动 周静学着拉宝那样狠狠 哦哦 他不怕拽 脸上痛点就痛点 但拉宝才三岁半 皮肤白白嫩嫩的 脸上肉肉还多 被这么拉拽多痛啊 他心疼得不行 又加大了哼哼声 呜呜 拉宝马上懂了周静的意思 索性扯着嗓子嗷嗷 呜呜 哇哇哇 反正有麻绳挡着 他是真枯 还是干嚎 西装暴徒也不知道 但是眼睛必须红红的 拉宝憋了憋气 不仅小脸 胀红眼眶很快也红了 同时 他压住即将反噬 粗暴拉扯 他脸上绳子的西装暴徒 免得还没到目的地 这几个暴徒 就被他的力量反射完蛋了 老彪抬手 拿剪刀剪开 他们五六个人 不怕这两个弱鸡跑了 麻绳很快被剪开 周静和拉宝得了自由 拉宝小脸通红 眼眶湿润 看得周静连忙将人抱进怀里红 拉宝 是不是很疼 对不起 是叔叔没用 拉宝轻力地抱着他 小乃音只有两人能听到 周叔说 拉宝装的呢 这是眼界 心疼坏了的周静 虽然诧异 但周静半点没有被骗后的不快 而是更加心疼了 拉宝对不起 叔叔真的没用 拉宝很会安慰人 没关系没关系 周叔说 你没用拉宝有用就行了 本来就是拉宝要来的 叔叔就当出来完了 周静 拉宝啊 谁家出门旅游会被绑票啊 还有还有 拉宝是真的在安慰他吗 感觉碎裂的心碎的更彻底了 拉宝可不知道周静在想什么 他胳膊上一痛 下意识猛力压住即将反噬的力量 然后抬头看 老彪拽着他胳膊 将他拎起来 傅拉宝 拉宝两眼发红眼神 窃窃望着他 完全的三岁半奶包威胁话术 你 你放开拉宝 不然 不然拉宝爸爸哥哥救老爷们 会揍你的 周静要起来抢人时 拉宝 被在身后的另一只小手 冲他竖起一根胖嘟嘟的手指 摇了摇 就这 小意思 周静挣扎迟疑 最后决定听拉宝的 毕竟他占五渣 真要是发生冲突 他只有被捶的份 老彪捏了捏拉宝发红的小肉脸 力度很大 拉宝 痛得眼睛瞬间飙泪 小子 你小副老板记住你了 好 这宰子现在跟我们一起住 另外一个你们看着 说完这句 老彪 也不管强子什么表情 将拉宝往旁边下属怀里一丢 自己转身就走 趴在另一个西装暴徒怀里的拉宝 将压制的反噬力量 放出大半 大块头 哭爹喊娘吧 下一刻 走廊上传来痛苦惨叫声 啊 第154章 这是觉得 断了一只手腕不够吗 抱着他的暴徒 和其余几人迅速冲出去 看到半跪在走廊上 痛苦惨叫的老彪 同时骂了 彪哥 三位西装暴徒 第一时间冲过去 三人都非常小心 查看老彪情况 强子和司机迟疑了下 还是迅速跟上去 彪哥 您怎么样 谁袭击了您 老彪额头冷汗狂冒 本就比较大的眼睛 这会儿瞪大到极致 没 没人 所有人愣住 老彪艰难出声 送我 去医院 是 三位西装暴徒 小心翼翼扶住他胳膊 发现他搭拉在地上的那条腿 居然从大腿骨断裂时 都不可思议 彪哥 您的腿 老彪痛得汗流加倍 小心线 马上去医院 三人发现 彪哥腿断了 动作更加小心 大 结果 就是那么离谱 明明扶着彪哥 两个胳膊的兄弟 根本没敢太用力 伴随着清脆的两声咔嚓 老彪再次发出痛苦惨叫 啊 因为剧痛 老彪紧剩的一条腿 狠狠踹向架起他胳膊的两人 死 滚 老彪看他们的眼神 好像在看死人 两人挨了一脚 却什么都不敢说 低垂着头 猴头不断上下滚动着 老彪下意识 想从背后酷腰掏武器 结果这才意识到 两只胳膊从肩胛骨那里断裂了 他稍微一动 钻心刺骨的疼痛传遍全身 他瘫在地上 浑身哆嗦 太痛了 拉宝敲咪咪探头 丑丑痛得哭爹喊娘的老彪 再丑丑 还留在房门口满脸担忧的周靖 俏皮地冲他眨了眨大眼睛 周靖 周靖直接妈了 果然要相信拉宝 周靖默默退回房内 觉得他现在最需要做的 就是透明化 让所有人视他为空气 这样才步不会拖拉宝后腿 这时候 真的没人顾得上他 老彪作为鹰哥 左膀右臂 深得鹰哥信任 哪怕现在四肢废了三肢 依然身残至肩 让抱着拉宝的下属 给鹰哥打电话说明情况 电话那头鹰哥听完后 脸色沉下来 所以是碰到鬼怪了 阴沉森寒的语气 听得等着救护车赶来的老彪 痛得五官扭曲 大概 是的 只是他们没想到 这边会有鬼东西 所以也没做任何安排 等着 我会让老何去接应你 谢谢鹰哥 富拉宝呢 活着吗 活着 除了精神有些违米 其余一切 都好 好 我要富拉宝完完整整 黯然无恙 被送到我跟前 然后他要给海诚 富家老爷子富家里 和他三个儿子 亲眼看到 他是怎么通过 给他们直播的方式 将那小胖仔剥皮抽筋 做成标本 是 剧痛加倍 老彪眼前一黑 什么都不知道了 拉宝将对话听得清清楚楚 要不是环境不允许 他都想激动地搓手手 抱着拉宝的暴徒 看彪哥痛晕过去 迟疑了下 跟其余三人说话 这次 他们用的是外国语言 拉宝两眼一黑 什么都不懂了 不过没关系 小家伙安安心心地窝仔 似乎在吩咐什么的暴徒怀里 这些都是小喽啰 他要钓的大鱼在后面呢 最后四个西装暴徒 一分为二 拉宝被送到不小心 拽断了彪哥胳膊的 一个暴徒怀里 其余三个暴徒 则是跟着上来救人的 医护人员去医院 被抱着离开前 拉宝没忘记 悄迷迷歪头 冲小心翼翼 查看情况的周静 比划了个OK的手势 周静深吸口气 要冷静 要相信拉宝 与其担心拉宝 不如担心自己 周静自我催眠 然后轻轻点头 拉宝被带到了同一层 最右边一个房间 270度的超大落地窗套房 宽敞奢华 吊灯和玻璃柜 等待将整个房间 照得亮堂堂的 眼睛像扫描仪式的四处扫描 直到被抱着他的暴徒 粗鲁地丢在柔软的沙发上 才收回双眼扫描仪 被粗暴对待 拉宝自然不惯着 丢下他的西装暴徒 胳膊咔嚓一下 腕骨裂了 哦 暴徒痛得大叫 冷汗瞬间从额头鼻尖冒出来 男人视线确认 被他们绑来 丢在里面房间地上的男人还在 忍不住怒骂 Fuck 拉宝认真点头 知道了 里面那个被绑来的男人叫Fuck 一听就是个外国名字 那肯定是个外国人 拉宝对外国人无感 原本打算帮忙的他 决定暂时先不管了 而且 对方身上浓郁的香水味和汗酸味 让他恶心 拉宝想了想 动用力量弄了个小结界 让他恶心的气味很快没了 拉宝满意点头 觉得自己棒呆了 红爷爷没骗他 果然多做好事 少露出天灾杀戮残暴本性的一面 他会越来越强 所以那个外国人 等到了边境被交换的时候 他再帮忙吧 右手手腕断裂的暴徒眼神 阴狠地瞪了拉宝一眼 那眼神似乎想将他抱打一顿 拉宝瞳孔一点点放大 这是觉得 断了一只手腕不够吗 那欢迎再出手 暴徒忍着剧痛 准备去拎拉宝衣领时 房门被敲响 扣扣扣 暴徒阴沉地瞪了拉宝一眼 吉利呱啦说了一大堆 虽然听不懂 但从眼神不难看出 是攻击性的话语 拉宝也不惯着他 言语不通不重要 他天灾属性 不放过任何对他无理的坏人 哦 暴徒拉开门瞬间 右手五根手指 诡异地被门缝夹住 当场断了三根 门外匆匆赶来的何大师 快速推开门冲进来 二话不说 先寄出一道屈鬼符 拉宝看着那道屈鬼符 无聊撇嘴 他又不是那些垃圾 这种对付垃圾的招数 对他完全没用 拉宝好奇对方能力 所以把自己窝在沙发最深处 顺便抓着两个大抱枕 舒舒服服靠着 从暴徒和何大师的角度看来 好像是小胖宅子 被吓得不轻 惊恐地藏到了暴枕后面 只露出一双凳的 格外大的大眼睛 两人只看了他一眼 就收回视线 何大师掏出一张止血符 拍在暴徒身上 直接是拿着罗盘 在房内四处查看 拉宝看得没意思极了 索性闭上眼睛休息 多少损耗了一些力量 他要睡得饱饱的 天亮后醒来 有事精神百倍 力量爆棚的一天 哪怕白天睡了一路 但丝毫不影响拉宝继续睡 小家伙很快进入梦乡 所以没看到里面房间地上 被黑布袋照住脑袋的 年轻男人的脸 又因为屏蔽了气息 也半点没发现 对方气息和爸爸大哥哥 二哥哥他们有些相似 第155章 所以男人啊 谈什么恋爱 拉宝在醒来时 是第二天上午十点半 他被另一个暴徒 从沙发上拎起来 丢进怀里 小鼻子撞到暴徒坚硬的胸膛上 睡梦中的拉宝 毫不犹豫任由反噬力量出击 哦 暴徒感觉自己 好像被人重重砸了一拳 痛得他一张嘴 喷出一口鲜血 边上何大师皱眉 怎么回事 暴徒痛得一句完整的话 都不说出来 I I DUN与警号39 TNO 这个拉宝听懂了 他不知道 何大师皱着眉给他检查 发现他身上没有任何阴气 确定他忽然吐血 和鬼东西无关 你有旧伤 没等对方回复 何大师冷着脸补充 说华国语 暴徒忍着剧痛开口 有一点 但是不重 何大师想到 对方刚才将富拉宝 从沙发上拎起来 丢进怀里的动作 被孩子砸的 暴徒愣住 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 何大师看他表情直接无语 富拉宝虽然胖 但也只有三岁半 再重能有多重 趴在这身高近两米的 标形大汉怀里 就像个双开门冰箱的 开门案件 被砸得吐血 开什么国际玩笑 暴徒一看 何大师表情就知道 对方根本不信 而他华国语说得不太好 一着急 更不知道怎么解释 我 我 何大师冷冷盯着他 闭嘴 英哥说了 要求将这富拉宝 完好无缺带回去 你最好 对他温柔些 三岁半的小孩子很脆弱 动作再粗鲁些 到时候带回去 一定这里青一块 那里紫一块 这不是英哥想看到的 他自然也不想看到 暴徒不敢反驳 低头N了声 何大师看一眼 里面房间 脑袋上 被再次套上黑布袋的 年轻男人 通过符咒操控对方 跟他们一起下楼离开 拉宝依然窝在 口图鲜血的暴徒怀里 看出何大师不信任暴徒 小家伙开始搞事情 乘坐电梯时 看何大师和带着 黑布袋的年轻男人在前面 他抬起头冲暴徒 做了个鬼脸 暴徒瞳孔地震 拉宝觉得还不够 又挑衅地冲他勾手指 暴徒呼吸加重 狠狠一把捏住拉宝小手 啊 破 暴徒捏住拉宝小手瞬间 反噬力量再次作用在他心口 痛得他又是一大口鲜血喷出来 何大师游地转身 一双英智的眼睛 快速查看整个电梯 没有英气 也没有任何妖气 因为还带着带黑布袋的年轻人 何大师过来时 用了符咒屏蔽了一切监控 也让电梯看起来出了故障 缩一点体力 只有他们四人 你在搞什么 暴徒痛得背脊弯曲 张了张嘴 又是一口鲜血喷出来 年逆星红的血液落在地板上 同时一起吐出来的居然还有三颗牙齿 何大师看得眉头紧皱 再次利用竖法 查看整个电梯情况 同时也没放过暴徒本身 将他全身上下连带着被他抱着的拉宝 也检查了遍 依然没有任何异样 到底怎么回事 难不成真是傅拉宝砸的 那他得多大的力气 暴徒痛得说不出话 但手指指向怀里的傅拉宝 拉宝满脸惊恐 在他怀里缩成一团 只露出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警惕又不安地盯着他 暴徒怒急 表情变得格外猙獰 呦 拉宝鼓着腮帮子 憋红小脸 然后哇的一声哭起来 哇哇哇 哦哦 电梯空间本就狭小 拉宝哭声又大又刺耳 何大师阴沉着脸呵斥 闭嘴 否则将你丢去喂狼 嗷嗷大哭的拉宝 似乎被吓住了 挂在细长睫毛上 降落未落的泪水 因为睫毛颤抖 跟着颤了颤 也下意识憋住哭声 哦 嗯 为了看起来更逼真 小家伙甚至连小身板都抖了抖 边上被控制着身体 带着黑布袋的年轻男人 心急如焚 他控制不了自己身体 可他能听到能看到 越是这样 越是着急 偏偏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因为他背对着拉宝 那个从小被老爷子丢弃 却因为父亲发出去的找人宣传单 千里迢迢从南找到北的 他们的妹妹傅拉宝 而拉宝因为嫌弃 他身上乱七八糟的味道 依然屏蔽了感官 所以还是不知道 被他嫌弃的年轻男人 是他还没见过的三哥哥 傅君宇 他忽然有些后悔自己的冲动 大哥一再打电话提醒他 不要轻举妄动 拉宝很厉害 傅君宇对大哥很信任 可一个三岁半的奶娃娃 能有多厉害 是和他一样的黑客天才吗 那到底只是一个三岁半的奶娃 落到那群吃人不吐骨头的外国人手里 还能有什么好 所以 他黑掉了对方系统 找到了英哥的人落脚点 准备暗中保护时 结果被铜藏被刺 在醒来时就落到了英哥在南省的下属手里 傅君宇心情非常复杂 妹妹没救上 自己也成了被绑的一员 要是大哥二哥 知道他现在的情况 是不是要急疯了 而千里之外的帝都 傅君堯和傅君顺 在老三被抓的第一时间就知道了 因为强子的关系 罗里那边几乎是跟他们 实时汇报拉宝和周静的具体情况 兄弟俩知道消息时 傅君堯摇头 如果如此 傅君顺望着天花板吐槽 没事 没经历过 总是不幸的 跟着傅君顺提到一个重点 老三一向谨慎 怎么会被抓住 作为全球顶尖黑客 老三行踪一直沉迷 傅君堯知道答案 冰冷的眼神中透着讥讽 被同行被刺了 傅君顺震惊 他不是独来独往 一年四季比他还不着家 只有每年清明端午中秋和除夕 才会准时回家吃个团圆饭 傅君堯将罗里发给他的具体情况 丢给老二看 傅君顺看完忍不住唏嘘 他不是觉得女人是累赘 只会影响他攻破各种堡垒吗 傅君堯呵呵一声 大概是因为 他们那一行顶尖的黑客都是男人 忽然有个异性出类拔萃 自然而然被吸引 傅君顺 所以男人啊 谈什么恋爱 找什么女人 努力赚钱 宠妹妹不香吗 第156章 震惊吧 帅哥哥 傅君宇完全不知道二哥的吐槽 他也是第一次接触到 何大师诡异的手段 心急如焚 偏偏什么都做不了 因为着急后背已经被汗水浸透 倒是拉宝 被何大师威胁了 战战兢兢 缩在暴徒怀里 双手捂着小嘴巴 看起来耸成了小鞍唇 暴徒张嘴解释 何大师 他 何大师冷着脸呵斥 你也闭嘴 动不动就吐血 不知道的 还以为身体是豆腐渣做的 不过以防万一加上 何大师的警惕性 他依然再三将整个电梯 还有电梯里 除开他的三人检查了一次 依然没有任何异样 何大师心中警觉起来 越是没有异样 越需要小心 或许从昨天他赶到这边开始 就已经被力量 在他之上的什么东西盯上了 只是暴徒是外国人 他又不想 让英哥发现 他对付不了这个 不知道藏匿在哪里的东西 所以竭力压制着心中不安 到了地下停车场 何大师给英哥发完具体行程后 打开了小师弟曹志奎的微信界面 志奎 帝都父家父亲韩 和他孩子身边 有什么厉害的悬门大师吗 对方回复很快 口吻一看就不是曹志奎 何先生 要相信科学 何大师嘴角一抽 毫不犹豫将曹志奎微信拉黑 并且用了一张清除符咒 清除了手机上 所有和曹志奎相信的信息 师弟出事了 可他居然半点消息没接到 所以 富拉宝身边 可能真的跟着力量 远在他之上的飞人 何大师被这个结果吓一跳 心中惊骇 又不愿意相信 他的力量 在整个悬门 也能排上前十 比半吊子的小师弟曹志奎 高出很多很多 富家 如果真有厉害的悬门大师坐镇 富军宇会这么容易被他抓住 撇开富军宇不说 就富清涵对富拉宝的愧疚心疼宠爱 能让一个三岁半的小奶娃 千里迢迢被抓到国外去 难道就不怕被撕票 更让他不断怀疑自己想法的是 富清涵这些年来的遭遇 能被黄宁浩和宋雅静 联手坑了一次又一次的人 如果真的有厉害大师 或者飞人坐镇 黄宁浩和宋雅静 还能活到现在 富清涵又不是有什么受虐倾向 甚至唯一的女儿 还被那两个老家丢了 想着想着 何大师下意识将富拉宝身边 有厉害飞人坐镇的念头剔除了 这不现实 至于富拉宝本身 他也警惕地一再排查 就是一个普通小姑娘 体质倒是比同龄小姑娘好一些 胖一些 强壮得像个小牛犊子 何大师一路走在走神 所以等到了南省边境时 都没反应过来 何大师 我们到了 背绑着双手 放在后排座上的拉宝 眨巴着大眼睛往外看 一直跟在他们后面的车子 在旁边停下来 然后拉宝看到周叔叔头上 带着和年轻男人一样的黑布袋 再被强子和司机拉下车 强子外强中竿 老实点 周静被挡住视线 什么都看不到 明明是可能 被送去到嘎妖子地方 他却半点不害怕 对拉宝的信任 在这一刻 神奇地到达顶峰 拉宝和富军宇 也被带下车 何大师知道 两人的关系却没点破 毕竟英哥说了 富军宇就是冲着拉宝来的 因为富军宇是英哥看上的人才 何大师对他还算客气 他喊的是富军宇代号 嘿 英哥很看重你 如果你想保护 你想保护的人 等见到英哥后 希望你能让他满意 富军宇被莫名的力量控制着 除了大脑有自己思想 整个人就是个傀儡 他看何大师的眼神 似乎已经将何大师千刀万剐 何大师半点不在意 这两人他都动不了 可边上还有一个呢 为了试探富拉宝身边的非人存在 何大师冲之前一直吐血的暴徒点了点头 暴徒早就等着这一刻 他走到周静跟前 猛然抬腿袭击 拉宝转转眼珠 迅速放出一个栗子头鬼东西扑过去 何大师手中罗盘疯狂转动 明朗的天空忽然阴风大作 他们所在的山林中飞沙走时 瞬间向变了天地 何大师面露喜色 他迅速祭出驱鬼符 同时布下阵法口中念念有词 太上劳军 急急如律令 射 拉宝震惊脸 就这 放出的这个栗子头鬼东西 是不可回收垃圾 也算是拉宝给自己留的储备粮 毕竟不可回收垃圾 不是想吃就有的 栗子头鬼东西受到威胁 发出阴冷奸笑 悬门大师 老子最讨厌悬门大师了 阴风透骨森寒 傅君宇和周静头上的黑布袋 不到片刻就被刮破 拉宝看到周静下意识 冲他俏皮眨眼 周静虽然背脊发寒 再看到面容猙獰 嘴角开裂到耳根后的鬼东西 有些不适应 可还是紧绷着神经 什么都没说 他真的看到了鬼东西 确实像拉宝说的比较恐怖 可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 下一刻 当鬼东西脑袋和身体分离 身体膨胀出生前 最后尸骨被发现的巨人观时 周静脸色变了 傅君宇什么都看不到 因为动弹不得 一双眼睛直直地看向 他们唯一的妹妹拉宝 小家伙比大哥发给他的照片 更生动可爱 圆溜溜的大眼睛 胖嘟嘟的小肉脸 可能是因为惊恐害怕 小嘴巴微张着 露出一点点小舌头 整个人好像被吓坏了 傅君宇心疼得无以复加 他无声呐喊 拉宝 可能是他眼神太热切 拉宝感官又非常敏锐 原本看向周静的拉宝 稍稍侧头 看向傅君宇 这个 哥哥吧 对方看起来 似乎和二哥哥差不多大 长得也很好看 高高的帅帅的 就是身上味道太大了 他下意识皱眉 以防万一 把一直布置的结界 又加深了一层 嗯 不管是鬼东西 张开血盆大口的 腥臭扑鼻 还是年轻大哥哥身上的臭味 他都闻不到了 真好啊 看年轻大哥哥 眼神胶着急切地盯着他 好像有什么话 要跟他说的样子 拉宝想了想 试着操控神魂意识 进入对方石海 帅哥哥 别担心 等拉宝抓完大坏蛋 会带你一起离开的 眼神胶着急切的傅君宇 整个人梦了 哪里来的声音 对面拉宝根本没说话 可那个声音 在他脑袋里响着 似乎为了让他相信 对方又奶声奶气补充 你放心 拉宝没骗你 傅君宇眼神惊悚 心脏狂跳 脑中 蹦出完全超出科学范围的 一个想法 他妹妹拉宝 被鬼东西上身了 第157章 天灾一怒 山红爆发 地动山摇 拉宝看年轻大哥哥 好像听进去了 至少他眼神焕散了很多 估计是因为没休息好 小家伙就收回了神石 然后乖巧地站在旁边吃瓜看戏 然后就看到周叔叔 张嘴哇哇狂吐 拉宝 拉宝小大人般叹气 他就知道 鬼东西样子可多了 巨人观什么的 目前还只是开头 这个例子投鬼东西 在他见过的鬼东西中 恶心技能绝对霸榜前三 下一刻 周静就看到鬼东西 本就膨胀的 有原来三四个大的 清白交加的身体 忽然炸开 那满肚子的乱七八糟的 好像漫天飞舞的红红绿绿 青青黄黄的雪花 向四面八方飞溅 刺鼻恶臭铺天盖地而来 周静一个没注意吸了一鼻子 然后两眼一翻 失去意识 傅君宇和强子等人 也没好到哪里去 虽然他们看不到鬼东西 但鬼东西散发出的 诡异恶臭直冲天灵盖 那恐怖到极致的恶臭 让他们脸色发白 发绿 然后一个接一个 开始疯狂呕吐 拉宝抄着小手手 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 非常无奈地摇头 又是这一招 但效果岂好 原本已经占据上风的 何大师也被恶心到了 走神瞬间身体炸裂 变成无数恶心 巴拉东西的鬼东西 凶悍扑过去 那些恶心巴拉的东西 好像无数恶臭的嘴巴 扑在何大师身上 开始撕咬 何大师一个不察痛的脸都白了 飞快掏出保命法宝 口中念念有词 天刚正气陡然从他手中爆发 炸裂成无数地 扑在他身上撕咬的鬼东西 被逼退开 然后飞速凝聚合拢 又变成了原本恐怖巨人观的样子 一只眼珠是个血洞 一个则是留着脓 眼珠子颤颤巍巍地挂在眼角 好像下一刻就会掉下来 拉宝看着这一幕 嫌弃得不行 算了 不看了 恰好另一边来了两辆面包车 小家伙注意力瞬间被转移 至于粒子投鬼东西 是死是活他不在意 死了他能直接开饭 没死 何大师得挂 他也高兴 两辆面包车上下来十多个人 都穿着迷彩装 脸上带着统一的透气的 露出口鼻嘴巴的黑布袋 完全看不到五官 拉宝视线一转 落到被他们从车上 拉出来的两个浑身是血的母女身上 那是当初和罗霄一起车祸 当场死亡的司机的妻女 拉宝感受到他们身上微弱的生机 视线一转 落到那位妈妈不断渗血的腰腹处 那位妈妈少了一个肾脏 伤口非常新鲜 缝合也非常粗糙 而这些人动作粗鲁 完全不把他们当人 那位妈妈被粗糙缝合的伤口已经破了 鲜血一点点渗出来 染红了整个腰腹衣服 边上小姐姐情况稍微好一些 只能说稍微 因为小姐姐几乎一不蔽体 脸上身上不是烫伤 就是边伤 几乎看不到完好的地方 左腿腿骨尖锐翘起 应该是腿骨断裂后没有医治 骨头就这么戳着 几乎戳破外面的皮肉 拉宝黑亮的大眼睛里 慢慢有力气蓄积 这些人都该死 何大师和鬼东西的战斗已经到白热化 鬼东西被压制得厉害 全力一搏 拉宝被母女俩的伤痕刺激 下意识释放被他压制着的顶级天灾力量 阴风大作的天空 忽然有刺目闪电 撕裂阴沉的天空 恐怖的雷鸣声在所有人头顶炸响 轰隆巨响伴随着地面颤抖 这一方天地在寝客间发生巨变 拉宝脑中闪现出熟悉的画面 巍峨高山倒塌 瓢泼大雨冲击着山林冲击松动的山体 无数细小山水在山沟汇集 巨少成多 变成让人类惊恐 而又无能为力的恐怖山洪 冲击 前进 摧毁着该死的一切 拉宝低垂着头 布满力气的双眸深处 隐隐有血丝闪现 何大师一个机灵 使出看家本领 一举将鬼东西击溃 他以为又有鬼东西出现 结果查看后发现根本没有 纯粹的是因为赶上了天灾 恐怖雷声轰鸣不断 刺目的闪电撕裂阴沉天空 瞬间在他们身上 落下道道森冷白光 大家像是被天灾瞄准的猎物 那一刻 哪怕是修炼悬门术法的何大师 都生出恐惧情绪 是天灾 天灾降临 还是非常恐怖的天灾 人力根本无法阻止抗衡 脚下土地颤抖得越来越厉害 何大师最先缓过神经恐大喊 快跑 要地震了 这是华国南省和L国交界处的 三不管的一座大山 四面都是大山 距离华国边境远一些 而不远处甚至能看到L国村庄 这是英哥和罗霄兄弟交易以来 固定的交易点 十多年来 从没出过任何问题 可今天突然电闪雷鸣 瓢泼大雨轻盘来 原本明朗的天空 忽然阴沉得 好像漆黑的夜幕 夜幕又像是倒挂在天空的大海 大海被触怒 海中恐怖的海水倒灌 山洪爆发 地动山摇 那些穿着迷彩服的男人 什么都顾不得 只管疯狂逃窜 可往哪里逃 他们本就在半山腰 往上去大雨倾盆 飞溅的雨水 好像沉重的雨帘 半米之外是什么 他们都看不清 往下跑吗 他们在山沟往上不到五米的地方 这么大的雨很快 会有山洪爆发 脚下的土地也在剧烈摇晃 地面 地面裂开了 山洪 山洪来了 跑 快跑 众人乱成一团 哪怕是何大师 也没心思再去管夫拉堡等人 再重要的活物也没有自己命重要 何大人等人惊恐逃命 地上的母女直接晕了过去 距离同样昏迷的周静很近 而被树法困在原地 什么都做不了的傅君宇 几乎崩溃 他没想到会遇到这样极端天气 拉堡 拉堡前面三年半被丢弃 过着非人的日子 而现在 好不容易刚回到家 甚至都没将家人认权 就要死在这里 傅君宇浑身血液倒流 一双眼里布满了血丝 何大师逃命去了 但依然没有解开他身上的束缚 这种天灾 比之何大师等人 带来的人祸更恐怖 人祸还能与之周旋 以利相诱 可天灾无情 掌控整个世界命脉 凌驾于所有生灵之上的人类 在天灾面前渺小如蝼蚁 铺天盖地儿来的山红冲刷过来时 傅君宇绝望 又死死瞪大眼睛 看着拉堡的方向 他唯一的妹妹被吓傻了 呆呆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傅君宇在心中撕心裂肺大喊着 傻拉堡 快跑啊 不要和他一起死在这里 第158章 小祖宗爱千万别灭世啊 和傅君宇的崩溃绝望 完全相反的是拉堡 看似呆呆地站在原地 实则一双漆黑的大眼睛里 被兴奋填满 那些坏人就该得到教训 随着狂风暴雨越来越大 拉堡兴奋的瞳孔中 力气也越来越重 他胸腔深处 隐隐生出一股毁灭欲 脑海中那些海水 筑起数十米高墙 顷刻间吞没一整做成的画面越来越清晰 他也越来越激动 要不毁灭吧 这想法一冒出来就打不住 拉堡漆黑的瞳孔隐隐发红 原本控制在50米范围内的地震山红 逐渐往四面八方蔓延 那些疯狂逃窜的 穿着迷彩服的壮汉绝望尖叫 跑 跑不了了 是真的地震了 还有山红 救命 救命啊 有人早就打了求救电话 可没有任何回应 拉堡用力量切断所有信号 将这边变成了他的狩猎场 不论是人还是物 所有一切都是他的猎物 被山红冲击连根拔起的百年大树 建议到需要用炮火才能炸开的岩石 所有一切在顶级天灾下 脆弱的一碰就碎 而苍穹之上 三千天道原本在这方小世界小聚 结果突然发现不对劲 紧急预警警报直刺他们生魂 叮铃铃 神色惬意的三千天道 同时一个机灵 也不知道是谁先开口 完了完了 怎么办怎么办 快拦住他 小祖宗爱 千万别灭世啊 这事要灭世啊 我这世界虽然没那么和平 可给他安排的出生地贼拉好 可是人人都向往的划过啊 强大又爱好和平 虽然有某个混账国家排放核污水 有的国家到处戳当脚屎棍 可远远不到被灭世的地步啊 对对对 快想想办法 可不能真的让他灭世 按照我们的计划 是让他去体验人间真情真爱 化解他身上越来越恐怖力气 是啊 否则他周身力气在强大 估计三分钟灭一个小世界的战绩 要被突破了 最后一分钟 一个小世界 想想就恐怖 快别想那恐怖的了 赶紧想想办法 怎么让他冷静下来 谁有办法 谁拦得住 他都已经有了人形啊 他进化出了人形 比起从前力量更强 可他还是一个小奶包啊 而且 我们不是都留了神魂意识 在他石海里 阻挡了他石海中那些恐怖的灭世记忆吗 他现在应该还没完全觉醒 还来得及 对 如果等他真正觉醒 绝对有可能一分钟 让三千小世界 回到洪荒混沌时代 这真的不是危言耸听 三千天道同时沉默 脸色如出一辙的难看 亲人 他在华国的至亲 他还小 非常在意至亲的爱 那个叫傅君宇的 不就是他三个 可他根本没在意啊 能在意吗 他都没见过 而对方一直被那姓和的 用竖法控制 动不了说不了 只能当电线杆子 都没自我介绍过 三千天道你一句我一句 苍穹之上的气氛非常紧绷 好像一个快崩到极限的皮球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炸了 而这方小世界的天道 忽然毛色顿开 有了 看我的 其余两千九百九十九个天道 同时看向他 这方天道手指一动 解除了渺小如同沙利的 傅君宇身上的束缚 在心中撕心裂肺撕喊的傅君宇 察觉到什么 绝望大喊 拉宝 快跑 喊完几乎下意识 往拉宝那边冲去 至于为什么忽然能动了 能说话了他没时间去想 他和拉宝距离本就不远 眼看山红距离他们不到五米 而他们脚下的山坡 也开始出现裂痕 傅君宇生怕来不及 直冲拉宝扑过去 拉宝 三哥哥带你走 被心中力气影响的拉宝 缓缓抬头 布满血丝 变得星红的眼睛缓缓落到 忽然抱住他的年轻男人身上 四 哥哥 这个身上味道刺鼻 浓郁到他屏蔽感官的 叫法克的年轻男人 什么意思 拉宝并没制止这场 由他一手主导的恐怖天灾 出于礼貌 他分出一小部分注意力 和这人说话 你骗人 拉宝大哥哥叫傅君瑶 二哥哥叫傅君顺 按照这个取名顺序看 拉宝三哥哥 应该叫傅君宇 可你叫法克 若非陷入绝境 傅君宇可能会猛很久 而这会儿 他抱着拉宝 疯狂往右边掠高一些的山上跑 根本没时间追问拉宝他 怎么就叫法克了 结果 才抬脚就听到拉宝 乃声乃气出声 你不是坏人 在这里待着就行 山洪和地震会避开你 傅君宇抹一把脸 后知后觉 意识到一个问题 他手上抹下来的 并不是雨水 而是被惊恐绝望 下出来的汗水 而他身上的衣服也没湿 傅君宇满眼惊骇 完全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一刻 他终于意识到拉宝的古怪 他几乎下意识 抬头看向不远处 已经被吓晕的母女 和被打晕的周静 咆哮而来的山洪 本该将他们一起卷走 可就像拉宝说的 他们不是坏人 山洪避开了他们 呼啸直下 傅君宇不知道 自己脸上什么表情 反正一定表情管理失败 嘴巴张着 看起来和呆头鹅二愣子差不多 啦啦啦 他一时连拉宝完整的名字 都喊不出来 拉宝眨了下眼 因为分心眼底 心红散了一些 你要拉臭臭吗 那你离远一些 拉宝不偷看的 傅君宇 傅君宇狠狠捏了一把自己大腿 然后紧紧抱着拉宝 努力组织语言开口 拉宝 我真是你的三哥哥 我叫傅君宇 拉宝盯着他看 眼神和普通三岁半的 小孩的眼神完全不同 这双眼睛漆黑 冰冷 带着让人心惊胆战的恐怖感 傅君宇浑身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身体下意识紧绷 拉宝不高兴地皱着小眉头 这个叫法克的哥哥骗他 可他仔细看了看对方 并没从对方身上 看出任何恶意 而且他真的在意她 是想护着她保护她 拉宝冰冷的眼神 逐渐染上懵懂疑惑 你到底是谁啊 傅君宇苦于没有手机 不能给大哥二哥 打电话让他们跟拉宝 确认他真是他三哥哥 拉宝 我不叫法克 我叫傅君宇 真是你三哥哥 拉宝沉默 退去了大半星红的眼睛 审视着他 你怎么证明 傅君宇 看向被山红吞噬的 何大师等人 那些个坏人 他们知道 拉宝捧着小脸哼哼 你觉得死无对症是吧 可拉宝不让他们死 他们死不了哗 三千天道期盼脸 小祖宗 对 快停手 第159章 轮回池都吞不掉他意识 你还想打 傅君宇震惊脸 拉宝看他表情 觉得自己猜中了 于是果断收敛所有力量 再将冰死的何大师等人 从泥巴堆里丢到山坡上 三千天道同时松口气 这方天道 还想再看看情况时 其余2999个天道 一口同声 收回你的眼珠子 被发现了 吃不了兜着走 有一位天道补充 轮回池都没能 将他所有力量吞噬 只是模糊了他的意识 你就算是这方天道 你觉得真打起来 你打得过他 另一位跟着补充 就是就是 别忘了 他最大技能是反噬 第三位天道也忍不住接话 是啊 你用多少力量对付他 结果完全反噬在自己身上 剩余两千多天道 同时憋屈感慨 就离谱 掌管这方小世界的天道 默默收回 已经放出去的眼珠子 其余2999个天道 终于安心 收回你的窥探欲求之欲 真的能保你这方世界平安 保这方世界平安 就是保你自己平安 何必和自己过不去呢 是啊 快一起动手 将拉宝石海中 被模糊的蔑视画面 打上马赛克 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 三千天道同时努力 小心翼翼 在拉宝石海深处 跌去的开工 拉宝觉得 脑袋里有什么东西在动 他下意识要查探 晕过去的周静 慢慢醒了 拉宝 准备查探石海的拉宝一愣 晃了晃小脑袋 发现又没什么动静 索性不管了 他从父君与怀里正拖出来 甩着两条小胖腿 很快跑到周静跟前 将他扶起来 周叔叔 你怎么样 周静摇头 还好还好 果然相信 拉宝没错 等周静看到 好像是被山红侵袭 地震阵裂的环境时 梦了 拉宝 发生什么事了 拉宝顺着周静的视线看过去 有些小尴尬 周静叔叔 拉宝刚才太生气了 所以 周静下意识接话 所以你用了玄学力量 然后引发了山红和地震 想着对付那些坏蛋 拉宝眨眨眼 迟疑了下点头 算 是吧 其实不是引发 而是山红地震这些天灾 都畏惧他的力量 他若想用 他们会毫不犹豫奔过来 而且特别听话 他要保护的 他们保证半点不触碰 他想毁灭的 他们会精准打击 不过这些 好像不适合在这里 跟周静叔叔说 周静视线一转 眼角余光 看到不远处的年轻男人 有些眼熟 他忙抱着拉宝过去 等离近了下一条 居宇少爷 您怎么在这里 拉宝疑惑歪头 周叔叔 他叫法克 周静清秀的脸都红了 叫Fuck 拉宝堵定点头 对 昨天晚上在酒店房间里 拉宝听到那个坏蛋那么叫的 怕周静不信 拉宝想了想有模有样 学着那大汉来了剧 法克 周静 要怎么跟拉宝解释 那大汉是在骂脏话 傅居宇 那大汉呢 他要去捶死他 特么的被妹妹以为他叫Fuck 这要是哥哥弟弟们知道 不知道要笑多少年 简直了 傅君宇一张帅脸 一会儿红一会儿青 一会儿绿一会儿白 五颜六色 变换的那叫一个块 像个七彩瓶 周静偷偷描了傅君宇一眼 看到这一幕 忽然不尴尬了 他只想笑 要不是手机被强子拿走了 他这会儿 一定偷偷 给傅总发视频过去 并且将具体情况说得清清楚楚 读乐乐不如中了 君宇少爷一年到头很少回家 君瑶少爷和傅总从前一再强调过 不管他们谁遇到君宇少爷 事无巨细一定告知 拉宝惊呆了 因为是周静叔叔实名认证 所以小家伙很猛逼 傅君宇压下乱七八糟的情绪 再次走到拉宝跟前 将他从周静怀里一把抱过来 他忍不住捏了捏他肉乎乎的小脸蛋 小拉宝 现在信了吗 拉宝 拉宝大眼迷茫 可是三哥哥 你不能这么臭臭的 拉宝不喜欢臭臭的三哥哥 傅君宇 周静在傅君宇靠近时 下意识平住呼吸 君宇少爷 您这是去猪圈里打滚了吗 傅君宇 他没去猪圈里打滚 但是信和的 不知道用了什么鬼办法 让他动弹不得 怕被南省这边的警察察觉 让他坐得屠宰场的货车 想到这个傅君宇就呕火 远处山坡上 喝了一肚子泥水昏迷的和大师 醉先醒来 他用尽了带的各种保命法宝 以为依然没有活路 结果现在发现自己还活着 山红似乎退了 地震好像也结束了 他死里逃生 何大师抹一把脸上的泥水 然后颤颤微微爬起来 再仰头插腰大笑 哈哈 哈哈 天不枉我 大难不死 老子必有后福 远处烂泥中间 没任何影响的高耸土地上 周静傅君宇和拉宝 同时侧头看过去 周静开口 那位何大师 居然没被山红冲走 上天眉眼啊 傅君宇想到 何大师等人能活着 是因为拉宝 要向他们确认他的身份 心情那叫一个复杂 不过活着更好 毕竟他们后面还有英哥 傅君宇压低声音 我们都装晕吧 周静疑惑 君宇哨眼 为什么 傅君宇快速解释 利用何大师 把英哥引过来 周静忍不住拍了下自己脑门 看我这脑子 则那么忘了这茶 快躺下 他看过来了 周静第一个躺下 傅君宇抱着拉宝 也跟着侧躺下来 两大一小距离旁边真正昏迷的那对母女很近 拉宝看那个妈妈气息微弱 想了想敲咪咪伸手抓住对方一根手指 将力量缓缓输过去 确定对方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后 快速收回手 那边何大师和另外两个醒来的标形大汉 终于看到了他们这边的情况 何大师 他们还在那边 何大师匪夷所思 他们为什么没有被山洪冲走 标形大汉也奇怪 是不是那一片地表岩石更加坚硬 而且地势最高 何大师回想当时情况 怎么想怎么不对劲 可四周没有任何阴气和妖气 爆发的山洪和突如其来的地震都属于天灾 哪怕是他这样的悬门大师 最多只能用符咒引雷 何大师最终确定是运气不好 赶上了地震爆发 然后引起了山洪 总结就是 倒霉催的 看看还有几个活的 然后过去将那几个人带过来 这一趟我们损失很大 必须有货物带回去 不然很难跟英哥交代 是 第160章 他家拉宝是悬门大师的天花板吧 拉宝将听到的敲咪咪告诉傅君宇 三哥哥 他们要过来带我们回他们那边去 说不然没办法是跟英哥交代 傅君宇眼神凝重 我们绝对不能进入L国 只有在国内才安全 周近复和 对 L国很乱 而且到处都是灰色产业 很多国内禁制的东西 在他们国家却是合法的 我们过去了 等于羊入虎口 拉宝眨眼 那我们让他们回不去就好了呀 周近和傅君宇同时疑惑看向他 怎么让他们回不去 打晕他们 隐隐哥过来吗 拉宝摇头 不不不 周叔叔三哥哥你们看 周近和傅君宇都不知道看哪里 直到感觉到地面再次颤抖起来 岩石大树又开始碎裂倒塌 和他们隔着泥泥山红留下的 近两米深泥沟的何大师等人 浑身一紧 又要地震了 一人说完 拔腿就跑 何大师也不敢迟疑 下意识在裤兜里摸了摸 竟然还有一张神行符 何大师激动的都快哭出来 太好了 有神行符在 哪怕是地震他也不怕 何大师寄出神行符 准备日行千里 结果神行符寄出去了 口令也念了 结果神行符歪歪哒哒地趴击一下 掉在泥水窝里 何大师震惊脸 这不可能 他就这么一张神行符 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 而且效果极好 绝对不会因为碰了泥水什么的就失效 可现在这什么情况 何大师 快跑啊 前面狂奔的标形大汉回头喊 何大师抓起地上的神行符 拔腿狂奔 等他们一口气跑出百十米 冲到更高的上坡时 发现地面震动停了 山体割裂发出的恐怖声音也消失了 有人最先发现异样 大师 快看那边 何大师顺着对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这一看 瞳孔地震 那里 多了一条深沟 标形大汉点头 是的 我们想按照原来的路线 回去很难 何大师下意识去找傅君与几人 发现他们那边安然无恙 心情那叫一个复杂 那些醒来的 穿着迷彩服的大汉们 也发现了这个情况 何大师 他们 为什么没事 何大师也想知道 想办法过去 将他们弄过来 然后看看 他们身上是不是带了什么好东西 对方盲点头 是 何大师盯着远处的傅君与几人 眼神阴冷贪婪 他虽然按照计划 抓住了傅君与 因为英哥点名要他 所以 他只让人拿走了对方手机 并没有搜身 他能弄到神行符 万一傅君与手上 也有悬门法宝呢 如果真有好东西 这好东西 绝对得再见到英哥前 握在他自己手里 拉宝向个传声筒 将何大师等人的话 传给傅君与和周静听 结果发现 三哥哥和周叔叔 一个比一个呆滞 一个比一个表情 麻木 拉宝轻轻戳戳 傅君与英俊的脸颊 三哥哥 傅君与回神 看看山体裂开 多出身近十米的裂缝 又看看 他怀里软乎乎的拉宝 拉宝 你 拉宝笑得露出 可爱的小虎牙 三哥哥 这样他们是不是就过不去了 傅君与麻着一张脸硬生 是 饶氏周静知道拉宝会玄学 这会儿也震惊地向得呆头鹅 拉宝 厉害 被夸的拉宝笑得更灿烂 大眼睛比乌云散区露出的娇阳 还要明亮 小家伙奶乎乎出声 一般一般 十多分钟后 五个镖形大汉 终于到了他们这边 拉宝三人 同时闭嘴闭眼装昏迷 被叫醒后 表现出恰到好处的震惊 周静演技上线 这是怎么回事 打仗了吗 傅君与在山洪爆发时 是醒着的 所以这会儿表现出 不敢置信 和劫后余生的欢喜就好 我们还活着 他紧紧抱着拉宝 激动得都快哭出来 太好了 拉宝 我们还活着 拉宝眨了眨眼 想到之前 他还不知道 三哥哥是三哥哥呢 于是 拉宝也演技上线 你是谁 周叔叔 救命 傅君与 拉宝 这很扎三哥哥的心啊 真的不用喊上救命啊 不是三哥哥 就算了 还成居心不良的歹徒了 标行大汉们心中一喜 这是兄妹俩还不认识 那更好 他们按照之前的方式 再次将兄妹分开带走 并且从满是泥巴的裤兜里 拿出裹满了泥浆的黑布袋 直接戴在傅君与头上 这样就算凑在一起了 那个叫周静德 也认不出 那是傅家三少爷 傅君与 救命 拉宝下意识操控力量作用 在给三哥哥套黑布袋的标行大汉上 标行大汉 啪击一声倒栽葱般插进下面山红留下的泥水沟里 当场昏迷 傅君与 他家拉宝 一定是悬门大师的天花板吧 傅君与趁机将头上看不出颜色的黑布袋拽下来 边上扶同伴的标行大汉 看到布满皱眉 准备再给带回去时 发现傅君与满脸泥巴 保证就是傅清涵 来了都认不出来 他索性不管了 老实点 呵斥了傅君与一声 标行大汉继续往前走 和之前的同伴一样 诡异的倒栽葱扎进了悉泥里 拉宝瞧着满意地在心中哼哼 让你凶三哥哥 下次再凶 让栽份坑裂 傅君与 傅君与下意识看向拉宝 然后就看到拉宝 冲他俏皮地眨着大眼睛 傅君与心情那叫一个复杂 他是来救妹妹的 结果被妹妹一救再救 剩下的几个标行大汉 都是知道世上有鬼东西的 一时间后被心发凉 所以傅君与是不是有古怪 三人将倒栽葱昏迷的同伴拉起来 放在旁边草地上 然后抱着拉宝 带着周静狂奔 何大师看到他们回来 却将傅君与落了下皱眉 那个人怎么不带过来 三人一口同声 那人有古怪 大师你过去看看 何大师直接黑脸 他只是个普通人 马上将他弄过来 至于那对母女 也一起带过来 三人不敢迟疑 是 何大师 何大师的注意力 忽然落到拉宝身上 小崽子身上沾满了泥水 看起来脏兮兮的 倒是小肉脸依然干干净净净 百里透红 瞧着血气狠旺 这样的惊魂 是难得的好材料 第161章 鬼东西排外卖道件 拉宝怕被怀疑眼珠一转 哪怕被一个大汉抱着 依然双手插腰 鼓着腮帮子 乃凶乃凶地威胁他 大坏蛋 快放了拉宝 不然 不然拉宝爸爸和哥哥们 救老爷伯伯们 让你们好看 傅君与作为哥哥自然帮腔 姓何的 你 何大师皮笑肉不笑的 如果你想让他安然无恙 被送到鹰哥面前 从现在开始 最好一个字别说 傅君与气得额头青睛 都吐了起来 你敢 何大师挑眉 你可以试试 傅君与假装被拿捏住 没等带着周静的大汉过来 何大师吩咐 抱着傅拉宝的大汉 送到据点 将他先单独关起来 拉宝被抱走时 傅君与和周静情绪激动起来 不过两人分寸 控制得非常好 绝对不到挨揍的地步 却又能表现出他们的愤怒 何大师忽然笑眯眯开口 傅先生 周助理 我建议你们冷静下来 想想 这是在哪里 哦 对了 看到那对快死的两个女人了吗 如果你们对傅拉宝说什么不该说的 我会让人现在拧断他们脖子 周静是真被气到了 你还是人吗 何大师笑得阴冷 我可以让你当不了人 周助理 要试试吗 周静准备破口大骂时 傅君与一把捂住他的嘴 何大师 我们都是华国人 那两个女人也是 你为什么要帮外国人对付自己同胞 何大师像听到天大笑话一样 哈哈大笑 等他笑够了 才阴侧侧开口 傅三少爷 我没你好命 被傅清寒收养 从此孤儿变阔哨 我喜欢钱 也只喜欢钱 只要能赚钱 别说什么同胞了 就是至亲 他照样能毫不犹豫下手 傅君与呼吸一致 心中一再告诫自己 现在是在演戏 别激怒 他对自己好处 拉宝护着他 但他不能因为有拉宝护着 就为所欲为 这还不是华国地界 拉宝 再厉害 对方也人多是重 而拉宝动静闹得太大 悬门术法 现在不被国家认可 甚至很有可能 被判别为装神弄鬼 对拉宝更不利 傅君与逐渐冷静下来 何大师看他垂头握拳 哪怕手臂上青筋抱起 却依然没在说什么 讥讽地笑了笑 傅先生为了默不相识的母女 不顾养父唯一女儿的死活 这个消息 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告知 您养父父亲韩先生 傅君与眼神风锐射过去 何大师并不在意 前去查看路况的几人回来了 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 何大师 山体裂出了十多米深的裂骨 宽度在四五米 我们没有任何工具 而且刚发生山洪和地震 我们现在根本过不去 何大师闭了闭眼 先回据点 是 何大师带着众人回到据点时 拉宝已经睡着了 何大师回来后 第一时间先去看傅拉宝 他怎么样 大汉笑起来 一路上不停地哭闹 但是年纪太小 回来就睡着了 何大师满意点头 如果再闹腾 直接灌药 分量少一些 英哥需要的是 活蹦乱跳的小崽子 那样 等英哥给海城富家人直播 活寡了小崽子时 海城富家人才更绝望 更崩溃 是 何大师又问 罗里那边过来的两人 还活着吗 活着 何大师点头 那就好 那对母女让他们带走 是 大汉去干活后 何大师一步步走到 躺在大床上 弯成小妖果式的拉宝跟前 他依然怀疑 傅拉宝有问题 所以拿到新的符咒后 他第一时间过来 找傅拉宝 这次的符咒 比上次的更高阶 效果更好 没有任何妖魔鬼怪 能避开他的查探 睡梦中的拉宝 察觉到 有人在窥视他 甚至还妄想 进入他石海乱看 拉宝准备反击时 忽然想起重要事情 他还要等最大的 坏蛋英哥来呢 稳住 让他查 保证 让他半根毛 都查不到 拉宝将 跃跃欲视的力量 安大下去 就像一个普通的人类幼崽 毫无防备 石海大门敞开 看吧 何大师查完后 眉毛都快打结了 除了壮实的 像的小牛犊子 什么问题都没有 何大师忍不住怀疑 手中的高阶浮咒 睡梦中的拉宝 撇撇小嘴巴 翻个身 小妖果睡姿 变成了四仰八叉 举着小熟手的小青蛙 何大师因冷眯眼 直接放出两个鬼东西 吓吓他 但别吓出精神病 两个鬼东西 信心满满点头 是 主人 浓郁的阴气一冒出来 睡梦中的拉宝 忍不住巴唧小嘴巴 外卖自动上门了 本来睡得 不沉的拉宝哼哼了声 然后慢慢睁开眼睛 迷迷瞪瞪中 看到何大师离开的背影 拉宝震惊 大坏蛋能这么好 大半夜给他送好吃的爱 两个鬼东西 看到他醒来一起 阴侧侧笑起来 叠叠叠 这么小的小孩子 白天受过惊吓 这会儿正虚弱着 他们几乎不用费劲 就能让小家伙看到他们 小肉票 小肉蛋 拉宝黑脸 这是说 他胖 小家伙气得两只小手一挥 结结不下 瞬间将两个鬼东西抽飞出去 没等两个鬼东西反应过来 他已经一脚踩在一个脸颊上 说拉宝胖 拉宝吃你家大米了吗 拉宝爸爸哥哥们 都没说拉宝胖 都说拉宝可爱 你们敢说拉宝胖 拉宝先让你们胖起来 两个鬼东西 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直接被拉宝当成皮球似的 在结界中来回踹飞踢着玩 等拉宝停下来时 已经是鬼东西的他们 居然真的胖起来了 神魂被打肿了 身体诡异地 从单开门冰箱 变成了双开门冰箱 两个被抱揍的鬼东西 猛得不要不要的 他们都是鬼东西了 身体居然还能被打肿 别这么离谱好不好 拉宝揍完 他们觉得有些饿了 然后一屁股坐在他们身边 随手抓过一个鬼东西的胳膊 嗷呜一口咬下去 哎呀 鬼东西凄厉惨叫 拉宝嫌弃 老实点 不管把你撕碎了吃 神魂被咬了一口的鬼东西 惊悚得不行 小小小 大大大大人 饶命啊 拉宝歪头瞅他 一看他浑身血腥气 直接将他胳膊拽下来 当大鸡腿啃 你害死那些普通人的时候 他们求你饶命 你放过他们了吗 鬼东西 另一个鬼东西 战战兢兢开口 小大人 我没杀过声 拉宝悠悠盯着他问 你还没杀过声 因为你今天遇到的是拉宝 不然你能保证 你今天不见血吗 你身上有周叔叔的味道 你是不是去吓唬过周叔叔了 鬼东西将住 第162章 不求饶命 但求速死 神魂被拽掉一只胳膊的鬼东西 怨气丛生 力量瞬间暴涨 趁机扑向拉宝 他扑向拉宝时 没忘记招呼同伴 快 杀了他 将住的鬼东西迟疑 主人让我们 主人最讨厌欺瞒他的人 这个小崽子 哪怕再重要 可欺瞒主人就该死 将住的鬼东西 依然没动手 同伴怨恨阴冷地盯了他一眼 张开血盆大口 几乎将拉宝整个人吞没 将住的鬼东西 眼珠一转 迅速扑过去 和对方撕打起来 他急急出声 小大人 快跑 被被刺的鬼东西愤怒咆哮 狗东西 你居然敢吃里爬外 你等着主人 让你魂飞魄散 拉宝嫌弃极了 因为这两个鬼东西的 演技太差了 拉宝故意转过身 装作低头找东西的样子 打成一团的两个鬼东西 交换一个眼神 同时化为黑色阴气消散 然后翘无声息向拉宝靠拢 拉宝正弯腰低头 抠脚丫子上的泥巴 那个抱他回来的大汉 非常不讲究 直接将他丢床上 不过对方胳膊 应该已经脱臼了 自认为翘无声息 靠近的两个鬼东西 在拉宝眼里 就像是抓着喇叭 大喊着我要吃掉你 我要吞噬你的小摊贩 拉宝想忽略都难 可能是因为力量提升了 所以感觉他们的动作 非常缓慢 拉宝疑惑 按说他释放出 顶级天灾力量后 导致地震和山洪同时爆发 这会儿他应该非常虚弱 睡得特别沉 可他明明没睡多久 这会儿感觉精神百倍 力量好像更上一层楼 拉宝转转眼珠 盯着张嘴 将他整个人 都要吞进去的鬼东西之一 敲掉他的大牙 拉宝的鬼东西 森白的牙齿 噼里啪啦忽然掉了一地 拉宝看着笑起来 拽掉他的脸皮 啊 鬼东西惨白的脸皮 从额头出现一条裂痕 然后好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 一点点从脸上撕了下来 露出下面血红的肉块 没沾染过血腥的鬼东西 这会儿是真的怕了 这个小崽子 比他们想象中的厉害多了 主人不仅被他骗了 而且主人在他手下 过不到两招 救得死 没沾染过血腥的鬼东西 果断抽身往墙壁内钻进去 三十六计走围上 死 他居然穿墙失败 脖子骨折 整个脑袋垂落下来 搭拉在自己胸口 整个画面都颠倒了 拉宝看着继续测试自己的力量 拽下他的脑袋 当皮球踢着玩 鬼东西甚至来不及求饶 搭拉着的脑袋剧痛 然后就掉在了地上 再蹦蹦蹦 蹦蹦蹦诡异的像皮球一样 被他们察觉不到的力量踢着玩 两个鬼东西惊恐跪在地上 小大人 你们真的知道错了 拉宝还没玩够呢 保持安静 不然拉宝扒了你们全身的皮 他在测试自己对力量的精准把握度 发现比他想象中的好很多 把控非常精准 那如果是敲骨头呢 拉宝果断瞄准两个鬼东西 四个膝盖 每一个碎裂成十三个骨头碎片 两个鬼东西惊恐站立 下一刻他们膝盖剧痛 哎呀 拉宝将他们碎裂的骨头扎捞出来 蹲在地上扒拉着数 一 二 三 十 十一 十 四 两个鬼东西痛得神魂发抖 凝聚身体的阴气都在往四面八方散 四个膝盖 拉宝数了四次 没一个对的 拉宝摇头 不对 再来 两个鬼东西虚弱了很多 惨叫像奶咪似的虚弱无力 小大人 对 对的 您 您数错了而已啊 拉宝抬手就给他们两巴掌 坏东西 别想糊弄拉宝 拉宝自己数 又挨了两耳光的两个鬼东西 他们没骗人 他们不敢 他们说的是实话 结果两个鬼东西 头盖骨被敲碎 拉宝将他们头盖骨弄下来 摆在地上 趴着继续数 一 二 三 十 十二 十五 多了两块 拉宝不满意 又去数另一个 十八 多了五块 所以 力量还是不精准 这可不行 既然力量提升了 而且他感觉非常蓬勃 都能轻而易举 精准操控山洪地震 避开三哥的他们 没道理敲个骨头 还出错呀 一定是因为膝盖骨头 和头盖骨太小了 换个地方再敲 两个鬼东西 反复十来次 两个鬼东西奄奄一息 但拉宝还没精准把控 两个鬼东西 已经不求饶命了 小大人 你 你给我们一个痛快吧 小大人 给我们一个 痛快吧 哦哦哦 拉宝充耳不闻 直接封住他们嘴巴 继续我行我素 等把两个鬼东西 敲碎地摊在地上 像两坨烂泥石 拉宝依然觉得不行 再试试 两个鬼东西 小大人 求素死 素死 不知过了多久 两个鬼东西都不知道 他们是魂飞魄散了 还是还在人间飘着 等意识在清醒时 居然看到窗外清脆的绿草地 两个鬼东西 不敢置信 我们还活着 折磨了他们一晚上的拉宝 趴在床上呼呼大睡 注意到阴气波动 乃凶乃凶出声 再说话 拉宝抽你们的惊 两个鬼东西 静若寒蝉 睡得正香的 拉宝想起什么 揉了揉眼睛 歪头看向他们 何大师来了 你们知道怎么说吗 两个鬼东西七点头 知道 其中一个鬼东西 战战兢兢询问 可是小大人 我们神魂残破不堪 主人未必会信 拉宝已经闭上眼睛 你们相互吃呀 凑吧凑吧 能凑起一个完整的 两个鬼东西 咋叠 神魂还能年年乐 两个鬼东西 敢怒不敢言 不知过了多久 何大师来了 两个鬼东西 一个神魂稀烂的 变成浅淡的黑雾 估计丢到太阳下 直接就魂飞破散了 另一个鬼东西 虽然神魂也有破损的地方 但整体看起来 力量似乎提升了不少 何大师阴冷皱眉 你们怎么回事 都快消散的鬼东西 是血腥气十足的那位 见到何大师 没有任何迟疑告状 主人 他偷袭我 何大师猛地看向床上的 富拉宝 结果另一个鬼东西 迅速开口 主人说过 能者居上 何大师不敢置信 不是富拉宝动的手 第163章 为什么不是富拉宝 两个鬼东西 小心翼翼摇头 一个看起来比一个不安 然后两个同时 低垂着脑袋摇头 何大师看他们的神色动作 不再怀疑 这两个鬼东西 一直在相互吞噬 这在他允许范围内 他向来信奉 弱肉强食 强者为尊 所以 他手下的鬼东西们 都很厉害 而想要成为最厉害的那个 自然免不了相互吞噬 提升自我 让何大师诧异的是 这次胜出的 居然是之前 没有沾染过 生魂血腥的鬼东西 他皱着眉满眼审视 你一个满手鲜血的鬼东西 居然打不过他 被点名的 神魂虚弱的 好像快要消散的鬼东西 愤愤告状 主人 如果不是他偷袭 他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 胜出的那个鬼东西 阴森一笑 主人说过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手段什么的 只要能达到目的 也算是一种本事 何大师确实说过这话 所以 他心中依然有疑虑 但时间紧迫 因为之前山洪和地震 同时爆发 不管是他还是 阴哥后面安排过来的人 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 从危险地带 撤离到据点这边后 大家一放松 才发现浑身痛得厉害 有的断了肋骨 有的费了胳膊 有的瞎了一只眼睛 有的直接什么 都听不到了 好的是 没有出人命 不好的是 连同他在内都受了伤 他伤得最重 因为动用了 悬门力量肺腑重伤 哪怕每天灵丹庙药滋补着 没有一年半载 也毫不利索 真是流年不利 何大师捏了下 眉心问两个鬼东西 富拉宝怎么样 神魂粘补完好的鬼东西 先开口 按照主人您的吩咐 昨天晚上吓唬了他一下 神魂破烂的鬼东西 声音粪粪 主人 我觉得他吓得太狠了 富拉宝就是一个 普通的三岁半孩子 哪里惊得住那么下 何大师挑眉 怎么吓唬的 没等两个鬼东西说话 床上装睡的拉宝 忽然战战兢兢坐起来 小脸惨白 满眼惊恐 肉嘟嘟的小手紧紧抱着被子 捂住自己的小胖身板 鬼 鬼啊 爸爸 大哥哥 舅舅拉宝 鬼东西趁机解释 就是 把嘴巴裂开到耳朵根 看起来能一口吞了他 然后再 把眼珠子抠出来 流了很多血 他吓晕了 这会儿才行 何大师走到床边 伸手粗鲁地抓住拉宝胳膊 装备吓到的拉宝 按捺住要反噬的力量 只管扭着身体 往被子里钻 爸爸 呜呜 拉宝要爸爸 何大师收回手 非常满意点头 做得挺好 两个鬼东西松口气 何大师一抬手 不等他们再说什么 直接将他们收回了 戴在左手手腕的菩提珠串里 富拉宝 闭嘴 藏在杯子里的拉宝 哦呼一声 还敢这么凶他 二次反噬 他先压住 等到时候 何大师单独在一边时 再放出反噬力量 保证肋骨至少断两根 拉宝像真性地抖了抖身板 然后呜呜呜呜着 藏在被子里假哭 何大师一把掀开被子 拉宝正好揉完眼睛 大眼睛看起来红红地带着湿气 眼皮红肿一看 就像是大晚上睡觉下哭了 这会儿肿得厉害 何大师更满意了 对他的态度都软和了些 富拉宝 只要你听话 我保证到时候 你能见到你爸爸 拉宝瞪大眼睛不敢置信 真的吗 何大师点头 当然 到时候 人交到英哥手里 富拉宝是以什么方式 见到父亲韩就不好说了 不过他不会说 毕竟他的任务 是将人带回去 而当下最紧要的任务是 带着富拉宝 一起去一趟附近医院 先把他自己腿上 胳膊上的擦伤撞伤包扎好 他们从精干队伍 变成了老弱病残 两国交界处 又出现大裂缝 只能让英哥那边 再安排人过来 在这之前 他们不能被华国警方 发现异样 附近的小医院 倒很适合他们处理伤口 偏僻人少 拉宝似乎将话听进去了 熬呜了几声后 不再哭了 小胖手抹了八脸 然后下床穿鞋子 何大师已经往外走 跟上来 拉宝捏哒哒地硬着 哦 私人医院距离他们据点 步行不到十分钟 何大师等人分开行动 他带着拉宝去医院时 有飙行大汉 已经从医院回来 何大师 医院那边没问题 何大师点头 和对方擦肩而过时 对方又问 何大师 需要我将他带回去吗 何大师摇头 他觉得 他带着傅拉宝更安心 拉宝只当自己 什么都没看到没听到 跟着何大师继续走 很快进了医院 到了检查室 你就在检查室 这里面等着 何大师严肃跟傅拉宝说话 说完后 转身跟医生交谈 拉宝看到 何大师给对方 塞了个大红包 对方脸上的笑容 比之前更温柔灿烂了 拉宝乖巧地爬上凳子 一双离地的小胖腿 晃啊晃 医生就在两米远的地方 被何大师处理脚上的伤 里面泥土杀力不少 天气炎热 一个晚上 伤口已经发炎灌浓 拉宝瞅了眼 觉得那个地方 好像离肋骨很远 那就断腿吧 他迅速放出压制的反噬力量 然后满意听到 何大师那边 发出痛苦惨叫 啊 拉宝装作被吓到的样子 瞪大眼睛缩在椅子上 直愣愣地 瞅着何大师的方向 何大师在小腿骨折瞬间 迅速看向傅拉宝 但他没从傅拉宝身上 看到任何一样 没有阴气 也没有悬门术法 留下的天刚正气力量 而且 傅拉宝似乎还被吓着了 缩成了小安纯 呆愣愣地望着他 何大师又痛又不甘心 为什么不是傅拉宝 居然不是傅拉宝 他的判断出错了 何大师忍着剧痛 盯着傅拉宝走神时 拉宝翘无声息 放出第二波反噬力量 咔嚓一声 何大师因为吃痛 撑着桌子的右手 手腕骨头裂了 何大师 傅拉宝周身 真的没有任何波动 他真的猜错了 医生吓一跳 何先生 你放松些 别再撑着桌子 我需要马上给您 做详细检查 判断您是否骨质疏松 一骨折 何大师 他身体好着呢 一定是谁背后动了手脚 可对方力量远在他之上 他根本察觉不到 何大师又痛又恨时 手机响了 英哥 拉宝听着 一脸啪啪地抱着自己 窃窃地继续盯着何大师 两只小耳朵 如果能拉长 这会儿 估计都飞到何大师手机那边去了 我进入华国了 你在哪里 第164章 这坏大师 居然不凶塔了 拉宝看何大师 哪怕再痛 依然盯着他 小家伙眼神看起来更怕了 往后又缩了缩 何大师并没说具体地址 而是打开微信 发了定位过去 电话并没挂断 拉宝听到电话那边 传来男人阴沉的声音 我知道了 在那边等我 何大师看看 骨折的手和腿 好 因为察觉不到 傅拉宝有任何 不对劲的地方 何大师给下面的人打电话 把姓周的和K 都带到医院来 今天晚上住在医院这边 是 拉宝心底高兴起来 很快能见到 三哥哥和周叔叔了 不知道周叔叔怎么样 有没有被鬼东西吓到 拉宝走神时 何大师被医生扶上轮椅坐着 正要离开检查室去拍片 老师在这里待着 听到了吗 拉宝窃窃窃出声 拉宝 能跟你一起走吗 拉宝不想一个人在这里 拉宝嗨 何大师阴沉着脸打断他的话 废话少说 不然今天晚上 把你丢到街上 拉宝怂怂 低头双手抱住自己 把小脑袋埋进臂弯里 等医生推着何大师离开 埋着小脑袋 他快要笑出眼泪来 这次 他压根不压制反噬力量 果然不到一秒 听到走廊外 传来何大师熟悉的呼痛声 啊 拉宝捂着脑袋 看着地面资着大牙直乐呵 小家伙心里嗷嗷叫 快骂他 快威胁他 多多一善 痛死坏蛋何大师 等听不到何大师的惨叫后 拉宝这才慢慢抬起头 揉了揉小肉脸 好不容易将翘起的嘴角压下去 小家伙从椅子上下来 左右看了看 小手指微不可见地动了下 他力量长了不少 只是抬手 已经黑掉了医院所有监控 凭借留在那对母女身上的气息 拉宝迅速离开监察室 往气息来源处找 等找到那对母女时 拉宝都快气死了 两人被丢在距离 距点十多米的一处垃圾堆旁 那个小姐姐醒了 正在激动又绝望地喊着妈妈 妈妈 妈妈你醒醒 妈妈你别吓我 妈妈 拉宝迅速冲过去 然后抓住小姐姐妈妈的手腕 脉搏还在 心脉虽然微弱 但她的力量护住了心脉 只要及时抢救 还是能救回来的 小姐姐 要去医院 女孩叫冯梦雅 看到忽然出现在跟前的拉宝猛了下 然后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 抓住拉宝的手 小妹妹 帮帮我 帮我打120 求求你了 拉宝呆了呆 她没有手机 不过没关系 拉宝一扭头 看到远处马路上来往的行人 小姐姐 你等等拉宝 拉宝去叫人帮忙 冯梦雅不敢松手 她怕一松手 能救她妈妈的唯一希望都没了 小妹妹 我 拉宝忙抱住她 小姐姐放心 拉宝不会跑的 拉宝 还小没有手机 所以打不了120 但拉宝能去找人帮忙的 冯梦雅也怕耽误急救时间 坠坠不安松手 眼泪哗哗直流 拉宝又抱了她一下 小姐姐放心 拉宝很快回来 冯梦雅吸口气 对着离开的拉宝 喷喷磕头 拉宝正好回头看 小心脏一跳 跑得更快了 她要是再慢点 小姐姐估计 额头会磕出大包来 拉宝跑出残影 很快到了大路边 奶萌萌的小胖娃 就这么大刺刺 拦在一对年轻夫妻跟前 小胖手张开奶呼呼出声 大哥哥大姐姐求求帮忙打个120吧 小姐姐的妈妈快不行了 年轻夫妻一愣 顺着拉宝指的方向看过去 啊 那边垃圾桶旁边躺了个人 拉宝焦急点头 对 阿姨受了很重的伤 快不行了 年轻男人已经拿出手机拨120 拨通之后 快速说出具体位置 好 麻烦快一些 当事人情况很不好 年轻男人牵着妻子的手 妻子牵着拉宝 两大一小飞快 往冯梦雅母女那边跑去 冯梦雅看到去而复返 并且带了人过来的拉宝 又砰砰砰磕了三个头 谢谢小妹妹 谢谢大哥的大姐姐 谢谢你们 呜呜 年轻夫妻这才发现 冯梦雅母女身上的伤 不是车祸之类造成的 反倒像是被戾气击打造成的 甚至还有刀伤和烫伤 夫妻俩神色变了变 妻子压低生意 他们 这边和L国交界 这种情况其实毕竟常见 但夫妻俩是外地来这边旅游的游客 所以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又是个三岁四岁的奶娃娃求助 她做不到视而不见 可也怕惹祸上身 男人打断她的话 没遇到就算了 遇到了如果视而不见 等回去了 我们也心里难安 只是再多打一个110 我来 女人已经准备报警 但被男人阻止了 她用自己的手机报警 拉宝从大姐姐身上看出了不安 大姐姐别担心 你们是好人 好人会平平安安的 女人忍不住摸摸拉宝柔软的发丝 小妹妹对不起 姐姐刚才迟疑了 实在不应该 拉宝其实理解 因为小姐姐和她妈妈身上的伤 一看就不正常 普通人看到不想惹事上身 没有没有 大哥哥和大姐姐 能过来帮忙 已经很厉害了 因为冯孟雅妈妈情况很不好 拉宝再次握住她的手 让她没有那么痛苦 120和110先后赶到 拉宝掰着手指头算了算时间 估计坏大师那边差不多了 趁着大哥哥大姐姐 跟警察同志说明情况时 猫着腰抄着小手手 瞧咪咪走了 冯孟雅正好扭头看到这一幕 张了张嘴又抿紧嘴吧 拉宝回到医院 时何大师正好从手术室出来 左腿和右手都打了石膏 依然坐在轮椅上 回到房间看到拉宝 依然紧紧抱着自己 窝在椅子上 他并不意外 三岁半的孩子 稍微吓唬一下 会很乖 傅拉宝 拉宝慌忙抬头 何大师看在他乖巧听话的份上 口吻还算温和 跟我走 拉宝有些小失望 这坏大师居然不凶他了 大 大师 拉宝想周叔叔了 拉宝能见周叔叔吗 何大师准备呵斥 他又忍了下去 这里毕竟是医院 傅拉宝要是扯着嗓子哭起来 他真解释不清 好 你跟我走 我现在带你去见他 英哥已经到了 他按照英哥发来的地址 将傅拉宝送过去 任务就算完成 至于周静和傅君宇 他已经安排人 先将他们送过去 第165章 黑马 他有智商的 拉宝跟着何大师 很快到了目的地 居然不是什么偏僻的地方 而是人流最多最热闹的市中心 一座灯火通明的大楼顶层 旋转餐厅包间里 包间里只有英哥自己 何大师带着拉宝进去 顺势关上房门 拉宝第一次有种 如芒在背的感觉 这感觉 陌生又刺激 小家伙低垂着脑袋 兴奋的脚趾头 都快扣破粉色 痘痘小拖鞋的鞋子了 他发现 力量膨胀的一个特点 好像是他打得越凶 力量上升得越快 而现在 他确定 哪怕是地府之主来了 他也完全不处 毕竟他自身本质力量是反噬 对方用多少力量 作用在他身上 他不仅能原本反噬回去 还能加倍加三倍 甚至无数倍 英哥双眼阴沉地 盯着乌黑的小脑袋 富拉宝虽然胖嘟嘟的 但是个头矮 看起来小脑袋 顶才刚冒出桌面 似乎察觉到被注视 小东西抬起头来 努力仰起头 蓬松柔软的头发下面 露出一双乌黑好奇的大眼睛 可能是换了新环境 而这里很安静 小东西大眼睛里外露的情绪 居然带着诡异的兴奋 英哥都看乐了 小东西 死到临头都不知道 居然还兴奋起来 看来自从回到傅家后 傅清涵一家子 给足了小东西宠爱 这种奢华的包间小东西 也经常去 果然下一秒听到 富拉宝 乃声乃气问旁边的何大师 何大师 周叔叔呢 何大师下意识看向英哥 拉宝视线自然地 顺着何大师看过去 也落到英哥身上 看到英哥瞬间 拉宝瞳孔微缩 这人身上 居然有奶奶的气韵 而且还挺浓 五官虽然端正 但两道从没封到 鼻梁和嘴角的刀疤 让他看起来 多了几分争鸣 尤其是眼神凶狠 一看就是个大坏蛋 至于周身气息 拉宝总结了一下 乱得很 坏透了 心肝挖出来 肯定是红里透黑 里面估计都灌浓了 可能是拉宝的眼神太直白 英哥忍不住轻笑一声 你就是傅拉宝 拉宝下意识点头 对呀 我就是拉宝呀 英哥看着什么都不懂的 小屁孩笑得更讽刺 什么都不懂的小屁孩 被话开破肉 除了痛得嗷嗷叫 有什么意思 他记得下面的人 前几天弄到了一条 非常有灵性的黑莽 这会儿 黑莽就在隔壁包间 陪着傅拉宝嘴里的周叔叔 和他还不知道的 三哥傅君欲 拉宝非常敏锐 小鼻子皱了皱 他好像闻到了熟悉的气味 是蛇蛇 小家伙大眼睛更亮了 原来蛇蛇 他就跑到这边来等着他了 那等会儿 把大坏蛋捆住的麻绳 都有智能的了 隔壁包间里 摊在卡座上 支棱着巨大舌头的黑莽 就挺无语的 自从重获自由后 他为了远离 让他觉得非常危险的人类幼崽后 一路狂奔 不惜从北到南 他力量不够 临时也没开多久 就算知道人类险恶 到了这边山林后放飞自我 像脱江的野马 在数十万大山里 自由撒欢时 一朝不慎 阴沟里翻船了 中了麻醉木仓 再醒来 又像曾经那样 被关在笼子里 不 确切地说 半点比不上 最初给傅君顺当宠物的时候 宠物是被滕西宠爱的 而这次给他麻醉木仓的那伙人 明显是很绝色 他都能察觉到 那伙人身上浓郁的血腥因煞气 手头人命不少 自然不会对一条巨蟒 生出怜惜之心 他被粗暴地 关在脏的他 直恶心的铁笼子里 那笼子里还有一些同类 但那些同类 一条比一条蠢 有的甚至还在发青期 居然还想往他身上扑 一怒之下 他直接将那些同类全吞了 还没完全消化呢 他就被送到这个地方 对面一人他见过 傅君顺的另一名助理 好像姓周 周静超级怕蛇 所以哪怕知道 老板之前养过一条宠物蛇 不过都没看到过 而且当时宠物蛇 一直都是董文帮忙照顾 所以他不认识黑蟒 这会儿所在角落里 瑟瑟发抖 傅君语原本是害怕的 但发现黑蟒有些眼熟 这是二哥养的那条宠物蛇 周静傻眼 啊 傅君语问他 你是二哥助理 你不知道吗 周静飞快解释 不知道 没见过 我怕蛇 超级怕 所以傅总的宠物 蛇都是董文负责 至于董文 现在已经进去了 傅君语沉默下来 默默往后退了退 和黑蟒拉开距离 毕竟就算是二哥养的宠物蛇 那也是猛兽 蛇类阴冷 性凶猛 攻击性十足 这黑蟒瞧着还带着剧毒 傅君语皱眉 英哥这是想逼我就范 周静疑惑 英哥想您就范什么 傅君语也不瞒着他 想我帮他做事 周静恍然大悟 所以 这才是他现在哪怕和拉宝分开了 却依然没有被刻意针对的原因之一吧 留着他 还让他认出君语少爷 他就是英哥逼君语少爷就范的一环 这感觉糟糕透了 看剧大舌头缓缓挪动 一双阴冷树铜 似乎落到他身上 周静瑟瑟发抖 君语少爷 这黑蟒 感觉想吃人了 黑蟒 嘶嘶 吃你妹 老子不至于这么饥渴 连那恐怖人类又在在意的人都吃 他有智商的 周静直接吓得尖叫 哎呀 包间隔音效果好 但架不住他们包间房门留了一条缝隙 黑蟒在最里面 门口被撒了很多熊黄药粉 但包间里没有 傅君语和周静 虽然靠近房门 也知道房门被外面一条铁链子拴着 外面的人不解开 他们除非力大无穷 根本拉不开 要了老命了 傅君语匆忙捂住周静嘴巴 压低声音提醒他 别叫 不然会刺激到他 到时候发狂就晚了 黑蟒再次吐信 嘶嘶 是个当少爷的 脑子好使 周静都要吓哭了 比起标形大汉排绑匪 他更怕蛇 下一刻 他居然听到外面走廊传来拉宝 熟悉又傲娇的小奶音 这么脆皮 也敢算计本拉宝 同时还有两声巨响 碰 碰 第166章 拉宝对坏人 能坑一把是一把 周静想都不想扯着嗓子 嗷嗷喊 拉宝 拉宝 叔叔在这 嗯 傅君语 不是 哥们 就算拉宝能来得再快 刺激了黑蟒的前提前 咱俩还得被巨蟒一口闷呢 傅君语紧绷着神经 整个人都快裂开了 而周静却对拉宝有秘之自信 没关系 拉宝一定来得快 结果下一刻 房门还没被推开 摊在里面卡座深处的黑蟒 忽然动了 吃溜一下 从卡座上钻下去 然后迅速往他们这边冲过来 周静呲牙 傅君语言脚狂抽 拉着周静飞速后退 周静扯着嗓子 喊得更大声了 拉宝 救命 黑蟒 他真想给这人类一尾巴 喊那么大声做什么 生怕恐怖的人类幼崽 不知道他在这里吗 黑蟒一口气窜到房门口 因为警惕恐怖人类幼崽 结果忘了房间门口浓郁的熊黄粉 一口气吸进去 黑蟒被刺激的眼帽惊心 原地啪啪打滚 粗壮的蛇尾摔得震天响 傅君语和周静 锁在右边角落 一个抖的比一个厉害 傅君语 周静 你 周静依然相信拉宝 拉宝 黑蟒幽地回头 抬起巨大舌头 用阴冷的树筒锁定他 愚蠢的两角兽 看不出来 他不想和人类幼崽照面 先下晕再说 黑蟒张开嘴巴 吐出细长蛇杏 露出尖锐獠牙 死死 愚蠢的两角兽 让你马上闭嘴 黑蟒扑过去瞬间 整个粗壮庞大的身体 忽然僵住 然后天旋地转 身体不受控制 往墙壁上猛撞过去 死死死 啊 痛死蛇蛇了 周静激动的声音都变了调 拉宝 叔叔就知道 你会救叔叔的 傅君于努力保持冷静 不过在看到拉宝轮飞了黑蟒后 并没松懈 而是一把抄起拉宝 拉住周静的手往外冲 拉宝忙出声 三哥哥等等 蛇蛇也要带走 剧痛中的黑蟒 撕撕撕 不要不要 拉宝听不懂蛇语 但不妨碍他 仗着实力强盛 直接霸道开口 不走 那拉宝揍扁你 摔在地上的黑蟒 张开得大嘴巴闭得紧紧的 他畏惧被恐怖的人类两脚兽 幼崽暴揍 刚才这一下子 他觉得 如果他不如无脊椎动物 估计脊椎全废了 拉宝看黑蟒乖巧下来 还有些小失望 确定不反抗一下 黑蟒粘头大脑 怂怂的瞅了 人类幼崽一眼 人性化晃了晃巨大的舌头 周静和傅君于 看得一愣一愣的 周静 拉宝 这蛇 成精了吧 拉宝点头 是啊 蛇蛇开了灵智 不过没开多久 所以智商一般 也不会说话 算 战武渣中的战武渣吧 黑蟒 战武渣就算了 还战武渣中的战武渣 人类幼崽是笃定 他打不过 他不敢瞎比比吗 周静道抽凉气 傅君与嘴角也抽出 这可是活着的精怪啊 各种玄幻小说 和电视剧中才有的存在 外面传来痛苦呼救声 傅君与盲 抱着拉宝 到走廊外查看 等看到一个陌生的脸上 带着刀疤印的中年男人时 傅君与警惕起来 拉宝 那是阴哥 拉宝点头 拉宝知道 而且还让他用自己的手机 给警察叔叔打电话报警了呢 傅君与震惊 拉宝怎么做到的 拉宝黑黑笑 何大师养了两个不可回收垃圾 拉宝帮助他们 占据了阴哥和何大师身体 然后他们相互抱揍对方一大顿 再就报警了 傅君与瞠目结舌 好半天只挤出一个字 牛 被黑蟒 吓得腿软的周静也不腿软了 仅仅靠着拉宝夸他 果然只要拉宝在 一切都不是问题 拉宝笑得露出可爱的小虎牙 那是必须地 都是顶级人形天灾了 这么两个人渣混混 都搞不定 给天灾丢灾哦 傅君与准备将拉宝放下来 过去看看 英哥和何大师具体情况 拉宝却抱住 他脖子奶乎乎出声 三哥哥抱着拉宝一起过去 能以防万一 何大师因为鬼东西反噬严重 已经没有还手之力 可英哥身上带的木仓拉宝不会用 只是用力量禁锢了 可他不敢保证 对方身上没有别的武器 周静在旁边附和 对君与少爷 小心使得万年传 傅君与恩了声 抱着拉宝一起过去 周静准备跟上石拉宝 忽然扭头跟他说话 周叔说 蛇蛇那边你帮忙照看一下 他刚才摔得挺重的 估计做不了大动作 你看看房间里有笼子吗 有的话帮他塞回去 周静 拉宝小姐呀 他怕蛇呀 但拉宝已经回头跟傅君与 一起查看英哥情况了 而黑莽生怕挨揍 决定主动一下 他将粗壮的蛇尾横扫过来 浑身痛得不要不要的 蛇尾尖尖 还是缠住了周静脚踝 周静两眼瞪圆 惊恐尖叫 哎呀 黑莽 要完 果然下一刻 恐怖人类诱宰的力量不期而至 他再次天旋地转 砰的一声巨响砸在墙上 再摔在地上 黑莽 他恨 想要报复愚蠢的人类周静时 发现对方居然已经晕过去 黑莽怒不可遏 嘶嘶嘶嘶嘶 愚蠢的两脚兽 害死本蛇蛇了 拉宝忽然回头 然后急急从傅君与怀里溜出去 往后跑 三哥哥 周叔叔被蛇蛇吓晕了 拉宝去看看 别浑浑飞走了 到时候还要找浑浑 傅君与呆了呆 意识到拉宝说的浑浑 就是周静的三魂七魄后 抿了抿唇 转身跟着过来 谁也没注意到 趴在地上掉了两颗大门牙 两只眼睛被揍成熊猫的英哥 忽然从地上爬起来 从裤子摸出一个闪亮的东西 直冲傅君与后背心扎进去 拉宝一个机灵 快到周静身边的他 马流转身 小胖身板挫着地板滑过去 一脚踹在英哥小腿上 咔嚓一声 偷袭的英哥落空 骨折的他 惨叫着 扑向滑过去的拉宝 拉宝准备避开时 电梯开了 小家伙眼珠一转 第167章 岁月从不曾忘记他 抛弃他 从电梯里出来的警察同志 看到英哥手中匕首 即将扎进奶娃胸口 瞳孔一缩 抬起手中木舱 瞄准英哥右肩 毫不犹豫扣下扳机 砰的一声响 英哥惨叫倒地 匕首也跟着掉在地上 发出刺耳声响 警察同志快速冲过去 将同样摔在地上的拉宝抱起来 将他的脸按进怀里 压低声音 用最温柔的声音安抚他 小朋友不怕 警察叔叔来了 多了警察叔叔脖子明知故问 警察叔叔 刚才是什么想了 警察同志愣了下 下意识忽悠小奶娃 放炮 刚才外面有人放炮了 拉宝察觉到 警察叔叔没那么害怕了 松开双手 好奇地往四周看了看 警察叔叔 哪里 拉宝想看 警察同志 看小奶娃精神状态很好 彻底放松 小家伙估计压根 不知道 刚才自己一脚 快踏进阎王殿 拉宝却在松开警察叔叔脖子后 看到他后 脖子上有个小黑点 上面还有黑色阴气 而那些阴气 汇聚成一条普通人 看不到的浅淡黑线 一路蔓延进电梯 再往外散去 小家伙瞪圆了眼睛 警察叔叔的家人 被鬼东西盯上了 警察同志 准备抱着拉宝先避开这边 让同事们处理现场呢 忽然发现 怀里小家伙瞪大眼睛 瞳孔发直 警察同志 心底一个咯噔 小朋友 拉宝紧紧抱住对方脖子 警察叔叔 拉宝能去你家里看看吗 警察同志诧异 嘴角往下搭了 眼尾也往下垂 好像下一秒就会哭出来 警察同志瞬间告扰 好好好 去去去 不过要等警察叔叔下班后 现在是警察叔叔上班时间 拉宝马上抬头 大眼亮晶晶点头 好 警察同志 难怪都说六月的天 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啊 果然小朋友情绪多变 不过没被刚才惊吓一幕 吓到就好 至于去他家 他家只有卧病在床的老母亲 不知道小家伙跟他回去后 会不会觉得无聊又哭 警察同志真是操碎了心 决定回去前多买点水果零食和小玩具 以防万一 拉宝表情到位 情绪控制得特别好 傅君宇确定 拉宝被警察同志护着 带到后面 去这才上前主动说明情况 配合调查 那昏迷的那位是 傅君宇心底一戈登 望了里面还有条成精的黑蟒 周静就是被黑蟒吓晕的 警察同志 里面的是我二哥的助理 叫周静 被英哥的人恐吓下晕了 黑蟒是英哥找人弄来的 自然也算在英哥头上 英哥因为被天灾属性反噬 痛得都快昏厥 听到傅君宇的话 想说什么 硬是一个字挤不出来 队长上前两步 将昏迷的何大师捞起来看了看 让同事先带走 在看到英哥脸上的刀疤时 瞇了瞇眼 然后确定了身份 这人应该就是五年前南省边境这边 因为黄赌独起争执 最后导致513灭门惨案的真凶 再逃嫌疑人黎英 边上同事们同时抬头 目光锁定英哥 英哥看向傅君宇的眼神 阴冷逝血 但并没有被抓得惊恐绝望 傅君宇心中不安 警察同志开口 将人烤伤带走 如果没有意外 这可是行走的三等功 英哥忍着剧痛 冲傅君宇森冷一笑 死狗般被拖走 傅君宇想了想 还是忍不住提醒一句 警察同志 英哥身边应该有那种 西装装神弄鬼的神婆大师之类的 可以好好查查 警察同志忍不住笑起来 傅先生 你都说了 那是装神弄鬼的把戏了 我们相信自己的判断和眼睛 也接受群众提供的任何线索 不过神婆大师什么的 傅先生要相信科学 傅君宇 一天之前 他也是坚信科学的大好青年啊 结果被妹妹啪啪打脸 算了 英哥和何大师都跑不了 希望他多虑了 傅君宇丢开那种不安情绪 快速出声 警察同志 他们之前还带了一对母女 从L国入境 那对母女伤得很重 警察同志拍了拍傅君宇肩膀安慰他 放心 那对母女 已经被送到附近公立大医院抢救 我们出警前 确定了那位妈妈脱离生命危险了 傅君宇诧异 英哥还会主动安排人 送他们去医院 警察同志摇头 英哥自然不会 是一对来这边旅游的年轻夫妻 发现的 说是一个胖胖的小姑娘 最先发现那对母女 然后向他们求助 不过 等他们找小姑娘时 对方已经离开了 傅君宇下意识想到了拉宝 傅君 没监控吗 警察同志摇头 没有 傅君宇 有种松口气的感觉 看周静被警察同志扶起来 傅君宇下意识往包间走 看到在检查包间的两名警察同志时 他心提到嗓子哑 下意识看向角落里 结果不仅黑莽没了 连带着之前关着黑莽的笼子也不见了 傅君宇心落回肚子里 果然是活着的精怪啊 不然警察同志问起来 他一时也很难解释 傅君宇全身心放松时 被第一个警察叔叔 抱着已经到楼下大门口的拉宝 眨了眨眼 小脑袋往右边绿化袋那边看 警察同志好奇他看什么 小朋友 在看什么 拉宝直指晃动的绿化袋 警察叔叔 那里面会不会有刚才拿刀子 要扎拉宝三哥哥的大坏蛋同伙 警察同志 谢于一愣 跟着笑起来 他三十多岁 因为常年奔跑到边境第一线 看起来比同龄人沧桑很多 厚重的抬头纹 好像刻入他额头骨头里 凌厉的气息内敛着 这会儿笑起来 眼里有光 眼角岁月落下的细纹 似乎都温柔了很多 也拥挤了很多 似乎在告诉小拉宝 或许没人知道 这位警察叔叔做过些什么 保护过多少人 可岁月从不曾忘记他 抛弃他 小朋友放心 我们街道上面线报知道 今天这边有大坏蛋来 所以早早做了不防 大坏蛋的同伙 已经被我们都抓住了 拉宝啪啪鼓掌 警察叔叔超级棒 拉宝最爱警察叔叔了 拉宝爱所有的警察叔叔 所以哪怕会推迟回帝都 找爸爸大哥哥他们 拉宝也要去警察叔叔家里看看 谢瑜看着满眼星光的小家伙 眼中光亮更盛 他们站在一线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守护这样一张张 真诚天真的笑脸 第168章 体验到有女儿的快乐 黎英和大师 连同他们带过来的所有人落网 队长招呼一声 收队 拉宝紧紧抱住谢瑜脖子 警察叔叔 去你家里去你家里 你答应拉宝的 可别因为收队 就把他放下来了呀 谢瑜看着满脸生怕被丢下的小家伙 心底一软 好好好 叔叔知道了 不过叔叔还没下班 拉宝依然挂在他身上 哪怕傅君雨和醒来的周静 过来了 他都不松手 没关系没关系 警察叔叔 拉宝跟你一去上班 拉宝很乖的 保证不出声打扰你 边上经过的同事们 瞧着笑起来 带着一起吧 毕竟他家人也要跟着 一起回去做笔录 谢瑜就等着这句话呢 行 那一起走 傅君雨欲言又止 周静则是非常安心地 冲拉宝挥挥手 拉宝 叔叔在后面的车子里 等会儿警局见 拉宝奶乎乎硬着 三哥哥 周叔叔 一会儿见呀 谢瑜笑得眼角皱纹更深了 小朋友这么可爱 为什么要叫拉宝 拉宝黑黑笑着 因为是垃圾里的小宝贝呀 谢瑜脸上笑容 有瞬间僵硬 不过怕被小朋友发现 又努力掩饰过去 为什么是垃圾里的小宝贝 垃圾里能有小宝贝吗 正常父母 谁会给取这样的名字 拉宝眨眨眼 红爷爷取的 因为拉宝以前和红爷爷 一起收垃圾 所以就叫拉宝了 后来拉宝找到爸爸了 但拉宝喜欢这个名字 爸爸也没多说什么 所以拉宝就叫傅拉宝了 谢瑜心中一转 大概知道 抱的是谁家孩子了 前段时间 新闻上闹得沸沸扬扬的 帝都富家 所以小家伙这么自来熟 是因为小时候被丢弃 为了适应各种环境 练就出来的 谢瑜对怀里的小拉宝 更心疼了 原来是这样 拉宝 嗯 很好听 拉宝傲娇挺凶 那是必须地 谢瑜看小家伙特别傲娇 忍不住捏捏他小肉脸 小家伙单纯可爱 活泼讨喜 他这辈子不会结婚 更不会有孩子 现在怀里能抱着这么一个 奶乎乎的小萌娃 谢瑜很满足 拉宝 等回去前 叔叔先带拉宝去买点东西 拉宝疑惑 叔叔 为什么呀 先回去看看 叔叔家人更重要 因为黑线一直在 而且越来越浓 虽然现在还不致命 可不管天灾人祸 都是随时随地 跟着各种情况变化的 谢瑜很喜欢小拉宝 坐在回局里的车上 依然抱着他解释 等买的时候 拉宝就知道了 拉宝撅起小嘴 叔叔还卖关子呢 别说谢瑜了 就是同车的 其他两个警察同志 都被小家伙的话逗笑了 哎哟 拉宝小朋友你 还知道卖关子呢 拉宝老神在在点头 那必须低啊 警察叔叔 你们别看拉宝年纪小 可拉宝知道的特别多 生怕警察叔叔们不信 拉宝特别认真的 补充两个字 真的 谢瑜和同事们 扑 哈哈 拉宝 拉宝嘻嘻再次开口 警察叔叔们 你们不要觉得 拉宝年纪小说的 就不是真话 拉宝说的都是真话 真的 谢瑜笑的眼泪 都快出来了 知道了知道了 咱们拉宝小朋友 说的比金子还真 同事们附和 对对对 拉宝小妹妹 叔叔们都信的 哈哈 拉宝 行吧 某音上说的都对 小老虎明明是森林之王 但因为 年纪小鹅乌生奶气 哪怕表情再凶猛 萌哒哒模样 再怎么凶狠发飙愤怒 大家看着都觉得可爱 可三个月后 一爪子能震碎车子 挡风波里的大老虎 看人类也相当可爱 于是 拉宝自我安慰 等他再长大一些 叔叔们会信的 严正以带出警 回警局时 警察同志们 各个喜气洋洋 傅君宇和周静 被警察同志 叫过去谈话时 谢瑜抽空带着拉宝 到了警局 斜对面的大超市 买买买 小拉宝坐在购物车里 谢瑜在后面推着他 拉宝 这个好吃 拉宝 这个好玩 拉宝 爱杀公主玩偶 拉宝 动动乐里合 这是拉宝第一次逛大超市 又兴奋 又操碎了心 谢叔叔 拉宝不玩这个 谢叔叔 拉宝不吃这个 谢叔叔 拉宝有爱杀公主玩偶 谢叔叔 我们快回去吧 我们出来很久了 一里巴巴的硬汉谢瑜 沉浸在给奶包萌娃 买买买的快乐中 至于奶包萌娃说什么 听不进去 根本听不进去 他忽然体会到了 那些结婚有女儿的同事 提到女儿时的幸福快乐 他知道 拉宝很快会回帝都 不过没关系 拉宝现在还在南省这边 他把能给小家伙买的东西 一股脑往购物车里塞 拉宝 第一次见到购物狂警察叔叔 拉宝觉得 嗓子都要寒哑了 和谢叔叔 购物比收拉鸡累多了 等从超市出来时 谢瑜将拉宝背在背上 双手拎着七八个袋子 嘴里还叼着一个 傅君宇和周静 在另一名警察小静 陪同下过来看到这一幕 三人都傻眼了 谢哥 你这 谢瑜用眼神示意小静 将他嘴里叼得大袋子拎过去 这才开口 很久没逛超市了 一不留神就多买了些 小静 傅君宇和周静三人 傅君宇将小家伙 从谢瑜背上接过来 拉宝 你怎么了 谢瑜周静和小静忙看过去 拉宝奶声奶气解释 可嗨嗨 没什么 拉宝觉得谢叔叔购物太疯狂了 但是阻止不了 喊得嗓子都哑了 谢瑜 傅君宇三人 拉宝本想再说说 忽然看到谢瑜脖子后面的阴气 忽然浓郁了很多 小家伙急急出声 谢叔叔 走走走 去你家 快 傅君宇和周静虽然不明所以 但不妨碍他们听拉宝的 走走走 谢警官 速度低 谢瑜 小静也猛逼 可看傅君宇抱着拉宝和周静飞快上车 小静和谢瑜只能麻溜跟上 拉宝从傅君宇怀里 扑进谢瑜怀里 谢叔叔叔 你抱着拉宝吧 傅君宇和周静一起点头 对 谢警官 您抱着拉宝吧 谢瑜和小静 第169章 鬼东西的抱负 虽然一头雾水 可谢瑜很喜欢拉宝 只当拉宝特别喜欢他 忙将人抱进怀里 拉宝落入谢瑜怀里 瞬间掌心力量一出 将谢瑜脖子后面 环绕成黑点的阴气一抽 留下笔头发丝 都要细弱的一丢丢阴气 方便顺藤摸瓜 原水解不了近火 他们距离谢叔叔家 应该还有断距离 可他的气息能让鬼东西忌惮 对方就算想作孽 也要考虑是否能承担后果 距离是他们这边 至少半个小时的某个小区内 80多岁的谢奶奶 双手死死抓住床柱 她房间里还是老式木架床 木架床虽然老旧 可很结实 也非常精致 你是谁 谢奶奶瞳孔瞪大 死死盯着面前惨白的人影 鬼东西是个50多岁的男人 脸色惨白 太阳穴有一个爆开的血洞 半只胳膊皮肉骨头碎裂粘黏糊在一起 看起来触目惊心 尤其是对方眼神阴毒狠辣 周身鬼气森森 惊悚至极 鬼东西阴森冷笑 猛然用力 恐怖阴气直接刮开了谢奶奶 抓住床柱子的手 老太太整个人 往不到一米远的窗户那边飞过去 鬼东西喋喋怪笑 五楼虽然不高 但摔死你这个本就病歪歪的老东西 绰绰有余了 谢奶奶惊恐尖叫 啊 下一刻 鬼东西叫得比她凄惨多了 啊呀 森寒阴冷的鬼气 随着鬼东西惨叫 瞬间消散大半 小半个身体 已经被刮出窗户的老太太 眼疾手快 一把抓住窗帮 两只胳膊传来剧痛 她咬着牙努力坚持着 当阴风消散 她也没了力气 用力将身体往后一仰 整个人从窗户外面收回来 重重摔在地上 刚才凶神恶煞一看 就不是好人的男鬼东西 虚弱的几乎维持不住人形 周身浓郁的鬼气 也淡了很多 谢奶奶躺在地上 大口大口喘息 一只胳膊脱臼了 后背脊椎也痛得厉害 但她硬是没脚出声 妻里惨叫的男鬼东西 看着更是火冒三丈 老东西 脊椎都摔断了 居然还能忍着 怎么 是怕惊动你那个 在警局上班的好儿子吗 可你不惊动他 不将他叫回来 老子怎么弄死他 怎么报仇 男鬼东西 顾不得力量流失大半 因为心中怨气极重 所以 哪怕力量消散大半 弄死这么个老太太 依然轻而易举 可就像拉宝估算的那样 男鬼东西有了忌惮 在再次对老太太动手前 她迅速打量老太太房间 谢瑜对老太太很好 这是三室两厅两位的 宽大主卧 布置得非常温馨舒适 一切按照老太太的喜好布置 六七年代的感觉 又整洁干净 并不觉得突兀 男鬼东西 阴冷地盯着 躺在地上 动弹不得的老太太 老东西 我刚才就不该不下姐姐 不过这会儿 姐姐也因为 莫名的力量消失了 男鬼东西 谨慎地往老太太身边靠近 试探了下老太太 确定老太太身上 没有任何悬门至宝后 露出怨恨至极的 争鸣冷笑 我是谁 老东西 我代号毒蛇 本名陈吉 谢奶奶听到陈吉两个字 浑身一抖 你 你是国家头号通缉犯 大大 小 独自老太太不敢说 但浑浊的眼睛 因为陈吉自爆身份 瞪到最大 你 你不是被 击毙了吗 陈吉英策策出声 是啊 老子被你那好儿子击毙了 连带着老子这么多年来 打下的江山全没了 可老子又活了 虽然是以鬼东西的形态 可老子能报仇啊 老子要将你的好儿子谢鱼 还有他那些奔赴在一线的同事们 一网打尽 陈吉说完 一把抓住谢奶奶脱臼的胳膊 狠狠一拽 谢奶奶痛得面容扭曲 却用另一只手 死死捂住嘴巴 陈吉暴怒 青白色的脸上 一双冲鞋的眼珠子 几乎掉出眼眶 叫啊 老东西 喊救命 让你的左铃右舍听到 然后给谢鱼打电话 让他来救你 谢奶奶将嘴巴捂得更紧 痛得脸色发白 陈吉眼神阴毒狠辣 老东西 忍着试吧 陈吉另一只手 一把拉开谢奶奶捂着嘴巴的手 然后狠狠一脚 踩在谢奶奶膝盖上 剧痛传遍四肢 谢奶奶下意识惨叫 啊 这会儿快到晚饭时间 天气炎热 太阳膝下却依然刺眼 陈吉又是一脚踹过去 谢奶奶想捂嘴巴手 被对方狠狠压着 剧痛猝不及防 她又没控制住 惨叫出声 啊 陈吉得意笑起来 阴森猙獰 嘴角和太阳穴 似乎有鲜血一出来 粘腻恶心 对门传来女人疑惑的声音 谢奶奶 谢奶奶死死抿住嘴巴 迅速侧头看向墙壁 陈吉还想动手时 一股从未有过的恐惧 从四面八方袭来 她甚至没看到 力量来自哪里 神魂好像在寝客间 被撕裂般 痛得她呲牙咧嘴 满地打滚 哎呀 谢奶奶并没有松口气 而是更担心了 邻居两口子都是热心肠 儿子谢瑜也叮嘱过他们 多注意她这边情况 老太太担心 对门邻居给儿子打电话 谢奶奶 谢奶奶 砰砰砰 外面客厅传来敲门声 谢奶奶躺在地上 痛得浑身哆嗦 浑浊的双眼 透出几分绝望 完了 对门邻居 一定会给儿子打电话 邻居周方声音很大 谢奶奶果然听到 周方给儿子打电话的声音 谢瑜 你下班了吗 我听到你家老太太的声音 可我过去敲门 没人开门 我怀疑老太太摔着了 电话这头 抱着拉宝的谢瑜 浑身紧绷 眼神焦急 嫂子 备用钥匙在 拉宝将狠淡的鹰气 又抽走大半 确定鬼东西 伤伤不了人后 扯着嗓子嗷嗷大哭 哇哇哇 谢瑜吓一跳 下意识看怀里拉宝 拉宝怎么了 傅君宇和周静神色大变 傅君宇要去抱拉宝时 拉宝低垂着头 冲他眨了眨眼 傅君宇一愣 周静也看到了 也眨了眨眼 傅君宇叮嘱小静 静警官 快到路口了 注意安全 小静不得不专注开车 谢瑜的话被打断 准备让拉宝去找傅君宇时 拉宝用力量干扰了手机信号 并且紧紧抱住他脖子 叔叔不着急 坏垃圾做不了坏事了 我们马上赶回去就行 可刚才那个阿姨不能去你家 不然他会有危险 谢瑜 开车的小将实在没忍住 侧头多看了一本正经 胡说八道的小拉宝急眼 第170章 火灾他张牙舞找咆哮 嗷嗷 傅君宇生怕小静把车开沟里去了 再次提醒他 静警官 千万注意安全 不然现在有危险的是我们 小静尴尬回神开车 谢瑜缓过神来 安抚的摸摸拉宝小脑袋 准备给周方回过去 拉宝哪声哪气开口 谢叔叔 你电话现在打不通的 谢瑜满眼焦急 竭力稳住情绪 并没将拉宝的话听进去 继续打电话 嘟嘟嘟 手机屏幕自动挂断 信号异常 拉宝抱着他脖子软软地跟他解释 谢叔叔叔 真的 你信拉宝 你不管打多少次 那个阿姨的电话 现在都打不通的 他把信号屏蔽了呀 谢瑜心中更不安 他看向开车的小静 小静 你有周方嫂子电话吗 小静点头 有的 谢哥 我来打 谢瑜点头 谢谢 小静掏出手机拨过去 结果和谢瑜这边情况一样 嘟嘟嘟 手机屏幕自动挂断 信号异常 小静诧异 我再试试 拉宝皱着小眉头提醒 小静叔叔 你打一百次 也是这个结果哦 小静和谢瑜一样 根本没听进拉宝的话 结果两次三次 每一次情况都一样 打不通 被自动挂断 然后显示回波 小静疑惑 试着拨打谢瑜的电话 能打通 他又给队里另一位同事打电话 拉宝眼珠一转 果断切断那一方信号 小静叔叔 如果让别的警察叔叔先过去 或者给周方阿姨打电话 周方阿姨依然会见到鬼东西 那个鬼东西 力气极重 哪怕现在没有攻击力了 可鬼东西 就是鬼东西 他不知道周方阿姨身体状况 万一对方体质不好 轻则大病一场 重则可能会没命 拉宝不给两人任何求助的机会 谢瑜脸色肉眼可见难看 小静脸色也没好到哪里去 周静瞧照忙宽慰两人 两位警官 你们真的要相信拉宝 我们家拉宝是福星 傅君宇复贺 对 静警官 与其担心分神不如专注开车 加速也没关系 我们都不晕车 拉宝点头 三哥哥和周叔叔说的对 小静和谢瑜 下一刻傅君宇手机响了 来电显示二哥 他忙接听 二哥 君宇 你们有受伤吗 傅君宇放松地靠着车一靠背 二哥 你应该知道拉宝的本事 有拉宝在 我们都很好 电话那头傅君顺的声音带着笑意 这么快了解到拉宝的本领了 傅君宇想到 那说裂开就裂开的大山 忍不住择了声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打死我也不会信 电话那头傅君顺笑得更灿烂了 是啊 所以就算我提前告诉你 也不会信 不如自己亲自感受 亲身体验 傅君宇嘴角一抽 所以拉宝被罗莉绑到南省这边 都在你们计划中 傅君顺没有否认 不过 你不在我们计划的一环中 傅君宇抽着嘴角呵呵一声 所以 哪怕后面你们知道 我一头撞了进来 也没让周静告诉我 傅君顺声音轻快愉悦 那是自然 眼见为耳听为虚吗 傅君宇 傅君宇接电话时 谢瑜和小静交换一个眼神 谢瑜快速拨周方电话 嘟嘟嘟 依然不行 小静抽空看了眼 一脸疑惑 换他来继续打 嘟嘟嘟 小静看着显示挂断回播屏幕 怀疑是不是自己手机出了问题 周静知道现在不适合笑 所以努力捧着脸提醒小静 静警官 要拐弯了 拉宝看到谢瑜打了静警官电话 小大人般叹口气 谢叔叔 你能打通小静叔叔电话的 因为你们信号没问题 小静手机果然响了 来电显示 谢哥 谢瑜挂了电话 两眼忧尘盯着怀里的小拉宝 小静也想看 不过因为要开车 不得不集中注意力 拉宝不说话了 只管窝在谢瑜怀里 用顶级天灾威压震慑 谢瑜家里想作乱的鬼东西 哪怕确定对方已经没攻击力 可谢叔叔周身阴气依然还有 他不得不警惕一些 拉宝 谢瑜喊了他一声 拉宝哼哼 扑在他怀里 只让他看毛茸茸小脑袋顶 谢瑜深吸口气 他不得不相信拉宝说的可能是真的 可是为什么 不过小家伙似乎生气了 谢瑜心中又惦记着老母亲 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 只能轻柔地摸摸拉宝细软的发丝 不知过了多久 车子终于在谢瑜小区楼下停下来 车内众人下车 楼下已经围了不少人 四楼五楼浓烟滚滚 楼下众人神色一个比一个着急 消防车怎么还没来 五楼老太太呢 是不是还没下来 周方去敲门了 是不是快出来了 可别出事啊 趴在谢瑜怀里的拉宝猛然抬头 谢瑜四人下意识顺着他看的方向看过去 拉宝本想自己冲过去 但这会人太多 拉宝小手狠狠一抓 无形的力量扑开 精准垫在直坠下来的众物下 众人惊恐尖叫 不好了 有人坠楼了 谢瑜神色大变 将拉宝塞到傅君与怀里 用最快的速度重进楼道 而小静已经冲到掉下来的人跟前 看清楚对方脸后 瞳孔猛缩 周方嫂子 救护车呢 我打了119和120的 怎么都还没来啊 可别出事啊 是五楼谢老太太对门的周方掉下来了 哎哟 这都什么事啊 可千万别出事啊 众人着急惊慌不安时 摔在地上大脑空白的周方 下意识爬起来 小静 小静神色惊慌开口 周方嫂子 你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你别动 原地躺着 救护车很快就到 周方却白白手 一瞬间泪流满面 满脸惊恐焦急 小静 谢鱼呢 我家灶台烧起来了 他家老太太一定还在家里 你快上去救人 周方催促小静时 拉宝将地上力量一抬 然后放大 包裹住整栋楼 浓浓烟雾中 刚成型的火灾 张牙舞爪嘶吼着 准备吞噬一切 察觉到恐怖威压 大张着火红嘴巴的他 一个机灵 猝猝燃烧的火焰中 露出两只人性化的大眼睛 大张的嘴巴瞬间缩小 蔓延的火苗 迅速吞回自己嘴巴里 猝猝燃烧的火苗 弱小道紧贴着灶台上的火球 然后发出如同小兽般 可怜巴巴的乌叶声 嗷嗚 第171章 地府特别忙 拉宝人在楼下站着 但恐怖威压 已经完全让火灾崩溃 瑟瑟发抖 缩了又缩 发现那恐怖威压依然在 而且凶猛地向他中心点袭过来 火灾又哆嗦了一下 已经缩回灶台的 他火苗再次回缩 拉宝觉得还不够 浓烟太大了 楼上有人的话 会被浓烟呛死的 红爷爷以前跟他提过 现在因为火灾死亡的人很多 其实并不是被大火烧死 而是被发生火灾时的浓烟 呛入肺腑中毒 窒息死亡 拉宝试着用意识 威胁楼上瑟瑟发抖的火灾 把浓物全收回去 不然拉宝把你 丢进下水道里烟面 火灾僵住 发现恐怖威压 是个稚嫩的声音后 火苗中那双等比例 缩小的眼睛转了转 试着卖惨 那啥 小大人 这浓烟已经放出去了 小的 实在 没办法再收回来啊 拉宝的声音凉凉的 没任何感情 哦 既然那样 那拉宝直接吞了你吧 别别别 小大人 努努力 其实还是有办法收回来的 拉宝担心谢叔叔家人情况 小乃因格外冷酷 三秒钟 拉宝要所有浓烟消失 现在开始倒计时 一 火灾 他费尽巴拉一通烧 只要再给他二十秒 他能把整栋楼都点了 结果现在 三秒全部将随处可见的浓雾吞回去 二 恐怖威压都头照下 火灾感觉根本不存在的心脏 都要碎裂了 整个火苗变成一张火红的大嘴 吸溜吸溜狂吞 一 拉宝闷声数完最后一个数字时 听到四周众人诧异出声 哎 火好像灭了 浓雾也没了 是消防员来了吗 没 没吧 没听到消防车的声音啊 来了来了 消防车来了 救护车也来了 因为消防车和救护车的到来 众人注意力被转移 浓烟滚滚的火灾现场 虽然大火浓烟诡异消失 大家一时并没太在意 毕竟救人要紧 倒是抱着拉宝的傅君宇 贴着拉宝小耳朵问他 拉宝 是你做的吗 拉宝用力量将小火苗困在灶台上 这才有时间回答三哥哥的问题 是啊 三哥哥 如果再不让火灾停下来 谢叔叔的家人会没命的 龙烟太大 谢叔叔身上都能看到 家人生命垂危了 他自然要出手 傅君宇一时无言 他只能摸摸拉宝小脑袋 似乎想到什么压低声音追问 拉宝会受伤吗 拉宝诧异瞪大眼睛 似乎在问三哥哥 你在说什么胡话 傅君宇一手抱着小家伙以后 摸了下鼻子 拉宝 说实话 三哥哥现在还有些接受无能 拉宝嘿嘿笑起来 没关系 三哥哥有一辈子时间来接受 小家伙准备收回所有力量时 小手指忽然移动 傅君宇虽然没看到小家伙动作 但看到了小家伙忽然皱眉 他心忽然提起来 拉宝 怎么了 难道火灾又要反复 拉宝手指一勾 将藏匿在谢叔叔家里 背影墙角缝隙中的鬼东西勾了出来 掌心稍稍用力 鬼东西就到了他手中 啊 鬼东西发出惊悚尖叫 边上周静吓一跳 拉宝 你抓了什么东西 他刚才注意力都在坠楼的女人那边 确定女人真的没事 这才看向拉宝和傅君宇 结果只看到黑影一晃 然后是圣人的阴冷惨叫 这会儿天已经完全黑下来 小区里路灯光线昏暗 到处都是涌动的人影 拉宝速度又太快 他真没看到什么东西 不过心里有猜测 拉宝很自然开口 周叔叔 是个不可回收垃圾 要不是他 谢叔叔的家人 不会有性命危险 傅君宇 不可回收垃圾 周静看见警官在维持秩序 大家都在议论突发火灾和坠楼的女人 飞快跟傅君宇解释 君宇少爷 拉宝说的不可回收垃圾 就是坏鬼东西 可以直接被拉宝吃的那种 傅君宇 拉宝奶乎乎补充 对 三哥哥 还有可回收垃圾 周静 可回收垃圾 就是没有见过鞋的鬼东西 拉宝收起来后 到时候一起卖给地府 傅君宇 他活了二十多年 第一次听说人 还能和地府做生意的 傅君宇马上想到一个 非常严重的问题 拉宝 你 和地府国做生意 地府 同意吗 拉宝点头 大眼睛忽闪忽闪的 当然同意啊 现在地府工作人员 特别忙 几乎全年无休 怕三哥哥不太理解 拉宝巴巴一通说 就是现在人间死亡率太高了 不仅仅是快进入老龄化社会 还有就是 天灾人祸比从前翻了很多倍 所以地府工作人员 很多时候都忙不过来 傅君宇 以为三哥哥还不理解 拉宝又奶乎乎补充 比如重大车祸 或者飞机出事 一般都是几十 甚至上百条人命 那地府工作人员 更忙不过来了 可人死了 不去地府就不能投胎 时间稍微一长 有的会随着时间魂飞魄散 有的成为孤魂野鬼 一般能活下来的 都是粒子投鬼东西 因煞气和怨气极重 喜食生魂 会引起人间灾祸 加速普通人死亡 说到这里 拉宝大眼睛特别亮 因为有钱钱赚 这种情况一多 慢慢地就有像拉宝 这样的废品战老板了呀 傅君宇 很好 垃圾不是纸盒或者塑料瓶 而是各种各样的鬼东西 大哥二哥 根本没跟他提过拉宝 还是这样的废品战老板 但大哥二哥肯定知道 三人说话时 冲上楼的谢鱼 已经抱着谢奶奶冲下来 傅君宇眼尖忙喊起来 医生 医生 这边有病人 谢鱼感激地看了傅君宇一眼 抱着老母亲 往医护人员那边冲 医护人员听到动静 也往他这边跑 很快将老太太送上救护车 医生看了看老太太情况开口 病人年纪大了 情况不是很好 必须马上去医院抢救 谢鱼神色慌乱 医生 请 他还没说完 医生认出了他快速出声 谢警官放心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傅君宇抱着拉宝和周静 也到了救护车边 拉宝拉住谢鱼的胳膊 谢叔叔 老奶奶会平安的 惊恐不安的谢鱼 对上拉宝黑亮又柔和的大眼睛 忽然安心 拉宝 叔叔信你 拉宝嘴角翘起来 那就对了 谢叔叔放心吧 谢鱼又去找周芳 静警官一脸唏嘘出声 谢哥别担心 周芳嫂子已经做过全面检查 运气特别好 受了惊吓 但一点伤都没有 谢鱼下意识看拉宝 第172章 是我干的 都是我干的 拉宝正将虚弱的 不成人形的鬼东西团霸 成米粒大的小黑球 往裤兜里装 所以没注意到谢鱼的眼神 消防员们已经冲进楼道 虽然已经没了浓雾 但也不能确定 楼上是否还有明火 还要进去排查 谢鱼担心出事 准备再跟进去时 被拉宝叫住 谢叔叔 不会有事的 消防员叔叔们 那么可爱那么鼓勇 他怎么会让他们出事 不能的 小火苗还在灶台内 可怜巴巴认怂 小大人 晓得错了 虽然他只是遵从本能烧 毕竟锅干了 边上还有纸巾和抹布 正常的火苗 都会四处乱窜啊 可架不住 顶级人形天灾力量太恐怖 他从骨子里沉浮惊悚 拉宝哼哼一声 自己灭了吧 不然消防员叔叔上去了 可能会担心 小火苗 拉宝忽然抬眼 已经微弱到几乎能忽略的 小火苗一个哆嗦 果断自己灭了自己 算了 下一次再来 此处没火灾 不代表别处不能膨胀啊 尤其是山林 现在天气炎热 还有一些喜欢抽烟的人 根本不仔细 烟头没灭 就随处乱丢 山林起火 大风一刮 烧起来不比烧楼更痛快 小火苗安慰好自己 即将消散时 听到拉宝乃声乃气警告他 要是让拉宝看到 你到处烧 小火灾 小火灾憋憋屈屈出声 知道了知道了 小的不敢了 小的保证就在灶台烧烧水 帮人做做饭 在老家烧烧柴火 绝对不出灶台 拉宝还算满意 你应该认识很多同类 记住遇到他们的时候提一句 别出幺蛾子 不然拉宝按死他们 小火灾 行 行呢 大火灾 怎么可能听他的呢 他就是没成气候的小火苗啊 他硬着就行 至于大火灾听不听 他真的管不了 消防员们找到起火点时 小火苗果断灭了 房间里没有预想中的烟熏火燎 甚至因为两边窗户开着 起火的住户家里空气还算不错 如果不是厨房墙面一片焦黑 还有不少烧坏的东西 消防员叔叔们都会以为有人报假警 这什么情况 真的烧起来了 看厨房灶台 还有外面墙壁 应该是真的烧起来了 但是 现在火真的灭了 而且浓烟也确实散了 我们距离这边不到十米的时候 楼上还浓烟滚滚呢 可不是嘛 结果这情况要不是亲眼所见 谁敢信啊 行了 别废话了 仔细排查一遍 免得二次起火 是 队长 谢瑜一直等到消防员们从楼上下来 确定一切排查完毕很安全后 才真正放松 傅君宇抱着拉宝和周静 也一直在旁边等着 小静跟着救护车 先去医院守着谢奶奶 等救护车和消防车都离开后 谢瑜这才走到拉宝跟前 拉宝 谢谢你 虽然匪夷所思 但是如果不是拉宝一再提醒他 他母亲一定没了 拉宝眨巴着大眼睛摇头 奶生奶气说话 是大家要谢谢谢叔叔 因为谢叔叔为人民服务 所以才有大家现在的幸福生活 傅君宇和周静 大概猜到什么情况 两人同时开口 谢警官 谢谢有你们这样的警察同志 谢瑜摆摆手 都是应该的 既然穿上这身衣服 就该一生为之奋斗 没有我 还有其他人 谢瑜始终坚信 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兄弟姐妹 总会有人默默前行 守在边境第一线 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来 他还活着 已经很幸运 他唯一的家人还活着 更幸运 拉宝看着谢瑜周身正气 和阴阴闪烁的 功德光眨了眨眼 谢叔叔 拉宝送你个礼物吧 谢瑜诧异 送我礼物 拉宝点头 对啊 因为谢叔叔也给拉宝买了很多好吃的 还有玩具啊 谢瑜准备拒绝时 拉宝已经咬破小手指 轻轻点在他眉心 看到属于顶级天灾力量印记 在谢瑜眉心消散 拉宝笑得露出两颗小小的尖尖的小虎牙 谢叔叔 你看这个 拉宝将鬼东西 陈吉从裤兜里掏出来 怕谢叔叔看不清楚 毕竟陈吉损伤严重 他还特意帮忙让他凝聚身体 谢瑜看到陈吉瞳孔猛缩 陈吉 他不是已经被击毙了吗 陈吉神色猙獰 满眼血污 谢瑜 老子是被击毙了 但是老子变成了栗子头鬼东西 这次算你运气好 遇到了 拉宝对着他屁股就是一脚 老子老子 你老子早死了 你是谁老子 不会说话 拉宝把你嘴巴缝上好不好 陈吉一个机灵 还没求饶呢 行动拍拉宝 直接用手指将他嘴巴拽起来 然后打劫 拉宝手头没针 就这么绑着也行 陈吉 嗯嗯 谢瑜看得目瞪口呆 傅君宇和周静对视一眼 都乐了 傅君宇忍不住想 原来看别人被拉宝放出来的鬼东西 震惊到实话是这样的心情 难怪大哥二哥知道了 非要他亲自体验呢 感觉真是棒极了 拉宝看着目瞪口呆的谢瑜 奶乎乎开口 谢叔叔 你看到了哦 你要帮拉宝保密哦 谢瑜缓过神来 眼神如同当年选择 为人民服务时那般坚定真诚 拉宝 我发誓 拉宝忙打断他的话 谢叔叔 拉宝知道 你会帮拉宝保密的 所以不用发誓了哦 谢瑜有些不解 拉宝为什么会让他看到 根本不该存在的东西 拉宝 你为什么会告诉我 拉宝笑得软猛可爱 因为谢叔叔是好人 是大英雄 但如果谢叔叔看不到鬼东西 以谢叔叔身上背负的 那些人渣败类的生命看 谢叔叔将来还会有致命灾祸 谢瑜抓住了重点 还 所以今天这事 是沉急干的 拉宝点头 是他 谢瑜 抓人渣败类他在行 可抓鬼东西什么的 跨界了 谢瑜愣神时 手机响了 他下意识接听 江局长 边境三不管地带出现十多米的大裂风 谢瑜想到 拉宝他们 好像就是从那边过来的 再次下意识看向拉宝 拉宝抄着小手手 乖巧冲他点头 那肉嘟嘟的小脸上写满了 是我干的 是我干的 都是我干的 因为接受无能 谢瑜直接抹了 第173章 震惊 儿子居然信鬼神了 等父君与三人和他告别离开时 谢瑜脑袋还是空的 刷白一片 什么科学发展关悔的彻底 再缓过神来时 还是周芳抓着他胳膊 使劲晃悠 凑到他跟前扯着嗓子 喊他的名字 谢瑜 谢瑜 你怎么了 你妈妈都被送到医院抢救去了 你怎么还在这里 猛逼恍惚的谢瑜一个机灵 这才想到 之前小静说的周芳嫂子坠楼 但是人没事 周芳嫂子 你怎么样 从五楼的窗户掉下来 重一些可能命都没了 轻一些也会缺胳膊断腿 可是周芳嫂子看起来 真的什么事都没有 周芳自己也奇怪 不过他相信自己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我没事 当时坠下来的时候 我都快吓死了 不过好像被什么拖了一下 然后就在地上躺着了 谢瑜 那时候 他和拉宝他们 已经赶到了 所以是拉宝敲咪咪帮了忙 谢瑜想再次好好感谢拉宝时 这才发现 傅君与三人都不见了 周芳看他神色怪怪的 然后又下意识找人 忍不住皱眉 谢瑜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 是吓坏了吗 可谢瑜是刑警 胆子大着呢 怎么可能被坠楼火灾之类的吓着 谢瑜这才想起来 刚才他愣神的功夫 拉宝他们好像说 准备回帝都了 周芳嫂子 我没事 今天多谢你了 周芳嫂子感慨摇头唏嘘 谢我什么呀 我什么都没做 结果自己还掉下来了 可能是祖宗保佑吧 真的哪里都没摔着 谢瑜默默在心里说 是拉宝救了你 不过这种事少 一个人知道多一份安全 毕竟悬门术法什么的 现在说起来是封建迷信 相较于鬼东西的存在 谢瑜更惊骇的是 拉宝居然能让 好好的一座大山 分出十多米的裂谷 因为匪夷所思 谢瑜匆匆赶去医院 见了老太太一面 妈 对不起 谢奶奶躺在病床上摇头 眼神分外慈爱 妈没事 就是 儿子是刑警 根本不信鬼东西什么的 他不知道怎么跟儿子 说陈吉死后变成了厉鬼 现在回来报复了 说了儿子也不会信 谢奶奶迟疑 没什么血色的脸上 皱纹又深了很多 谢瑜让一只守在 病房里的小静先离开 这才坐在病床边 压低声音和老太太说话 妈 我都知道了 是陈吉的报复 谢奶奶满眼诧异 浑浊的瞳孔都瞪大了一些 小瑜 你 你怎么会信那些 谢瑜抹一把脸叹气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妈 我这两天运气好 遇到了一位小大师 所以 见到了陈吉的亡魂 知道了一切 如果不是那位小大师 我可能 再也见不到您了 谢奶奶想到 当时已经快被陈吉 推出窗户坠楼的一幕 所以当时 是小大师帮了忙 陈吉的亡魂 忽然重伤惨叫 我才会又摔回卧室里 谢瑜虽然没亲眼见到那一幕 但也知道有多惊险 鬼东西 既然真实存在 那么像陈吉那样的人 扎毒扎 变成鬼东西 一定也是传说中的 恶鬼厉鬼 想要害人易如反掌 妈 应该就是你猜的那样 小大师 还悄悄救了坠楼的周芳嫂子 所以 周芳嫂子也没事 谢奶奶 已经从小静那边 知道具体经过 听儿子 也这么说 松口气点点头 那就好 当时陈吉想要让我求救 把周芳引进来 连带着周芳一起杀了 但我一直没出声 可周芳是个热心长的 是我连累了她 谢瑜垂头 妈 周芳嫂子那边 我会好好感谢她的 既然这世上有鬼东西存在 以后您不能自己 再住在那里了 谢奶奶笑起来 妈知道 小静已经跟我说了 我也同意了 说搬到你们大院家属楼去 那边阳气重 一片正气 鬼东西肯定不敢去 谢瑜也是这么打算的 小静这么说的 谢奶奶摇头 那倒不是 小静是觉得 让我住在家属院更安全 怕我年纪大了 一个人住着出了事 连个知道的人都没有 谢瑜越发愧疚 谢奶奶握着她粗糙的大手 看着手背上丑陋的疤痕 摇头轻笑 小瑜 别觉得愧疚 妈没本事 这辈子有你这样的儿子 妈很自豪 之前都是妈不对 早该听你的搬大院去住 可能没今天这回事 谢瑜不这么认为 沉疾穷凶极恶 活着的时候 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死了变成厉鬼 只会变本加厉 就算进不去大院 可老太太 不会永远不出去 只是迟早问题 谢奶奶忽然问她 小瑜啊 既然你遇到了小大师 有让小大师给你算算吗 谢瑜好笑地摇头 没有 谢奶奶叹气 该算算的 老太太其实信这些 只是因为儿子是刑警 从小就不信鬼神 所以一直憋在心里 当初丈夫出任务前 他就心神不灵 不到两个月 就收到丈夫死讯 后来儿子重启警号 他其实是害怕的 小瑜 小大师在哪里 你有联系方式吗 儿子可能不好意思 可他一个老太太 只想儿子每次任务 都能平安归来 至于娶妻生子 给他生个小孙女小孙子 他都已经不舍想了 万一哪天儿子没了 岂不是害了人家姑娘 谢瑜愣了下 他并没和傅君 与互留联系方式 妈 当时那情况 我哪里还记得那些 谢奶奶看了看他 最后又叹口气 那算了 可能这就是命吧 谢瑜却凑近老太太耳朵 妈 小大师给我开了阴阳眼 我以后能看到鬼东西 所以 安全多了一层保障 您把心放肚子里吧 还没等老太太说话 谢瑜手机响了 谢哥 上面找你 好 我知道了 马上去对联 行 我过来照顾老太太 谢瑜和刚回去的小敬 打了个照面 感激地拍拍小敬的肩膀 很快回到局里 将局长示意他看手机 上传回来的山体裂骨带 小瑜 你看这个山体大裂骨 据说是 昨天地震和山洪爆发后出现的 你们带回来那些嫌疑人中 黎英和何治国一再强调 是帝都和海城富家的手段 你怎么看 第174章 将局怀疑拉宝 谢瑜神色没变 脑中闪过拉宝 冲他眨眼点头的小模样 只觉得小家伙 是真的又蒙又霸气 他抬头看向江局长 江局长新吗 江局长摇头 虽然傅君宇在咱们南省 可我们调查过他的具体行踪 他是被黎英的人绑架来的 一起的 还有他妹妹傅拉宝 和他二哥的助理周静 谢瑜点头 对 我查过黎英的卷宗 黎英与海城富家有仇 所以才会安排人绑架傅拉宝 江局长将手机照片投屏 问会议室中其余几人 大家怎么看 有人出声 局长 我当时就在那一片执行任务 但是 我并没感觉到地震 另一人也开口 我也没感觉到地震 第三人出声 我倒是看到那一片天空 黑云滚滚 好像马上会有大暴雨的样子 说了一圈 大家发现 并没有人亲眼看到 地震和山洪爆发的具体画面 那当地人呢 也没发现的吗 谢瑜做过调查 没有 那是三不管地带 除了那些偷渡客 和不法交易分子 普通人根本不敢去那边 L国 是全球有名的混乱 去那边等于送人头 江局长将视线再次落到谢瑜身上 谢瑜 被抓的何治国 自称是悬门大师 会一些悬门术法 他说傅君宇 或者傅拉宝有问题 你怎么看 谢瑜轻笑了下 江局长 咱们不是一向禁止 宣扬封建迷信吗 这 悬门大师 明信吗 江局长也笑 是 可不管怎么审 他一口咬定 自己就是悬门大师 而且确实弄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东西 所以 谢瑜看了同事们一眼 局长说的匪夷所思的东西 大家都看到了吗 同事们摇头 没有 江局长想了想 那你们跟我一起 去见见何治国 让他再展示一下 江局长抬手的时候 谢瑜忽然看到 他手腕上缠绕的一缕黑气 谢瑜很快确认是 鬼东西身上才有的阴气 他在看向江局长时 眼神深沉了很多 江局长 傅先生他们应该还在南省 与其去问不靠谱的所谓的何大师 不如去问问傅先生他们 几个同事觉得谢瑜说的对 对啊 局长 不如我们现在去问傅先生 或者请傅先生来一趟局里 当面对质 江局长没有迟疑点头 可以 他又看向谢瑜 谢瑜 这件事情你来安排 越快越好 谢瑜点头 是 谢瑜找到傅君与周静和拉宝时 三人从酒店出来准备坐车去机场 傅先生 周先生 拉宝 拉宝乃声乃气喊人 谢叔叔 傅君与看谢瑜是开着警车过来挑了挑眉 谢警官是有事需要我们配合吗 谢瑜点头 看这边只有他们几人也不隐瞒 江警局那边的情况说了 着重听到了江局长手腕上的阴气 拉宝有些诧异 谢叔叔是怀疑 那阴气是坏河大师弄的吗 是 拉宝觉得坏河大师肺腑损伤 除非联系上了和他一样的坏大师 否则很难再有力量支撑他掌控别的鬼东西 谢叔叔 我们去和你看看 说完又问傅君与和周静 三哥哥 周叔叔 你们看怎么样 命都是拉宝救的 两人自然点头 我们都听拉宝的 拉宝想到又有垃圾收很积极 那我们走 傅君与和周静一人牵他一只小胖手 走 谢瑜看着忍不住笑起来 去警局路上 谢瑜将将局长对大山大猎古代的情况也说了下 免得等会儿被问到小拉宝被动 拉宝 如果何大师真的是大师 他能通过悬门术法发现是你做的吗 拉宝摇头 不能 那是天灾力量 和悬门不沾边 所以 哪怕就是最最最最厉害的悬门老祖 来了也查不出来 只要他不认 谁也不能锁定他 谢瑜还是担心 真的 拉宝点头如捣算 谢叔叔放心吧 保证查不出来 傅君与和周静 现在完全是拉宝 说什么就是什么 谢警官 相信拉宝吧 真的 谢瑜马上闭嘴 专心开车 车子很快到警局 谢瑜带着两大一小三人 去江局长办公室 江局长 傅先生周先生 和拉宝来了 江局长坐在办公室里 正在打电话 拉宝进去 就看到他手腕上 不算浓郁的阴气 至于江局长本人 拉宝只看了一眼 就忍不住拉了拉谢瑜衣袖 谢瑜马上低头 将耳朵错过去 拉宝跟他说悄悄话 谢叔说 这个江伯伯家里 是不是半个月前办过丧事啊 谢瑜一正 下意识点头 是 拉宝呕了声 难怪 谢瑜疑惑看着他 江局长已经挂完电话 看向他们 傅君宇先生 周静先生 拉宝小朋友是吧 三位请坐 傅君宇抱过拉宝 很自然地走到沙发那边坐下来 傅先生周先生 相信你们来的路上 谢瑜跟你们提过我 为什么麻烦你们跑这一趟 傅君宇一向话少 楚开和拉宝在一起的时候 江局长有话直说 周静补充 对 我们还要赶飞机 江局长眉头微不可见 皱了下又松开 好 那我直说了 南省边境和L国交界那座大山 忽然出现了大裂谷 何治国和黎英一再强调 是你们做的 你们怎么说 傅君宇神色冷淡 声音更冷漠 我们是被绑架过来的 如果有 弄出大裂谷的本事 又怎么会被他们绑架 江局长也不恼 继续问第二个问题 傅先生或者拉宝小姐 学过悬门术法吗 傅君宇准备否认时 拉宝点头了 学过 红爷爷交的 江局长眯眼 红爷爷 他人在哪里 拉宝期盼地回看江局长 拉宝不知道 红爷爷弄了个假坟跑了 拉宝也在找他呢 江伯伯你 能帮拉宝一起找找吗 傅君宇和周静 江局长却笑着点头 当然可以 但拉宝得给伯伯照片 拉宝看他办公桌上 有笔有纸 马上从傅君宇怀里溜出去 抓起纸和笔 刷刷一通话 江伯伯 红爷爷长这样 明示局长 肯定能很快找到他对不对 拉宝画的人物画像的江局长 忽然沉默了 拉宝画了两个圆圈 一个堆着一个 四肢是四根长短 不一线条的线条 头上非常接地气地 画了三根毛 这抽象派红爷爷 他就是找一辈子都找不到吧 算了 先带小家伙去找何治国 至于傅拉宝有没有问题 又是什么问题 江局长脑中信息告诉他 何治国那边会解决 江局长走神时 拉宝发现他两眼呆滞 情况明显不对劲 第175章 老同学你认真的 不仅拉宝发现了 就是傅君与周静和谢渝 也发现了 江局长表情有些僵硬 眼神发直 似乎察觉到什么 江局长猛然回神 谢渝 你先带他们去何治国那边 我马上到 谢渝下意识看拉宝 拉宝点头 谢渝这才带两大衣小出去 到了外面走廊里 谢渝眉头皱起来 拉宝 江局长是不是 拉宝眨巴一下大眼睛 江局长身上虽然有阴气 但是体内没有鬼东西 刚才走神 很像被远程操控的木偶傀儡 谢渝心沉了下来 拉宝 有办法就将局长吗 拉宝笑着点头 当然有啊 谢渝眼睛瞬间亮起来 谢谢你 拉宝 这次他没有再问真假了 因为他和傅君与周静一样 相信拉宝的绝对实力 哪怕再离谱 可鬼神确实存在 匪夷所思的力量 也同样存在 何治国明显憔悴了很多 脸色惨白 看起来心力焦脆 精神违逆 不过在看到 傅君与三人的时候 眼底又多了几分亮色 哼 拉宝听着眨了下眼 坏大师 你想杀拉宝吗 何治国阴沉沉开口 你猜 拉宝笑得灿烂 你想的 哪怕有监控 哪怕也不避讳 任由反噬力量 反噬到何治国身上 所以 盯着电脑的两名警察同志 看到何治国 忽然吐血吓一跳 怎么回事 周静急忙出声 我们不知道啊 我们和他距离这么远呢 想动手也动不了啊 傅君与傅贺 对 而且 我们根本没动 两名警察同志确定 三人说的是实话 去检查了下何治国那边情况 确定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才松口气 何治国 别作妖 知道自己是被反噬的何治国 不敢置信 蹬着傅拉宝 傅拉宝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傅君与冷冰冰开口 拉宝我妹妹 而你何治国 你是个什么东西 算人吗 是披着人皮的牲口吧 何治国看向傅君与的眼神 格外阴冷 甚人 傅君与半点不处 拉宝都能神不知鬼不觉 让那么一座大山 分裂出十多米的裂骨带 何治国在拉宝面前 绝对只有仰望的份 所以 有什么好怕的 他冲何治国讽刺一笑 那眼神看得 何治国胸腔中 怒意翻腾 何治国已经确定 问题出现在傅拉宝身上 可他实在想不明白 他刚才都没出手 只是心里 想要弄死傅拉宝 为什么就被反噬了 难道悬门术法里 还有一种力量 是所谓的读心术 他钻营悬门术法多年 旁门左道各种竞术都有涉链 哪怕不如师父老到精炼 却也敢说 在悬门所有大师里 排得上前二十 一个三岁半的奶娃子 怎么可能什么都不做 就伤到他 何治国死死盯着傅拉宝 傅拉宝 回答我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拉宝撇嘴 坏大师 你心是黑的 人是坏的 耳朵也是坏的吗 三哥哥都告诉你了呀 拉宝是三哥哥的妹妹 他怎么就是东西了 他根本不是东西好不好 何治国根本不信 傅拉宝 你敢不敢和我单独比一次 拉宝想都不想就点头 可以呀 你输了 就把你认识的那些坏大师名单给拉宝 何治国脸都绿了 拉宝瞧着拍拍小胖手 怕了呀 何治国掖住 他能怕一个三岁半的孩子 哪怕傅拉宝再厉害 三岁半的孩子 天赋再高 在不动用傀儡鬼东西 和悬门法宝的前提下 能赢过他 痴人说梦 何治国阴冷开口 傅拉宝 你如果输了呢 拉宝歪头学着大人那样 认真思考了下 要拉宝输了 何治国快速出声 我要你的魂魄 拉宝想都不想点头 好 何治国又补充 鄙视是单纯的鄙视 不能借助任何法宝和傀儡 拉宝又点头 都行 都爱你的来 何治国心里忽然升起一股不安 这么轻易就同意了 难道傅拉宝真的天资出众 可国内悬门大师前二十名内 根本没有这小崽子的名字 江局长到了 你们鄙视 鄙视什么 没等大家说话 江局长看向何治国 傅拉宝是师承红大师 何治国 你确定要鄙视吗 何治国想到 悬门大师前二十名内 根本没有姓洪的 忽然自信起来 江局长 我确定 傅军宇疑惑地看向江局长 江局长难道不觉得 什么悬门什么比试很不科学 非常迷信吗 江局长笑了笑 天桥下那种算命摊子 才是欺骗人的封建迷信 但周易是国学 何治国非常精通 比试周易里学到的本事 我觉得还是可行的 看来江局长非常看好 这位何大师啊 低沉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大家同时回头看 江局长和谢渝同时差一开口 胡厅长 您来了 而拉宝只看到胡厅长旁边 身材高大挺拔的傅清涵 小家伙大眼睛亮晶晶地 迈着两条小胖腿 就冲了过去 爸爸 傅清涵弯腰张开双臂 将小家伙抱进怀里 拉宝 爸爸来接你回家了 拉宝高兴地抱着傅清涵 脖子蹭啊蹭 谢谢爸爸 不过爸爸 拉宝要和坏大师先比试 胡厅长视线落到江局长身上 江局长什么时候开始研究 周易了 是从黎英落网之后吗 江局长身体瞬间绷紧 胡厅长 没有的事 只是 何治国和黎英 一口咬定边境出现的裂骨带 和傅拉宝有关 我这也是 没办法 胡厅长面无表情盯着他 江局长 黎英是什么人 何治国又是什么人 你应该已经查过 而傅拉宝呢 他才多大 让一个三岁半的小朋友来警局 已经不合理 你居然还赞同何治国提出的比试 傅清涵抱着拉宝悠悠开口 江局长是在针对我女儿拉宝吗 理由呢 拉宝忙拉腹 清涵衣袖 爸爸 你看江伯伯手腕 他有问题 傅清涵注意力 这才落到江局长右手手腕上 果然看到一圈浅淡的 不是很明显的黑线 他侧身看向胡厅长 胡厅 既然江局长这么希望 何治国和拉宝比试 要不就成全他 胡厅看向傅清涵 似乎在问老同学你认真的 第176章 坏大师震惊 你怎么没淹死 傅清涵勾了下嘴角 眼底没有半点笑意 胡厅和傅清涵多年老同学 自然知道这老同学的意思 然后冲江局长摆摆手 行吧 江局你既然同意何治国的提议 那就按照你们的来 傅君宇和周静想说什么 不过想到拉宝的强大同时选择沉默 拉宝都同意了 何治国和江局长等着啪啪打脸吧 拉宝忽然奶生奶气开口 坏何大师 记得要愿赌服输哦 不然 你宗祖十八代都会因为 你这个不孝子孙变成游魂野鬼 最后灰飞烟灭 生怕何治国不懂到底什么意思 拉宝还特别认真的解释一遍 就是 你们这一只从祖宗十八代到时候 消失得干干净净 什么都没有的那种哦 何治国 小崽子 威胁他 没了玄门法宝和鬼东西的帮助 他不信自己多年苦修 还敌不过一个三岁半奶娃 行 愿赌服输 我若赢了 拉宝特别豪气 你想成为悬门之首拉宝 都能帮你办到 何治国满眼震惊 小崽子 你可真是 拉宝哼哼 拉宝实话实说而已 你别大惊小怪的 说着 拉宝满脸嫌弃的补充 一把年纪了 还这么没见识 难怪会修那些乱七八糟的害人术法 快比吧 拉宝还要和爸爸哥哥叔叔们回家呢 何治国 小崽子 不趁机弄死他 他不叫何治国 胡听压低声音问父亲寒 确定 真没问题 他可是知道 父亲孩子多 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因为之前被老爷子丢弃 找回来后格外宝贝 这要是出事 父亲寒自然相信拉宝 看何治国的眼神 像看死人 有问题的会是何治国 到时候 胡听想知道什么 只管问他 有拉宝的话在前 他不敢隐瞒半个字 胡听 这说的 怎么跟看玄幻小说似的 傅拉宝这小萌娃 这要牛逼的 何治国这种人 如今是困兽之斗 记得小拉宝和他打赌 几十岁的人了 也好意思 可这种人根本不要脸 若是要脸 就不会做出那么多 丧尽天良的事 脸对他们来说 是最没用的东西 胡听出声 他们怎么比 傅清涵摇头 我不知道 胡听瞪眼 不知道 傅清涵理所当然点头 不过不管比什么 拉宝都会赢 何治国那双想要活刮了拉宝的眼睛 他都想将它们抠出来 当灯泡踩着弯 所以 比试一定会有致命点 下一刻 何治国开口 傅拉宝 我们比闭气 傅清涵微不可见皱眉 傅君宇和周静也满眼错愕 三人下意识看向拉宝 拉宝半点不在意的挥挥手 都行 随你 那马上开始吧 又一分钟过去了 何治国 傅清涵摸了摸拉宝小脑袋 拉宝 有需要记得跟爸爸说 拉宝盲点头 好的 爸爸 何治国说了要求 我们就普通比试 将头放进装满了水的脸盆里 谁在里面时间长谁赢 拉宝小手一挥 看向江局长 好 可以 江局长 快去准备水 江局长 他好歹也是一局执掌 这小崽子 把他当帮佣使唤呢 胡听长看向他 江局 快歇啊 江局长 江局长敏唇 果断去找脸盆装水 一盆两盆 很快送到这边 拉宝看向江局长 江局长 可以把坏和大师的手解开吗 您放心 有拉宝在 他跑不了 江局长这次学聪明了 只要是傅拉宝说的 他都同意 并且马上执行 好 何治国在双手得到自由的时候 瞇了瞇眼 眼底阴至狠辣一闪而过 拉宝看到了 当做没看到 这一片现在都是他罩着 想对顶级人形天灾不利 他都怕何治国 还没被审问钱就挂了 坏何大师 你一定要活得久一些哦 至少要在输了之后 说出所有秘密钱 都要活着 何治国眼神 阴狠地射向傅拉宝 傅拉宝 还比吗 拉宝点头 说了句本拉宝先来 就一头扎进脸盆里 何治国 傅清涵开口 何大师还在等什么 要一个三岁半的孩子 让你三十秒 还是三十分钟吗 何治国 阴沉沉地看了眼所有人 何治国像拉宝一样 将头扎进脸盆里 谁很快没过他们脑袋 四周变得格外安静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傅清涵神色不变 傅君与老神在在 周静也像没事人一样 谢瑜好像被人掐住了脖子 努力告诉自己 拉宝不会有事 可又会下意识担心 胡厅长生怕傅拉宝出事 十分钟后 忍不住问傅清涵 拉宝他 脑袋扎进水里 正无聊地土泡泡完的拉宝听到了 他不好说话 只好抬起两只小胖手 冲胡厅长那边挥了挥 胡厅长 二十分钟过去了 拉宝和何治国依然没动静 半小时过去了 两人依然将脑袋埋在脸盆的水里 胡厅长等人 一个半小时后 何治国身体明显绷紧 拉宝继续土泡泡完 甚至还有心情冲大家挥手 虽然说不了话 但他在用这种方式告诉大家 他好着呢 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后 何治国憋得满脸通红 从水盆中抬起头来 他以为傅拉宝已经淹死了 因为小崽子一直没动静 之前他还察觉到 小崽子双手挥舞来着 他坐在凳子上 大口大口呼吸 头发上脸颊上的水珠 顺着脸颊滑落 衣服很快湿了一大片 傅拉宝 拉宝马上回应 欢快地挥舞着小手 何治国瞳孔地震 你怎么没淹死 拉宝忍不了了 小家伙从脸盆里 刷的一下抬起头 甩了一下头 水花似箭 眼睛瞪得圆鼓鼓的 小乃鹰乃凶乃凶的 你才淹死呢 拉宝好着呢 何治国 不 这不可能 你们一定使诈了 何治国说完 手指在裤兜里一掏 寄出一张低阶神星符 准备先跑再说 结果神星符软啪啪地 从半空中掉下来 落到他面前的脸盆里 很快被水浸透 何治国牙字欲裂 这不可能 傅拉宝 你一定找了帮手 拉宝忽然看向傅清涵 爸爸 拉宝能和他单独谈吗 胡厅长都不用傅清涵 示意快速出声 当然 不过拉宝记得注意安全 何治国忽然极度不安 我不要 拉宝气羞羞哼哼 还要得你要 第177章 留我狗命 我能弄到证据 傅清涵和胡厅长等人走了 审讯室里变得非常安静 拉宝抬头瞅了眼监控那边 小手指动了动 将无形的力量挥过去 屏蔽掉室内监控 江局长办公室里 胡厅长等人看着屏幕 忽然变成一片雪花点皱眉 傅清涵很从容 拉宝不会有事 傅军宇也放心 对 有事的一定不会是拉宝 周静 只要何治国不作死 应该会活着 江局长和胡厅长 你们要不要听听 你们在说什么 这里是警局啊 说这些话合适吗 胡厅长忽然若有深意地 看向江局长 江局似乎对犯罪嫌疑人 何治国格外优待 江局长后背发凉 傅清涵悠悠出声 胡厅 等拉宝出来 让拉宝帮忙看看就好 谢瑜忽然想起 拉宝之前问他的问题 胡厅 江局 之前拉宝问过我 江局家里 最近是不是办过丧事 江局长后背更凉了 胡厅长浓腻的眉毛皱起来 谢瑜 你想干嘛呢 还知道自己身上穿的是什么吗 傅清涵一家子帮傅拉宝小家伙 说话就算了 毕竟一家人 谢瑜可是他们南省这边 赫赫有名的一线战士 也能随着胡舟 谢瑜咳嗽一声 胡厅 我知道自己穿的是什么 应该信仰的是什么 不过 特事特办吗 胡厅长 胡厅长嘴角抿成一条线 然后瞪了傅清涵一眼 傅清涵当作没看到 胡厅长看傅清涵半点不着急的样子 再看看明显心里有鬼的江局长 挑了挑眉 江局 你把黎英和何治国所发案子的资料 都拿过来 江局盲点头 是 江局长紧绷着神经 脑中闪过何治国那双鹰狠毒辣的眼睛 转身亲自出门 往资料室走 但到了资料室门口 他确定四周无人 果断转身 走向何治国和拉宝所在的审讯室 傅拉宝可能真的有本事 但三岁半的孩子 真要动手 会知道轻重吗 何治国真要是就这么死了 他怎么办 他会成为家里的罪人 知道这边监控都出了问题 江局长越走越快 很快推开审讯室门 拉宝刚把何治国神魂从身体里拖出来 在地上拉长搓把呢 背后房门忽然开了 何治国神魂凄厉惨叫 整个审讯室内阴气森森 小家伙搓把到一半 扭头看 谁啊 推开门进来的江局长 只觉得审讯室内温度格外低 他忍不住皱眉搓了搓胳膊 看何治国还坐在原来的位置上 而傅拉宝背对着他蹲在地上 一双小胖手搓面团似的搓着什么 他满眼疑惑 傅拉宝 你在做什么 教育不听话的坏垃圾啊 江局长 这孩子说的什么话 哪里来的垃圾 审讯室里特别干净 绝对不会存在任何垃圾 江局长懒得多看他 快步走到何治国跟前 声音压得极低开口 何治国 你也看到了 现在情况和之前不一样 你如果还想保住这条命 那就马上让你放出去的东西回来 地上被摊平的何治国 凄厉大喊 江局长 救命 江局长吓一跳 因为何治国就在他面前的位置上坐着 他凄厉的呼救声 却是从背后传来的 他背后 江局长迅速回头 背后依然只有蹲在地上 在地上滑拉揉搓空气的富拉宝 江局长不信鬼神 快速回过头 拉了一下身体 做着神魂出窍的何治国 何治国 何治国神魂剧痛 他到现在都不知道 富拉宝到底怎么出的手 江局长 救命 快救救我 人的神魂 不能离开身体太久 时间一长 神魂哪怕还活着 身体会被宣告死亡 他就真的死了 江局长哪怕不信鬼神 这会儿人也控制不住 浑身发冷 何治国 我告诉你 少给我装神弄鬼 你到底在做什么 地上拽着何治国面皮 将他神魂拉的 再平整一些的拉宝 瞅了开始不安的江局长一眼 算了 何治国都在他手里呢 江局长手上的阴气 虽然浓郁了些 但死不了人 先收拾何治国比较重要 江局长的往后靠靠 于是 拉宝随便江局长怎么说 他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继续搓吧团吧揉吧 何治国神魂 何治国神魂撕裂 又被融合 再被撕裂 几乎崩溃 不要 不要了 痛 我 我说 我什么都说 拉宝看看 被他用手指戳的神魂 这里一个窟窿 那里一个窟窿 但是绝对死不了的何治国 愿意说了呀 真的吗 如果不愿意 拉宝还能再玩一会儿的 何治国神魂颤抖 都快流出血泪 不用 不用再玩了 父 拉宝乃呼呼出声 叫我小副老板 你这样的不可回收垃圾 一般都不配跟小副老板说话的 何治国神魂痛哭流涕 后悔万千 小副老板 小得错了 都是小得有眼不识泰山 求小副老板高抬贵手 直接一巴掌 将小的扇到地府都行 拉宝摇头 那不行 你还没死呢 怎么能神魂想去地府呢 没等何治国说话 拉宝乃呼呼问何治国 说吧 你手上多少条人命 背后除了那个叫阴哥的 还有谁 哦 对了 你师父是谁 神魂撕裂的疼痛 何治国不想再体验 本着死到有不死频道的本心 将知道的全说了 小副老板 我是邦里英 也就是阴哥做事 手上人命 十个一个上吧 具体的 我也不记得了 我师父叫三爷 一直在国内 可具体 在哪里我不知道 而且 我也没见过他本人 我们都是通过特殊符咒联系 拉宝欧了声 帝都那个罗里的哥哥罗霄 是你出手害死的 何治国瑟瑟发抖 是 他们兄弟赚了钱就想摆脱我 可哪有那么容易呢 入了我们这一行 从没有脱身一说 拉宝抄着小手手又问他 谁让你抓我的 何治国不敢隐瞒 闭上眼睛惨白着脸 帝都董家现任 当家人董家启 可能还有他们的殷亲宋家 拉宝呜声 证据呢 何治国坠坠不安 董家启做事从来谨慎 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拉宝鼓了鼓塞帮子 冲何治国 笑得特别天真可爱 小副老板处理不可回收垃圾 比董家启还干净利索哟 小副老板 我有办法从董家启那里拿到证据 第178章 小副老板 你良心不会痛吗 拉宝痛快点头 行呀 拉宝给你三天时间 何治国瞳孔瞪大 满眼不敢置信 拉宝问他 三天太多了 那三个小时 何治国惊悚摇头 不不不 三天 就三天 三天可以的 拉宝拍拍小手 一脚将地上 破破烂烂的何治国神魂 踹回他身体里 然后背着小手手 小老头似的走了 看不到人 但旁听了整个过程的江局长 他像得呆头鹅似的 一会儿看看坐在那里 好像石雕的何治国 一会儿又扭头看看 在地上搓把的富拉宝 何治国好像就在富拉宝跟前 可他明明和富拉宝隔了至少三米远 江局长大脑一片空白 后背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被冷汗浸透 房门一开 一股凉风刮进来 他直接透新凉 一直坐在原来位置上的何治国 稍稍动了下 神魂归位 他身上除了之前地震 山洪爆发时的旧伤 这会儿却全身肌肉骨头 连带着肺腑痛得不行 死 何治国这一声嘶 终于惊醒了 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江局长 江局长迅速转身看向他 何治国 刚才到底怎么回事 何治国痛得连一句完整的话 都说不出来 江局 刚才再和小富老板说话 江局长面皮都在抖 你胡说八道 你刚才虽然坐在这里 但嘴巴都没动一下 可确实有声音 而且和富拉宝一问一答 何治国的声音明显畏惧惊恐不安 何治国 小富老板很厉害 我神魂 离体了 江局长 神魂 离体 何治国点头 痛得浑身冷汗狂貌 是啊 简单说 就是我 刚才离死亡 一不知遥 如果 小富老板不把我神魂 丢回身体里 我身体应该很快 会被宣告死亡 江局长 这不科学 可他见识过何治国的手段 知道他没说谎 那现在怎么办 富拉宝明显比何治国厉害很多 而他 之前因为何治国威胁 站在了何治国这边 他完蛋了 前面背着小手手离开的拉宝 又晃晃悠悠 背着小手手转了回来 江伯伯 要不要帮忙收垃圾啊 江局长下意识追问 收什么垃圾 拉宝笑眯眯的 收坏何大师 放去你老家祖坟那边的坏鬼东西啊 不过价格会比较高 江局长看看何治国 又看看富拉宝 果断点头 没关系 再高我都同意 工作是保不住了 可如果何治国留下的鬼东西 还在老家倒腾 到时候 一家子命都可能没了 拉宝眼睛亮起来 多看了江局长一眼 价格却降了下来 五十万 等会儿记得转给拉宝爸爸 好 我现在就去找副总 何治国 不是 小副老板 用我的鬼东西 怒撞五十万 良心不痛吗 拉宝似乎猜到了他的心思 忽然看向他 坏何大师 你有意见吗 何治国下意识摇头 没 没有 不敢有 那鬼东西 他一个符咒过去 保证立马回来 可现在 那鬼东西临死前 还能给小副老板血赚一笔 拉宝背着小手手 一副体制内老爷爷模样 哒哒哒往外走 很快到了 傅清涵他们所在的办公室门口 小家伙礼貌地敲了敲门 爸爸 傅清涵正在和傅君宇 周静说话 听到宝贝女儿的声音 忙回头 拉宝 他大不留心过去 在傅君宇过来之前 将小家伙抱起来 办好了 拉宝点头 办好了 说完拉宝回头 脸色惨白的江局长也到了 江局长忙掏出手机 副总 那个 我这边有个问题 需要小副老板处理一下 我先付款 傅清涵眼底错愕 一闪而过 但还是麻溜拿出手机点 开个人收款嘛 江局长一看手机余额一脸菜色 小副老板 暂时没那么多钱 您看 拉宝笑咪咪的 没关系 拉宝等得起 江局长松口气 将手机里仅有的五万块转过去后 一脸抱歉地点点头 然后转身 给家里打电话 傅君宇和周静好奇 拉宝 这个还能 这么赚钱 拉宝点头 那必须的 不然拉宝怎么能是 收垃圾的小副老板呢 已经骂了的谢鱼咳嗽一声 拉宝 要多少钱 拉宝笑得特别欢快 江伯伯要是开始没有帮 坏和大师说话 拉宝可以免费帮忙的 但他说了 所以 拉宝要掏空他存款 胡听长听得一愣一愣的 下意识追问 掏空江局需要多少 拉宝眨巴着圆鼓鼓的大眼睛 笑得露出两颗小虎牙 五十万 胡听长 这时候 江局长已经打完电话回来 手机也收到了转账 他神色有些尴尬 副总 剩下我的再转给您 但还差三万 需要 明天了 傅清涵点头 胡听长看着 发现转账吩咐四次 来自四个人 其中一个他认识 是他和江局共同的朋友 局里另一个同事 谢鱼拿起手机 凑到傅清涵扫码 转过去三万 傅清涵看了下总转账 正好五十万 拉宝 五十万齐了 江局诧异看向谢鱼 谢鱼心情复杂 江局是个好人 局里 谁有事 他一般都会帮忙 也一直兢兢业业 连结奉工 所以 江局帮何治国说话时 他很震惊 还有愤怒 现在哪怕不问 他也能猜到 江局为什么会帮何治国说话 需要拉宝出手 必然和那些 他们曾经根本不相信 存在的非人相关 江局长看着谢鱼 老脸一红 又跟着发白 再忽然抬手 狠狠给了自己一个耳光 我糊涂啊 谢鱼能理解 但不会原谅 如果江局这个身份地位的人 都能因为家人受制于人 然后偏向不法分子 那将来会有多少无辜的人 受到不公 甚至死亡 知法犯法更可怕 拉宝看看后悔莫及的江局 又看看满脸你们到底在说 什么做什么的胡厅长 爸爸 既然江伯伯已经付款了 拉宝该去干活了 傅清涵点头 周静 你留在这边配合警方调查 周静还想去看热闹呢 行吧 傅清涵悠冷的视线落到他身上 嗯 周静马上端正态度 行 没问题 胡厅长满脑门问号 准备问傅清涵时 谢鱼主动开口 胡厅 您要不亲自去审核治国 胡厅长一愣 点头 对 当事人就在局子里呢 他还问傅清涵做什么 而且 以傅清涵对傅拉宝的疼爱 估计问不出什么机密问题 第179章 我做了错事 胡厅长去审核治国 拉宝一家三口 和江局长离开警局 开车回老家 江局长并不是南省省会本地人 老家在隔壁市下面一个小县城的小镇上 一行四人 达到江局长老家小镇时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 江局长并没大晚上打扰老父亲 而是江父亲韩父女三人 先在小镇上的宾馆安置好 自己先回祖宅那边 拉宝提醒他 那鬼东西就在老宅里住着 暂时还算安分 江伯伯回去后 记得先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不然他可能会跑掉 拉宝想着 他都坐了好几个小时的车过来收垃圾 可不想什么都没抓着 很丢校服老板的脸啊 江局长忙点头 好 拉宝放心 拉宝又交代了几句 江局长才驾车离开 父亲韩低头问怀里宝贝女儿 拉宝 那鬼东西 现在不受何治国控制了 拉宝点头 对 何治国自身难保 那鬼东西因煞气极重 至少是粒子头的鬼东西 何治国压不住他 傅君宇想到什么 试着开口 拉宝 那鬼东西 会不会想对何治国下手 傅君宇从前不信鬼神 可也架不住各种鬼怪小说电影 各种广告 他也飞快扫过不少 鬼东西的报复心很重 一旦得了自由 应该会变本加厉反噬 看陈吉就知道了 死后成了厉鬼 直接找谢警官家人报复 拉宝点头又摇头 这个鬼东西活着的时候 应该和陈吉差不多 他的死亡可能和江局长有关 所以江局长老家这边 还有至亲在 何治国那边根本跑不了 拉宝觉得 他应该暂时不会去找何治国 傅君寒点头 何治国是邪术师 会很多旁门左道 这个鬼东西 如果想一击必杀 最好的办法 就是在这边先吞噬掉 江家人强大自己 再去找何治国 拉宝啪啪鼓掌 爸爸说的对 就是这样 傅君宇 所以江局长 今天晚上会有危险吗 这次拉宝坚定摇头 不会 江局长离开的时候 拉宝分了一丢丢丢丢 力量在他身上 而他自身还有正气在 哪怕被何治国气息 有很小变化 但那鬼东西 不敢轻易动手 傅君寒和傅君宇 同时开口 拉宝力量分出去了 会对拉宝有影响吗 拉宝摇头 不会 拉宝力量 比之前精进了很多呢 傅君寒和傅君宇 父子都不了解 小家伙怎么修炼的 但只要小家伙 身体健康就好 傅君寒轻轻宝贝女儿小肉脸 那就好 傅君宇拿了房卡 往电梯那边走 爸 我们先上楼休息 拉宝还小 睡眠一定要充足 傅君寒抱着拉宝 大不留心跟上去 傅君寒父女三人 这边温馨平静 欢声笑语 回到老家推开家门的江局长 脸色刷得一下白了 爸 快九十岁的江老爷子 打着手电筒从房间出来 也不知道要去做什么 结果脚下一滑喷的一声 摔在地上 江局长快速冲过去 江老爷子扶起来 爸 你怎么样 江老爷子只觉得屁股痛 别的都还好 老大 你怎么回来了 江老爷子看看黑漆漆的天 估算了下时间 这会儿快凌晨了吧 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江局长想到 家里还有个不知道藏匿在哪里的鬼东西 到嘴边的话吞了回去 爸 我就是临时出差路过这边 所以回家看看 江老爷子松口气 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家里出什么事 你大半夜赶回来呢 江老爷子在大儿子的搀扶下 慢吞吞起来 然后父子俩一起到了客厅里 江局长皱眉 爸 大晚上你到院子里 是有什么事吗 提到这个江老爷子一拍大腿 还有 看吧这记性 都忘了出来干嘛的 说着 江老爷子就要往外走 被江局长拉住了 爸 到底什么事 你说 我去办 江老爷子点头 我听到你妈生前养的那几只老母鸡 一个劲儿的叫唤 按说大半夜的不应该啊 老大 你快去看看 可别是有黄虎狼 江局长一句 这又不是村里 哪里来的黄鼠狼 在想到鬼东西的存在后 直接吞回去 好 爸 你去休息 我马上去看 江老爷子睡不着了 你去看吧 爸去厨房给你煮碗面 老大干的是 为人兵服务的好事 有时候出任务宝 一顿饿一顿的 这个点回来 肯定没吃饭 江局长知道拦不住 也不多说什么 老宅的院子很大 西边有一个用网子围起来的鸡圈 里面养着七八只老母鸡 老母鸡们这会儿非常安静 都在自己窝里趴着睡着 江局长走进这边时 忽然觉得背脊发凉 他下意识转身看 大半夜的 院子里的路灯走关了 他用手机手电照明 什么都没看到 但江局长知道 鬼东西应该就在这边 老爷子说 老母鸡们哥哥叫唤他 才出来查看 然后才摔了娇 这会儿 老母鸡们格外安静 叫唤得很厉害的家禽 不会突然变得这么安静 除非有什么东西在 江局长稳住心神 一遍遍回想着拉宝的话 他紧握着手机 像不知道世上有鬼东西 存在一样 四处照了照 然后没事人一样 上台阶进门 爸 我看过了 没有黄鼠狼 老爷子已经了一大碗面条 上面还握着两个 金灿灿的煎蛋 边上是两大块卤肉 再是星星点点清爽的葱花 没吃晚饭的江局长 忽然觉得特别饿 老爷子拍了拍他肩膀 老大 快吃吧 江局长看一眼 销售了很多的父亲 想到因为何治国的本事 他一念之差走错路 哪怕被拉宝拉了回来 他心中依然无法原谅自己 他盯着承载了 浓郁富爱的面条 忽然开口 爸 我快离职了 等离职后 我就回来照顾您 江老爷子愣了下 看了大儿子好一会儿才出生 老大 是不是工作上 遇到什么麻烦了 老大从小的梦想 就是当一名人民警察 这么多年过去 他已经到了局长的位置 老爷子欣慰又骄傲 羞愧自责 爸 我做了错事 险些酿成大祸 江老爷子沉默了会儿 知错能改善莫大烟 既然想回来 那就回来吧 你妈虽然没了 爸还在呢 外面鬼东西 阴冷地盯着江局长 阴侧侧开口 要被辞了呀 真好 警局他进不去 可这里 很快是他的天下 第180章 拉宝 去贴最后一张 俯永不超生吗 鬼东西 想趁机从江局长身上 稀释生机 可发现江局长 暂时还是一局智掌 他依然不能离他太近 哼 给老子等着 等你被警局开除时 就是老子吞噬你的时候 鬼东西透过玻璃窗 满眼贪婪地盯着江局长看 血红的眼睛 阴森可步 那视线几乎化为实质 坐在客厅里 大口吃着面条的江局长 只觉得脊椎发凉 从头窜到脚 那鬼东西 正盯着他 他要稳住 否则留下祸端 他是全家罪人 好在鬼东西发现 暂时对付不了 江局长很快转开视线 身影一闪 飘去了院子西北方卧室那里 江局长看不到鬼东西 察觉到让他全身发凉的视线消失后 猛喝一口面汤 然后大口大口喘息 江老爷子吓一跳 老大 你这是做什么 爸不说了吗 知错能改就好 人这一辈子 哪有不犯错的时候 只是有的时候错误大一些 只要你不是食恶不赦 或者害得老百姓家破人亡 爸都觉得 可以改过自新 从头再来 江局长低垂着头 一边往嘴里塞面条 一边含糊出声 险些有人发现得早 不然 爸 我可能真会变得那么食恶不赦 江老爷子瞪眼 你这个 他最终还是没说什么 站起来转身气羞羞 回房间休息去了 西北边卧室里 传来一声尖叫 啊 江老爷子没听到 江局长却听得清清楚楚 跟着是弟弟惊醒的声音 玉兰 怎么了 江局长迟疑了下 还是放下筷子 转身到了院子里 院子里阴风大起 刮得呼呼作响 快到夏天了 出现这么阴冷的 风自然不正常 江局长自然想到了鬼东西的存在 是鬼东西作妖 弟弟和弟媳 会有事吗 江局长快步冲到西北卧室门口 明泽 怎么了 卧室里江明泽打开电灯开关 看到置物架倒在床边 置物架一脚正好砸在妻子放在床边的腿上 玉兰 冯玉兰 冯玉兰痛得脸色发白 明泽 置物架怎么倒了 江明泽快速起身 将置物架挪起来 挪得远远地 再跑回来 看妻子被砸到的地方 红了一大块 骨头怎么样 冯玉兰摇头 不知道 但是很痛 正好外面传来江局长的声音 江明泽愣住 侧头看向门口 大哥 江局长摁了声 是我 我刚回来 你们怎么样了 冯玉兰冲江明泽摇摇头 江明泽忙回应外面 没事 房里有东西忽然掉了 玉兰被吓着了 安慰了冯玉兰一会儿 江明泽想法和老爷子一样 以为大哥出了什么事 快速开门出来 大哥 这都下半夜了 你怎么回来了 江局长依然坦白 工作上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很快会被撤职 到时候准备回老家来住 江明泽不敢置信 很大的错 还会被撤职 江明泽脸色陡变 大哥 你不会是贪了吧 他大哥不是那样的人 六七点还打电话 让大嫂给转账呢 他本来不知道这事 大哥大嫂还有侄子 住在南省省会 他和妻子儿女老爷子 一起住在老家这边 要不是大嫂以为他知道 什么事给他打电话 他根本不知道 大哥让大嫂把所有钱转过去 江局长瞪了弟弟一眼 没有的事 他如果贪 哪里会连五十万都凑不齐 还需要谢于最后帮忙 转三万给父亲喊 江局长叹口气 总之 啊 明泽 卧室里传来冯玉兰惊恐尖叫 江明泽马上推开门冲进去 江局长担心 不方便守在门口 背对着卧室方向 一双眼睛锐利地看向四周 院子里阴风四溢 但老爷子那边似乎不受影响 江局长猜测 鬼东西 现在想针对弟弟和弟媳妇两人 玉兰 怎么了 冯玉兰指着玻璃窗全身发抖 明泽 刚才窗户外面有个人 看起来 好吓人 江明泽皱眉 快速跑到窗户边查看 甚至还把窗户推开了 脑袋探出去四周看 玉兰 没有 江局长在门口迟疑 是不是我刚才从那边过来 冯玉兰听到江局长的话摇头 大哥 不是你 我记得刚才你已经在门口 和明泽说话 江局长 所以是鬼东西 在故意吓唬弟媳妇 江局长不怕鬼东西报复他 他从穿上那套衣服的那天起 就没想过 这辈子能寿终正寝 他能活着 都是同事们的保护和牺牲 可他怕家人出事 所以他理解解鲑 为什么三十多岁了 依然不谈恋爱 哪怕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 也不会请护工长期照顾 一旦和他们有长期联系 很容易被那些亡命之徒盯上 尤其是被那些曾经被他们抓的家人的抱负 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南省省会 而愿意老爷子和弟弟一家 都在老家这边的原因之一 江局长走神时 冯玉兰忽然出声 明泽 这几天 我总觉得不对劲 不是家里的鸡大半夜叫唤 就是出门 买个菜我都能连摔好几次 江明泽皱着眉眉说话 冯玉兰虽然觉得不合适 明泽 你说是不是咱们没将咱妈送好 咱妈不愿意来啊 江局长下意识否认 不会 江明泽也出声 不可能 江局长怕引起鬼东西怀疑 又补了剧 世上无神鬼 别说那些封建迷信的话 如果怕的话 一直开着灯 我就在院子里守着 我倒是要看看到底有什么东西 江局长说完回客厅拿了张凳子 直接摆在院子里坐下 冯玉兰出头这位大哥 拉了拉丈夫衣袖 明泽 我也不是故意那么说的 可是最近咱们家里确实各种怪事 这不是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吗 江明泽也知道 最近家里不安宁 他开车上班路上 连着三次险些车毁人亡 每次都死里逃生 大哥是警察不信那些正常 别生大哥的气 实在不行 回头找给咱妈办丧事的那位先生 打听打听 让他来家里看看 冯玉兰松口气 好呢 江局长真的就在院子里坐了一夜 哪怕江明泽一劝再劝 依然没劝动 天蒙蒙亮 确定院子里阴风消散后 他拿起车钥匙出门去宾馆 接父亲韩妇女三人 而冯玉兰也起了个大早 去找半个多月前 给婆婆办丧事实请的先生 江局长带着父亲韩妇女三人 吃过早餐回来时 冯玉兰已经和请来的先生 在院子里到处看了 玉兰 你们家一切正常 真的没事 要不我们再去你婆婆坟上看看 拉宝翘无声息布下结界 然后奶生奶气开口 去将奶奶坟上 贴下最后一道定魂符 让江奶奶永不超生吗 第181章 阴阳先生是金怪 先生诧意回头 你 他视线掠过傅拉宝 从父亲韩和傅君与父子脸色扫过 然后微不可见皱眉 沉下脸 冯玉兰 既然你请了别的人过来看 那为什么还请我 没等冯玉兰说话 先生转身就往外走 傅君韩和傅君与父子 明显看到院子西北阴暗角落里 飘过来一团黑影 阴森森的 傅君与眯眼 爸 是鬼东西 傅君韩点头 没事 拉宝肯定看到了 拉宝自然看到了 也听到了爸爸和三哥哥的对话 他暂时没有理会那鬼东西 因为结界已经布下 那鬼东西插翅难逃 有问题的是这个先生 身上气息阴冷 眼睛更冷 看着一点不像人 而像是受累 拉宝看向江局长 江伯伯 你们都到拉宝爸爸和三哥哥后面去 江局长毫不犹豫 一把拉住准备上前的弟弟江明泽 明泽 拉住你媳妇 江明泽虽然不知道什么情况 但还是照做了 冯玉兰被江明泽拉住 神色尴尬 连忙冲那位先生解释 先生 这里面可能有误会 江局长点头 对 确实有误会 我弟媳妇不知道 我带了大师过来 所以才去请了你 先生阴沉着脸 一双阴冷的眼睛扫过江局长挤人 最后定格在江局长身上 所以 是江局长想要对付我 故意请了 这位所谓的小大师过来 拉宝自我介绍 这位先生 请教我小副老板 先生原本阴冷的瞳孔猛然一缩 你说 你是谁 拉宝挺起胸膛 乃声乃气自我介绍 付拉宝 专门收垃圾的小副老板 先生 拉宝看着人的表情知道 他应该认识自己 或者听过他的威名 既然你知道拉宝 那你是自首 还是让拉宝动手 先生盯着拉宝看了又看 那双原本阴冷猛缩的眼睛 一点点恢复之前的阴质很利 然后在冯玉兰几人的惊讶下 变成了一双森寒的树童 小副老板确实厉害 不过 小副老板到底年幼 我虽然修为不高 到底年长小副老板很多 小副老板是个生意人 该最是懂规矩 难道不知道 先来后到的道理 拉宝歪头 先来后到 先生冷冰冰开口 是啊 先来后到 江家是我先盯上的 拉宝懂了 你觉得 拉宝是想和你抢江家契运 不然呢 小副老板 还想乐于助人 拉宝点头 当然啊 红爷爷教过拉宝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才能让拉宝越来越好 这位先生听了 哈哈大笑起来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小副老板 怕不是被你那位 红爷爷骗了吧 拉宝敏唇 漆黑的大眼睛里 带了怒意 污蔑拉宝的红爷爷 看拉宝的 拉宝说完直接抬手 无形力量从掌心散开 直逼先生面门 而想要藏在 先生衣袖里的鬼东西 察觉到恐怖力量靠近 果断从先生衣袖里 窜出去 瞄准了在场所有人中 最好控制的冯玉兰 直冲冯玉兰冲过去 傅君宇速度比傅清涵 更快挡在冯玉兰跟前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胆子 冲着扑过来的鬼东西 就是一脚 傅君宇身上有拉宝的气息 顶级天灾属性 自然保护他 所以 那一脚结结实实 踢在鬼东西心口 痛得鬼东西都怀疑鬼声 你 不可能 你明明是个普通人 这会儿 太阳还没出来 鬼东西周身阴气四溢 看起来黑漆漆一团 但因为他主动冒头 所以江家人看得分明 冯玉兰满脸惊骇 这是什么 江局长虽然也是 第一次见到鬼东西 可因为何志国跟他提过 所以他惊讶但不害怕 这是鬼东西 江明泽恍惚 大哥 你不是说世上无神鬼吗 江局长敏唇 神色尴尬 我从前确实那么认为 但是 被现实打了脸 所以才请了拉宝他们过来帮忙 江明泽和冯玉兰震惊 大哥知道 家里有鬼东西 江明泽追问 大哥是特意为了鬼东西回来的 江局长点头 是 只是昨天晚上 拉宝 让我当作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 我不方便告诉你们 怕打草惊蛇 江明泽和冯玉兰负气 冯玉兰哆嗦出声 所以昨天晚上 我看到的窗户外面的那个人影 傅君宇接话 应该就是这个鬼东西 我刚才看了遍 只有这一个鬼东西 别处很干净 冯玉兰两眼一番 直接晕了过去 这在傅君宇意料之中 他迅速出手 拉住冯玉兰胳膊 顺势将他往江明泽那边一推 江先生照顾好夫人吧 江明泽抱着晕过去的妻子 下意识点头 好 江局长扭头看了眼老爷子那边 老爷子那边还没动静 估摸着还没起床 他忽然松口气 老爷子年纪大了 要是看到这一幕 估计也会被吓着 拉宝冯玉 竖起大拇指 三哥哥踢得好 傅君玉诧疑又高兴地笑起来 拉宝 我也没想到 我居然能踢到他 拉宝一点不意外 因为三哥哥是拉宝家人啊 所以能踢到 因为三哥哥能看到鬼东西了 也算开了阴阳眼 拥有阴阳眼者 自然能踢到鬼东西 像爸爸周静叔叔 他们都可以 鬼东西在地上一个翻滚爬起来 面孔猙獰 牙子欲裂 再次冲冯玉兰那边冲过去 这次是父亲寒上前 结果鬼东西虚晃一招 化为一道 黑雾王老爷子所在的卧室去了 江局长大惊边追边怒吼 站住 要报复冲我来 不要伤害我的家人 鬼东西猙獰冷笑 不 最好的报复 就是当着你的面 杀光你所有的亲人 哈哈 江局长神色大变 可速度比鬼东西慢了很多 父亲寒想帮忙 也追不上鬼东西 那边装作先生的东西 从对方身体里挣脱 变成尖嘴獠牙的黄鼠狼 他冲拉宝尖笑一声 然后扭头就跑 第182章 要把他丢汉侧里 拉宝半点不意外 对方虚晃一招 两只小胖手同时一抬 一股力量 扑向已经到了老爷子 卧室门口的鬼东西前 一股力量对着黄虎狼天灵盖兜头而下 两声如出一折的凄厉惨叫 鬼东西瞬间化为一团浓雾 被拉宝勾了过来 黄鼠狼更惨 直接神魂离体 拉宝看都没看他的本体 直接勾了他神魂过来团吧团吧 然后嫌弃味道太浓了 先装进裤兜里留着 这种味道的 必须回去沾着浓郁的酱汁 拌着才能下嘴 不然太刺鼻了 鬼东西四分五裂的神魂 则是被拉宝翘无声息搓吧 傅君宇一侧头正好看到拉宝 拉宝嗷乌两口吞下去 含糊应着 三哥哥怎么了 傅君宇指指他小嘴巴 你 拉宝嗷了声 三哥哥拉宝加个餐 傅君宇 行吧 又长见识了 他第一次看到拉宝吃鬼东西 很难不惊讶 可以想地震山洪拉宝说有就有 又觉得拉宝吃鬼东西而已 似乎更不值一提了 傅君宇想明白了 又问拉宝 拉宝 另一个呢 怎么不吃 拉宝还没回答呢 父亲含说话了 味道可能太臭了 拉宝嘿嘿笑起来 爸爸说得太对了 味道太臭了 傅君宇惊讶 不是都已经成了鬼东西吗 拉宝点头 就算是鬼东西 那也是有味道的 三哥哥 有的鬼东西味道很好 一般那种都是可回收垃圾 拉宝会交给地府工作人员 而像黄鼠狼和刚才拉宝吃掉的那个 味道一个比一个差 不过不可回收垃圾 味道比黄鼠狼还是好很多的 所以 他直接就干掉了 至于黄鼠狼 或许是为了保住小命 所以故意催发了身体里的臭气 这会儿 整个神魂都臭得不行 不过没关系 真饿了他什么都吃 一家三口说话时 江局长和江明泽兄弟 从老爷子房间里出来了 老爷子刚醒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江局长随便找了个理由 稳住老爷子 这才快速出来看情况 江明泽看到地上比土狗 都要肥大的黄鼠狼吓一跳 这是 拉宝乃呼呼解释 曾经五百多年的黄鼠狼 手上有不少人命 不过现在已经死了 江明泽面皮抽了下 曾经五百多年 拉宝点头 对 不过叔叔别怕 已经死了哦 江明泽 江局长忙出声 谢谢 小副大师 拉宝小大人搬摆摆手 江伯伯 我们是做生意 你出钱拉宝出力 拿钱办事 这都是拉宝应该做的 江局长依然对着拉宝 九十度弯腰鞠躬道谢 还是要谢谢小副大师 否则我们一家老小 怕是一个都跑不了 老家这边 不仅有鬼东西 还有黄鼠狼 如果不是遇上拉宝 他们一家子是 半点活路都没有 想到之前 自己因为何治国的威胁 帮着何治国说话 江局长抬手猛地 给了自己两个耳光 啪啪 连着两声 江局长脸颊很快红了 江明泽也跟着弯腰鞠躬道谢 听到动静 盲看向江局长 大哥 你这是做什么 江局长摇摇头 满眼羞愧愧疚 明泽 你别管 大哥做错了事 如果不是遇到小副大师他们 可能我们一家人都会死绝 还会害不少人 更甚至放过满手血腥的恶人 江明泽郑住 大哥 拉宝软软开口 江伯伯 人都会犯错的 江伯伯之所以答应帮坏何大师 是因为江伯伯家人被威胁了 想了想 拉宝又补充一句 但帮了就是帮了 所以 拉宝要了你全部身家的费用 犯了错自然要有惩罚 不然谁都不会在意错误 然后一犯再犯 最后变成不可收拾的大错 江局长愣了愣 然后抹把脸 对拉宝佩服得五体投地 小副大师 能遇到你是我江明海 这辈子最好的运钱 拉宝乐呵呵的 不对不对 江伯伯 你有这么好的家人 才是你这辈子最好的运钱 在拉宝看来 但凡江局长的家人三观不正 鬼东西能很快作妖 江局长根本等不到遇到他 江家一定会出大事 江局长看了眼弟弟 满眼感激 小副大师说的是 江明泽低头开口 红着脸尴尬开口 大哥学习好 能保家卫国 我学习不好 只能承欢西夏了 总不能两个儿子 一个都不在身边 家里老人年纪大了 该多孤单 有个万一 他们都不知道 江老爷子从里面出来 一眼看到院子门口 黄鼠狼尸体一愣 这是黄大仙 江明海和江明泽两兄弟 并不打算瞒着老人家 毕竟说起来 老爷子和老太太都信那些 江明海开口 是 爸 不过这黄大仙 害了不少人 是自作孽不可活 江明泽附和 对 爸 多亏了小副大师 否则我们家 要鸡犬不宁了 连带着妈那边 都可能出现变故 江老爷子愣了一下 很快接受现实 毕竟酒食了 吃过的盐 比儿子吃过的饭都多 他一眼看出 父亲韩父女三人 身份不一般 忙笑着道谢 谢谢你们 帮了我们老江家 这么大的忙 救了我们老江家 所有人 谢谢 拉宝笑着喊了声江爷爷 父亲与开口 都是拉宝的功劳 我们只是陪我们家 拉宝过来 父亲韩也淡淡出声 江老爷子 拉宝和江局长 是做生意 迎货两气 只是做了他该做的 拉宝点头 对对对迎货两气 江爷爷不用说谢谢 没等江老爷子说话 拉宝又快速开口 江爷爷 我们去江奶奶坟上看看吧 拉宝 把那边的东西毁掉 江奶奶才能安心去投胎 江老爷子愣了愣 这黄大仙 还没让我家老婆子去投胎 拉宝点头 去是去了 不过江奶奶神魂被动了手脚 地府那边投胎检查时 一定有问题 江老爷子 气得对着地上黄鼠狼的尸体 狠狠就是两脚 可去他的黄大仙 居然连死人都坑 不行 我要把他尸体丢汗侧里去 不然我咽不下这口气 太缺德了 拉宝举双手赞同 可以可以 他那么臭 就该和臭臭待一起 裤兜里神魂受损严重 没有任何反抗之力的黄鼠狼 第183章 神魂都散了 黄鼠狼无法容忍 遗体被这么羞辱 神魂两眼一番 一口气没上来 直接气晕过去 拉宝丝有所感 拍了拍裤兜 老实点 昏过去前一秒的黄鼠狼神魂 他特么的 还能怎么蹦的 他现在神魂都快崩了 黄鼠狼其实很不甘心 他修行几百年 好不容易在如今 这个悬门示威的社会 混得风生水起 也知道藏桌 所以 这些年来 他每过十多年 就换一个身份 这次还是选了一个 不起眼的小镇上的阴阳先生 结果遇上飞人圈子里 人人闻风丧胆的小副老板 这都什么命 黄鼠狼彻底失去意识 拉宝决定速战速决 看大家都起来了 马上问江老爷子 江爷爷 我们能现在 去江奶奶坟上吗 江老爷子盲点头 当然当然 求之不得 黄鼠狼都解决了 鬼东西也被干掉了的 江奶奶坟头那点小动作拉宝 跟着江老爷子等人过去后 只是围着坟转了一圈 抬抬小手指就解决了 江明海一直注意着拉宝 发现他的小动作有些震惊 拉宝 这就 好了 拉宝点头 好了呀 只要告诉地府工作人员 江奶奶是无辜的就行了 江明海 抬抬手指就是 告诉了 拉宝笑眯眯的嗡了声 当然啊 太复杂了 只会加重地府工作人员工作量 他们忙着呢 所以拉宝一般能简单处理 就简单处理 江明海 拉宝自顾自解释 比如早上那个坏鬼东西 其实也能送到地府去的 但拉宝觉得没必要 毕竟沾染了那么多血腥的存在 去了地府也投不了胎 还要在十八层地狱煎熬 不如让拉宝给他一个痛快 说着 拉宝黑黑一笑 这是红爷爷说的双赢 江明海 行吧 拉宝说行就行 他忍不住也像拉宝那样 围着亲妈的坟转了圈 不知道是心理原因还是怎么的 发现亲妈的坟周边 空气都是柔和的 和当初下葬时 那种阴冷完全不同 拉宝笑眯眯问他 江伯伯 是不是觉得浑身暖洋洋的 没有那种阴冷感了 江明海正住 是 拉宝点头 这就对了 父亲含宠溺的摸摸拉宝的头 拉宝 还需要注意什么吗 江明海 和站在坟头的江老爷子 同时看向拉宝 拉宝一手牵着爸爸 一手牵着没说话的三哥哥往回走 也没什么需要注意的 就是逢年过节 记得回来上个坟就行了 正常流程就行了 哦 对了 因为江伯伯你是为人民服务 除了坏和大师的问题上犯了错 但也没良成大错 所以江奶奶去了地府报到 一定会跟地府工作人员夸你 地府规则最公正严明 讲究祸及子孙 也服孕家人 所以江伯伯 你将来哪怕不再警局上班了 也会有很好的运到的 江明海满脸诧异 拉宝已经牵着爸爸和三哥哥的手 蹦蹦跳跳走出去很远 江爷爷 江伯伯 再见 拉宝要和爸爸三哥哥回家了 江明海这才缓过神来 爸 我去送送他们 江老爷子想亲自下厨 招待拉宝妇女三人 好好感谢他们 但估计拉宝他们不同意 只好放弃了 走 家里的土鸡蛋大烧鹅 还有不少 等会儿放车上 给他们一起带回去 这是救了他们全家呀 大恩不言谢 他也不善言辞 不如拿老家这边当地老人 最喜欢又最营养的东西 临行前 拉宝要拒绝时 父亲寒和父君宇同时出生 拉宝 拿着吧 是江家人的一片心意 江老爷子点头 是啊 拉宝 拿着吧 江爷爷 真的谢谢你们 拉宝眨眨眼 好 拉宝谢谢江爷爷 给拉宝这么多好吃的 江爷爷注意身体 江伯伯也是 还有告诉江叔叔 冯阿姨睡一觉就好 醒来后 他什么都不会记得的 江明泽之前 一直怕妻子出事 所以没有去后山坟上 这会儿听到拉宝的话 满脸感激 拉宝 叔叔真的 除了谢谢 不知道还能说什么了 拉宝已经坐上车 奶呼呼出声 江叔叔照顾好冯阿姨 和他肚子里的宝宝就好了 江家父子三人震惊 拉宝 你的意思是 拉宝好奇地回看三人 江叔叔 你不知道冯阿姨 有小宝宝了吗 江明泽摇头 怎么会呢 你冯阿姨之前 生宝宝时 伤了身体 医生说 不能再生宝宝了 拉宝乐呵呵的 那会儿不能再生宝宝了 不是现在不能再生宝宝了吗 江叔叔可冯阿姨行了 可以带他去医院 做个检查确认一下的 江明泽一愣 江老爷子一巴掌 护在他后脑勺上 拉宝说的话 你还不信了 江明泽忙摇头 没有没有 爸 我就是 就是 江明海已经启动车子 爸 我们先走了 你们注意身体 拉宝挥着小手 江爷爷再见 江叔叔再见 上午十一点多 三大一小回到南省省会 江明海所在警局 周静一直在这边等着 看到几人回来 忙迎上来 副总 居与少爷 拉宝 江局长 你们回来了 拉宝欢快地喊人 周叔叔 拉宝和爸爸哥哥 还有江伯伯伴 完事回来了 坏和大事招了吗 周静想抱小拉宝 不过因为拉宝 被傅清涵抱着他 不敢从大坝总手里抢人 只能管住自己的手 招了 全招了 傅清涵将拉宝 放进傅君与怀里 君与 拉宝 爸爸去看看老同学 很快回来 江局长开口 傅先生 我和你一起去 好 傅清涵和江局长 一起去见留在这边的胡厅长 周静一把从傅君与怀里 将拉宝抱过去 傅君与挑眉 周静 你刚才怎么不从我爸手里抢 周静单手抱着拉宝 摸了摸鼻子 那毕竟是大副总 傅君与 你还喊我君与少爷呢 周静 那你平时还喊我一声周哥呢 傅君与 他虽然是计算机天才 全球排名第一的黑客 可他不善言辞 所以被掖的一句话说不出 拉宝看看周静 又看看傅君与 爸爸进去肯定五分钟左右 周叔叔三哥哥 一人抱拉宝两分半钟 傅君与和周静同时乐了 拉宝 你还挺会端水 跟着周静又问 那如果大副总一直在这里呢 拉宝机灵着呢 直接甩锅 那你们得和爸爸说 和拉宝没关系啊 小家伙刚说完 小脸神色变了 不好 坏和大师神魂都散了 第184章 大哥二哥抢娃 拉宝从周静怀里溜出去 以最快的速度 冲到之前见何治国的审讯室里 何治国歪着头靠着椅背 已经没了呼吸 而他的神魂也消散的 只剩下最后一丢丢 拉宝迅速抓住 何治国神魂虚弱的 连说话都做不到 江局长和胡厅长 以及傅清涵 很快赶来 拉宝 拉宝小眉头紧皱 爸爸 坏和大师死了 胡厅长不敢置信 怎么会 一分钟前我才从这边离开 拉宝认真解释 胡叔叔 一些邪术师想要害人 半秒钟都能杀掉数十人 胡厅长审问何治国时 已经知道鬼东西这些不合理的存在 所以在拉宝提到邪术师杀人时 接受良好 所以是邪术师杀了何治国 拉宝点头 是 应该是他师父森爷 父亲还想得更多 森爷现在极有可能在帮宋家办事 不然为什么我们这边 刚从何治国嘴里 套出有用的消息 下一刻他就死了 胡厅长自然也这么认为 只是 鬼怪杀人 他要怎么向上打报告 还有何治国死于邪术师 那些匪夷所思的手段 他又要怎么写报告 可不写清楚 何治国作为重要嫌疑犯 死在审问后一天 上面一定会安排人来查 胡厅长一个头十个大 父亲还忽然出声 胡厅长或许可以借此引蛇出洞 将局和胡厅长同时开口 隐瞒何治国的死 如果那位僧爷确实帮宋家做事 一定会有所动作 父亲还点头 对 宋家是冲我来的 而胡厅长也是和我一起来的这边 这么好将我按死的机会 宋家绝对不会放过 将局快速出声 我可以顺势而为 毕竟在何治国死之前 他是向着何治国的 以何治国的本事 必定告诉了僧爷江局长 已经向他妥协 成了他的人 胡厅长沉默了会儿开口 可以 我现在要马上回去 和上风通个气 不然上风什么都不知道 就冲何治国的死 他就没办法交代 父亲还忽然问他 你那位上风 确定可信 胡厅长迟疑了 毕竟从前他非常相信江局长 结果 江局长被他一看 满脸尴尬羞愧 拉宝奶呼呼出声 胡叔叔 你上风是谁啊 可以让拉宝看看吗 拉宝一眼就能看出 是好人还是坏人的 傅清涵笑起来 对 咱们拉宝厉害 将局长附和 对 拉宝慧眼 一定能看出来 胡厅长 那清涵你和拉宝 先跟我回去看看 拉宝点头 好呀好呀 他手上还攥着 何治国一缕神魂呢 因为太虚弱都快散了 拉宝想了想 将他团拔起来 放在另一边裤兜里装着 事不宜迟 胡厅长带着 傅清涵和拉宝妇女 转身就走 将局长叫了 两名警员过来 何治国死了 看看能联系到 他家人吗 两名警员诧异 局长 他 将局长抬手 别问 按我说的去做就行 两名警员愣了愣 呆呆点头 好 所以 胡厅长才带着 傅清涵妇女匆匆离开 将局留下给 胡厅长和傅清涵妇女善后 两名警员脸色都变了 傅清涵妇女三人和周静到了他所在单位 傅清涵妇女三人 刚换好周静联系好的私家车 胡厅长上封陈老出门找他 胡刚 胡厅长不动声色上前两步 陈老 陈老点头 眉头紧皱 我得到最新消息 说是江明海那边 从边境带过来的何治国死了 胡厅长心中诧异 江明海动作这么快的 胡厅长叹口气 是啊 陈老 我匆匆赶回来 正是要跟您说这件事 何治国死得太突然了 陈老皱着眉头盯着他 是啊 死得太突然 还是你离开后不到一分钟 就忽然死了 胡刚 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胡厅长 他怎么觉得 这不像是江局的计划 毕竟他这边还没给出回复 江局那边没道理这么快 将何治国的死筒到陈老这里 就算按照流程 也是何治国的死亡文件 先到他这里 再到陈老这边 江局身边有人告密 而那个人一早就盯着他们 胡厅长警惕起来 陈老 我 陈老打断他的话 胡刚 我知道你和父亲还是老同学 你们关系很好 可若你要因为这份同学情 做出残害人命的事 我第一个崩了你 单位不远处黑色商务车上 拉宝探出小脑袋 盯着陈老看了又看 然后笑起来 爸爸 那个伯伯是个好人 身上还有功德光 信得过 父亲含松口气 马上给胡刚发了条微信 可信 他透过后视镜 确定胡刚看了微信消息后 迅速将信息撤回 然后看向周静 走吧 去机场 南省这边的事 有胡刚他们在 他很安心 帝都那边 宋家小动作不断 而黄宁昊 似乎还没放弃 想要掌控富士集团 三天后 又正好是他八十岁生日 老东西 已经发了邀请函 准备大办 拉宝看爸爸好看的眉头 忽然皱起来 心事重重的样子 一把抱住他脖子 爸爸在想什么啊 父亲含想了想笑起来 在想拉宝的坏爷爷 想大办八十大寿 准备弄什么幺蛾子 拉宝眨了眨眼 小乃英软软的 爸爸 那我们马上回去 回去了看看 坏爷爷应该能知道一些 如果是想对他们不利 他就往坏爷爷跟前一站 主打一个拉宝式碰瓷 到了机场后 妇女三人和周静 一起乘坐私人飞机回帝都 落地帝都机场到大厅 拉宝最先看到 人高腿长帅的一笔的傅君瑶 小家伙扯着嗓子喊起来 大哥哥 拉宝回来了 傅君瑶也看到了小家伙 五官冷硬的他 神色瞬间柔和 在拉宝冲他飞奔过来时 快速半蹲下来 张开双臂 将人稳稳抱进怀里 拉宝 傅君顺抱着一捧 温馨漂亮的雏菊过来 就看到这一幕 嘴角一抽 大不留心过去 直接抢娃 结果被傅君瑶闪电避开 傅君顺黑脸愤愤吐槽 我就说 雏菊明明是你拿着的 怎么会忘在车上 又让我回去拿 感情是想抢拉宝 大哥你也太不厚道了 第185章 五哥哥 你乖爸爸吗 从机场回秦宁院 半山别墅的车上 傅君顺在距离别墅不到千米 终于抱到了 心心念念的小拉宝 拉宝 有没有想二哥 拉宝很喜欢现在的氛围 温馨和谐 想了想了 拉宝每天都有想二哥哥 又怕大哥哥那边有一件 小家伙麻溜端水 也想大哥哥了 还有小哥哥爸爸奶奶 老爷他们 都想了 傅君瑶温和出生 拉宝 就老爷和大伯他们 带着奶奶回海城了 拉宝诧异 啊 傅君顺不想让大哥 夺取拉宝的注意力 于是双手捧着拉宝的小肉脸 快速解释 旧老爷觉得 黄宁号这次八十大寿 居心不良 而咱们奶奶处于植物人状态 怕百密一书 被黄宁号钻空子 然后我们大家商议觉得 让旧老爷和大伯二伯代 奶奶去海城养着 也挺好的 说完后 傅君顺又马上追问 拉宝 你觉得呢 拉宝想了想点头 挺好的 就是 他从黎英那边抓回来的 一丢丢属于奶奶的气韵 暂时不能放入奶奶身体里了 不过没关系 等把奶奶被宋家夺走的气韵 全拿回来 到时候 一起去海城找奶奶 再填回去也行 傅君顺有些紧绷的身体 瞬间放松 然后看了傅君尧眼 他没说话 但眼神格外亮堂 傅君尧看着 嘴一脚微扬 车子停下来 傅君尧推开车门前说了句 拉宝 到家了 拉宝还惦记着 放学回来在家里 等着的小哥哥傅君武呢 得了傅君尧的话 小家伙麻溜推开车门 吃溜一下 从傅君顺怀里溜出去 蹦跌到草坪上 再甩着两条小胖腿 哒哒哒往家里冲 小哥哥 小哥哥 拉宝回来了 傅君武听到车子声音 已经从客厅冲出来 两小只在草坪上会合 拉宝抱住傅君武结实的小蛮腰 傅君武抱住拉宝的小脑袋 想把人抱起来 结果一下子没暴动 不过 这不妨碍 他见到妹妹的激动之情 拉宝你可算回来了 想是小哥哥了 拉宝你没受伤吧 罗莉的人欺负你了吗 真的绑架了吗 你跟小哥哥说 他要是敢绑着你 小哥哥现在就找人揍他 傅君武巴巴巴一通说 拉宝都找不到说话的机会 而傅君武是真的担心拉宝 不仅说 他手上动作也没停 抱不动拉宝没关系 他低头抬起拉宝小脑袋仔细看 先检查拉宝的脸 又扒拉他两只小胳膊小手看 再摸摸他的小胖腿 确定哪哪哪都没问题才安心 看来没事 拉宝乐呵呵地 由着他摸索 这种被家人关心的感觉特别好 小家伙很喜欢 想一辈子都会存在 原来这就是回家的感觉 这就是有家人的感觉 拉宝小心脏暖暖的 满满的 傅君武叨道完了 才想起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拉宝 武哥也在家呢 他回来后 一直和我在客厅等着你们 不过他刚才去卫生间了 结果你们车子就到家了 拉宝还没见过武哥哥呢 小家伙好奇又兴奋 甚至都把爸爸和后面三个哥哥 抛到脑后了 牵着傅君武的手 哒哒哒往客厅那边冲 梁小枝刚冲进客厅 就和脸颊微红 气喘吁吁的傅君文 险些撞上 武哥 你身体弱 怎么还跑上了 快去坐着休息 老五傅君文15岁 正在念初二 在学校寄宿 皮肤白皙 透着病态 个子挺高 但是看起来偏瘦弱 这和拉宝想象中的武哥哥 完全不一样 小家伙是知道超雄综合征的 以为武哥哥身体 应该非常健壮发达 结果 武哥哥看起来 好像身体不太好 拉宝忍不住 多看了傅君文几眼 嗯 没有大毛病啊 病灾什么的 武哥哥身边根本没有 可武哥哥 为什么这么瘦弱 拉宝觉得 如果来一场台风 武哥哥一定会被吹上天 然后被台风卷走 拉宝答答答往前走几步 养着小脑袋 哪声哪气问他 武哥哥 拉宝能牵牵你的手吗 傅君文努力平复着 因为剧烈运动 变得急促地呼吸 可以 没等拉宝伸手 他已经快速抓住拉宝的手 紧紧牵着他 拉宝力量 迅速遍布傅君文全身 暗暗想着 如果武哥哥身上有任何病灾 绝对会瞬间窜走 结果武哥哥身体 和他看的时候一样 没有任何病灾藏匿 拉宝歪头 满脸疑惑费解地望着他 武哥哥 你身体好着呢 没有生病呀 可为什么看着病歪歪的 皮肤都是病态的苍白 傅君文愣住 下意识看向傅君武 傅君武黑黑笑起来 武哥 我是不是没骗你 我说了 哪怕你眼的在相拉宝 也能看出来 你身体没毛病 拉宝瞪大眼睛 武哥哥 你骗拉宝 傅君文忙蹲下来 一把抱住拉宝 用特别温柔的声音 跟他道歉 拉宝对不起 武哥哥骗了你 拉宝根本没从傅君文身上 感受到半点恶意 而他又这么温柔地 跟他道歉 拉宝回报住他 奶乎乎笑起来 没关系没关系 武哥哥是在跟拉宝闹着玩 拉宝都懂的 而且 武哥哥身体棒棒 拉宝更高兴 如果武哥哥身体不好 他还要发愁呢 还是那句话 人祸好办 天命不好改 傅君武生怕拉宝误会武哥 连忙在旁边解释 拉宝 武哥平时就是这样子 因为不这样子 老爷子和宋老太太 会挑刺针对他 嗯 之前姑姑姑父和小静表哥 在家的时候 也会欺负武哥 拉宝小眉头皱起来 傅君文摸摸拉宝的头 笑着安抚他 拉宝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拉宝想到 武哥哥曾经被送到 精神病院的事 武哥哥 你乖爸爸吗 父亲含傅君尧父子四人 正好到社稷儿上到门口 听到拉宝的话 同时停下来 傅君文和拉宝 都是侧面对着大门口 倒是傅君武之前 为了避让傅君文 这会儿正对着大门口 一抬眼 正好看到爸爸和三个哥哥 傅君武张了张嘴要出生时 傅君尧 傅君顺 和傅君与兄弟三人 同时微不可见地摇头 傅君武忐忑不安地 看向没任何表示的 亲爹傅亲含 第186章 不像是过寿 倒像是去上坟 傅亲含和三个儿子反应一样 微不可见摇头 傅君武 行吧 看来大家都想知道 五哥心里是不是在怪亲爹 但他觉得不会 五哥多好的人啊 当初哪怕被宋老太太 折腾得快死了 可在他们面前 一个字都没提 后来还是二哥剑走偏锋 为了五哥一杯酒 五哥那会儿还是小学生呢 一杯酒下去 什么都说了 五哥说他能被亲爹收养 已经用上了这辈子 最好的运气 养育之恩大过天 哪怕亲爹将他丢了 他也是感激的 只是五哥后来 因为超雄综合征 被送到精神病院关了起来 他都气了亲爹 所以他也不敢肯定 五哥是不是真的不怪亲爹 换做他 他可能不会怪 但一定会气 五哥看着病歪歪的 大哥说五哥比他心思细腻多了 所以为了五哥身心健康发展 让五哥和二哥住去了 这几年来 他们兄弟见面次数不多 可每次见面 五哥还是那个五哥 每次见到亲爹 都非常温和地喊亲爹一声吧 傅君武心情非常复杂 比之前第一次遇到拉宝 拉宝要和他抢爸爸 还要复杂 毕竟他最初 对抢他爸爸的拉宝 非常愤怒 直接就骂上了 现在回想起来 傅君武都觉得羞耻丢人 傅君武正各种纠结时 抱着拉宝的傅君文说话了 不怪的 拉宝 没有咱爸 就没有现在的我 我可能早就 死了吧 他是个孤儿 还是那种 自幼身体不好的孤儿 要不是父亲做慈善 意外遇到被人追着打的他 当时那么雷弱的他 可能真的已经死了 拉宝抱着傅君文的小胳膊紧了些 生小乃因特别认真 武哥哥 生命只有一次 不能 随随便便就说 自己会死了哦 傅君文仰起嘴角 嗯 武哥哥知道了 武哥哥以后都不说了 似乎想到什么 傅君文又笑着开口 还有 拉宝 咱爸当时之所以会在那张证明 我有超雄综合征的诊断书上签字 其实是为了保护我 拉宝疑惑 门口傅君堯兄弟三人 也同时皱眉 武哥哥 拉宝不懂 傅君文抱着拉宝 柔声解释起来 因为 我意外知道 咱爸被重度催眠 那是第二次 而且 咱爸似乎已经意识到 自己身体被人做过手脚 也开始调查 宋家人察觉到了 大哥二哥三哥四哥 都已经成年 你六哥是爷爷奶奶最小的孙子 不管爷爷奶奶对你六哥的疼爱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至少在外人看来 都是真的 所以 我就成了爷爷奶奶 拿来威胁咱爸的棋子 他们故意给我 做各种检查 让我吃乱七八糟的药 最后确定 我有超雄综合征 逼迫咱爸签字 拉宝正主 傅君武也满脸惊恶 武哥 你为什么从来不跟我们说 傅君文笑得非常温柔 也非常从容 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也知道 要针对我的 不是咱爸 而是爷爷奶奶 所以决定将即救济 傅君顺压不住情绪了 他大不留心走过去 老五 那你怎么连我们都瞒着 傅君文愣住 瞳孔一缩 他这才发现不仅是父亲 还有三个哥哥都到了 拉宝忙出声 二哥哥 你小点声 别激动 会吓着武哥哥的 傅君顺气得不行 吓 吓着他 拉宝你听听他刚才说了什么 他是打算以一己之力 和黄宁号送亚进两个老东西拼的 老五 可把你能的 傅君宇咳嗽一声 二哥 老五也是担心 越多人知道越不安全 傅君文垂头轻轻出声 是 多一个人知道 就多一分危险 因为咱爸 哪怕把我送进了精神病院 依然在宋雅进的引导下 被进行了第三次重度催眠 傅君尧眉头紧锁 可爸后来依然发现 黄宁号和宋雅进不对劲 于是在寻找线索 傅君寒不再沉默 他缓不过来 是 因为我不是长子 为什么老爷子和老太太 选定我为傅氏集团继承人 单单这个问题 加上黄宁号和宋雅进的表里不一 足够他怀疑 傅君文看父亲过来了 才再次开口 所以咱爸又出了车祸 傅君尧兄弟四人同时沉默 哪怕就是八岁的傅君武也懂了 亲爹上次车祸并不是意外 而是人为 爸 所以你上次车祸 是老爷子和宋老太太干的吗 傅氢寒摇头 应该是傅氢药 虽然证据不足 但傅氢药是第一嫌疑人 傅君尧看老六有些不解开口 若爸在车祸中 傅氢药就是傅氏集团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傅君武器的腮帮子都鼓起来 爸 既然都能确定是他 为什么警察叔叔还不把他抓走关起来 傅君顺和傅君宇同时出声 因为证据不足 车祸现场我们找人检查了很多次 处理得很干净 傅氢寒倒不在意那些 他看着儿子女儿在跟前 深邃的瞳孔柔和了很多 没事 人一旦有了野心 还是埋藏多年的野心 一次两次失败了 但还会想着有三次四次无数次 毕竟傅氏集团等同于一座金山 傅氢药在这座金山上生活了四五十年 明明唾手可得 绝对不会放弃 给他机会就好 比如老爷子三天后的八十大寿 拉宝看着一排哥哥们忽然问傅君尧 大哥哥 四哥哥回来吗 他有六个哥哥呢 就差四哥哥了 傅君尧并不确定 拉宝 大哥哥暂时也不能确定 但老爷子八十大寿 他一定会回来 在拉宝没回到这个家之前 傅家众人各有心思 就是他和亲爹都离心 可逢年过节 哪怕彼此有再大矛盾 也会在那一天压下去 骑去秦陵院半山别墅 不过今年应该不会骑 去秦陵院半山别墅这边 而是会在老爷子所在的清水湖别墅 三天过得飞快 拉宝掰着手指头数啊数 三天就过去了 转眼 老爷子八十大寿到了 拉宝跟着爸爸哥哥们 一起去清水湖别墅 小家伙看了看哥哥们的神色 一个个不像是 去给老爷子过八十大寿 好像是给老爷子上坟 第187章 拉宝当众打脸 拉宝进了别墅大门 拉了拉牵着他的傅君尧 大哥哥 今天客人是不是比以前多 傅君尧点头 索性将他抱起来 是 老爷子不仅以傅氏集团的名义 请了圈内名流 甚至还请了不少新闻媒体 拉宝好奇 大哥哥 他以前过生日 也请新闻媒体吗 傅君尧摇头 不请 傅君顺不满拉宝被大哥抱着 可大哥手快他慢了一步 这会儿也不好当这么多人的面 和大哥抢 拉宝 老爷子这次十有八九 是冲着你来的 傅君尧直接点头 就是冲拉宝来的 生日宴是假 给拉宝办一个隆重的家宴是真 傅君顺点头 是啊 不然一个八十大寿 请这么多媒体做什么 让媒体拍他又老了一岁 脸上褶子又多了一层 距离近棺材 又迈进了一大步 傅君文和傅君武 扑齿笑出声 拉宝眨眨眼 也哥哥笑起来 傅清涵在最前面 闻声回头看了傅君语一眼 老二 注意点 这么多媒体记者 黄宁昊居心不良 老二嘴上不把门 是想让自己手上 好不容易上市的公司崩盘吗 傅君顺下意识想对回去 拉宝正好侧头看他 二哥哥 乖哦 听爸爸的话 傅君顺 他都二十多岁了 还听爸爸的话 傅君尧也看过来 虽然什么都没说 但傅君顺看懂了 大哥若有深意的眼神 老实点 不然回头等着 傅君顺就 黄宁昊连亲儿子都想杀 亲孙女都能丢了 还不许他说了 傅君顺郁闷 傅君语在旁边用胳膊肘 轻轻碰了一下他 二哥 你养的那条黑蟒呢 傅君顺想都没想 丢了 说完后 傅君顺似乎想到 什么看着傅君语 老三 你是不是见过 傅君语轻轻嗡了声 傅君顺准备在问时 他们已经到了晚宴中心 正坐在轮椅上和人说话的老爷子 推动轮椅往他们这边过来 清涵 你们来了 傅清涵神色淡漠 傅君摇面无表情 傅君顺懒散无所谓 傅君语事不关己 傅君文倒是微笑中 不过笑不达眼底 傅君武直接鼓着腮帮子 重重哼了声 拉宝一看全家这牌面 他想了想 直接问老爷子 坏爷爷 过生日 为什么要请这么多人啊 黄宁昊没想到这么多人在场 傅清涵一家几口 是半点面子 不给他 不过他目的也不在这里 所以非常慈爱 包容地笑了笑 拉宝 今天是爷爷专门为你准备的晚宴 欢迎我们拉宝认祖归宗 说完 黄宁昊看向最前面的机位 他笑着伸手 去握拉宝的小手 拉宝 来 到爷爷这里来 爷爷介绍 你给大家认识 拉宝那叫一个不配合 果断往傅君摇怀里 把小脑袋一扑 紧紧抱着他脖子 奶声奶气哼哼 不要 拉宝不能跟爷爷在一起 万一爷爷再把拉宝卖了怎么办 黄明昊 在场的媒体记者们 这是拍 还是不拍 拍吧 绝对爆 网上网上传的沸沸扬扬的富家千金 被亲爷爷丢弃一事 真的是真的 可是好像对不起老爷子给的钱 不拍吧 万一有别的媒体拍了呢 记者们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各种交换眼神 最后一起咬牙抿唇 来都来了 拍 有多少拍多少 富老爷子 虽然是富士集团董事长 可也只是挂名 并不占股份 富士集团真正的大权 掌握在 CEO富清涵手中 富拉宝都那么说了 也没见富清涵训斥或者不满 他那一排五六个小子 脸色也一个比一个了 今天这个生日宴会特别热闹啊 记者们各种激动 冲在八卦最前沿 黄宁浩神色不变 依然满眼慈爱 拉宝 爷爷再跟你说声对不起 当初确实是爷爷做错了事 好在老天 有言你回来了 爷爷现在是真的想补偿你 说你想要什么 只要爷爷有的 你都可以要 扑在富军摇怀里的拉宝 忽然支冷起来 扭头看他 真的 黄宁浩点头 当然 他在一众媒体前 这么公开 跟自己孙女道歉 姿态几乎卑微到了尘埃里 他确实有错 可他已经是个七老八十的老人 而且 他还一门心思想补偿小孙女 华国人民一向吃软不吃硬 他不幸拉宝会一点好感度 拉宝出于惊人 坏爷爷 那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出现在拉宝的生活中 黄明浩 傅君武转转眼珠快速追问 拉宝 你为什么不想让爷爷再出现在你生活中 拉宝有理有据 拉宝刚出生就能被坏爷爷卖了 那时候 坏爷爷已经很有钱了 可还是卖了拉宝赚钱 现在坏爷爷已经老了 坏爷爷赚的 肯定不如以前赚的多 坏爷爷就算没打算再卖拉宝一次 可他对拉宝的好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 拉宝爸爸现在大权在握 黄明浩 前来参加老爷子 生日晚宴的众人 小朋友虽然年纪小 可小朋友说的完全没毛病啊 这些前来参加晚宴的豪门 谁不是一肚子心思 是真的来参加老爷子生日宴 祝他生日快乐的吗 不不不 有专门来看热闹的 比如苏明熙 也有冲着和富士集团合作来的 这站很大一部分 还有很小一部分 是老爷子威逼力又来的 这部分人这会儿 心情那叫一个复杂 老爷子战斗力明显不敌 三岁半奶娃 奶娃一开口就是绝杀 原本打算继续跟着老爷子的一部分人 果断放弃老爷子 然后将视线落到富士集团 真正的掌权人身上 黄宁昊自然看出那些人的心思 心中怒火 几乎直冲天灵盖 但这是他办的生日宴 他不能自己毁了这一切 拉宝说得越过分 视频播出去后 同情他的人会越多 国人总是会同情弱者 何况他这么一个低声下气 主动一再道歉的老头子 黄宁昊刚要说话 一直没说话的傅清涵 忽然冷冰冰开口 老爷子怎么不见老太太和大哥 大家这才反应过来 是啊 晚宴开始好一会儿了 但是老太太和富家大先生 父亲药一直没现身 黄宁昊笑了笑 老太太最近身体一直不好 刚才准备过来时 忽然头晕 你大哥送他回去休息了 没等傅清涵说话 黄宁昊忽然问傅清涵 老四呢 你们都来了 怎么独独缺了他 边上有记者忽然开口 大瓜 富士集团四少爷傅君汤 深陷风色罩门 大家快看 第188章 四哥陷入打人风波 拉宝和傅清涵等人 同时听到记者的话 几乎一起看向那位说话的记者 记者神色尴尬 但手机里还在播放着他 刚才点开的视频 拉宝仗着视力好 又被傅君瑶抱着足够高 所以看得清清楚楚 视频中的年轻男人 留着寸头 五官轮廓非常分明 抬起胳膊时 衬衣都勾勒出肌肉线条 一看就很能打 拉宝没见过对方 所以不能确定对方是谁 大哥哥 视频中那个人是四哥哥吗 傅君瑶已经拿出手机在看 视频播放量已经超千万 网上骂声一片 几乎都是负面消息 比如仗势欺人等等 傅君瑶皱眉 他看了下具体地点 居然是在帝都机场 再看具体时间 是在半小时前 可老四一个小时前 才给他打过电话 说飞机延误 他可能要两小时后 才能回帝都 大哥哥 傅君瑶缓过神来点头 是 拉宝 这是你四哥哥 拉宝挠挠后脑勺叹气 大哥哥 四哥哥是不是有很多女朋友呀 他周身气息很乱 还被人吓了降头啊 傅君瑶脸色变了 拉宝 你说什么 拉宝弩弩嘴 就是视频里的四哥哥呀 他被人吓了降头 傅君瑶 傅君顺就在旁边 听到拉宝的话 也没心思去看视频 到底怎么回事了 而是问拉宝 怎么会这样 拉宝看看傅君顺 二哥哥 四哥哥情况和你之前差不多 都是因为认识的小姐姐太多了 太乱了 所以被针对了 傅君顺连忙帮老四解释 拉宝 你四哥哥和二哥哥不一样 二哥哥之前 确实交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女朋友 可是你四哥哥虽然在娱乐圈发展 但一向洁身自好 这下轮到拉宝惊讶了 啊 可是视频里的人 拉宝抱住傅君瑶手机 仔细看了看 小眉头很快在眉心挤出穿子 哇 二哥哥 是拉宝刚才看错了 乱七八糟的气息 不是二哥哥的 而是附在他身上的鬼东西的 拉宝说完又补充一句 是个女鬼东西 傅君瑶和傅君顺兄弟 边上已经迅速黑掉 所有视频的傅君与头 也不太开口 我刚才发现 网上有很多 关于老四那什么取向 是男人的言论 一并黑了 傅君瑶深吸口气 老三 能查到老四现在具体位置吗 傅君与一双手 在手机上飞速操作 稍等 再给我十秒钟 傅君文压低声音 大哥 我们要先去找四哥吗 现在舆论明显对四哥不利 四哥是公众人物 一旦出现这种新闻影响恶劣 赔钱什么的都是小事 可傅君文觉得 这件事还没完 他被老爷子老太太算计过 也经历过 所以下意识看向 再和养父说话的老爷子 傅君武瞄懂 五哥 你的意思是老爷子干的 傅君文摇头 没有证据 我不知道 但我怀疑他 傅君武附和 我也怀疑他 如果真的是 想要介绍拉宝给大家认识 为什么拉宝回来这么久了不办 偏偏要选择他生日宴的时候 傅君摇看得明白 因为他根本不承认拉宝的存在 但现在形势比人强 又正好赶上他八十岁 索性一起办了 傅君顺讽刺 如果他不拉拉宝出来 当噱头 这个八十岁的生日宴 估计都没人来 拉宝不在意那些 小家伙死死盯着视频里的傅君汤看 大哥哥 四哥哥被附身有一段时间了 自我意识已经很淡 如果再 拉宝忽然看向黄宁浩 大眼睛瞪得溜圆 拉宝知道了 坏爷爷是想趁机要四哥哥的命 傅君摇兄弟五人 脸色同时发白 拉宝 傅君宇快速出声 找到了 在这里 傅君摇看了眼位置 抱着拉宝转身就走 傅君顺看了傅清涵一眼 虽然什么都没说 父子俩一个眼神交流 似乎明白彼此的意思 傅君顺 我们去找老四 傅清涵 去吧 这边有爸爸 傅君文和傅君武 也准备跟过去时 傅清涵准备将人拉住时 又放弃了 算了 留下来 他们心里也惦记着老四那边 不如让他们兄弟们一起去 黄宁后并不意外离开的孙子们 清涵 君摇他们这事 傅清涵神色自然 拉宝想去接他四哥哥 君摇他们陪着拉宝一起去 冤死鬼宋雅静 姗姗来迟 哎呀 老头子 拉宝还没见过他四哥哥呢 你生日那年都过 他们兄妹这么多年没见过 你在意这些小事做什么 傅清涵嘴角微扬 老太太说得对 冤死鬼宋雅静 冲傅清涵笑了笑 看得不少记者满脑门问号 之前新闻爆出过 傅氏集团继承人傅清涵 并不是宋雅静亲生子 而是老爷子原配生的 怎么这话 老太太帮着傅清涵说话了 冤死鬼宋雅静 看出大家疑惑 忍不住感慨一声 嗨 谁还没个年轻眼瞎看不清形势的时候呢 这话一出 记者们又给整不会了 老太太什么意思 难道那些新闻都是真的 而老太太现在帮着傅清涵说话 是为了保住她现在的荣华富贵 不仅是记者们这么想 前来参加晚宴的宾客 想法也差不多 所以 傅家老大 是真的没希望了 听说都生不了孩子 就算成了继承人 将来百年之后怎么办 就是啊 傅清涵虽然不是送老太太亲生的 可她是老爷子亲生的啊 而且 还有三个亲生儿子一个女儿 再带三个养子 单单是后续力量上 傅清涵完胜 所以 傅家现在的情况是 老爷子老太太都倒向了傅清涵 傅家老大傅清药 可能彻底没了希望 晚宴上 众人压低声音各种议论 冤死鬼宋雅静 觉得还不够 于是主动拉了一下傅清涵衣袖探口气 哎 清涵 你大哥他 虽然和老爷子 还有我一样 做过不少错事 可他到底也幸福啊 众人 黄明浩 追着冤死鬼宋雅进过来的傅清涵 脚步一顿 下意识往后退几步 在没人注意到他时 迅速退回没人的地方 这个鬼东西 在胡说八道什么 他借老太太的嘴说出这些话 是公开承认他 针对傅清涵 再把他架在火上口 他拿出手机打电话 大师找到了吗 价格不是问题 但要马上将鬼东西收了 好 带他过来 第189章 去找四哥哥 拉宝不知道傅清涵打电话找大师 被傅君瑶抱着 从清水湖别墅出来后 就坐上了车离开了 不过离开前 又担心爸爸一个人在这边不安全 小家伙如今力量能稍微分散 所以留了一丢丢力量 在爸爸身上 如果爸爸出现危险 那一丢丢力量 不仅能保护爸爸 还能在第一时间提醒他 傅君文看拉宝 特别安静 觉得有些奇怪 他虽然和妹妹 认识刚三天 也知道一般没事 拉宝会很活泼 拉宝 在想什么 拉宝这会儿 被傅君顺霸道地抱着 边上是傅君文和傅君武 傅君宇坐在副驾驶 傅君瑶开车 五哥哥 拉宝在想 爸爸会不会遇到危险 傅君文想到清水湖别墅的热闹迟疑 应该不会吧 就算老爷子不在意宾客 可那么多记者在呢 傅君武哼哼一声 老爷子真要想害咱爸 记者再多都没用 他在意那些吗 他在意的是 怎么把家里集团搞到手 傅君文想了想开口 但总要名正言顺 不然法律当前 老爷子不可能当众害人 傅君顺低头看了眼怀里的拉宝 那如果在大庭广众之下 让飞人上呢 开车的傅君摇皱眉 傅驾驶位上的傅君宇 诧异回头 傅君文和傅君武同时扎舌 傅君顺懒懒出声 老爷子生日这么重要的日子 作为长子的傅亲要 一直没露面 你们不觉得有问题 拉宝转转眼珠 举起小胖手 拉宝可能知道 大家同时看向他 拉宝 你说 拉宝明明小嘴巴 有没有可能傅亲要 被冤死鬼宋雅进坑了 一时过不来呢 傅家兄弟们 傅君宇点头 很有这个可能有 他和傅君妹妹 从南省回来 虽然没几天 也没见过 占据着宋雅进身体的冤死鬼 但也知道 冤死鬼是站在他们这边的 傅君宇想了想又开口 可不会从头到尾不露面 开车的傅君尧 虽然目视前方 冷淡的声音 传入弟弟妹妹们耳中 老爷子和傅亲要 应该都知道 拉宝会学门竖法 在这个基础上 宋雅进表现和从前很不一样 他们会怎么做 拉宝和哥哥们异口同声 找大师收鬼东西 傅君摇恩了声 继续专注开车 拉宝觉得 如果是这样 那对冤死鬼很不好 傅亲要一定会找 比较厉害的大师出手 然后收了冤死鬼 又或者炼化冤死鬼 最后让冤死鬼 变成他们手里的戾气 这可不是拉宝 想看到的 拉宝歪头眨了眨眼 再侧了侧身体 从裤兜里掏啊掏 直接将水字头鬼东西掏出来 傅君文是第一次 直面接触鬼东西 只觉得车内空气 瞬间将至零下 脚底板窜出一股寒气 傅君武隔着傅君顺 拍拍他胳膊 五哥 淡定 这是日常 傅君文 他可能需要时间适应适应 听说过 但第一次见 还是比较 傅君文咽了咽口水 拉宝在跟水字头鬼东西说话 水叔说 你回清水湖别墅去 悄悄盯着爸爸和冤死鬼 也不等水字头鬼东西说话 拉宝隔着车窗玻璃 将他往外一丢 傅君文下意识问一句 拉宝 这样 他会不会被砸到车窗上 刚问完 傅君文 因为也被拉宝公平开了阴阳眼 所以自然看到了水字头鬼东西 穿透车窗玻璃 飘向夜空的画面 傅君文 傅君顺看着老五张大的嘴巴 瞪大的眼睛乐出声 老五 要习惯 拉宝扭头也看傅君文 对 五哥哥 要习惯 以后拉宝还会收很多垃圾 各种各样的都有 你会经常看到的 怕傅君文是真的害怕 拉宝又试着提 对了五哥哥 你要实在害怕 阴阳眼拉宝 也可以帮你关上的 傅君文下意识摇头 不用 留着吧 怕拉宝改变主意 他连咽几口口水 看得到总比看不到好 不然哪天 我掉进鬼窝里了 只当是变天了 天凉了呢 傅君顺被老五的话逗笑 扑持笑出声 哈哈 傅君五跟着笑 哈哈 五哥你说的那个画面 好吓人 又好搞笑啊 傅君文尴尬 脸上浮现起薄红 君五 我说的是实话 拉宝 也跟着哥哥笑着 五哥哥的实话 也吓人好笑 哈哈 傅君文 行吧 笑吧 至少阴阳眼保住了 不至于在鬼东西存在的世界 当个睁眼瞎 开车的傅君尧 也忍不住玩耳 不过车子停下来时 他们笑不出来了 拉宝最先注意到远处情况 大哥哥 是四哥哥 傅君尧并没看到傅君汤本人 而是看到他的保姆车 停靠在远处路边 大家在车上等着 我下去 拉宝急着打断他的话 大哥哥 拉宝和你一起去 四哥哥现在算不得四哥哥本人 你自己过去会有危险 这个时候 平时懒散的傅君顺 还是很靠谱的 大哥你带拉宝去吧 我盯着老三他们 傅君尧没再多说什么 下车后抱着拉宝往前走 副驾驶位的傅君宇 没有犹豫 也推门下车 然后转到驾驶位 拉开车门坐进去 以防万一 傅君尧回头看一眼 冲他竖了个大拇指 拉宝 看到老四在哪里了吗 拉宝点头 在车子后面 车尾挡着了 还在打人 那边还有好几个记者在拍摄呢 傅君尧眉眼深处浮起寒意 老四背下了降头 爆出暴力血腥的新闻 如果不控制好发展 那么等于前程都毁了 傅君尧快走几步 还没到傅君汤车旁 拉宝忽然出声 大哥哥靠右边走 左边的人坏得很 原本要走右边的傅君尧 脚步一变 拐向左边 等在右边的年轻女人皱眉 但对方改变了位置 她不好再追过去 不然目的太明显 她忙跑向打人的傅君汤 君汤哥 别打了 再打要出人命了 傅君汤两眼发红 满身暴力 声音又冷又狠 打死就打死了 这种人 渣子还在口中 女人摆着小脸 抱住她胳膊 坠坠不安 君汤哥 我怕 第190章 老四 这胖哒哒 确定是她妹妹 傅君汤僵了下 即将要砸在 其中一人头上的拳头 收了回来 滚 说完又阴冷地 扫向不远处偷拍的记者们 不想死 也给老子滚 记者们交换一个视线 扛着摄像机跑了 傅君汤双手抱头 痛苦闷哼了声 女人忙从她上衣口袋里 拿出一个小瓶子 倒出谅妹药丸 君汤哥 是不是头又痛了 快吃药 稚嫩的童鹰 透着寒意 从他们侧面传来 不能吃 女人吓一跳 直接扑进傅君汤怀里 傅君汤也静静 揽着女人腰身 抬头看向侧面 然后看到一个 胖大大的小女娃娃 傅君汤松开 揽着女人腰肢的大手 将人往旁边拉了拉 宋宋 别怕 陈宋轻轻嗡了声 一脸怯怯地 站在傅君汤身边 那神色似乎忽然 冒出来的小姑娘 要做什么 她第一时间 在扑进傅君汤怀里 拉宝看得直皱眉 她还不知道 什么是白莲花绿茶女婊 小家伙只管遵从心意来 所以气羞羞出声 阿姨 你那么大一个拉宝 这么小一只 拉宝都不怕你 你怯怯地看拉宝香话吗 傅君汤头还有些痛 但记得这胖大大的奶娃 刚才喊她什么 拉宝 傅拉宝 她妹妹 傅君汤头痛欲裂 但还是忍了下来 只是五官表情 看起来非常冷硬冷酷 眉心时不时跳一下 在节力压着剧痛 陈颂注意到 她一样又把倒在手里的药丸递过去 君汤哥 药 傅君汤准备接过时 拉宝哒哒哒哒冲过去 蹦搭起来 伸长了小胳膊 将药丸连带着陈颂 另一只手里的药瓶 都抢了过来 死哥哥 这药有问题 不能吃 神色窃窃盯着她的陈颂 眼神忽然就变了 却在下一刻 又好像被吓到的小猫咪似的 往傅君汤身边靠 紧紧抱着她 结实有力的胳膊 君汤哥 这小孩 拉宝霸气回应 什么这小孩 拉宝是四哥哥的妹妹 唯一的妹妹 叫全名副拉宝 来接拉宝 四哥哥傅君汤的 傅君汤 大哥在微信里 说妹妹奶蒙可爱 软糯可人 没说这么霸气侧漏的呀 不过 看陈颂小脸都白了 傅君汤捏了 捏眉心蹲下来 你是拉宝 拉宝 大哥哥让他先过来 他去处理跑走的那些记者们 他就先过来了 结果被质疑身份了 拉宝深吸口气 看着背下了 酱头的傅君汤小表情 那叫一个一言难尽 是啊 四哥哥 想怎么确认拉宝身份 傅君汤没想到 小家伙还挺有个性 但即便这样 他不喜欢自己妹妹 对自己身边的人没礼貌 比如把要抢过去 既然是拉宝 也就是四哥的妹妹 傅君汤五官轮廓 非常冷硬分明 适合看起来瘦弱的五哥哥 完全不同的类型 一看就是那种 拉宝想了想 挤出三个字 硬汉风 他也察觉到 四哥哥对自己的不满 拉宝很郁闷 但决定不跟背下了 酱头的四哥哥一般计较 是 所以四哥哥你相信拉宝 这要有问题 真的不能吃 傅君汤已经伸手抓住 拉宝一双小胖手 将他手里的要抠出来 然后当着他的面 将两粒药丸吞了下去 拉宝 很想趴击一巴掌 打在四哥哥那张 硬汉风的帅脸上 妹妹的话 不幸幸旁边 一肚子坏心思的大姐姐 四哥哥的脑子呢 拉宝深吸口气自我安慰 不气不气 生气是给魔鬼留余地 傅君汤左右看了看 只看到拉宝 一人挑了挑眉 拉宝 谁送你过来的 拉宝有情绪 所以鼓着腮帮子 像个小河豚 大哥哥二哥哥 三哥哥五哥哥和六哥哥 傅君汤诧异 今天不是老爷子生日 你们怎么都来机场了 拉宝开启对人模式 我们不来 四哥哥 你被鬼吃了都不知道 傅君汤皱眉 严肃地看着面前 胖哒哒的一小只 傅拉宝 好好说话 拉宝 你把药吐出来 拉宝就好好跟你说话 傅君汤 我都吞进肚子里了 怎么吐出来 拉宝有办法 你用手扣嗓子哑 扣得想吐了 应该还能吐出来 傅君汤 这胖哒哒 确定是他妹妹 他会不会认错人了 可小胖脸 确实和大哥 发给他的照片一模一样 傅君汤不喜欢孩子 孩子越小他越不喜欢 越小的孩子越情绪化 动不动就哭 他触头 这会儿能压着脾气和蹲下来 和拉宝说话 也是因为小家伙是他妹妹 拉宝 你大哥他们呢 他觉得 他需要和大哥二哥他们 好好聊聊 拉宝主打一个 不好好说话 不知道 傅君汤头 又开始痛了 拉宝 告诉四哥 四哥找他们有事 拉宝 抬着小下巴望天 不知道啊 傅君汤 边上陈颂轻轻轻拉了一下傅君汤衣袖 窃窃出声 君汤哥 你不是说今天是老爷子八十大寿 你还要赶回去给老爷子过寿 时间已经不早了 傅君汤后知后觉 想起这是点头 快速站起来 是 把他们都过去了 至于拉宝 傅君汤觉得自己和小胖仔沟通不了 直接打傅君瑶手机 电话很快接通 一向冷淡的傅君瑶主动开口 老四 见到拉宝了 傅君汤低头看一眼 还没他大腿高的小胖仔 见到了 可是大哥 他和你说的完全不一样 傅君瑶明显不赞同 拉宝很乖很好 如果你觉得 他和我说的不一样 一定是你的问题 傅君汤 行吧 他忍着 毕竟妹妹从小就被老爷子丢弃 好不容易找回来 现在也才三岁半 他和一个奶娃计较什么 大哥 你们在哪里 我问了拉宝 拉宝说不知道 傅君瑶没有马上回答 而是沉默了会儿 我们都有事 具体地址不方便告诉你 如果拉宝记起来了 让他带你过来 找我们 傅君汤无语 大哥 傅君瑶 就这样 电话被挂断 傅君汤那叫一个无语 拉宝将两个哥哥对话听得一清二楚 本想直接帮四哥哥清理掉酱头树的他 忽然改变了主意 他发现 四哥哥对旁边大姐姐的维护 并不是因为酱头树和鬼东西的原因 而是四哥哥本身 可大姐姐气息黑的冒泡 四哥哥眼睛比二哥哥还瞎吗 第191章 四哥哥是个恋爱脑 傅君汤接完电话 发现胳膊被轻轻拉了下 他侧头看发现 是陈颂往他身边又靠了靠 眼神窃窃地看着拉宝 而拉宝呢 拉宝正瞪着大眼睛 直勾勾盯着陈颂看 看得陈颂小脸更不安 下意识往他身边靠 他轻柔地拍了下陈颂肩膀安抚他 别怕 有我在 陈颂轻轻点头 可满脸不安依然在 拉宝 四哥哥眼睛吓得厉害啊 这个大姐姐虽然看起来 好像特别害怕他 可只要脑子正常的大人 一看就知道他在演戏啊 他和这个大姐姐 今天第一次见面 他才三岁半呢 对方怎么也二十多岁了 他也没有什么恶名在外啊 怎么就这么吓人了 不是演戏是什么 拉宝对四哥哥的滤镜碎了一地 各种嫌弃 甚至连带着他在娱乐圈 都特别离谱 大姐姐这么好的演技 四哥哥看不出来 他居然还是混娱乐圈的 拉宝嘖嘖一声 转开了视线 傅君汤正好皱着眉头跟他说话 拉宝 别这么看你宋宋姐姐 他胆子小 也特别容易害羞 拉宝翻白眼撇嘴 哦 宋宋姐姐胆子这么小 刚才四哥哥 你打架他居然一直在旁边 直愣愣看着呢 傅君汤黑着脸解释 他是因为担心我 拉宝白眼快翻上天了 是的呢 担心的一直站在原地 问你怎么样 都在嘴巴上哦 傅君汤脸更黑了 拉宝 你宋宋姐姐是女孩子 而且打架是男人的事 他一个女孩子 掺和做什么 拉宝小大人般吐槽唏嘘 是的呀 他不该掺和 他害羞 害羞的一个劲的 往四哥哥你怀里扑 这次拉宝没给傅君汤 说话的机会 迅速问他 四哥哥 你是宋宋姐姐的男朋友吗 傅君汤神色僵住 陈宋似乎被什么吓着一般 迅速松开拉着傅君汤胳膊的手 看拉宝的眼神非常忐忑 小心翼翼的 拉宝 我 我 傅君汤没眼中的不满 压不住了 傅拉宝 宋宋比你大 是你姐姐 现在也是我助理 你一个三岁半的孩子 怎么跟姐姐说话的 拉宝嗷了声 半点不出他 小家伙是懂阴阳人的 原来只是助理啊 拉宝以为宋宋姐姐 是四哥哥你女朋友呢 因为拉宝看电视上 一般大姐姐 这么往大哥哥怀里 扑得不是女朋友 就是有别的坏心思的 陈宋侧头看傅君汤 一脸受伤 但轻咬着嘴唇 看起来隐忍坚强 拉宝看得 辣眼睛 因为一个人 是好事坏在他面前 根本做不了价 所以 哪怕陈宋演技再好 也骗不了他 可四哥哥明显吃这一套 深信不疑 拉宝就 很无语 傅君汤看陈宋委屈 对拉宝的态度更不好了 言辞非常犀利 傅拉宝 给你送送姐姐道歉 拉宝满眼迷茫 四哥哥 拉宝为什么要跟送送姐姐道歉 拉宝做错什么了 傅君汤神色冷漠 不容拒绝 道歉 拉宝白眼都不翻了 小脑袋一侧 小奶音也冷嗖嗖的 不要 拉宝没错 不道歉 傅君汤还要说什么 陈宋拉了下他胳膊 忽然又飞速缩回去 下意识看向拉宝 似乎生怕拉宝在说他似的 君汤哥 拉宝才三岁半 什么都不懂 你别吓唬他 傅君汤只觉得 陈宋被拉宝吓得不轻 他本来就胆子小 所以对他更加怜惜 只想护着他 谁都不能欺负他 哪怕是他妹妹也不行 傅君汤看拉宝的眼神 带了怒意 傅拉宝 我最后说一遍 给送送道歉 拉宝压根不触他 所以 哪怕傅君汤表情 看起来非常冷酷 眼神格外丰锐 他觉得像只大苍蝇 在他耳边嗡嗡嗡飞似的 很讨厌 拉宝扭头看他 然后抬了下小手 将缠绕在他头上 三寸处的浓郁阴气 勾过来团扒着 就往回走 降头数而已 他动动手指就行 可眼瞎心忙 他帮不了 能帮的他帮了 剩下的四哥哥自己来 因为厌烦四哥哥 那么护着陈颂 一再让他道歉 拉宝甚至都没多看傅君汤一眼 走得特别利索 胖胖的小小的一只 在深夜的机场外 搭搭往回走 傅君汤看着这一幕 觉得浑身轻松不少的他 忽然有些不舒服 他拧着没快步追上去 弯腰一把拉住拉宝小胳膊 傅拉宝 你的礼貌呢 拉宝没理他 在心中默默倒数 三 二 陈颂也追了上来 娇称的埋怨傅君汤 君汤哥 拉宝这么小 你和他计较什么 他说着 下意识去拉傅君汤胳膊 下一刻咔嚓一下 傅君汤手腕剧痛 他眉心紧促闷哼一声 陈颂正说着拉宝小不懂事 等回去了慢慢娇嘛 然后发现傅君汤表情不对 君汤哥 傅君汤僵硬着胳膊 硬朗硬气的五官 几乎皱成一团 颂颂 我胳膊好像脱臼了 陈颂吓一跳 怎么会 君汤哥 我刚才只是轻轻拉了一下 傅君汤忙安慰他 没事 可能是刚才和那些人动手时伤着了 和你没关系 宋宋 别担心 安抚完陈颂 傅君汤看拉宝 还在继续往回走 他大不留心过去 这次不是拉他小胳膊 毕竟他手腕都能一下脱臼 拉宝才三岁半 万一他没轻重 将他胳膊拉脱臼 就不好了 虽然气恼拉宝对陈颂的态度 可到底是自己妹妹 还有大哥的那通电话 他满脑子问号 必须要问清楚 他索性快步两步到了拉宝跟前 然后直接将拉宝抱起来 拉宝抗拒被他抱 所以傅君汤又倒霉了 后背也不知道哪里咔嚓响了下 原本抱着拉宝的傅君汤 身体一僵 这次是痛得倒吸一口凉气 拉宝顺势从他怀里溜出来 哒哒哒一溜烟 往二哥哥他们停靠的位置跑去 傅君汤抬步就要追 结果腰椎剧痛一个 猎且摔在地上 陈颂脸色变了 君汤哥 傅君汤痛得额头冷汗直冒 宋宋快去追拉宝 把他带回来 这是在大马路上 虽然时间不早了 可到处都是车子 拉宝一定不能出事 第192章 大哥他双手插都不捞人 陈颂愣了下 然后摇头 不行 君汤哥 你 我先给你打120 怕傅君汤不同意 陈颂又快速解释 君汤哥 拉宝肯定不是自己 一个人过来的 他是在往回走 可能你家人在那边 傅君汤忍着腰椎 剧痛艰难 从地上爬起来 帅气硬朗的脸上白一片 陈颂一看 他要去追服拉宝急了 君汤哥 不可以 你现在 傅君汤抽着凉气出声 可拉宝才三岁半 拉宝是和大哥他们一起过来的 这会儿只有他自己绝对不行 陈颂一看没办法 马上改口 君汤哥 那你在这边等着 我马上去追他 傅君汤这才松口气 好 辛苦你了 陈颂摇摇头 乖巧温柔地冲他笑了笑 应该的 君汤哥你等着我 陈颂说完 转身去追拉宝 拉宝这会儿 已经快到二哥哥他们所在的车前 车内傅君顺正在接大哥电话 在后排坐从车窗探出脑袋 往外看的傅君汤 第一时间发现拉宝 拉宝 他喊了声 忙推开车门跑下去 很快到了拉宝跟前 拉宝 你怎么了 谁欺负你了 拉宝看到傅君汤一把抱住他 小乃英闷闷的 五哥哥 四哥哥是个恋爱脑 拉宝帮他 把酱头竖解了 但他眼是瞎的 拉宝治不了 傅君文敏锐察觉到 拉宝情绪不对 很委屈的样子 拉宝 是不是四哥欺负你了 拉宝重重点头 对 下一刻 来自顶级人形天灾 认可的反噬加倍 远处看不到的路边傅君汤 感觉后背 好像被一块巨石压重 刚勉强站稳的他 一个猎且又摔在地上 死 嗯 傅君汤痛得冒出生理性泪水 迅速看向身后 身后除了时不时越过的车影 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可他腰椎剧痛 是实实在在的 傅君汤痛得呲牙咧嘴 暗暗庆幸 还好陈颂去追拉宝了 否则陈颂看到 估计会吓哭 他胆子那么小 可傅君汤一想到 唯一的妹妹拉宝 似乎很不喜欢陈颂 又脑壳痛 明明第一次见面 拉宝怎么救 傅君汤想到 陈颂以前跟他说 家里四五岁的弟弟 每次见到他就耍坏 下意识将拉宝归类到 陈颂弟弟陈涛同一类型 虽然小 但是特别调皮 不好戴的那类小朋友 傅君汤走神时 一双修长笔直的大长腿 出现在他视线中 然后一点点靠近 最后在他跟前停下来 傅君汤浑身紧绷 眼底泛出寒意 迅速抬头 等看到站在跟前的人时 眼底寒意消散 被错愕诧异取代 大哥 傅君瑶站在 趴在地上的傅君汤跟前 居高临下盯着他 是我 傅君汤还有些缓不过神来 大哥 你 大哥虽然性子冷淡 可因为养父几乎是空中飞人 为了工作全球到处跑 所以 他们兄弟平时有什么事 几乎都是大哥联系 他们还年幼时 也是大哥像父亲一样照顾他们 大哥话不多 但绝对面冷心热 绝对不会出现 现在这种他趴在地上 而大哥冷眼旁观 居高临下俯视他的情况 傅君汤百思不得其简 大哥 我腰椎好像断了 傅君瑶眉眼低垂 用一种审视的眼神 看了他好一会儿 你欺负拉宝了 傅君汤并不觉得 自己是欺负拉宝 而是在叫拉宝道理 他忍着腰椎剧痛 咫着牙跟傅君瑶解释事情原委 发现大哥听完后 看他的眼神冷了很多 陈颂 傅君汤下意识解释 他是我助理 傅君瑶作为大哥 对几个弟弟情况还算了解 只是除开还在念书的老五和老六 其余三个已经成年 各自在各自领域打拼的弟弟 他关注就不多了 尤其是弟弟们的私生活 哪怕老二在女人堆里打滚 换女人比换衣服 还勤快 他曾经也只是叮嘱老二注意身体 别仗势欺人 至于其他的 他从不过问 所以对傅君汤的助理陈颂 他自然也不了解 陈颂 女孩 傅君汤点头 是 傅君瑶声音很冷淡 他和宋家什么关系 傅君汤愣了下 跟着摇头 他姓陈 和宋家能有什么关系 他家境一般 一家四口 父母都是普通职工 还有个五岁的弟弟 提到陈颂弟弟 傅君汤下意识补了句 虽然比拉宝大点 但和拉宝一样调皮捣蛋 傅君瑶 拉宝调皮捣蛋 老四见到的拉宝 确定是拉宝本人 而不是某个鬼东西装的 可想到拉宝的本事 拉宝竟然先过来见老四 他觉得 没有哪个鬼东西 能在他本人跟前 在装作他 所以 老四口中调皮捣蛋的孩子 就是拉宝本人 傅君瑶原本已经伸出的手 慢慢收了回来 他似乎想到什么 忽然问了傅君汤一句 你刚才是不是对拉宝动手了 傅君汤下意识解释 大哥 刚才拉宝扭头就走 我是想拉住他 又怕拽疼他 然后去抱他 傅君瑶又问了个问题 你这情况 是腰椎痛 胳膊呢 傅君汤有些诧异 傅君瑶居然注意到 他胳膊也出了问题 右手手腕好像脱臼了 不过没事 主要是腰椎 傅君瑶豁然开朗 果然 是被拉宝的天灾属性反噬的 拉宝非常喜欢自己家人 所以在清水湖别墅老爷子 生日晚宴上 看到老四打人的视频 发现不对劲 马上和他们一起赶过来 他刚才不在场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但一定是老四的问题 否则拉宝那么乖巧懂事 绝对不会在老四 被天灾属性反噬了 不管他 他记住了陈颂的名字 不过就老四这边来看 老四对陈颂带有滤镜 他就算多问和陈颂相关的问题 老四给不了公正回答 不如不问 至于原本准备拉老四起来 傅君瑶果断双手插回裤兜里 打120了吗 傅君汤下意识点头 打了 傅君瑶恩了声 那就在这里等120过来吧 傅君汤不敢置信 大哥 他趴在地上呢 难道大哥不该先将他扶起来 面前这人确定是他长胸如腹的大哥 第193章 算了 实在不行 死一死吧 120还没到 傅君顺抱着拉宝 带着弟弟们先开车过来了 大哥哥 拉宝看到傅君瑶 冲他伸手 傅君顺宠溺地捏捏他小肉脸 二哥哥抱着不好吗 拉宝忙抱抱傅君顺 二哥哥抱着也好 可拉宝要跟大哥哥告状 要大哥哥抱着更好 傅君顺乐了 傅君瑶已经将拉宝接过去 拉宝说 大哥哥听着 大哥哥帮拉宝做主 拉宝看看 还趴在地上面色煞白的傅君汤 大哥哥 四哥哥是个恋爱脑 只相信宋宋姐姐不信拉宝 傅君瑶还没说话 傅君武快速将拉宝跟他们说的情况 复述了一遍 大哥 四哥护着那个叫陈颂的 还让拉宝道歉 可拉宝哪里做错了 为什么要道歉 拉宝鼓着腮帮子盯着地上的傅君汤点头 就是 拉宝没错 傅君汤 这个时候了 傅拉宝还坚持自己没错 傅君汤觉得 拉宝跟兄弟们说的情况 绝对不全面 于是他再说了遍 并且一再强调一个重点 大哥 宋宋胆子很小 拉宝一来就用那种眼神看着他 他是我助理 向我寻求庇护 难道不正常吗 傅君瑶兄弟五人 五兄弟同时问出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 拉宝究竟当时的是什么眼神 他一个三岁半 还没上幼儿园的奶娃 居然能吓到你二十多岁的助理 傅君汤 傅君武白眼快翻上天了 四哥 难怪拉宝说你恋爱脑 傅君文叹气 四哥 你糊涂啊 傅君宇 老四 你还混娱乐圈呢 傅君顺 老四 退圈吧 你不适合娱乐圈 傅君瑶 等120到了 给看腰椎手腕的时候 顺便也把脑袋看看 傅君汤 陈颂在后面姗姗来迟 显然听到了傅家五兄弟的话 一张嘴就带了哭腔 君汤哥 对不起 都是我不好 傅君汤下意识想去安抚他 但忘了自己趴在地上腰椎剧痛 所以稍微一动 痛得倒抽凉气 四 傅君吴忍不住吐槽 四哥 你歇歇吧 我们可没欺负他 傅君文虽然只是初中生 但早熟 是懂内涵的 四哥 宋宋姐姐这样子 你是不是觉得 刚才我们兄弟都欺负他了 傅君宇后退一步 和后面过来的陈颂拉开距离 老四 陈小姐过来找拉宝时 我从头到尾都在和拉宝说话 傅君顺 我也是 毕竟大晚上拉宝 一个人在大马路上 多危险啊 傅君摇面无表情问傅君汤 你觉得我们一起欺负了陈小姐吗 傅君汤噎住 陈颂眼眶一红 眼底有了泪花 傅 大公子 都是我不好 是我让君汤哥误会了拉宝 都是我的错 你们别怪君汤哥 傅君摇看都没看他 视线一转 冷漠出声 120到了 傅君汤张了张嘴 想帮陈颂解释 可是看大哥冷酷的侧脸 又闭上了嘴 大哥不是会因为一个人 迁怒另一个人的性子 所以 他看向眼底带着泪花的陈颂 想说什么 又憋了回去 能说什么呢 陈颂确实胆子小 拉宝 确实一开始看陈颂的眼神 就直勾勾的 陈颂被吓着在情理之中 可不管是哥哥还是弟弟 没人信他的话 更不会信陈颂的话 傅君汤又没受伤的手 拍了拍陈颂胳膊 以示安慰 傅君顺看到了泽医生 老四 退圈吧 你真的不适合娱乐圈 陈颂窃窃出声 君汤哥是当红影帝 怎么会不适合娱乐圈呢 傅君顺皮笑肉不笑盯着他 因为脑子丢家里了呀 陈颂 傅君汤 正尴尬时 医生护士过来了 确定了傅君汤的情况后 小心翼翼将他胳膊和全身固定好 抬上担架送上车 陈颂瞧照忙跟上去 君汤哥 我和你一起去医院 傅君汤摇摇头 宋宋 你先回家吧 不想回家 去出租屋也行 我这边 大哥他们都在 没事的 陈颂看看傅君瑶等人 欲言又止 傅君汤懂他的意思 怕他被兄弟们挤兑 他冷硬的脸上 难得露出柔和的笑容 宋宋 大哥他们都是我的家人 陈颂垂头 声音很小 但傅君汤听到了 我爸妈弟弟 还都是我的家人呢 傅君汤迟疑了 傅君武在旁边大声问 被大哥抱着的拉宝 拉宝 恋爱脑真的治不了吗 拉宝眨眨眼睛摇头 反正拉宝治不了 拉宝只会收垃圾 有的垃圾是恋爱脑 可死都死了 死后再带他回头 去看活着的时候 他们都会觉醒 可四哥哥是活人 总不能弄死了 让他觉醒吧 拉宝开始认真考虑 这个问题的可行性 其实也不是不可以 毕竟他在地府有人 等四哥哥死了觉醒了 再把四哥哥捞上来 按回他身体里 也不是不可以 傅君顺看他盯着老四 若有所思的小表情 忍不住好奇 拉宝那么看着老四做什么 拉宝是个实在的小朋友 拉宝在想 要不先让四哥哥死一死 应该能治好四哥哥的恋爱脑 傅君顺妈了 傅君尧和其余三兄弟 也愣住 当事人傅君汤 听到拉宝的话 惨白的脸都红了 气得 傅拉宝你 拉宝都没看他 而是抬头问傅君尧 大哥哥 你觉得这个办法怎么样 傅君尧摸了下鼻子 这个 先活着治吧 应该还不是晚期 傅君顺并不看好 未必 傅君于补充 目测挺严重的 傅君文真诚地问拉宝 拉宝 死了 可就死了呀 治好了 还能活吗 拉宝傲娇地挺起胸膛 能 有拉宝在呢 大不了 他去地府走一趟 亲自去和酒油之主做生意 傅君武虽然震惊 但考虑过后摸着下巴 那也不是不行 傅君汤 他兄弟们是疯了吧 傅拉宝要杀他 跟在单架边的陈颂 垂下细长的睫毛 遮住眼底情绪 拉宝注意到 迅速侧头看他 然后小家伙很失望 陈颂很坏 可目前为止 他自己并没亲手 害过四哥哥 所以就算他想利用天灾力量反噬回去 陈颂并不受影响 拉宝有些暴躁地想 算了 实在不行 死一死吧 第194章 大哥 死一死吧 没等拉宝动手 救护车已经拉着傅君汤走了 同时一起上了救护车的 还有陈颂和傅君雨 傅君遥抱着他 拉宝 拉宝皱着小眉头 把自己的想法 跟傅君遥说了 傅君遥直接沉默了 拉宝觉得 死一死的办法 真的可行 大哥哥 要不我们现在过去 到医院了 直接让四哥哥死一死 彻底治好他的恋爱脑 傅君遥猴姐滚动了下 这个 拉宝 倒也不必如此吧 傅君顺 傅君文 和傅君武 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 三人同时开口 难得意见一致 大哥 我觉得拉宝说的不是不行 傅君遥 傅君顺忍不住问拉宝 拉宝 把握有多大 可别死了就真没了 那可不行 你四哥哥恋爱脑虽然欠揍 可到底是你哥哥 拉宝拍着小胸脯保证 拉宝治好了 保证捞回来 傅君文看似斯文年纪不大 但胆子特别大 那试试吧 傅君武看着像的小霸王 其实胆子没那么大 这个 拉宝 要不换一种吧 这种 小哥哥我有些害怕 生命只有一次 哪怕拉宝特别厉害 拉宝是天灾属性 不是地府掌权人啊 万一地府那边不做买卖了 四哥哥就真的没了 傅君武觉得 不用用这么极端的手段 傅君遥想法和傅君武差不多 拉宝 要不我们先去医院 看看你四哥哥那边什么情况 拉宝点头 好的 傅君遥 知道小家伙很郁闷 于是又开口 老二 你安排人查一下那个陈颂 傅君顺眉梢一扬 已经在查着了 老四一根筋 之前也没见和哪个女人走得近 这次因为酱头树 栽到这个叫陈颂的女人身上 我自然要好好查查这个陈颂的 拉宝纠正他 二哥哥 四哥哥纵容宋宋姐姐 和酱头树无关 傅君遥兄弟四人 表情都有变化 和酱头树无关 拉宝点头 对啊 拉宝开始也以为是酱头树的影响 但是今天晚上 拉宝没有将四哥哥身上的酱头树 扣下来前 仔细看了看 四哥哥就是被宋宋姐姐 骗得很彻底 拉宝吐 拉宝这么小 也没化鬼脸 也没弄鬼东西来 怎么吓唬二十多岁的宋宋姐姐 不用哥哥们附和 拉宝撇嘴 可四哥哥深信不疑 拉宝小白眼都快翻上天了 傅君遥轻轻拉宝小脸 拉宝不气 我们现在去医院 看看你四哥哥到底什么情况 等你二哥哥的人 查到陈颂具体信息 到时候掰开了 砸你四哥哥脸上好不好 拉宝撅着的小嘴巴 终于收了收 好 拉宝听大哥哥的 傅君遥松口气 同时心中 对老四处境更担心 也更警惕陈颂 老四在娱乐圈好几年了 什么牛鬼蛇神没见过 可从没掉进什么坑里 他自律 也警惕 没有降头术加持 还能让老四在自家人跟前 这么维护他 陈颂手段可见一斑 依然是傅君遥开车 傅君顺抱着拉宝 和两个弟弟坐在后排 兄妹五人去浦宁医院 浦宁医院隐私好 而且普通人根本消费不起 所以会少很多事端 傅君遥怕弟弟妹妹们饿了 去医院之前又找了家餐厅吃饭 吃过晚饭 这才继续出发去医院 到了医院后 看了阎老三发来的消息 他抱着拉宝 带着弟弟们 去傅君汤所在的VIP病房 病房里三个人 病号傅君汤 趴在病床上 手腕脱臼已经归位 面色发白 傅君雨坐在沙发上 拿着手机再玩游戏 看都没看他一眼 倒是陈颂在病床边 一会儿给他喂水 一会儿给他削苹果 几乎没有闲下来 徐寒问暖 怜惜又温柔 宋宋 你谢谢 医生说了我腰椎伤得不严重 养一阵子就好了 陈颂摇了摇头 可医生也说了 你最近最好不要动 不然伤势加重 瘫痪都是有可能的 傅君汤笑起来 那是医生吓唬你的 如果真会瘫痪 医生能让我现在 这么在病房里住着 早被送到急诊室各种手术了 陈颂娇称一声 那也要遵医主呀 傅君雨忽然从游戏中抬头 陈女士 你能不夹着嗓子说话吗 陈颂错愕侧头看向他 夹着嗓子说话 傅君雨抿了抿唇 咳嗽一声 然后艰难学着 陈颂跟老四说话的腔调来了句 那也要遵医主呀 推门进来的傅君尧兄妹五人 听到他这话 傅君顺傅君舞 当场捂住心口 又出声 傅君文表情一言难尽 抱着拉宝的傅君尧 虽然面容冷酷 但看傅君雨的眼神 也非常微妙 傅君雨 他迅速站起来解释 大哥 你们听我说 我是学臣女士跟老四说话 傅君汤嘴角一抽 三哥 宋宋是女孩子 一直都这么说话 怎么到了 你嘴里就这么 傅君雨一屁股坐回去 我懂 因为我不是女孩子 所以我加不了 只会让人起杀心 傅君汤点头 对 我刚才全都硬了 傅君雨 呵 不是那里硬了就行 傅君汤瞪他 余光飞快扫了病床前的陈颂一眼 好在陈颂单纯 好像根本没懂三哥的意思 只是一脸疑惑地看着他 他果断避开视线 不和陈颂视线撞上 傅君无傻乎乎问 哪里 傅君雨继续呵呵 傅君汤看到傅君顺手里拎了盒饭 眼睛亮了亮 二哥 你带了晚饭 正好我们都还没吃饭 傅君顺将饭菜塞到傅君雨手里 老三 吃吧 专门给你的带的 只给你带了 傅君雨愣了下 然后笑起来 好 谢谢大哥二哥老五老六和拉宝 拉宝 拉宝黑黑笑着 不客气 三哥哥快吃 凉了就不好吃了 傅君汤无语 大哥二哥 我喝宋宋的饭呢 拉宝故意气他 都进拉宝的肚肚了 傅君汤皱眉 陈下脸 拉宝 傅君顺懒洋洋笑着开口 老四 你处处护着陈女士 受伤也是因为 今天晚上有人调戏陈女士 你帮着出头 傅君顺说完 笑盈盈看着陈颂 所以 晚饭难道不该陈女士 傅君汤想说什么 陈颂连忙点头 傅二哥说的对 君汤哥今天晚上 确实是为了保护我 才会和别人打架 我也是 因为担心君汤哥才忘了 给君汤哥和傅三哥准备晚饭 我这就去 傅君顺皮笑若不笑 陈女士 别喊我傅二哥 毕竟我们兄弟六人 就拉宝一个妹妹 傅君汤满脸不赞同 二哥 傅君顺侧头看向傅君尧 大哥 死一死吧 傅君汤不明所以 什么死一死 第195章 帅锅 我们来了 傅君尧没什么情绪的视线 落到陈颂身上 陈女士 不是说给君汤准备晚饭吗 言下之意 怎么还在这里 陈颂翘脸一红 下意识去看病床上的傅君汤 傅君顺往前一站 直接挡住了傅君汤视线 傅君汤 陈颂视线落空 窃窃的冲傅君尧点点头 快速转身走了 傅君汤叫他 送送 傅君顺转过身看他表情一言难尽 老四 脑子是个好东西 你得有啊 实在没有 拉宝鼓着腮帮子搓手手 死而后生 傅君尧生怕拉宝二话不说就动手 拉宝 等等 缓缓 我们先给你四哥个屡屡好不好 拉宝还是很给傅君尧面子的 奶声奶气回应着 好呢 傅君汤努力压着火气 可压着压着还是压不住 他拧着眉头出声 傅拉宝 你到底跟大哥二哥他们说了些什么 拉宝无辜看着他 实话实说呀 傅君尧出声 老四 不要用这种口气跟拉宝说话 不然拉宝真要动手 他们谁都保不住老四 傅君顺点头 对 老四 珍惜现在能好好说话的机会和时间 傅君与只管低头八饭 速度很快 但依然透着贵公子的优雅 傅君文想了想出声 四哥哥 如果不是拉宝 看出你这边有问题 你可能现在已经黑透整个娱乐圈 傅君五 对 拉宝发现 你被人下了酱头 还把那酱头数解决了呢 不然 四哥你大半夜被鬼东西害死了都不知道 傅君汤 不是 大哥二哥三哥 护着拉宝他能理解 毕竟都是成年人了 对于三岁半的妹妹 自然护着宠着 老五一向斯文有礼貌 帮着拉宝说话他 也能理解 可老六什么情况 最开始给他打电话告状 有人和他抢爸爸的情景 还历历在目呢 结果现在 怎么这么护着拉宝 傅君汤一脑门问号 你们都怎么了 拉宝理所当然开口 拉宝太好了 哥哥们都喜欢拉宝呀 傅君汤 小家伙倒是秘之自信 但如果不是拉宝在兄弟跟前告状 他不觉得大哥二哥 他们会对陈颂氏 现在这个态度 所以 傅君汤对拉宝有意见 看拉宝的眼神 依然带着不满 拉宝同样用不满的小眼神瞅着他 小手指这里扣扣 那里戳戳 看得出来小手痒痒 不知道做什么好 傅君汤就纳闷了 你们都这么护着他 傅君汤兄弟一口同声 不护着自己妹妹 还护着所谓的宋宋 傅君汤还没说话 傅君汤直接开门见山 老四 你喜欢陈颂 傅君汤难得迟疑了下 只想保护他 他从小过得不好 家里人都不喜欢他 傅君顺挑眉 想起了网上的段子 好赌的爸 脆弱的妈 病重的弟弟 和破碎的他 傅君汤嘴角抽搐 二哥 我们能好好说话吗 傅君汶 嘶嘶闻闻出声 四哥 我们已经在好好说话了 主要是你 对拉宝态度恶劣 对一个外人各种护着 我们能忍不住 眉先揍你一顿 是因为 傅君汤快速补充 你腰椎断了 手腕脱臼了 不然难逃独打 拉宝乐呵呵地笑着 一双小胖手抱在胸前 那看热闹 又贼满意的小表情 看得傅君汤 那叫一个气闷 他忽然看向傅君汤 大哥 你也这么认为 傅君汤点头 因为外人你和自己 才三岁半的妹妹计较 甚至一再逼迫 没错的三岁半妹妹道歉 是个哥哥都不会这么做 确实该打 傅君汤 关键是 傅君顺傅君 与傅君闻 傅君五兄弟四人一口同时 拉宝吓唬送送啊 傅君汤发白的脸 因为兄妹这话染上薄红 不知道是气的还是脑的 你们 傅君顺没耐心了 算了 动手吧 傅君与熬五两口 将饭干完 收好盒子 迅速坐着身体 顺便把老五老六 拉到自己左右两边 他瞬间安全感十足 傅君尤握住拉宝 蠢蠢欲动的小手 老四 你不信这世上有鬼 也不信你被人 下了酱头术是吗 傅君汤毫不迟疑点头 当然 什么鬼不鬼的 那都是封建迷信 傅君尤 那如果真的有呢 傅君汤一脸便秘表情 盯着傅君尤 大哥 你好歹也是搞科研的 你居然信这种鬼话 傅君尤看向怀里的小拉宝 拉宝 先别死一死 先给你四哥哥看一看吧 拉宝早就按捺不住 激动的小心情了 鬼东西他多的是 傅君尤捏捏他小手 拉宝 别吓着旁人 拉宝乖巧点头 小手指一点 力量晋升后的他 布下结界不要太容易 整个VIP病房被笼罩在结界中 完全是另一个空间 拉宝从裤兜里掏啊掏 将时不时塞到裤兜里的鬼东西 一个一个掏出来 傅君顺提醒他 拉宝 你四哥哥阴阳也没开 看不到吧 拉宝老神在在 白白小胖手 没关系没关系 鬼东西多了 会有鬼玉出现 在鬼玉里 只要鬼东西想让人看到 就没有人看不到 对对对 叠叠叠 哇哇哇 居然有生魂啊 我最爱生魂了 我死的时候才十八岁 初吻都在呢 我要那个大帅过 拉宝一溜烟 掏出十多个鬼东西 男女老少都有 不过死的一个比一个惨 所以身体是各种残缺不全 十八岁的少女 半边脑袋血花似箭 好像一滩烂泥 勉强黏糊在脸上 哗啦啦往下滴答血滴和肉泥 最爱生魂的鬼东西 是个七老八十的男鬼东西 力气极重 缺了一条胳膊一条腿 喋喋怪笑的是英灵 五官都还没发育好 看起来就是一个怪异的肉球 笑起来声音惊悚刺耳 怨气肆意 饶氏见过鬼东西的 傅君尧兄弟五人 脸色都变了 傅君尧下意识抱紧拉宝 傅君顺和三个弟弟 飞速往他这边跑 大家都围着拉宝 抱拉宝胳膊的抱胳膊 没抱到胳膊的 去抱拉宝的萝卜腿 鬼东西们难得能出来透气 自然知道 谁能惹谁不能惹 果断放弃傅君尧兄弟五人 直冲病床上 目瞪口呆 瞠目结舌的傅君汤扑去 帅哥 我们来了 第196章 丢死人了 哪怕在娱乐圈好几年了 傅君汤甚至也出演过恐怖片 傅君汤发现 当时恐怖片的场景 还是太保守了 目瞪口呆的他 缓过神来后 失笑一声 大哥 你们什么时候布置的 居然比导演和场务组当时的布景 还要逼真 当然 群演也是 更惊悚下人 傅君汤错愕 拉宝 四哥他完全没进入状态 傅君汤 可能是因为四哥 是混娱乐圈的 也出演过恐怖片 所以 这场景吓不到他 傅君雨 那可以更猛烈一些 傅君顺 拉宝 看你的了 傅君尧盯着趴在床上 不知者无畏的老四 闭了闭眼 老四 你自作自受 下一刻拉宝点头 好呢 他勾了勾手指 那些扑向傅君汤的鬼东西 一个机灵 同时停下来回头看他 拉宝乃声乃气吩咐他们 拿出你们的看家本领 不然都给拉宝当灵嘴 鬼东西们尖笑起来 各显神通 18岁女鬼 东西肉泥和鲜血 混杂在一起的血肉 飞溅到傅君汤脸上 腥臭的血腥味 瞬间将傅君汤包裹 傅君汤常年拍戏 自然分得出真血和番茄汁 不是番茄汁 他伸出一根手指粘了一点点 拇指和食指轻轻一搓 血肉模糊的肉泥 在指尖揉开 刺鼻腥臭 直冲天灵盖 傅君汤下意识 甩手往后靠 胃里一阵翻腾 但他从早上八点出门到现在 就只在飞机上 勉强对付了两口 胃里空空 几乎什么都吐不出来 缺胳膊断腿的老鬼东西 掀起一阵阴风 原本看着只是阴森惨白的老脸 忽然向磁瓶出现裂痕 从额头往整张脸寸寸裂开 很快皮肉翻飞 血肉模糊 颅骨中甚至都肉虫在蠕动 英灵一屁股 对到傅君汤脸上 短手短脚的 他那张五官模糊错位的脸 跟着一转 代替了屁股的位置 对脸开大 叠叠叠 大哥哥 你不怕宝宝的吧 那大哥哥和宝宝一起做游戏好不好 我们玩划拳拽脑袋的游戏好不好 现在开始了哦 石头剪刀布 哎呀 是宝宝说了言 宝宝把脑袋拽下来 给大哥哥玩呀 英灵说完 一把拽下惨白透着淤血的一坨 直接塞到傅君汤怀里 那一坨 上一张小嘴巴 还在继续说 大哥哥 再来 石头剪刀布 傅君汤下意识捏了捏怀里的脑袋 绵软 粘腻 还带着透骨的森寒 他又看向英灵剩下的身体 注意到他脖梗处 哗啦啦地往外滋血 鲜血喷溅 滋了他满头满脸 鲜血和前面脸色清白渗人的女孩一样 腥臭刺鼻 粘腻恶心 傅君汤喉解滚动 艰难出声 你们用的黑狗血吗 鬼东西们感觉被冒犯了 本着弄不死就行的原则开始攻击 医院雪白的墙体上 被阴风和鬼爪户上的血印子 头顶忽明忽暗 最后滋啦啦闪烁的电灯 鬼东西猙獰的五官 张开的血盆大口 因为车祸被碾压出的各种器官拖拉一地 然后傅君汤脖子上缠绕 傅君汤 傅君汤终于意识到不对劲 他没看到鼓风机 他感受到恐怖杀意 傅君汤大脑一片空白 跆拳道黑带的他 下意识双手撑着床铺 躲避鬼东西的攻击 结果忘了自己腰椎问题 一个猎且又摔回床上 18岁的女鬼东西 把自己摊成肉饼扑在床上 张开惨白发青的双手 列着血盆大口等待着 大哥哥 头怀送抱呀 伦家喜欢 叠叠叠 傅君汤浑身汗毛倒数 在被逼到几点时 身体爆发出恐怖战斗力 硬是克服了身体剧痛 避开了扑进女鬼东西 怀里的惨烈一幕 英灵在后面贴脸拽着旗带 往他脖子上套 大哥哥 下来和宝宝一起玩好不好 好好一个人好无聊啊 你也死了好不好 呼吸不畅 傅君汤芒拽住脖子上的东西 往外拽 好几双皮肉翻飞的苍老大手 抓住他手腕 帅哥 我最喜欢你这样的匠种 叠叠叠 不信鬼神 正好方便我们吞噬你的生魂啊 叠叠叠 脸上好像有什么东西滴答下来 惊恐中的傅君汤 下意识抬头 一个鬼东西张开血盆大口 直冲他脑袋咬下来 腥臭和黑暗 几乎在瞬间将傅君汤吞没 他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 拉宝很不满意地 瞪了鬼东西们一眼 吓晕了四哥哥怎么信 等醒来 四哥哥以为自己 只是做了个噩梦呢 鬼东西们 鬼东西们 麻溜家人弄醒 傅君汤迷迷邓邓醒来 看到面前的牛鬼蛇神一个机灵 似乎意识到什么 先狠狠掐了一把自己大腿 大腿剧痛传来 眼前猙獰恐怖的鬼东西们 依然还在 傅君汤妈了 鬼东西 这世上居然真的有鬼东西 英灵最先冲过来 拽着齐带继续套他脖子 乃英英冷甚人 齐带绕井三周 死得和宝宝一样惨要 英英英 其余鬼东西们 瞧着各显神通 只要保证不将人吓死 吓晕了再弄醒就行 这里已经成了一个小型鬼狱 他们直接幻化出一座几十层的大楼 而傅君汤被他们 拖到大楼天台边缘 为了逼真 他们甚至还在下面弄出无数人影 其中居然还有陈颂 陈颂惊恐大喊 君汤哥 不要跳 拉宝看到陈颂就不高兴 直接一巴掌将陈颂拍得粉碎 捧着小莲乃兄乃兄警告鬼东西们 再让拉宝看到他 你们都要完蛋 鬼东西们吓得哆嗦 好在拉宝为了让傅君汤彻底相信 这个世界有鬼东西 鬼狱中傅君汤已经看不到他和其余哥哥们 傅君汤兄弟五人 看着斗鱼心不忍 傅君汤 拉宝 是不是差不多了 傅君顺 我忽然庆幸我觉醒得快 傅君雨 感谢鹰哥让人绑了我 提前让我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傅君文 老六 谢谢 傅君武 看到四哥哥这么惨 我忽然发现拉宝对我是真爱 拉宝没回应他们 因为不满鬼东西们创造力不够 他亲自动手 一巴掌山云老鬼东西 在鹰气翻涌中 拖着老鬼东西的尸体 到了傅君汤身边 面无表情的 大家让让 丢死人了 在傅君汤惊呼呆滞的目光中 拉宝拽起尸体丢了下去 傅君摇兄弟五人 第197章 老六 我四哥不缺奶妈 傅君汤呆若目击 或者说 大脑直接一片空白 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现实还是在做梦 不 是现实 因为哪怕他呆滞得好像一根柱子 还是下意识掐了一把自己大腿 下手很重 痛得他呲牙咧嘴 所以 在看到拉宝将人丢下天台时 他瞳孔地震 五官扭曲 拉宝 不可以 拉宝回头瞅他 有什么不可以的 四哥哥放心 拉宝已经提醒楼下的人了 告诉他们丢死人了 他们肯定会躲开的 傅君摇兄弟五人 神特么的的丢死人了 丢死人了不是 害羞吗 结果到了拉宝这里 丢死人的具象化 是真死人那种 要不是亲眼所见 谁敢信 兄弟五人下意识 看向悲催的傅君汤 傅君汤俊脸惨白 眼珠子惊悚的 都快瞪出眼眶了 不知道是因为 害怕拉宝丢死人 砸到楼下的众人 还是担心拉宝丢死人 傅君汤现在处在 极度惊悚崩溃中 拉宝 你在犯法 拉宝非常自然地否认 没有啊 他们都是鬼东西 早就是死人了 拉宝丢死人而已 怎么就犯法了 傅君汤 拉宝说完 又随意蒙过来一个鬼东西 再当着傅君汤的面 丢下天台 傅君汤 拉宝忽然冲他笑了笑 然后把丢下去的 两个鬼东西捞了来 再直接对到傅君汤面前 四哥哥你看 他们是鬼东西 所以就算丢下去 也死不了 傅君汤 傅君汤大腿 都快被自己掐出血 现实一再告诉 他眼前一切都是真的 这世上真的有鬼东西 可理智却一再否认 二十多年的科学发展观 一再闪现提醒他 这不科学 这是假的 这都是唬人的把戏 拉宝最后将视线瞄准他 四哥哥 下一个轮到你了哦 傅君汤下意识追问 轮到我什么 拉宝弩弩嘴 看向天台外 说的那叫一个理所当然 又惊悚万分 轮到把你丢下去了呀 这样子摔死了 正好支离碍脑呀 傅君汤 傅君汤数次几乎昏厥 可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晕不过去 等拉宝小手落到他手腕上 明明都握不住他手腕 可他明显察觉到致命危险 傅君汤脑子一抽 嘴巴比身体诚实 拉宝 四哥哥错了 拉宝依然抓着他手腕 似乎在怀疑他认错的真实性 真的吗 傅君汤下意识想摇头 可嘴巴依然更快 对 真的 千真万确 比金子都要真 拉宝眨了眨眼 四哥哥 你是不是怕被拉宝丢下去摔死 故意哄拉宝才认错的 其实 你心里根本不觉得自己错了 傅君汤身体僵硬 嘴巴依然冲在生死第一线 怎么会 四哥哥是真的知道自己错了 错得离谱 拉宝 我们才是一家人 宋宋 陈宋虽然可怜 可原生家庭的 错和我们没关系 拉宝抓着 他手腕的小手松了松 不过没有马上收回来 而是扭头 看向傅君汤兄弟五人 大哥哥 四哥哥的话可信吗 傅君汤迟疑了下 可信吧 傅君顺看热闹不嫌事大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吧 傅君宇盯着傅君汤看了又看 然后得出一个结论 嘴巴和身体 好像不在一个频道上 傅君文咳嗽一声 拉宝 四哥的恋爱脑 可能不需要死一死也能治了 傅君武转转眼珠 衣袖被傅君文拉了一下 他试着问拉宝 拉宝 要不改死刑改死缓吧 傅君尧兄弟五人 就是当事人 傅君汤都被傅君武的死刑 改死缓逗笑了 神TM的死刑改死缓 拉宝想了想 最后同意了 小哥哥都这么说了 那改死缓吧 小家伙说完 收回小胖手 然后双手插兜 傲娇地抬着小下巴 问傅君汤 四哥哥 一会儿送送姐姐买饭回来了 你还吃吗 傅君汤 不吃了 傅君尧兄弟五人松口气 拉宝却不乐意了 四哥哥 他把饭都买回来了 你为什么不吃 傅君汤 他怕吃了 又要被判死刑 从天台上被丢下去 傅君武觉得 四哥回答没毛病 可也不知道 拉宝为什么不满意 拉宝 四哥要是吃了陈颂的饭 不是表示 他吃人嘴短 拿人手软吗 拉宝哼哼 陈颂的工资 都是四哥哥开的 四哥哥花的是自己的钱 怎么就是吃人嘴短 拿人手软了 傅君尧兄弟四人震惊 老四 四哥 陈颂的工资 是你发不是你们公司 傅君汤 是我发 傅君尧兄弟五人 所以为什么不吃 必须吃 而且要多吃 傅君汤 拉宝瞧着双手插兜小声嘀咕 算了 死缓就死缓吧 实在不行 等到了恋爱脑晚期 再死一死 也不是不行 离他最近的傅君汤 鬼东西们一看 好像没他们用武之地了 又觉得 他们今天表现似乎欠佳 一个个坠坠不安 这一坠坠不安 他们自然没办法 好好保持见人的体面 所以 缺胳膊断腿地 拖拉着血淋淋的腿 半边脑袋 血肉横 飞成肉末地 搭拉着肉末一堆 总之怎么埋态 恶心恐怖怎么来 然后一股脑 冲到傅君汤跟前 一直坚强努力 给自己洗脑科学主义的傅君汤 大脑被嘴巴彻底压制 啊啊呀 鬼啊 拉宝抬手破了结界 鬼东西们 也跟着麻溜 自己团霸成小黑球 往他裤兜里钻 几十层的高楼 瞬间消失 傅君汤眼前一黑 瞳孔瞪到最大 看到是在雪白的病房中后 两眼一番 终于晕了过去 傅君摇敏唇 傅君顺乐不可知 傅君宇指了指门口 傅君文和傅君武去开门 陈颂买了饭菜 站在病房门口 正准备敲门 房门忽然开了 他愣了下温软道谢 谢谢 傅君文开口 陈女士 饭菜给我们 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陈颂诧异 啊 没等傅君文说话 陈颂又怯怯出声 可是 我是君汤哥的助理 我的工作就是照顾他 傅君武可没傅君文那么客气 他直接把饭菜抢过来 我四个有手有脚 而且都成年了 还有我们这么多兄弟在 不需要比他还小的奶妈 陈颂 第198章 三哥 你想撑死我 继承我的作业吗 傅君文看老六 已经把饭菜接过来 索性直接关上房门 傅君顺冲他们俩 竖了个大拇指 老五老六 干得好 傅君宇看看下晕过去的老四 老四这情况 一时半会儿醒不来吧 傅君武闻着饭菜香 忽然馋了 那要不 我们再吃点 拉宝早就被勾起馋虫 作为一个小吃货 哪怕吃过晚饭了 这会儿也馋啊 何况他消耗大 吃吃吃 小哥哥 我们一起吃 拉宝都说了 傅君武完全没压力了 两个最小的麻溜地打开袋子 把里面的盒饭拿出来 傅君宇多看了眼 盒子非常高档 写着沉寂 傅君顺也看到了 忍不住调侃 果然不是花自己的钱不心疼啊 拉宝已经开吃 听着他的话 含含糊糊问了声 二哥哥 为什么这么说 傅君顺笑眯眯解释 沉寂可是帝都这边 数一数二的高档餐厅 价格昂贵不说 不是会员根本订不到餐 傅君尧补充一句 不提前预定 也根本订不上 拉宝和其余四个哥哥同时出声 那为什么陈颂能订到 这才多长时间 再看看六菜一汤 外带四份精致小甜品的饭菜 大家沉默了 所以 陈颂其实提前就订好了 但是这菜足够多 而主食却只是两份 傅君顺唏嘘 老四是从每个垃圾桶 扒拉出来的垃圾 居然连老三的那份都没有 傅君文也第一次见到 陈颂这种骚操作 对啊 三哥也跟着一起来医院了 陈颂为什么连三哥的 那份都没定 傅君语咳嗽一声 在你们到来之前 陈颂已经不止三次表示 这里有他就好 让我回去休息 至于老四也帮腔 为着死 缓能多坚持一下 傅君语明智的没提 傅君尧眼神冷下来 老二 你那边还没查出什么吗 或许是因为 宋家夺了他们亲奶奶的器语 所以他对宋字非常敏感 哪怕陈颂姓陈 可他名字是宋 他再见到陈颂第一面 就直接问过他 和宋家是什么关系 潜意识告诉他 陈颂不简单 傅君顺还没说话 手机响了 助理周静打过来的 傅总 有消息了 傅君顺直接开了扬声器 说哦 拉宝拉着哥哥们 一起坐下吃好吃的 然后听电话那头 周静说具体情况 傅总 陈颂的爸爸 十多年前曾是宋家司机 后来因为偷盗宋家财物被解雇 那时候陈颂刚出生 拉宝敖屋又吃了一大口好吃的 含含糊糊问 周叔说 那他们现在还有联系吗 周静马上回答 没有 这些年 陈家和宋家没任何来往 不过偶尔陈颂的爸爸 会打着宋家司机的名头 在外面混吃混合 傅君顺皱眉 宋家知道吗 周静否认了 不知道 如果知道 估计陈家在帝都待不下去 傅君顺又问 陈颂呢 为什么老四说他胆小 周静 因为陈颂父母重男轻女 他虽然是他们第一个孩子 可他父母在生他弟弟前 还留掉了三个孩子 都是女儿 陈颂从半岁开始 被他们扔到乡下奶奶家 一直到九岁奶奶过世 才被接回来 傅君尧开口 陈家老家在哪 电话那头 传来翻文件的声音 在红树湾狗家岭 没等傅君尧说话 周静先诧异 傅总 君汤少爷 就是先生在狗家岭 做慈善时带回来的 傅君顺迅速出声 扎老四在狗家岭时的具体资料 是 傅总 挂了电话 傅君顺侧头 看向病床上 俊脸惨白的傅君汤 好看的眉毛 一点点皱起来 他忍不住嘀咕 所以老四这么护着陈颂 可能和小时候有关 傅君语慢慢出声 可能有小说中的狗血情节 比如小时候 他被陈颂救过 或者吃过陈颂给他的半个馒头 傅君武狠狠往嘴里 塞了一勺香喷喷地 吸满了鸡汤的大米饭 那可真是造孽啊 傅君文有些走神 我记得 四哥五岁前 是跟着他舅舅舅妈住的 但后来 因为他舅舅舅妈给人送货出世 车毁人亡 他才被送到狗家岭孤儿院 之后 咱爸去那边做慈善 四哥 当时病得快不行了 咱爸将他带了回来 之后收养了四哥 傅君尧点头 是这样 傅君尧说完 看向傅君顺 傅君顺会议 马上给周静打电话 周静 查的时候 老四舅舅舅妈 包括他们邻居都查一遍 时间长一些没关系 但要有用的信息 是 傅总 再次挂断电话 傅君顺都笑不出来了 如果陈宋和老四的相遇 是宋家很早之前就安排好的 傅君摇面无表情 这个概率有95% 傅君语摸了摸称的圆鼓鼓的肚子 我就怕老四的亲舅舅舅妈 当初出事 也和宋家或者陈家有关 这话一出 连熬屋熬屋大口干饭的拉宝 都愣了愣 不过 拉宝只愣了一秒 然后继续干饭 那也没关系 如果真的和宋家陈家有关系 那就让他们接受法律的制裁 傅君语眨了下眼 宠溺地给拉宝盛汤 对 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 傅君汤迷迷邓邓醒来 就听到这么一句 他大脑还一片江湖 什么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 傅君语拉过脸上 藏不住视的老六 老六 来 继续吃 傅君五 三哥 你是想撑死我 继承我的作业吗 傅君语扑斥一声笑出来 可别 拉宝凑过来张开小嘴巴 嗷呜一口 把傅君语喂过来的好吃的吃了 三哥哥 拉宝还能吃 拉宝来 他在病床上的傅君汤 闻着浓郁的饭菜香 肚子咕咕叫起来 三哥 帮我弄一碗 说完后 他飞快看了一眼整个病房 然后疑惑询问 大哥二哥 宋宋呢 傅君摇面无表情 送完饭就走了 傅君顺挑眉 老四 你确定 不是你奶妈 傅君汤要反驳时 拉宝从大碗里抬头瞅着他 四哥哥 你确定要这么惦记宋宋姐姐吗 第199章 别 以老实 求放过 面对拉宝 傅君汤空白的大脑 闪过扑面而来 惨不忍睹的鬼东西们 嘴巴依然格外实称抢先 不 不惦记 生怕拉宝不信 傅君汤又补充一句 真的 拉宝嗷了声 那四哥哥 刚才找宋宋姐姐做什么 傅君吴也好奇 对啊 傅君汤生怕拉宝 在弄出一堆恐怖猙獰的鬼东西 摔他脸上 深吸口气 压着情绪解释 这个 拉宝 你宋宋姐姐是帮我们去买饭的 他也没吃饭 四哥哥 想着一起吃算了 傅君吴撇嘴 他才没想着给我们买饭呢 他甚至连三哥的饭都没买 有些称得傅君雨点头 嗯 是这样 傅君汤瞄了眼傅君雨 明显鼓起来的肚子无语 老六 宋宋没买三哥的饭不也是因为 他看到你们给三哥带了饭吗 傅君顺和 老三 你亲自跟老师说 傅君雨叹口气 雨重心长 老四啊 你是不是忘了大哥他们还没来的时候 陈女士一个劲地往我回去 他留下来照顾你 傅君文端起一个木制饭盒敲了敲 四哥 看这个 是陈姬的饭菜哦 陈女士从出去到带着陈姬的饭菜回来 用了不到半小时 傅君瑶 陈姬的饭菜 至少需要提前一小时预定 你们到医院后 他应该就已经在陈姬订餐了 老三那会儿也在 但没有他的份 傅君汤下意识帮陈颂说话 这个 可能是因为 之前一直都是我们在一起 一般他也只需要订我们两个人的餐 所以一时忘记了 拉宝原本准备给四哥哥留点饭菜 听着四哥哥的话 直接变成没有感情的干饭机器 等傅君汤和兄弟们说完话 准备吃饭时 拉宝拿起纸巾 正在优雅地擦小嘴巴 傅君汤 我的饭菜 傅君五看了眼 干干净净一点汤汁 都不剩的空盘子空碗 四哥 非常认可 是的 傅君雨 没毛病 傅君顺 老四 你这么维护陈颂 各种帮他解释开脱 为什么 傅君瑶 他救过你的命 傅君汤 傅君汤一看这架势不说不行了 他吸口气 忍着咕咕直叫的肚子慢慢开口 小时候我被毒蛇咬了 是他帮我把毒血洗出来的 不然我早就死了 傅君瑶兄弟五人 拉宝直奔重点 四哥哥 那时候你多大 松松姐姐多大 傅君汤记得很清楚 我七岁 他五岁 傅君摇也紧抓重点 你们一起遇到的毒蛇 还是你先遇到 他来的时候 毒蛇已经跑了 傅君汤记得很清楚 所以回答得很快 一起 傅君顺 你那会儿怕蛇吗 傅君汤点头 当然 哪怕就是现在他也怕 所以 自从二哥养了黑猫后 他再不单独去找二哥了 傅君雨诧异 所以陈女士不怕蛇 傅君汤摇头 不 松松也怕 他胆子那么小 比我更怕 可是那次他很勇敢 要不是他 用木棍赶走了那条毒蛇 后来又大声喊引来路人注意 我们可能都会被咬 拉宝小大人搬吐槽 槽点太多了 傅君文 确实 我都不知道该从哪里吐槽 傅君雨 可在某些人眼里 这么明显的槽点 就是看不见 还记了十多年的救命之恩 傅君汤听不下去了 你们两个能不能别这么阴阳怪气 不等傅君雨和傅君文说话 傅君汤饿得厉害 再次开口 三哥 麻烦跑一趟 给我买点吃的吧 傅君雨 饿着吧 呃呃 醒醒闹 傅君汤 简直了 他懒得多说 然后侧身找自己手机 结果床头桌上没有 枕头下面也没有 裤兜里依然没有 还因为动作幅度有些大 扯到了腰椎剧烈抽痛 痛得倒抽凉气 死 傅君五盲叮嘱他 四哥 好好休息 别折腾了 好不容易拉宝同意了死缓 咱要珍惜啊 傅君文 是啊 四哥 傅君雨 看来腰椎还是不太痛 要不我再给你安安 傅君汤 这五个 还是他一个户口本上的兄弟吗 明明从前不是这样子的 傅君汤视线 忽然落到靠着傅君雨的拉宝身上 拉宝这会儿搭拉着小脑袋 时不时揉揉眼睛 傅君雨知道他困了 将他抱起来 轻轻拍着他后背 动作不太熟练 但是看得出来努力温柔 傅君汤想说些什么 最终吞了回去 他是真的不想 马上再和那些鬼东西打招面 三哥 要不你带拉宝回去休息吧 傅君尧看拉宝困了也心疼 老三 你带老五老六和拉宝回去休息 医院这边我和老二守着 傅君顺虽然也想回去抱着拉宝睡 但估计周静那边会有新消息过来 他留在这边更好 困倦的拉宝打着哈欠 含含乎乎哼哼哼 好呀 那拉宝留下两个鬼东西 守着四哥哥 免得别的鬼东西 再找上四哥哥 傅君尧和傅君顺点头 那更好 谢谢拉宝 傅君汤 他这个当事人同意了吗 不过很显然 老四在老大和老二跟前 没什么发言权 尤其是老四维护外人 傅君尧看他眼神都冷了很多 傅君尧抱着拉宝带着两个弟弟离开后 傅君汤实在忍不住问了出来 大哥二哥 拉宝到底什么情况 哪有一个三岁半的小孩子 能弄来那么多鬼东西的 还有 刚才确定不是幻觉 傅君尧 老三他们应该还没走远 要不让拉宝回来 让你重新体验一下 傅君汤举起双手 别 以老实 求放过 傅君顺看得好笑 老四 你到现在还不相信自己看到的 非要死一死才安心 说到死一死傅君汤就满肚子委屈 大哥二哥 死一死也是能随便说的 万一我真挂了 傅君尧 拉宝会把你捞回来的 傅君顺 顺便在地府做个恋爱脑切除树 也挺好 傅君汤都要崩溃了 大哥二哥 能好好聊天吗 傅君尧 辞调陈颂 傅君顺 别说一个助理 十个八个二哥都给你配上 工资从二哥账户上走 傅君汤 第二百章 拉宝一脸天真的扎刀 傅君汤沉默了话 大哥二哥 你们为什么对宋宋这么大意见 没等两人说话 傅君汤拧着眉头解释 我知道啊 因为维护宋宋 让拉宝给宋宋道歉不对 可是宋宋胆子真的很小 拉宝 傅君尧直接打断他的话 别提这件事了 傅君汤不解 为什么 傅君顺和 不然大哥怕他忍不住揍你 傅君汤 傅君汤想了想放缓声音 好 我承认让拉宝给宋宋道歉 是我不对 等再见到拉宝 我向他道歉 傅君顺将自己往后面沙发上一丢 你以为拉宝稀罕 傅君汤脸色难看 二哥 拉宝稀不稀罕是他的事 我道不道歉是我的事 态度至少要有 傅君顺乐了 你早这么想不什么事都没了 傅君汤敏唇 他想到了之前大哥他们说的降头术 傅君汤三观稀碎 勉强重组了 被吓降头的 不会是你们吧 傅君顺握拳 止鼓咯咯作响 傅君汤 就许你们说我背下了降头术 就不许我们怀疑你们 大哥 二哥 你们仔细想想 在拉宝没有回家之前 我们兄弟间不是这样的 傅君尧眼神锐利地盯着他 那会儿也没有沉颂 傅君顺握拳 松开 老四 睡吧 等周静把狗家领的情况调查清楚了 我会把那些资料打印出来 让你仔细看看 傅君汤浓密的剑眉迅速皱起来 二哥 和狗家领有什么关系 傅君顺不再开口 闭上眼睛假妹 傅君尧看他一眼 老二 靠墙那边有折叠床 你去那边睡 傅君顺恩了声 把折叠床打开 然后躺下睡觉 傅君汤想和傅君尧说话 傅君尧手机响了 然后背对着他 站在窗前 一手插着裤兜 一手接听电话 傅君汤 傅君汤真被饿了一晚上 等第二天一早 傅君宇带着早餐 牵着拉宝过来时 傅君汤饿得前胸贴后背 三哥 我呃 陈颂和他们前后脚 也到了 君汤哥 我给你们带了早餐 傅君汤下意识 看向傅君宇牵着的拉宝 拉宝抬起头瞅瞅陈颂 宋宋姐姐 三哥哥带了的早餐够吃了 宋宋姐姐带回去自己吃吧 陈颂委屈地 看向病房里的傅君汤 傅君汤张了张嘴 话到嘴边变成 宋宋 那你先回去吧 我这边有大哥二哥他们在 你不用担心 傅君尧忽然开口 陈女士大一 因为学费办理了休学 陈颂还没说话 傅君汤先开口 那是自然 只是宋宋说 要自己先赚够四年学费再去读 陈颂不安地看了看傅君尧 是 是的 我家里穷 学习成绩也不算好 所以拿不到奖学金 所以需要先打工赚学费 提到这个傅君汤忍不住帮腔 其实我跟宋宋说过 学费我可以给他出 可他说 非亲非故不同意 非要自己赚 傅君汤有些无奈 更多的是心疼 怎么就非亲非故呢 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虽然不是一个姓 傅君顺笑起来 所以老四你觉得 陈女士是个特别上进 坚强的女孩子对不对 傅君汤 难道不是吗 傅君顺淡笑不语 陈颂拎着带子的手指紧了紧 傅君尧问他 那你有提议把钱借给他 等他大学毕业 有了稳定的工作 再还你吗 傅君汤点头 当然 在我看来 宋宋这个年纪 应该把学习摆在第一位 陈颂垂下头 声音不大 足够病房里所有人能听到 可是君汤哥 我不想欠你人情 更不想被 被人说难听的话 傅君汤愣住 缓过神来后忙追问 宋宋 是不是谁欺负你了 傅君尧懒得多看 傅君顺泽一声 陈女士 如果有人欺负你 麻烦你告诉我 看在当年 你对老四救命之恩的份上 作为老四的二哥 这些小问题都不是问题 当然 如果你想读书 也不想被人说闲话 还有一个办法 傅君汤还是觉得 陈颂该先去上学 所以暂时没有多问 陈颂被欺负的事 什么办法 傅君顺孝得非常优雅从容 傅氏集团每年 都会资助一些贫困学生 陈女士所在的学校 恰也有傅氏集团资助的学生 陈女士如果愿意上学 完全可以填写申请表 又有老四你 这层关系在 傅氏集团那边 一定会通过陈女士的资助申请 陈颂却摇头 不 不可以的 拉宝终于开口 宋宋姐姐觉得 还有什么问题 陈颂细长的睫毛 微微颤抖着 神色看起来 有些难以启齿 傅君汤关切地问他 宋宋 有什么问题 你只管说 大哥二哥他们都是我家人 自然都是希望你好的 傅君顺难得多看他一眼 傅君摇眼底冷意 都缓和几分 傅君语觉得 等会儿可以让老四多吃点 陈颂声音低不可闻 君汤哥 你忘了 我家里什么情况吗 傅君汤一愣 神色有些尴尬 宋宋 对不起 我忘了你爸妈 根本不想让你读书 只想把你当成提款机 帮衬你弟弟 拉宝 所以按照四哥哥的意思 宋宋姐姐的弟弟 没了宋宋姐姐帮扶 就活不成了吗 傅君汤皱眉 拉宝 你这叫什么话 拉宝坦然开口 实话呀 不然宋宋姐姐 完全可以申请资助 继续上大学呀 没等傅君汤开口 拉宝一脸天真的扎刀 那宋宋姐姐姐的爸爸妈妈呢 虽然还喘气 可都像死了吗 陈颂视线忧地 落到拉宝身上 眼底一闪而过的寒意 被拉宝精准捕捉到 拉宝笑起来 所以宋宋姐姐 根本没有四哥哥 说得那么可怜吗 如果宋宋姐姐父母 真的对他特别不好 各种偏袒他弟弟 他这么说 宋宋姐姐爸爸妈妈 宋宋姐姐不会有这么大反应 傅君汤急声力喝 傅拉宝 四 傅君瑶怕被陈颂看出异常 大手落到傅君汤腰椎上 痛得傅君汤五官扭曲 陈颂拎着饭满脸 焦急地往傅君汤那边跑过去 将饭盒放在床头柜上 心疼地握住他的手 君汤哥 你怎么样 君瑶大哥 你 对上傅君瑶冰冷的眼神 陈颂手指颤抖了下 后面的话噎在喉中 第201章 一周之内必见血 陈颂睫毛也跟着颤了颤 下意识往傅君汤那边靠 傅君汤也自然想将他护在身后 结果忘了腰椎问题 这一动又扯着了腰椎伤处 痛得额头冷汗都冒出来了 似乎怕陈颂担心内疚 这次傅君汤硬是没发出半点声音 傅君顺看着泽泽感叹 老四 真男人啊 傅君汤惨白着脸 瞪了傅君顺眼 二哥 你 他想说傅君顺在说风凉话 可拉宝已经哒哒哒走到傅君顺身边 看他瞪傅君顺 拉宝乌黑的大眼睛 直勾勾盯着他 傅君汤瞬间怂了 傅君顺乐了 老四 你想说什么 傅君汤算是看清楚了 只要他这些家人在 陈颂不管说什么做什么 都入不了家人的眼 既然这样 不如让陈颂暂时离开 宋颂 三哥给我带了饭 你走吧 免得被针对 他一个人对上兄弟五个 老五老六不成问题 可大哥二哥三哥和拉宝他头大 傅君尧 走可以 话要说清楚 傅君顺一边接过傅君雨 带过来的早饭打开 一边笑眯眯出声 对啊 来都来了 该解决的必须解决 傅君汤捏了捏眉心 大哥 二哥 送送的事情 你们不太了解 等我稍微好些 我亲自跟他说 傅君顺话里带笑 等到那时候 老四你可能被陈女士吃的骨头扎都不剩了 傅君文和傅君武去上学了 不然一定会附和傅君顺的话 不过 拉宝是个捧场王 马上点头 二哥哥说的对 四哥哥 你如果不离宋宋姐姐远一些 你会很倒霉的 拉宝看了看傅君汤 发现虽然降头竖解了 可四哥哥头顶 依然有一小片阴云 那阴云再浓郁一些 就会成为灾祸 到时候 四哥哥一定会出事 而灾祸的根源就是陈宋 偏偏陈宋很能装 也特别沉得住气 哪怕哥哥们一直在刺激他 陈宋脸上表现得怯怯的 一副柔弱单纯的样子 可神魂情绪特别稳定 再看四哥哥 四哥哥神魂 几乎一心扑在陈宋身上 拉宝再次考虑 要不要动手 让四哥哥先死一死 傅君尧 傅君顺和傅君宇同时看向他 傅君顺忙 把一份三明治喂到他嘴边 拉宝再吃点吧 拉宝觉得四哥哥饿死也行 于是毫不客气 熬屋开吃 傅君尧 傅君顺和傅君宇同时松口气 傅君汤肚子再次咕咕叫起来 手背上一热 傅君汤忙抬头 正好看到低垂着头的陈宋 眼泪从眼眶中滚落 傅君汤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大哥 二哥 三哥 我说了陈宋的事情 我自己来除脸 傅君尧 哪怕是他会要你的命吗 傅君汤没有半秒迟疑 是 傅君顺 那如果当初 所谓的救命之恩 其实是有心人 陈宋抹了 把眼泪窃窃出声 正好打断傅君顺的话 君汤哥 君瑶大哥 他们都是你亲人 你别因为我和他们闹脾气 我得多内疚啊 我 陈宋似乎再也控制不住情绪 捂着嘴哭起来 拉宝再次看向他神魂 陈宋的神魂依然情绪稳定 甚至眼底透着 丝丝嘲讽讽和得意 拉宝看懂他神魂的意思 四哥哥根本逃不出他手掌心 拉宝张开小嘴巴 嗷呜一口 把手里剩下的三明治吃完 又拿起另一个嗷呜嗷呜开吃 不吃他怕控制不住自己 直接陷案死四哥哥 可他答应了大哥哥他们 给四哥哥死缓 好气好气 拉宝转转眼珠 又很快安慰好自己 还好这样的恋爱脑哥哥只有一个 之前二哥哥虽然也乱七八糟的 但二哥哥的问题 比四哥哥好解决多了 拉宝只管吃 直到傅君汤用陈宋的手机 给经纪人打电话 经纪人雷帅 带着两个人高马大的保镖 到病房来接人 阿隽 你怎么样了 雷帅喊一声傅君汤 然后看向哭的眼睛通红的陈宋 阿隽 宋宋这是怎么了 傅君汤不想跟经纪人提这些 只是挥挥手 雷哥 你带人接宋宋回去吧 雷帅视线从傅君摇兄弟三人 和拉宝身上扫过 最后在傅君顺身上略微停顿 好的阿隽 不过宋宋之前的住处已经到期了 这次你们是临时回来 他住在 傅君汤面色沉冷 我最近要在医院 让他住市井华亭 雷帅愣了愣 好 陈宋抹着泪摇头 雷帅拉着他胳膊往外走 两名保镖断后 傅君顺看着都气笑了 老四 把兄弟们当贼房是吧 拉宝一直到雷帅 带着陈宋和保镖出了才出生 挺好的 早死早超生 傅君摇傅君顺和傅君雨神色变了 同时看向他 傅君摇轮廓分明的脸上 露出几分不解 拉宝 拉宝知道他想问什么 大哥哥 人的气运随时都在变 有时候运气很好 如果那时候去抽奖 一定会中 而气运很不好的时候 比如走霉运或者厄运降临时 轻者见血吗 重则死翘翘 不用三个哥哥多问 拉宝瞅瞅病床上冷沉着脸 盯着他的傅君汤 四哥哥让宋宋姐姐住他家里去了 厄运很快会降临 一周之内四哥哥必定见血 傅君汤额头青筋突突狂跳 傅 傅君摇傅君顺和傅君雨 同时沉下脸呵斥他 傅君汤 拉宝的话从没出过错 傅君汤 他知道拉宝多少有些本事 毕竟他真的见到了鬼东西 可是因为傅拉宝一再针对陈颂 导致三个哥哥两个弟弟 一致针对他 傅君汤被激起逆反心理 你们少在这里威严耸听 傅君摇不再说话 傅君顺挑了挑眉 也没出声了 傅君雨直接将早餐塞到大哥二哥手里 剩下的拳头为拉宝 傅君汤 傅君汤忍着腰椎刺痛磨牙 要吃你们出去吃 拉宝二十九斤五的反骨 不要 就要在这里吃 要出去你出去 快走 不送 傅君汤 傅君顺吃过早餐 周静拿着一堆文件来了 傅总 这是公司需要您马上签字的文件 这份是您要的狗家领的资料 包括 周静看了眼床上眼底 已经有了红血丝的傅君汤 君汤少爷亲舅舅舅妈当初车祸 以及平时往来的详细资料 傅君汤疑惑 二哥 你查我他们做什么 傅君顺看都不看 直接将那份资料丢他跟前 我嫌得蛋疼 第202章 我不是恋爱脑 周静摸摸鼻子 将文件交给老板后果断走到拉宝身边 拉宝 吃早餐啊 在美食中奋战的拉宝难得抬头 熬乌两口 把嘴巴里的饭菜咽下去 乃呼呼喊人 周叔叔 你来的 周静笑着点头 是啊 过来给老板送资料 没等拉宝说话 周静心情那叫一个复杂的道谢 拉宝 谢谢你 如果去南省前 不是你提前我将我父母接过来 我父母可能已经没了 其实不是可能 而是真的会没了 他老家在大山村子里 父母的住处 在村子最高处 远远望去 几乎在半山腰 而他和拉宝去南省的第二天 也就是父母答应来帝都看他的那天下午 老家下起大暴雨 导致后山山体塌方 老家几乎被泥土树木掩埋 如果拉宝没有提醒他 他就成了锅 栽栽 真的谢谢你 千言万语卡在喉中 最后只有谢谢 这么简单的字眼 敢把巴吐出来 周静俊脸憋得发红 拉宝喝一大口无鸡汤 周叔叔不用谢 遇到了看到了就是缘分呀 周静忍不住感慨 那大概是我上辈子做了很多好事 这辈子才会遇到拉宝小姐 拉宝乐的见牙不见眼 顺带着拿起一个大肉包 递到周静跟前 周叔叔 吃包子 虾仁韭菜馅的 韭菜脆嫩虾仁 Q弹清甜好好吃 周叔叔一起刺 傅君汤看着听着 心情大叫一个憋闷不舒坦 傅君瑶看到了忽然开口 周助理 吃吧 饺子挺多 周静确实没吃早餐 傅君顺听着也开口 对大虾不过敏就吃吧 周静不再客气 拿起筷子端起盘子 低头靠着拉宝 另一边大口大口吃起来 傅君汤 他这些兄弟 是真打算饿死他 好在陈颂虽然被雷格带走了 但买的饭菜 还在床头柜子上放着 傅君汤费力伸手 聚够桌子上的保温盒 很快够到了 腰椎轻微刺痛 在能手忍受范围内 他勉强支起身体 腰椎刺痛加重 吃饱的傅君宇抬头正好看到这一幕 老四 你腰椎受伤了 最好是平趴着 免得伤势加重 傅君汤 宋宋要照顾我你们不同意 你们所谓的照顾 就是等着我饿死 他不自力更生怎么办 他想腰椎伤势加重吗 他比谁都想快些好起来 拉宝聊起眼皮丑了丑 乃生乃气跟傅君宇说话 三哥哥别担心 那个程度的伤死不了人的 傅君汤 傅拉宝你 嗯 原来是傅君尧从拉宝那边 拿了大包子过来 直接塞他嘴里 吃 傅君汤 傅君尧眼瞼一概 吃完再拿 傅君汤 傅君顺看着一脸呆至嘴巴里 塞着大包子 看起来傻兮兮的老四 再看看面无表情的大哥 蹬不住笑了 破 傅君汤气的呀 偏偏傅君顺又乐呵呵提醒他 快吃 不然等我们都走了 你真的饿死 拉宝接话 那叫一个速度 拉宝会很高兴 可以帮四哥哥支离碍脑了 傅君汤 他这些哥哥弟弟妹妹 哪里是来照顾他的 分明是想气死他 傅君汤被气得彻底没脾气 大口大口吃包子 包子很大 但他三五口一个 傅君谣不废话 真的等第一个最后一口咽下去时 第二个大包子精准塞到他嘴巴里 傅君汤 人为刀阻 他为鱼肉 他忍 吃饱后 也不想跟哥哥弟弟们说话 倒是想起二哥塞过来的资料 他皱了皱眉 还是打开看了起来 开始漫不经心 看着看着 眉头皱起来 皱着皱着 眉头那身痕 都快能加死蚊子 傅君汤 傅君顺 和傅君雨 和拉宝都吃饱了 早餐是一点没剩下 周静离开前 飞快往拉宝怀里 塞了一个大红包 拉宝正要追过去呢 傅君汤忽然出声 所以我舅舅舅妈 当年车祸 不是意外 而是人为 傅君汤 傅君顺 和傅君雨三兄弟 在看电子版资料 这会儿也都看完了 听到老四的话 傅君雨最先表态 看资料上写的这些 确实不像是意外 傅君摇声音冷沉 赵氏司机也死了 正好死无对证 傅君顺叹气 是啊 所以就算各种调查显示 车祸应该是人为 可人都死了十多年了 就算当初有证据 估计现在也抹出得 干干净净了 傅君汤 当初舅舅舅妈的后事 是知书爷爷帮忙办的 因为舅舅疲劳驾驶 最后被定为主要责任 所以不仅舅舅舅妈 当场身亡 他们为数不多的存款 也被判给了 对方司机家属 知书爷爷都是知道的 傅君摇往后翻 那位知书八年前病逝了 傅君汤敏纯 他还有两个儿子 宝明哥和宝丽哥都在 现在也在帝都市里 买房定居 傅君雨发现 周静调查得非常仔细 居然连王宝明 和王宝丽兄弟 两人的资料也有 老四 王宝明和王宝丽兄弟 是在他们父亲死后 两个月买的房 他们在翡翠兰亭小区买房子 八年前 房价也在一万五以上 他们兄弟俩同一天买的房 你们村知书那么有钱呢 正因为看到了这个资料 傅君汤眉头 才会皱得快加死蚊子 知书爷爷家 没有那么有钱 就算当初杂锅卖铁 那也最多也是贷款 买一套八九十平米的房子 而不是两套一百三十平的房子 甚至其中一套还是全款 傅君瑶指出重点 资料上显示 当初陈颂的父亲 和那位知书 是没出五福的表兄弟 傅君汤马上想到了陈颂 但下意识排除掉 大哥 陈颂那时候和拉宝差不多大 傅君瑶眼神冷力盯着他 你会护着和拉宝差不多的陈颂 却一再呵斥 你妹妹拉宝 傅君汤僵住 拉宝不在意的摆摆手 大哥哥 没关系 四哥哥不喜欢拉宝 拉宝就不喜欢四哥哥 等他什么时候恋爱脑好了 拉宝再喜欢他也不迟 傅君汤闽纯 好一会儿出声 我不是恋爱脑 拉宝已经蹦蹦跳跳往外走 是不是恋爱脑 一个星期内会有答案的 四哥哥 你最好往胸口塞个铁板 免得到时候心脏都碎了 拉宝还要找地府工作人员 帮你换新身体 傅君汤 这是妹妹吗 哪有妹妹这么期盼自己哥哥死的 第203章 胸口塞铁片 傅君汤在医院连着住了五天 第五天上午 觉得腰椎已经不太痛了 就坚持出院 傅君顺在旁边感叹 不愧是拉宝 傅君汤 他腰椎快好了 和拉宝有什么关系 那小家伙一个劲地希望 他挂掉呢 大哥呢 今天来医院的只有傅君顺 傅君顺提到拉宝的时候 眼神很温柔 大哥和老三陪拉宝去游乐场玩了 傅君汤 我在医院躺着 他们还有心思带拉宝去游乐场玩 傅君顺理所当然点头 不然呢 你又不是什么绝症 而且拉宝说了 你这两天就能出院了 傅君汤诧异 拉宝知道 傅君顺懒散地笑着 当然 拉宝无所不知 如果不是已经成年 傅君汤可能会直接翻白眼 他控制住了五官表情 不再多说什么 傅君顺提醒他 确定不再多住几天 我来之前 特意问了拉宝 说你想要避开一周之内的灾祸 这段时间不回家就行 拉宝的原话是 因为拉宝经常去医院看四哥哥 四哥哥所在的病房内 有拉宝的气息 普通灾祸不敢靠近 只要四哥哥这一周之内 老老实实在病房里待着 一周内避见血 就会不存在 傅君汤不以为意 不是 二哥 我不说 你们被拉宝下了降头数 可你们是不是被他洗脑了 没等傅君顺说话 傅君汤又追问 二哥 我承认 我让拉宝给送送道歉 没有考虑到拉宝的心情 可是你们扪心自问 你们的变化 是不是太大了 傅君汤推门进来 他们变化大是因为 他们都喜欢拉宝 爱拉宝 因为拉宝值得 傅君汤神色一将 罢 傅君汤点点头 伤的是腰椎 怎么现在就出院 傅君汤已经能站直身体 只要不大幅度 弯腰之类的 腰椎已经不会刺痛 爸 我觉得我已经好多了 而且本来伤的也不重 只是肌肉拉伤之类的 早出院更好 傅君汤想说 拉宝既然说 在医院待着更好 那就在医院待着 但他也了解老四的性子 越是护着拉宝 老四越是排斥 不如顺其自然 毕竟他和其余五个儿子 都是那么过来的 既然是一家人 总得整整齐齐 何况老四还恋爱脑 不撞南墙 不会回头 那就撞吧 傅君汤轻轻拍了下 傅君汤的肩膀 小周已经办好出院手续 走吧 傅君汤忍不住 多看了傅君汤两眼 养父的神色 还有说话的语气 他都有些不习惯 傅君顺懂他的意思 压低声音呵呵笑着 是不是觉得 咱爸也被拉宝洗脑了 傅君汤 他有这么想 但他不敢说 毕竟是养父 哪怕一直对他们兄弟几个放养 可没有养父 就没有他的现在 他知道感恩 在想到 拉宝是养父唯一的女儿 还从小就被老爷子 故意丢弃 傅君汤心情非常复杂 他不该那么对拉宝 傅君汤的这种复杂的情绪 一直持续到傅清涵 和傅君顺父子 带他回到秦宁院半山别墅 进门之后 傅君汤一愣 爸 我 傅君汤知道 他想说什么 你准备回市井华庭 傅君汤张了张嘴 垂下头 傅君汤神色还算平和 孩子已经成年 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生活 他并不过多干涉 你那位助理 不是住在那边吗 傅君汤下意识解释 爸 市井华庭那边也挺大 有近三百坪的大坪层 言下之意 他住回去没关系 住得下 已经将自己 丢在真皮沙发里的傅君顺 懒懒散散出声 同居啊 老四 你是不是忘了 咱爸 给咱们定下的规矩 傅君汤忙解释 爸 二哥 我没有和陈颂同居的意思 我 傅清涵神色依然平和 声音也和从前的淡漠大不相同 看他的眼神 甚至带着关切 老四 你和陈颂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就算市井华庭是两万平米 那你和他 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也不合适 傅君顺补充 何况你还是个公众人物 市井华庭的安保措施虽然很好 可小区外面呢 指不定每天都有狗仔记者蹲守 可能你刚进家门 窗帘就被扛着八倍镜的狗仔偷拍了 远景模糊 更容易让网友们多想 哪怕是 你在家里和陈女士隔了三米远 但你们在同一水平线 狗仔们和网友们不知道啊 傅君顺说完笑眠眠问他 还是老四你打算和陈女士最近结婚 如果是那样 那我马上送你过去 傅清涵 我会安排酒店 准备好请帖和彩礼五金的 傅君汤 他只是想住市井华庭那边 怎么就变成了他要和陈颂结婚 傅君汤尴尬解释 爸 二哥 我和宋宋贞不是你们想的那种关系 怕说得越多越复杂 傅君汤也知道 养父说得对 他又快速补充 我有些东西 在那边 一会儿过去拿一下 然后就回来 傅清涵恩了声 那位女士呢 你是打算将房子租给他 还是免费长期住 如果是长期住 以什么名义 傅君顺老话重提 是啊 老四 你可是公众人物 当红大明星大影帝啊 说着 傅君顺又补一句 不过说到影帝 我觉得那位陈女士 演技也贼好 他真心只想在你身边 做个小助理 赚点小钱 不是想着通过你进入娱乐圈 傅君汤斩金截铁 四哥 宋宋真不是那样的人 当初如果不是我意外 遇到在会所做兼职的他 他也不会成为我助理 是我坚持 让他做我助理 他看在认识的情分上 才答应的 傅君顺 如果没有周静 查出来的那些资料 他可能真信了 但有那些资料在 傅君顺心中 嘖嘖感叹 老四的演技 都用在了电视电影上 而陈颂的演技 用在了老四身上 真要凭演技 估计陈颂更胜一筹 行 我送你过去 拿来一起回来 等一下 傅君顺没有迟疑 从旁边柜子上 拿过一块银色大铁片 塞进傅君顺怀里 带着吧 以防万一 傅君顺 第204章 窝草 拉宝是真牛逼 市井华亭 离秦明院半山别墅比较远 开车至少一个半小时 好在这会儿 不是上下班高峰期 傅君顺只想快去快回 一路急迟 依然花了一个小时 我陪你一起上去 傅君顺准备进电梯时 傅君顺先他一步进去 看傅君顺站在原地 诧异地看着他 他笑着解释 是二哥我送你过来的 自然要将你全须全意带回去 拉宝都说了一周内必见血 今天第五天 而且还离开了医院 傅君顺看似懒散 实则一直紧绷着神经 傅君顺 二哥 宋宋这个时间应该在家 你 傅君顺勾唇一笑 只要他不在我面前 哭哭啼啼 娇娇怯怯怯 好像我吓唬他了似的 我保证不开口 傅君汤一时无言 傅君顺已经按下案件 到家之后 陈颂果然在 同时在的 还有傅君汤的经纪人雷帅 看到他回来 雷帅吓一跳 陈颂在看文件 看到傅君汤神色肉眼 可见变得欢喜 君汤哥 雷帅也跟着出声 阿俊 你腰椎好了吗 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好去接你 傅君汤往旁边一站 露出和他差不多高的傅君顺 有二哥在 我就没打电话了 免得雷哥你来回折腾 雷帅笑了笑 傅总日理万机 我是阿俊你的经纪人 宋宋是你助理 我们的工作一切以你为主 哪里是什么折腾 傅君汤含糊地嗡了声 慢慢往里走 陈颂忙过来扶住他胳膊 君汤哥 我扶你回房间休息 傅君汤摆摆手 宋宋 别忙活了 我拿了剧本就走 陈颂满脸诧异 走 君汤哥 这里是你家 你要走哪里去 傅君汤皱眉解释 宋宋 这里是我的家不错 但我还有一个家 在秦宁院半山别墅 这里一般只是暂住 陈颂 傅君汤觉得自己太严肃了 缓和了下神色解释 你在这边安心住着 我在秦宁院那边住着更方便 父亲大哥他们都在 陈颂有些不安 君汤哥 是不是因为我住在这里 所以你才要住在秦宁院那边 傅君汤摇头 不是 别多想 和你没关系 我也有很长时间没回家了 难得我们一家人都在 拉宝也刚回来 正好一起聚一聚 陈颂眼眶湿润 声音有些哽咽 君汤哥 可这一年多来 都是我每天陪着你 我 你出院了 不住在这里 我一个小助理 住着这么大的房子 像什么话 傅君汤抬手打断他的话 宋宋 你安心住在这里 不会有人说三道四 如果有 傅君汤看向雷帅 你找雷哥 或者我都行 我们都会帮你处理 对了 二哥之前的提议 你好好考虑下 你还年轻 副学更适合你 傅君汤说完 挣脱陈颂的手 往主卧走去 陈颂愣在原地 雷帅在跟傅君顺说话 但傅君顺就像听不到一样 雷帅不愧是当经纪人的 哪怕傅君顺不说话 他也能自说自话 直到看到陈颂一脸受伤的 看着傅君汤背影 他才抱歉地冲傅君顺笑笑 过去安抚陈颂 小陈 阿君说的也不是没道理 你当初确实是因为学费 才给阿君当助理 现在既然能复学 不如先好好念书 等毕业了再来 你放心 阿君助理的位置 雷哥一定会给你留着 陈颂却低垂着头 手指轻轻拽着自己裤子 一张素白的小脸 比刚开始苍白很多 傅君顺漫不经心 瞥了陈颂一眼 然后当什么都没看到 等傅君汤拿上剧本 拿了两件衣服准备离开时 陈颂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 君汤哥 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 傅君顺笑了 陈女士 我只是带老四回家住几天 你一个助理 是不是管得太宽 没等傅君汤说话 傅君顺脸去脸上慵懒的神色 下巴微抬 气场十足 陈女士 记住你的身份 你只是老四的助理 他的私事你无权干涉 当然 如果你是他女朋友 只要他愿意 你可以现在 跟我们一起回去 老四 走了 傅君顺拉了几次 欲言又止的傅君汤 让他走前面 他断后 陈颂想说什么 一抬头对上傅君顺 深邃冷漠的眼睛 什么都说不出口 最后只好捂着嘴 呜哭着 前面傅君汤准备转身 傅君顺直接扣住他肩膀 你是他爹还是他妈 都不是男女朋友 那么在意做什么 他是个成年人了 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再不记 你经纪人还在那里呢 怎么就非你不可了 对了 如果将来你有了心爱的女孩 让他知道 你曾经对一个小助理言听计从 对方掉两滴泪 你都舍不得 你让你心 爱的女孩怎么想 傅君汤皱眉解释 我没想过和谁谈恋爱 傅君顺眼角余光 瞥了眼斜后方的陈颂 不 你有 而且这次回去 咱爸会给你介绍 门当户对的姑娘相亲 等你再好点 二哥我陪你去 傅君汤瞳孔地震 傅君顺却忽然冲他眨了眨眼 傅君汤嘴唇几乎抿成一条直线 最后什么都没说 傅君顺很满意 因为那份文件 老四心中 其实已经埋下怀疑的种子 两人出门进电梯 很快到一楼 往外走时 前面的傅君汤沉着脸回头 二哥 上楼前你答应过我什么 傅君顺语重心长 老四啊 是他先哭哭啼啼的 你知道 我最烦女人这一套 没翻脸说难听的话 已经很有功德心了 傅君汤想说什么 结果脚下一滑 老四 傅君顺忙去拉傅君汤 眼看来不及 索性自己先扑过去 抢先趴在地上 扯到腰椎的傅君汤倒下时 正好躺在傅君顺背上 傅君汤准备起来时 趴在地上的傅君顺 忽然来了剧国粹 卧槽 拉宝是真牛逼 傅君汤瞳孔更大 看着从天而降的亮衣杆 想一个翻滚避开又迟疑了 他躲开了 二哥呢 电石火花间 亮衣杆重重扎向他心口 第205章 四哥哥神魂离体 砰的一声 傅君汤大脑一片空白 傅君顺猛地翻身 迅速爬起来查看情况 打120时 手指都在颤抖 明明很简单的三个数字 可他一个都没按对 老四 老四 傅君顺一边抖着手 继续拨120 一边快速查看 心口插着亮衣杆的傅君汤 傅君汤面色煞白 白衬衣心口 已经被鲜血染红 四哥 我 没事 他抬起手 指了指心口位置 里面有 大铁片 应该 不会有事 有铁片又怎么样 亮衣杆从天而降 冲击力太大 而且阻力很小 就像一把从天而降的利剑插下来 大铁片都被穿透了 好在120已经接通 傅君顺努力保持冷静 说了具体位置和现场情况 然后一直保持通话 等待120到来 高空坠雾 惊动了小区里居民 不少人出来查看情况 哎哟 那身体被穿透了吧 天 这是哪个黑心单的干的 快去监控室看监控 我们小区怎么会有这种人 必须抓起来 对 必须抓起来 也有人认出了傅君汤 那是当红影帝傅君汤吧 我记得他演过 明月三千 男主 太出彩了 直接红透半边天 又出演了爱国电影 鸭露江 19岁成为华国最年轻的影帝 对对对 是他 怎么会是他 这可怎么办 那亮衣杆 好像穿透了他的身体 好像还是胸口位置 傅君汤看着听着 视线越来越模糊 但大家的议论 却越来越清晰 可惜了 是啊 太年轻了 年轻有为 真的太可惜了 我怎么看着 那亮衣杆 是从28楼掉下来的 28层东户 还是西户 好像是 东户 傅君汤意识逐渐模糊 眼前阵阵发黑 他救助28层东户 而这个时候在家里的 只有雷帅和陈颂 他模糊中 似乎听到了陈颂的 撕心裂肺的哭声 还有雷帅的安抚 还有二哥愤怒的咆哮 最后意识中 傅君汤觉得 自己可能真的错了 等傅君汤在有意识时 发现自己在浦宁医院 在ICU里 他准备说话时 终于发现不对劲 他发现有两个自己 现在的他飘在半空中 而另一个自己 躺在病床上 上半身没穿衣服 嘴巴里吸着痒 胸口位置被绷带包裹着 旁边连接着心律仪 傅君汤这才后知后觉 想起来 他被高空坠落的亮衣杆 插中了心口 坚持了没多久 就昏迷了 那现在 他是死了吗 他下意识 看向心律仪界面 几条线都在八十多上下 来回波动 傅君汤说不出来什么心情 复杂 震惊 错愕 无法接受 又意料之中 毕竟当时心口剧痛时 他猜测自己可能要死了 他想跟二哥说说话 后面被大家议论的声音 扰乱了思绪 最后想说话时 已经说不出来 傅君汤一直没说话 就那么直勾勾 盯着躺在病床上的自己 他大概知道 自己现在什么情况 人在弥留之际 神魂已经离体 估计离死不远了 拉宝 你四哥哥这个情况 治得了吗 傅君汤被惊动 这才发现 ICU外面的大哥 二哥三哥和拉宝 以及不远处 面色发白的雷帅 和眼睛哭得红肿的陈颂 傅君汤下意识 想安抚陈颂 身体就那么飘过去了 松松 我没事 他说了好几遍 但陈颂根本听不到 他又喊雷帅 雷帅也听不到 而在ICU前的拉宝奶 呼呼出声 四哥哥你喊吧 你喊破喉咙 他们也听不到的 毕竟人鬼殊途 傅君汤愣住 下意识飘到拉宝跟前 拉宝 你能看到我 拉宝没好气地翻白眼 那是当然 拉宝就是吃这碗饭的 傅君雨走向雷帅和陈颂 不知说了什么 雷帅和陈颂往ICU这边 看了好几眼 然后离开了 傅君汤心情复杂地离谱 根本没注意到两人的离开 傅君遥 我也能看到 玩手机的傅君顺 我也能看到 回来的傅君雨 我也看得清清楚楚 傅君汤 不是 大哥二哥 如果都能看到鬼东西 他能理解为 养父血脉 都有所谓的阴阳眼 可三哥和他一样 也是被收养的 为什么三哥 也能看到他离体的神魂 普通人口中的鬼 傅君雨双手插兜 老四 是拉宝帮我开了阴阳眼 傅君遥和傅君顺 我们也是 傅君汤 帮你们开阴阳眼 方便看到变成鬼的他呗 傅君汤说不出来 到底什么心情 惨白的脸上表情 那叫一个微妙 拉宝没在意这些 这才回答傅君顺的问题 二哥哥 四哥哥还没死透呢 再等等 傅君汤 傅君顺迟疑 真死透了 到时候不好再活吧 拉宝胖嘟嘟的小脸上 表情那叫一个无所谓 那也没关系啊 反正我们都能看到四哥哥 知道他用另一种方式 存在着呀 傅君汤 这叫什么话 傅君雨倒是直奔重点 老四 亮衣杆是雷帅失手掉落下来的 可怎么就那么正好呢 傅君顺 雷帅平时自己收衣服吗 我记得 他这几年存了不少钱 家里甚至都雇了阿姨干活吧 傅君汤嗡了声 马上意识到 傅君顺想说什么 我最近没有回去 市井华亭那边 只有送送住着 按说雷哥不可能去阳台收衣服 傅君顺看他想明白了 瞬间乐了 所以啊 拉宝说 你一周之内必见血吗 傅君汤忽然沉默了 沉默震耳欲聋 他下意识看向拉宝 拉宝这会儿闲得无聊 和傅君雨 在用鬼东西做成的小黑球 当无子棋玩着呢 哪怕察觉到傅君汤的视线 小家伙也像没看到一样 傅君汤心里乱七八糟的情绪 一起翻涌出来 好像整个人被泡进绍水桶里 那滋味真实 一言难尽 拉宝眼角于光看他时 表情也一言难尽 都提醒很多次了 非要觉得宋宋姐姐是好人 拉宝是坏宝 怪谁呢 傅君雨知道拉宝憋屈 所以他顺着拉宝的话往下说 是啊 怪谁呢 要怪就怪拉宝 你不见棺材不落泪 不撞南墙不回头吧 咱们拉宝是世上最好的妹妹 傅君汤神色平和 第一次感觉 心脏好像被无形的大手攒住 刺痛又无力 第206章 傅家这一家子都太离谱了 傅君顺叹口气 然后悠悠出声 亮衣杆距离你心脏 还差两公分 拉宝说不然老四 你已经去地府报到了 傅君汤张了张嘴 一时不知道自己能说什么 意外吗 哪有只妖巧的意外 之前拉宝说他一周内必见血 哪怕就是他一周内见血了 他也不相信是因为拉宝说中了 可现在他神魂离体 躯体好像一具遗体一样 躺在病床上 神魂飘着脚步粘地 他才真正意识到 拉宝说的是真的 之前见过的鬼东西也是真的 并不是他主观一想否认 就不存在的存在 傅君汤沉默了不知多久 久到苏明熙带着助理护士 等近来查看情况 苏明熙再和傅君汤说话 傅君汤有些心不在焉 苏明熙又和傅君顺说话 傅君顺也有些懒洋洋的 似乎什么都没听进去 苏明熙纳闷了 傅清涵膜下六个儿子一个女儿 拉宝没回来之前 兄弟六人虽然聚齐的时候不多 可四个已经成年的儿子 还算相互照应 现在老四君汤 险些因为高空坠物 穿胸而过死亡 老大君汤 老二君顺 这表现是不是不太对劲 苏明熙迟疑了下 又去和老三君语说话 傅君语也在很不走心地敷衍着 哦啊好的 苏叔我们知道了 苏明熙 不是 这确定是知道了 而不是爱死不死 随他去吧 苏明熙作为长辈 又是傅君汤的主治医师 一时都被这三兄弟不太在意 老四君汤死活的做派整猛了 他想了想 没有多说什么 只惯例叮嘱了兄弟三人几句 出了病房 就拿出手机 走到没人的地方 给傅清涵打电话 清涵 你几个儿子闹矛盾了 傅清涵刚开完一场会 人还没从会议室出来 索性暂时不走 示意公司董事们先离开 怎么说 苏明熙把ICU这边的情况迅速说了遍 说完后又忍不住补充一句 以往不管是哪个弟弟磕着碰着 你家老大虽然面无表情 可行动上非常细致 根本不用我操心什么 傅清涵是知道 拉宝一再提醒老四 结果老四根本不当回事 还袒护陈颂的 老苏 没事 游着他们去 苏明熙 这次和以往每次都不同 不是磕了摔了 而是你家老四现在还在ICU昏迷不醒 没脱离生命危险呢 傅清涵的声音格外沉稳 拉宝也在那里吗 苏明熙不知道傅清涵为什么忽然提到拉宝 但还是点头 再的 老三一直抱着他 时不时说两句悄悄话 那就行 傅清涵声响依然非常平稳 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就挂了吧 我十分钟还有一个国际视频会议 苏明熙 苏明熙实在忍不住了 老傅 你们父子几人到底怎么了 儿子儿子这态度 老子老子也这德行 你们是不准备管老司了 苏明熙见鬼似的 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傅清涵的低笑声 已经在管着了 不过孩子大了 有自己的想法 随他去吧 苏明熙还想说什么 傅清涵那边已经挂了电话 苏明熙更猛了 傅清涵这一家子到底搞什么 真要放任不管 真会出人命 傅君汤现在情况不容乐观 虽然没有想到心脏 可那晾衣架因为长久 没有使用顶端已经生锈 所以傅君汤虽然心脏没有受伤 但铁锈引发心肺感染 情况比较严重 现在还没脱离生命危险 苏明熙闹不明白 傅清涵一家子 为什么都这个态度 一抬头 正好看到过来给傅君顺 送文件的周静 周助理 周静笑着停下来 苏医生 苏明熙没时间拐弯抹角 毕竟时间不等人 傅君汤这情况 现在反复高烧 如果今天晚上高烧依然不退 到时候情况会更严重 周助理 你们傅总和他四弟之间 闹矛盾了 吵架了 周静愣了下 眨眨眼大概懂苏明熙的意思 算是吧 不过这个怪不得我们傅总 苏明熙心想果然如此 可就算真的有矛盾 人命关天的时候 大家都是一家人 周静咳嗽一声 站直身体 看向苏明熙身后 傅总 傅君顺不知什么时候出来了 笑眯眯地点点头 苏明熙尴尬 傅君顺 依然是那副懒散不羁的模样 苏叔放心 老四现在情况虽然危急 但也不是治不了 苏明熙 你是医生 还是我是医生 傅君顺笑起来 当然苏叔你是医生 苏明熙刚要说话 傅君与抱着拉宝也出来了 拉宝乃生乃气 安抚苏明熙 苏叔叔别担心 四哥哥只要想通了 就没事的熬 苏明熙 傅君汤都那个样子了 还怎么想通 他现在昏迷不醒 是个超级病号 拉宝却从裤兜里 摸出一根棒棒糖 塞到苏明熙手里 苏叔叔 吃个棒棒糖 放松放松 四哥哥真的不会有大事的 对拉宝来说 死真的不算什么大事 毕竟小家伙 有从地府捞人的本事 傅君顺 傅君宇和周静 同时点头附和 对呀 苏叔 苏医生 再不计就是老四 君汤少爷 没了 但也不算什么大事 苏明熙 你们兄弟几个 都魔杖了吧 死都不算大事 那什么 是大事 吃棒棒糖吗 对傅君顺几人来说 这会儿 还真就是给拉宝 吃棒棒糖是大事 毕竟拉宝心情好了 可能对老四多点耐心 于是 傅君宇也从自己裤兜里 摸出一根棒棒糖 草莓味的 包了外面的糖纸芒 塞到拉宝小嘴巴里 拉宝也吃 傅君顺慢了半拍 总不能让拉宝 一口吃两个棒棒糖 他忙转身 从病房里 拿了一盒牛奶出来 拉宝再喝点牛奶 苏明熙 他要是没记错 那牛奶是昨天傅君瑶 买来看望病号傅君汤的 他这个位置 正好能看到牛奶箱子 里面已经没剩两盒了 苏明熙 他觉得 自己遇到了从业多年来 最不可思议的情况 他忽然有些大胆的想法 傅家这一家子 不会都被催眠了吧 不然 这离谱又诡异的一切 没法解释 苏明熙待不住了 君顺 你带着弟弟妹妹 在这边先看着点君汤 苏叔还有事先走了 他得去查查 宋家除开已经进去的宋续节 是不是还有别的催眠师 傅清涵这一家子 现在都太离谱了 第207章 这是要出事啊 傅君汤在ICU第三天 苏明熙已经下过两次病危通知 明明都要不行了 心律仪都发出警报 他甚至还没来得及 将人推进手术室抢救 都快成一条直线的心律仪 又回复了起伏 傅君汤住院第五天时 苏明熙第五次看到 心律仪报警变成直线 然后他心脏再次被提起来 准备安排人急救时 心律仪又恢复之前的起伏波动 苏明熙心力焦脆 觉得再这么下去 需要被抢救的 可能不是 时刻在生死边缘徘徊的傅君汤 而是他 短短五天时间 苏明熙憔悴了很多 傅君瑶都看不下去了 苏说 老四这边真的没事 你去休息吧 傅君顺也开口 是啊 苏说 你看这几次病危 哪次是真的有事 傅君语很直接 苏说 你再不休息 可能过老死 苏明熙 而神魂一直在房间角落里 待着的傅君汤 那叫一个尴尬羞愧 他也想 神魂回到身体里醒来 那样苏明熙不用这么担心他 可不管他怎么用力 神魂躺下去一次 就触发一次病危 这么连着五次 他什么都不敢做了 真怕三哥说的 他还没死呢 先把苏叔给熬死了 那真是作孽 可一直这么躺着 也不是办法呀 傅君汤犹豫迟疑 最后等苏明熙被二哥送出病房后 磨磨蹭蹭到了 瘫着小肚皮 睡得四仰八叉的拉宝身边 傅君汤警惕地看着他 傅君汤嘴角一抽 满脸受伤的开口 三哥 我难不成还能打拉宝吗 傅君汤则一声 那可未必 毕竟人被逼到绝境 什么做不出来 傅君汤 我在三哥心里 是那样的人 傅君汤直击他心脏 毕竟在这之前 我也不知道 看似刚毅果决的你 居然会是个恋爱脑啊 傅君汤 他要怎么解释说 自己对陈颂 没有那种意思 只是感激 只是报答当年的救命之恩 算了 没人会信他 毕竟他确实伤到了拉宝 傅君汤垂头 阴冷圣人的声音 低迷了很多 三哥 把拉宝叫醒吧 我跟他道歉 傅君雨摇头 拉宝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吃得好睡得好 才会长得高身体健康 你就算要道歉 也等他睡饱吧 傅君汤 傅君雨笑了笑 这样不是显得更有诚意 傅君汤哪怕再着急 这会儿也不得不说 三哥说得对 他现在是真心实意 找拉宝道歉 可竟然是真心实意 自然不好 在拉宝午休的时候打扰他 再等等吧 结果不到十分钟 病房外传来敲门声 傅君瑶和傅君顺 这会儿都不在这边 两人一个在科研院 一个名下有上市公司 也有不少是需要处理 所以这会儿 只有傅君雨抱着拉宝 和神魂离体的傅君汤 傅君雨压低声音 进来 推门进来的是雷帅 五天不见 雷帅看起来苍老了十岁不止 君雨哨眼 傅君雨做了个噤声的手势 声音很小 雷先生 您怎么又来了 雷帅这几天瘦了很多 颧骨都非常明显了 从傅君汤出事 他几乎每天都来 傅家人知道 雷帅是无辜的 所以不想迁怒他 雷帅心中愧疚 而且他被网爆了 君雨少爷 阿军还没脱离危险吗 傅君雨点头 如你所见 雷帅脸色变得更难看 布满了血丝的眼睛里 最后一点光芒都熄灭了 君雨少爷 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就走神了 我真没想去拿那个晾衣杆的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傅君雨挑眉 你前两天不是这么说的 雷帅神色僵了下 满眼血丝的他 视线都有些浑浊了 那我怎么说的 傅君雨看出他的不对劲 但并没从他身上 看到鬼东西之类的 你不记得了 雷帅神色恍惚 看起来不像妆的 我不知道 这几天总感觉在做梦 我怎么会跑到阳台那边 拿晾衣杆 阿军最近都在医院 是陈颂住在那边 我去阳台拿晾衣杆做什么 帮陈颂收衣服吗 我有女朋友的 我要是跑到阳台上 给陈颂收衣服 我女朋友知道了 一定会闹脾气 我肯定不会那么做 雷帅一说起来就停不下来 整个人精神状态 看起来很不好 似乎在崩溃边缘 傅君雨知道 他现在被网爆了 老四是当红影帝 哪怕平时很低调 除开必要活动 不会出现在人前 可当时在市井华庭出事时 被很多人看到了 消息当天在网上传开了 连带着市经纪人雷某 失手掉下 晾衣杆至老四重伤 昏迷不醒的消息 当时就满天飞 而另一个当事人陈颂 却没人提 傅君雨这几天 一直在关注网上动静 发现偶尔会有几个人 冒出来问一下陈颂的情况 但很快会被老四的粉丝 喷雷帅的评论淹没 陈颂后面没人 他把脑袋搁下来 给拉宝当球踢 傅君汤看不下去了 三哥 你帮忙劝劝雷哥 傅君雨笑起来 你醒不过来 他的情况就缓解不了 我说再多也没用 对了 这几天你也看了新闻 依然坚信 沉颂无辜吗 傅君汤嘴角肌肉抽了下 三哥 我需要证据 没等傅君雨说话 傅君汤又快速补充 不过 我不会再像之前那么护着他 傅君雨还算满意 兄弟俩说着话 结果忽然听到砰的一声响 两人忙看过去 发现是雷帅晕倒在地上 雷哥 傅君汤忙去扶人 结果双手从雷帅胳膊上穿了过去 傅君汤这才意识到 他现在神魂离体 是个鬼 傅君雨叹口气 将拉宝放在旁边沙发上 然后按了呼叫铃 再去将晕过去的雷帅扶起来 让他靠着自己等一声护士 一声护士过来得很快 可能苏明熙真的听进去了 这次来的是别的一声 这是 傅君雨马上开口 李医生 这是我家老四的经纪人 姓雷 好像是因为连着好几天 没休息好 忽然昏厥了 李医生点点头 和护士还有傅君雨 一起将人抬上推车 匆匆走了 傅君汤不放心飘了出去 傅君雨瞧着 游着他去 沙发上的拉宝忽然睁开眼 三哥哥 四哥哥神魂是不是出去了 傅君雨诧意拉宝忽然醒来 对 怎么了 拉宝迅速爬起来 小表情很严肃 三哥哥你在这边 守着四哥哥的身体 不管谁来记得 都不要让对方进来 拉宝去找三哥哥神魂 生怕傅君雨忘了 拉宝出门前 又特别严肃地重复一句 谁都不行哦 傅君雨有些猛 比如大哥二哥他们呢 拉宝丢下一句三哥哥 你不能确定 你看到的大哥哥二哥哥 就真的是大哥哥二哥哥就走了 傅君雨 这是要出事啊 第208章 傅君雨暴躁怒对鬼东西 拉宝离开不到三分钟 房门外再次传来敲门声 扣扣扣 傅君雨不说话 当做没听到 门外传来傅君顺 懒散不满的声音 老三 开门 傅君雨 这声音是二哥的没错 可拉宝的话在脑中转了圈 他努力 让自己忽视那声音 稳稳当当坐在病床边 守着老四身体 老三 开门 我是二哥 傅君雨依然坚持 本心不动摇 敲门声又持续了几秒钟 最后消失了 傅君雨松口气 也不知过了多久 他看着病床上 好像睡着了的老四 身体忍不住叹气 老四你说 你早听拉宝的 至于有现在这些事吗 扣扣扣 敲门声再次想起 傅君雨下意识觉得是大哥 果然下一刻 门外传来傅君尧的声音 君雨 是我 低沉清冷的嗓音没错 喊他君雨也没错 傅君雨差点站起来去开门 但屁股又老老实实 粘在了凳子上 一定要相信拉宝 拉宝那么爱睡觉 尤其起床气 很大都能忽然睁开眼睛 去找老四的神魂 一定出了大问题 他不能拖后腿 傅君雨再次把门外声音 当不存在 甚至拿出手机打开游戏 准备来两把 门外敲门声更重了 君雨 我知道你在里面 怎么不开门 傅君雨索性戴上蓝牙耳机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傅君雨 傅君雨 开门 原本只有一个声音 慢慢地成了两个声音 哪怕傅君雨带着蓝牙耳机 把游戏声音开到很大 依然能听到那声音 傅君雨皱眉 刚才不是什么都听不到吗 他蓝牙耳机坏了 傅君雨皱眉取下蓝牙耳机 发现声音很大 但门口的敲门声更大 已经不是敲门 而是在砰砰砰地砸门 之前大哥低沉清冷的声音 野了调子 恶声恶气 还透着浓浓森冷 让人毛骨悚然 傅君雨下意识 往床边老四那边靠了靠 虽然老四这只是一具空壳 但是这样靠着 似乎能多一些安全感 傅君雨 开门 我知道你在里面 开门 阴森圣人的声音 再次从外面传来 一个让他开门 一个叠叠怪笑 叠叠叠 傅君雨 你以为你不开门 我们就进不来嘛 叠叠叠 我们只是不想太暴力 傅君雨无语 忍不住对回去 我不怕你们暴力 来啊 你们怎么暴力怎么来啊 老子不怕 老子涌得很 门外暴力撞门声忽然消失 连带着那阴森恐怖的 叠叠怪笑也消失了 傅君雨仔细听了听 确实没动静了 原本听着那声音 觉得特别瘆人的他 忍不住痴笑一声 就这 傅君雨不懈地笑笑 重新戴上蓝牙耳机 准备继续玩游戏 老老实实等拉宝回来 结果游戏里传出来的 阴冷怪笑 差点没把他吓死 叠叠叠 傅君雨 你死定了 傅君雨吓得一哆嗦 连忙把蓝牙耳机 取下来丢地上 鬼东西 那阴冷恐怖的怪笑 再次从蓝牙耳机中传来 叠叠叠 很惊讶是不是 还有让你更惊讶的呢 不是觉得 我们不够暴力吗 老子让你好好感受一下 什么叫做绝对暴力 随着砰的一声巨响 傅君雨猛然抬头看向房门 发现房门居然出现裂痕 草 傅君雨忙捞起旁边的凳子柜子 往门口挡住 砰 又是一声巨响 房门裂痕似乎又大了些 傅君雨脸都绿了 她回过头 扫向整个病房 发现窗户那边还有一张桌子 于是忙冲过去搬桌子 桌子刚搬起来 抬头准备转身的她 猛布丁和窗户上贴着的 惨白渗血的鬼脸对上 双腿一软 直接吓得瘫在地上 卧槽 怎么这么丑 这么恶心 吓唬傅君雨的鬼东西 死到临头 还敢嫌弃老子丑恶心 老子让你死得更惨更恶心 成为鬼界中最丑排行榜第一 傅君雨 房门的材质都能出现裂痕 这玻璃 鬼东西进来 只是分分钟吧 傅君雨觉得 自己要挂了 鬼东西的脸 忽然穿透玻璃 张大嘴喷过来一股气体 傅君雨被熏得头晕眼花 差点吐了 鬼东西 阴策策开口 傅君雨 去死吧 鬼东西说完 忽然伸手 抓向傅君雨 胃里各种翻腾的傅君雨 实在觉得扛不住了 电视火花间 他想到什么 猛然抬头 直冲鬼东西 大脸喷过去 操 于锦号三四 又于锦号三四 哦 哇 傅君雨一边对着鬼东西的脸 狂吐一边愤愤出声 操 都湿了还不安分 想杀老子是吧 老子就算是死 也要先恶心你一把 呕吐 好吃不 想不 烂糊不 哦 说到最后 烂糊两个字 傅君雨自己都被恶心到了 所以 原本吐得差不多的他 又开始狂吐 鬼东西 鬼东西疯狂咆哮 张牙舞爪扑向傅君雨 傅君雨 老子要你死 要是要把你千刀万寡 老子要活寡了你 老子 狂吐的傅君雨 忽然发现一个问题 明明那鬼东西 都扑到他跟前了 尖锐发青的爪子 都抱着他脑袋开丝 但他没察觉到半点疼痛 这不科学 傅君雨意识到什么 忽然疯狂大笑起来 哈哈 哈哈 你根本就进不来是不是 草 吓唬老子 老子差点就上当了 傅君雨一向斯文 但是被鬼东西激起反骨 张口闭口 一口一个老子 对着愤怒咆哮 张牙舞爪 却各种无力的鬼东西 一通狂喷 来啊 有本事 你竟然弄死老子 SB 死的脑袋都白浆飞溅了 难怪干出这么没脑子的事 来啊 来啊 打死我呀 吃了我呀 快看看 从哪里下嘴比较好 要不我再吐点 先为你吃点 鬼东西 啊 老子要弄死你 弄死你弄死你弄死你 鬼东西阴气暴涨 瞪着一双血红的大眼睛 蓄力想要破窗而入 傅君雨 你给老子等着 老子 草 那个小崽子 怎么回来了 傅君雨迅速回头看 房门被推开 拉宝拖着两个鬼东西 从外面进来 其中一个鬼东西 是他那不听劝的好弟弟 拉宝将另一个鬼东西 丢在地上 一脚踩在他后背心 然后冲巴着窗户的鬼东西 勾了勾小手 自己滚过来 还是要拉宝动手 鬼东西 罢了